用到七成力后依然没有任何反应 此时我已经满脸大汗 一定是姿势的问题 想着便直接开启赛亚人模式 用出十成力道大汗给劳资开 然而我手都拧红了还是没有拧开瓶盖 但女同学轻轻一用力就把瓶盖拧开了 这个世界的男人上厕所竟然结巴而行 想到两个男人排队排叙叙我就一阵恶寒 连忙转身就跑 在下楼时被一众女生评头论足疯狂调戏 什么腿长吸腰屁股巧 这下楼的话语听得我这个唇叶们都脸红 男孩子出门在外真的要好好保护自己 是时候找个地方锻炼身体学点防狼术 于是打开手机搜索了起来 看到泰拳好像还不错的样子 改天有空的时候去看看吧 就在我聚精会神时 旁边突然出现一个美女问号号男神你在干嘛 把我吓得花容失色 黄圆圆你要死啊 走路都没生的 大长腿同桌却忧愿地说是你太专注了没有听见人 你不会是给哪个狐狸惊发消息吧 说着还越靠越近 前面美妙的风景简直一览无遗 我连忙一把将黄圆圆推开 脸色通红到男女受受不清 你别靠我这么紧 看到我害羞 黄圆圆更起劲了 直接把我的手放在一个气球上 还一边夸我的手又白又好看 我连忙把手抽了回来 这个世界的女生已经大胆到这个地步了吗 就在我很尴尬不知所措时 黄圆圆还以为我昨晚没休息好劳累了 便说自己有一套祖传的按摩手法 要帮我放松一下 我忙说不用了 这一幕实在是太怪异了 幸好上课铃及时响起 不然我可能要被就地正法 这个世界的女流氓真的太可怕了 上课后我翻起了意识的教科书 发现居然全都看得懂 要知道自己可是毕业多年的学渣 可现在这书里的内容对我简直毫无难度 看来穿越后我成了学霸呀 随后我便自信地看向老师 希望他能叫自己起来回答问题 让我好好展示一波 没想到老师确实叫了我 他以为我不舒服 问要不要去医务室看看 给我整得非常无语 好不容易熬到下课 准备和隆隆一起去食堂吃午餐 刚出教室就被一个女流氓吃了豆腐 拍完还胆叹屁股真翘 下楼梯时又被鸡老碰瓷 哎呀浩浩你撞了人家要负责 来到楼外面还要被美女小姐姐搭讪 问我刚刚投篮的样子帅不帅 有没有击中你的心 这土味情话直接又给我整无语了 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出门吃个饭就跟进了盘丝洞一样 谁都想吃我一口 在学校太受欢迎怎么办 我刚出教室就被女流氓吃豆腐 下楼梯时又被鸡老碰瓷 路过操场还要被校队小姐姐搭讪 完了又被年级学霸拦下 当众向我表白 浩浩我喜欢你很久了 请跟我交往吧 这种表白方式不是只有男人才会做的吗 这个世界的女生果然太勇了 我24K纯爷们怎么可能接受这样的表白方式 连忙表示现在不想找女朋友 还是要以学业为主 说罢就走了 留下学霸在风中凌乱 让一旁的龙哥非常崇拜 随后两人就来到了学校食堂 我发现这里的男同学都只吃一点点饭菜 这胃口未免也太小了吧 而龙哥却说大家都是这样的 吃太多会变胖胖 说完就点了两份青菜还都是小份的 连米饭都不要 吃这么点就不怕晕倒吗 这个世界的男生还真是小鸟味 难怪手无腹肌之力呢 轮到我直接让阿姨来最大份的红烧肉 连饭也是最大份的 真男人就得大口吃肉大口扒饭 这操作把龙哥吓得花容失色 浩浩你吃这么多会长胖的 我却一点都不在意 男人不多吃怎么长身体啊 就在这时 一道绿茶的声音传来 说什么癖好你怎么吃这么多 农民工才吃这么多呢 我一听就来气 你凭什么看不起农民工 如果不是他们建设我们的家园城市 哪会有你这个绿茶的安乐生活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下一秒这个绿茶男就哭了起来 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怎么欺负他了吗 这时周围的女同学也开始议论纷纷 说我怎么这么凶人设崩他之类的 看到大家指责我 绿茶男还偷偷得意起来 这是一个女生出现帮我解了胃 浩浩吃多少跟你有什么关系 男生吃得多难道不行吗 你这是歧视和偏见 说完还把自己的红烧肉分给了我 把一旁的绿茶男气的半死 我也不惯着他 让他有屁块放 没事就给也滚 把绿茶男妈的头顶冒烟转身就走 通过龙哥我得知这个女生是四班的赵语 还是笑篮球队的队长 而且追了我好久 哎呀 这长得太帅了也不是什么好事 烦恼太多了 我穿越到了一个女尊男卑的世界 没想到这个世界竟然也有5v5拆塔游戏 只不过大多都是女孩子在玩 职业选手里面更是一个男的都没有 虽说这个游戏阴盛阳衰 但笑篮球队队长赵颖还是推荐我去玩玩 我敷衍地硬喝了一声就结束干饭准备回教室 留下赵颖一人黯然神伤 回到教室我在想 这个世界的英雄插萌没有顶尖的男玩家 那不是说大司马乌兹这些原本的顶尖高手 在这个世界只能玩什么奇迹暖暖的吧 看来得抽空看一下游戏直播 了解一下这个世界的直播环境 突然我在热闹的人群中看到一道格格不入的声音 与周围人群相比显得非常孤僻 我转头看向翘着兰花 只看手机的龙哥问到那是谁 通过龙哥我才知道他叫敏月华 是不久前转过来的转校生 因为不爱说话 所以没什么朋友 我看见龙哥拿手机偷偷拍照 问他对敏月华是不是有想法 作为男子汉如果喜欢就去追啊 怎么能扭扭捏捏的 说着我就拉起惊慌失措的龙龙走过去 来到跟前我直接就做了自我介绍 顺便把一脸羞涩的龙哥介绍给他 经过交流我发现他真的不爱说话 回答问题都是用一个字来回答 有点意思 这个世界的女生都插我身子 而敏月华却对我这么冷淡 女人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当即伸出手 同学我们交的朋友如何 你无聊的时候可以找我聊天哦 就在这时 黄元元突然从身后出现 浩浩你怎么和转学生在一起 你们很熟吗 我看到黄元元心想要不让他也成为敏月华的朋友吧 黄元元元不仅是个画牢还是射牛患者 跟社交障碍的敏月华真是绝配啊 想到这我立马就撮合他俩做朋友 起初黄元元还不是很情愿 不过在我的眼神沙下瞬间沉沦 叮嘱他和新朋友好好聊聊天后 我就回去睡午觉了 这个世界的女生真的太可怕了 一言不合就要给人洗面 就在刚刚 我在房间内听起了这个世界的摇滚 毕竟真男人就该听摇滚 正当我听得起劲时 门外传来敲门声 浩浩姐姐可以进来吗 原来是秦姐 我连忙打开门 却发现秦姐的衣着太过性感 哪个老干部能忍受此等诱惑啊 此时的我已经满脸痛苦 更要命的是她还越靠越近 我以为今晚就要失身时 秦姐却只是拿掉我的耳机 听听我在干嘛 得知我在听摇滚后 还感叹我们家浩浩跟外面的臭鱼烂虾就是不一样 格外的有性格 越来越吸引人了 面对这种情况就问哪个男人顶得住 此时我脑海中的两个小人正在天人交战中 最后不知道是谁吵赢了 我抓住了秦姐的手艺 一个壁咚按在了床上 秦姐露出一个微笑 原来我们浩浩喜欢这样玩了 此时的我已经满头大汗 全身血液直冲头 就在我要失去理智将秦姐就地正法时 秦姐突然起身问我脸色怎么这么差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这种情况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 只能找个借口说贫血糊弄过去 听到我贫血秦姐心疼的一把抱住我 让我好好注意身体什么的 随后我问秦姐如果我把头发剪短一点 你觉得怎么样合适吗 秦姐一脸宠溺地表示 浩浩不管做什么姐姐都会支持你 既然如此 那则日不如壮日 第二天 我就来到了理发店门口准备改变形象 毕竟真男人就是要短发 进去后一位美女接待了我 看我这么美丽就说要找店里最好的托尼老师 我忙说不用 随便剪剪就可以了 随后一个穿花衬衫的托尼老师 就过来问我想要剪什么发型 我直接说道 剪板寸吧 能多短就剪多短 跟老改犯差不多就行 不用太好看 托尼老师听到这要求沉思了起来 接着他就误了 美男说的一定是反话 他的意思就是往好看了剪 那这还不是小意思 美男你就瞧好吧 我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果然不愧是我 根本没办法剪丑 还越来越好看了 回到家后 我看着身上这套装扮和发型不怎么搭 就准备看看衣柜里有没有搭配的衣服 打开后却发现里面全是粉红花边的娘炮衣服 他喵得找个时间一定要把这些衣服丢了 你敢相信吗 眼前这个浑身肌肉的好汉竟然是我的初恋 就在刚刚 我新写的小说 我想到这审核速度还是挺快的 这样我就能赚钱给秦姐买礼物 果然 不管在哪个世界前都是最重要的 日子总算是有盼头了 为了庆祝小说签约成功 我准备买跟一块钱的老冰棍舔一下 可我抬头一看 发现这个小卖部有点眼熟 很快 一段尘封已久的记忆被我回忆起来 在自己原来的世界 有一天我被人欺负 一个女孩却挡在前面救了我 她就是阿美姐 尽管她身材很娇小 但在我眼里却非常高大 这一刻我被她深深吸引 我想这也许就是初恋的感觉吧 后来我才知道阿美姐是我家邻居金书的女孩 而这个小卖部就是金书开的 没想到我们两家离得这么近 真是缘分啊 正所谓进水楼台仙得月 之后我就经常去她店里帮忙搬火 在我的疯狂追求之下 我们的关系日益清静 就算吃冰淇淋不小心滴在欧派上 也要我帮忙去擦 我以为时机已经成熟了 鼓起勇气就跟阿美姐表白 她听到后愣了一下 随后笑着说道 我一直都把你当做男闺蜜 而且你太小了 姐姐喜欢有肌肉的猛男 就这样我被拒绝了 也是从这一天开始 我立志成为像龙哥那样的猛男 做一个有肌肉的男人保护阿美姐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在以前我是个穷屌丝 穿越到这个世界后 我成了万人迷 再去跟阿美姐告白 我就不幸会失败 当我来到店门口时 听到金书和阿美姐在吵架 金书嫌弃阿美姐老在家待着不出去赚钱 你看老李家的女儿都赚了三十万 娶了个听话懂事的老公 阿美姐却不耐烦的说不就是三十万吗 我这就去搬起车砖 接着就看到我心心念念的阿美姐露出了半张脸 我的初恋果然还是那么柔美漂亮 真是一点都没变了 可下一秒我直接僵在原地 只见自己记忆中的阿美姐 变成了眼前这个浑身肌肉的萌木 随便一脚就能让地震三震 我被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大喊 你不要过来啊 我穿越到了一个女尊男卑的世界 这里的女生真的太流氓了 一言不合就要把我按在她的O派上 就在刚刚 老爸看到我剪了短发当场口吐鲜血 怒斥男孩子家家的怎么能剪短发呢 说着还要找理发店去评评你 得知我只是因为头发长太热了才剪的头发 老爸更是气得发动 拿起拖鞋就开揍 你想气死你老爸是不是 你这样子以后还怎么嫁人呢 我吓得连忙往外跑 不料秦姐回来了 我一个躲闪不及撞进了她的怀中 秦姐抱着我让老爸冷静一下消消气 这小兔崽子一声不吭就把头发剪这么短 你说我能不气吗 老爸依然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 听到我剪头发了 秦姐抬起我的头看了一眼又一眼 都给看呆了 反应过来的秦姐连忙表示 浩浩这样也挺好看的 老爸你先别气了 晚点我再好好说说她 文言老爸便暂时放过了我 真想不到老爸打我的时候 还挺有男子气概的 谁要是再说我老爸娘炮我就跟谁挤 我转头跟秦姐到了线 要不是你 我今天就有的瘦了 但秦姐却让我去她的房间 进房间 不会是要那啥了吧 不知道秦姐的房间是怎样的 然而当我进去后才发现 你不说我还以为这是哪个死宅男的房间呢 秦姐拿出一个盒子打开问我喜不喜欢 原来秦姐只是要送我个礼物 我在期待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不过这个礼物看起来也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 秦姐却一把塞到我手里 只要浩浩喜欢不管什么姐姐都给你弄来 哪怕是天上的月亮我也给你摘下来 这话听得我一脸懵逼 怎么有种霸道总裁跟小娇妻的既视感 回到房间后 我仔细看了下秦姐的礼物 发现好像是真钻 这得多少钱啊 不行 一上往来我也得给秦姐回顿 我拿出手机后却发现自己只有两块钱 这能买什么 连屁都买不起吧 就在这时 龙哥给我发了一条信息 原来是龙哥写的霸总小说签约了 就是那种他淘汰追他插翅难飞的老套剧情小说 看得我直接一副地铁大夜脸 对了 不如我也去写小说吧 毕竟连龙哥这种水平的都能签约 而自己以前怎么说也是个资深的网闻女了 可我思来想去都不知道要写男评还是女评 最后我灵光一闪 要不把自己原来的世界观写成小说 书名就叫男权世界的真女人 我穿越到了一个女尊男卑的世界 这里的女生力大无穷 阿梅姐只是轻轻按了一下我的肩膀 下面的女子瞬间便四分掳裂 此时的我一脸懵圈 这是什么怪力少女 看着阿梅姐还要过来扶我 吓得我直接一个鲤鱼打挺家后 空翻躲开了阿梅姐 我这小身板再被碰一下 怕是要散架 连忙找了个借口准备开溜 阿梅姐还提加个微信再走 我表示下次一定便一六烟跑了 不过这点赞大家可别下次一定了 很快我就回到了家 这一世界的铁律果然没欺骗我 连阿梅姐这样柔弱的女生 都变成了金刚八笔 就在我抓狂之际 突然我被眼前的一幕看待了 只见秦姐倒立着身体 一双大长腿靠在窗帘上坐着瑜伽 原来这个世界的女生也会练瑜伽呀 可秦姐却说自己在健身房已经练你了 想尝试一下男孩子的运动 看看效果怎么样 好家伙 这个世界的男女属性果然是完全颠倒的呀 秦姐也建议我多练练瑜伽 男孩子太瘦弱被欺负了怎么办 原来在女神姐姐的眼里 我就是个弱鸡吗 作为一个24K纯爷们 怎么可能受得了 我一把抓住秦姐的手说道 既然秦姐这么说 那要不要跟我比比般手腕 秦姐一口答应 表示输的人要有惩罚 答应赢的人一件事情 我自然没什么意见 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扳手腕了 而是我要维护自己男人的尊严 随着比拼开始 我瞬间感觉到一股剧力传来 此时我已经浑身发抖 而秦姐则云淡风轻面带微笑 想到自己前世为了生存养家什么苦都吃过 来到这里后却被当作柔弱萌妹来对待 我一定要坚持下去 就算身体条件不行 也要把男人的风海展现出来 可下一秒就直接被秦姐掰倒 还很贴心地用手电在下面护着我 这是真把我当娇若萌妹来对待了呀 我愿赌服输 问秦姐想让我做什么事 秦姐说要尝尝吸诊的感觉 吸诊 这不好吧 不是说惩罚吗 怎么还有这好事 我满口答应好玩没问题 下一刻秦姐就睡了下来 原来是我会错意了 是秦姐想要整我的膝盖 还问浩浩 姐姐可以多躺一回吗 面对这种要求 真男人当然是有求必应了 我穿越到了一个女尊男卑的世界 这里的女生从小就流氓 仅仅六岁就会占便宜 在我的屁股上留下了一个明显的掌印 就在刚刚 我坐在家中疯狂码字 旁边的手机响了起来 看了一下发现是黄元元来的信息 他约了转学生敏月华去游乐园 还问我去不去 他已经让龙哥来我家接我了 好家伙 我还没同意你就一锤定音了 就在这时 窗外传来了龙哥的声音 没想到这么快就到了 我打开窗户 发现龙哥还带着一个小女孩 连忙跑下楼去接他们 不料刚下去就被那个小女孩 扑上来抱住 还变喊 这情况弄得我一脸懵逼 忙问龙哥这是谁 没想到小女孩却一副委屈的表情 浩浩你将忘记我了吗 原来这是龙哥的亲妹妹玲玲 今年刚好六岁 不过在原来的世界 龙哥好像没有妹妹俩 这是怎么回事呢 接着我便招呼他们去我房间坐坐 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总感觉自己的屁股好像被捏了一下 来到房间后 我表示有点不想去 游乐园实在太无聊了 而龙哥却说到那里新开了一个鬼屋 而且你不是说要帮敏月华克服社交障碍吗 在我们俩谈话的期间 一个猥琐的小女孩一会稳稳我的衣服 一会看着我的照片留哈拉子 这龙哥的妹妹真的打小就有前途了 想到敏月华 我便答应了去鬼屋 起身就去换衣服 既然说好了要帮助敏月华 真男人当然是说到做到 换好衣服后摆个造型 就让林林拍两张照臭美一下 龙哥健壮让我俩别照了 虽说女人等男人是应该的 但也不好让他们等太久 等一两个小时就够了 我们赶紧出发吧 很快 我们就来到了游乐场门口 看到了穿着黑白双丝的黄圆圆和敏月华 黄圆圆看着玲玲问道这是谁家的小朋友 玲玲便直接抱着我说是浩浩欧妮降价的 哎 这小流氓真是一有机会就占给你 龙哥又一把拉开了 她说我妹妹听说要去鬼屋非要跟来 拉都拉不住 放心我会看好她的 黄圆圆转眼看到我剪的新发型 再配上这个衣服真的越来越有味道 这话真是听得我都无语了 今天也不知道被调戏了多少次 这当万人迷也是挺烦的 就连社交障碍的敏月华也夸我今天好漂亮 听得我又一愣一愣的 没想到你都敢搭话了 很棒很棒 随后我们一伙人便朝着鬼屋进发 接下来就是我展示男子气概的时候 我穿越到了一个女尊男卑的世界 这里的女生胆大如牛 而男生却胆小如鼠 就在刚刚 我们一伙人来到鬼屋面前 还没进去龙哥就已经吓得瑟瑟发抖 提议不如我们去玩旋转木马和摩天轮吧 我一脸无语 那是猛男该玩的吗 不得不说我以前认识的那个24K纯猛男的龙哥已经没了 只剩下这个闷闭嘰嘰的男胖 连妹妹都一脸嫌弃的看着龙哥 一旁的黄圆圆提议分两组进去 她和浩浩一组 月华 龙龙和林玲一组 并叮嘱月华要好好保护男孩子 这是我们女孩子的职责 而林玲不愿意了 让让着要跟浩浩欧妮将一组 于是我重新分了组 让林玲跟龙哥和黄圆圆一组 我就跟敏月华一组 毕竟跟黄圆圆一组难免会被动手动脚的 还是月华同学靠谱一点 这样的分组让黄圆圆非常沮丧 我连忙一个激将法过去 黄圆圆你不会是怕了吧 黄圆圆听到男神质疑自己 立马搂着龙哥兄妹就走进了鬼屋 还真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呀 等他们进去十分钟后 我就和敏月华进鬼屋了 刚进到鬼屋阁老远 我就听到黄圆圆他们的尖叫声 看来他的胆子也不大呀 我转头问月华同学你害不害怕 要是害怕的话就牵住我 毕竟咱可是猛男 不能怂 敏月华文言直接拉住了我的衣袖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害怕 一路上我过关斩将 遇到鬼手一把扒开 碰到骷髅直接正面对刚 让鬼很没有面子 可走着走着我发现 跟在后面的敏月华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 这不会被哪个鬼怪走当压寨夫人了吧 我连忙返回去寻找 每个角落都不放过 甚至连鬼的披风都要扒开找一下 看着恶鬼的表情仿佛在说 你某个面子 突然 一个柜子里传出了敏月华的声音 我打开一看 发现了敏月华卷缩着腿坐在里面 说自己迷路了很害怕就躲在了这里 我闻言一愣 这个世界的女生不是应该挺大胆的吗 怎么这么若即 我笑着伸出手 来 我带你出去 就这样把敏月华感动的一塌徒弟 来到外面后 我看到龙哥被吓得都成软脚下了 一旁的黄元元看到我们在里面好久猜出来 问是不是有什么事 我一眼看出他的脑瓜子在想什么 便叫敏月华过来解释解释 可下一秒敏月华就晕了过去 你敢相信吗 平常沉默寡言的同班同学 竟然是个住豪华别墅的千金小姐 就在刚刚 逛完鬼屋的敏月华被吓晕了过去 这突发情况直接把龙哥也吓得压麻呆住 黄元元则拿出手机要叫救护车 我制止了他表示别慌 伸手按了按敏月华的脖梗 了解到他只是惊吓过度而晕倒 没什么大事 就先把他放到椅子上躺平 这时龙哥纠结要不要给敏月华做人工呼吸 毕竟我们两个都还是初吻 黄元元一听到这 答咩 男神的初吻不能丢 表示掐人中不行了 要不还是叫救护车吧 看到这两个凡人精 我连忙叫他们去买点水和吃的 我就留在这里给月华同学做一下疼痛刺激 如果是吓晕的话 疼痛刺激应该就能醒来 我把敏月华的头放到大腿上 双手捏住他的耳垂用力按压 下一秒敏月华果然醒过来 前世的常识真的太有用了 这一世界的人连这点常识都不知道吗 我问敏月华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 他拉着我的手就说想要我的细枕休息一下 好家伙 这个世界的女生怎么都想整我的膝盖 很快 另外三人就回来了 问敏月华有没有好一点了 听到没事后黄元元松了一口气 那我们还继续逛游乐园吗 我翻了个白眼 都这样了还有什么好逛的 我转头提议月华同学我们送你回家休息吧 你月华答应后就直接牵起我的手 表示要一起走 这一幕将黄元元看得亚麻呆住了 就连玲玲都在撒坡打滚 我也想和浩浩男神牵手 接着我们就坐上了车 没多久叫车就在一座庄园门口停了下来 黄元元看着这个庄园直接叫出了薄村 映入眼帘的赫然是欧式风格建筑的大别影 一旁的管家说道 小姐您怎么能偷溜出去玩呢 这样老爷会生气的 听到管家的话 我们几人又压麻呆住了 月华同学竟然是千金小姐 眼前这个有社交障碍的转学生竟然是千金大小姐 不仅住在大庄园里 还有女仆左右伺候 更有帅气绅士的管家 管家将我们一群猛逼的同学请到庄园中 并拿出天山泉水泡出的茶和特技厨师制作的糕点来招待我们 然后就跟着敏月华小姐上二楼换衣服 此时的小伙伴们依然没划过神来 月华同学也太低调了 真是一点都看不出来啊 我也没想到随手帮助的转学生竟然这么大的来到 很快 敏月华就换好衣服下来了 这华丽的打扮虽然精致 但眼神充满了木讷 像是没有生命的瓷娃娃 敏月华走过来直接抓住了我的手 说想送我点礼物 拉着我就上了二楼 看着眼前的画面 我大惊失色 虽说这个世界的女性很man 但房间里干净的只有一张床还是挺少见的 我转头问了夏敏月华 你从回家后就不太对劲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我看这里只有保姆女扑和管家 只是忙于赚钱很少回家 而妈妈是市长 更是忙得没时间回家 但管家说他们都很爱我 听到这 我怜惜地摸了一下她的头 要是你觉得孤单了 可以来找我们玩 我们都是你的朋友了 接着 敏月华又拉着我跑了起来 来到了她的武器室 敏月华拿起一把AK就塞在我手里 说要送给我 我连忙拒绝 这要是拿回家不得被老爸揍死 看到我拒绝礼物 敏月华有点沮丧 管家说朋友就要相互送礼物 我想一辈子都和你做朋友 我愣了一下笑着说道 就算不送礼物我们也能做朋友 刚说完敏月华就抱住了我 那就说好了 喂喂 做朋友也不能随便抱啊 我都怀疑你是不是缠我身子 到了傍晚 我们一伙人就和敏月华 道别准备各回各家了 在路上 龙哥说敏月华今天穿的衣服好好看 自己也想买新衣服穿了 听到龙哥的话我眼睛一亮 自己衣柜里那些粉红巴比的 娘套衣服也要换了 那是猛男该穿的衣服吗 我直接和龙哥提议 明天就一起去买衣服 第二天 我和龙哥来到了中兴商场 这些小说才赚了点钱 看来又要美了 龙哥指着一件粉红色上衣 说好好看啊 浩浩你买这件吧 我果断拒绝 转头买了黑色戴帽外套 这才是男人穿的衣服 逛了一上午 我们买的差不多了 这时龙哥也饿得咕咕叫 我们来到卖鸡准备 吃点东西填饱肚子 而在一旁的女人 看到我们调戏头 这小美男也太好看了吧 还猥琐地笑了起来 甚至拿起手机偷拍了我的照片 还要发到网上 说什么碰到漂亮的小美男 好想娶回去什么的 这个世界的女人 真是不知道什么是害臊啊 可没过多久 这条话题竟然上了热搜 里面评论也兴奋地哇哇大叫 其中有个叫松松的网友 看到这张图片好像有点眼熟 感觉像是在哪见过 现实中的松松 拿着手机仔细回想了起来 突然他想到了 昨天00发的一条朋友圈 那张照片和这个热搜的图片 不是刚好一模一样吗 我穿越到了一个女尊男卑的世界 这里的女生真的太女子主义了 琴姐一回家就把我哭倒 还说以后出门 一定要姐姐同意才行 原来我去商场吃饭 被偷拍上了热搜 惊人的美貌 让这个世界的女人都疯狂了 此时的我对网上的消息浑然不知 葛幽滩地躺在沙发上休息 突然龙哥给我打来了电话 刚接通就听到龙哥撕心裂肺的呐喊 浩浩你红啦红啦 我被他弄得莫名其妙 什么红啦 龙哥又兴奋地说道 今天你在商场的照片被发到了网上 把那群女人迷得团团转 现在都热搜第四了 我看到后直接一句国粹冒了出来 把下巴都惊掉了 不会吧 虽说我是万人迷 但也没这么夸张啊 我只想低调地改变成猛男 然后离开这个世界 不过互联网没有记忆 可能过不了几天就无人提及了 还是趁着现在没事 看看这个世界的直播环境怎么样 可我刚打开软件 就看到这种直播内容 在前世就相当于一个大老爷们 在跳纲管舞 吓得我直接关掉这个直播间 这个世界的直播都这么奇葩的吗 还好游戏区看起来不那么奇怪 就是男主播都变成了女主播 游戏倒是跟前世没什么变化 我玩起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就在我思索之际 秦姐回来了 开口说道 没想到一天不见 我们浩浩成大网红啊 我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秦姐你都知道了呀 我内心有点慌 怎么感觉秦姐好像有点生气了 可下一秒秦姐就把我扑倒 浩浩 今天出去没什么奇怪的人骚扰你吧 看到秦姐这样我也有点不知所措 让她不用担心自己 我能保护好自己 可不料秦姐的情绪更加激动 浩浩你太单纯了 你不知道这个世界的女人有多可怕 要是你出什么事 你让姐姐怎么和你爸交代 以后有陌生女人骚扰 你一定要和姐姐说 出门也要和姐姐说一声知道吗 看着秦姐关爱的眼神 我只能点头答应 就在这时 秦姐兜里的手机响了 在她拿出手机看消息时 我发现秦姐的手机壁纸是我的照片 而且还是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拍的 难道秦姐也喜欢偷拍我吗 姐姐一回家就把我哭倒 还说以后出门一定要姐姐保护才行 原来是我去商场吃饭 被偷拍上热搜成了大王 现在就连去上学 都会被狂热的女流氓围堵 只能躲躲藏藏的 这要是被发现那也太恐怖了 就在这时 龙哥打来电话让我别去学校 不知道那群女人 从哪里知道了你是庆辉的学生 现在都在学校门口准备赌女 我说他们在半路 就已经赌我了你心吗 今天要是真被女粉丝围堵 恐怕会尸骨无存啊 龙哥建议我先请假避避风头 毕竟学校里可能也有狂热女流氓 现在也只能这样了 确认四孝无人后 我转头就往家里跑 期间还发消息给秦姐 说明原由后让她帮忙请个假 这样老爸问起来也没有秦姐挡着 回到家里的我没什么事干 就准备再研究一下游戏直播 这玩意应该比写小说更赚钱 看着电脑上熟悉的logo 想到自己前世怎么说也是王者段位 来到这里不得嘎嘎乱杀 进去游戏后 接着在我一番行云流水的操作下 直接拿下武杀成就超神 年轻就是好啊 手速和反应都提升了 游戏天赋也没落下 随后我继续投入到训练当中 不知打了多久 训练完的我伸了伸懒腰 感觉差不多了 今晚就直播英雄插萌 让这个世界的女人看看 男人也可以当技术主播 晚上吃过晚饭后 老爸小鸟一人的靠在张一的怀里看电视 我跟他们打了个招呼就偷偷跑上楼 秦姐看着我的样子有点奇怪 不知道这好弟弟又在搞什么鬼 而此时的我已经坐在电脑前开启了直播 虽说第一次直播有点紧张 但感受到熟悉的地图和配音 慢慢的就不再紧张 挥舞着单身十八年的手速就操作起来 可玩着玩着我发现对面的一个傻子跟我杠上了 明明被我乱杀还一直送 最后甚至发消息质疑我是不是用挂 此时的电脑另一头 一位职业退役的大神主播信誓旦旦的跟粉丝们表示 这一定是挂的 如果对面没有开挂 我就当场把这个电脑屏幕吃掉 不愧是那个女人 发的事就是这么狠 美女总裁只是看了一眼张号的直播 就表示一定要把她拿下 原来我不仅成了顶级大王红 还第一次直播就达到了百万人气 就在不久前 我遇到了来兴趣虐菜的职业退役大神主播余神 在被我反虐一番后 竟然怀疑我是个挂逼 还信誓旦旦地跟粉丝们发誓 如果对面没有开挂 我余神就当场把这个电脑屏幕吃掉 无数粉丝看热闹不嫌是大 纷纷叫嚣着让余神好好教他做人 看着谁有门热情高涨 余神也表示自己绝对无法容忍开挂的行为 而此时被污蔑的我也愤愤不平 看不起谁呢 我需要开挂吗 直接公平发消息让他不服就搜 余神看到后也答应了来一把上路单挑 他的粉丝看到我这么狂 又直接高潮起来 把这个挂逼打残好吗 余神也感觉自己被对面小看了 我倒要看看是你的挂厉害 还是我的操作更胜一筹 双方很快进入对战 在一通行云流水的厮杀下来 我拿下了余神的人头 而余神也被我弄得自闭起来 就在这时 弹幕发现了对面在开直播 愤怒的谁有大喊 兄弟们都给我过去冲了他 余神看到这一幕 开口让谁有门冷静 我们要儒雅随和 不要随意去攻击主播 可上头的谁有哪听得进去这话 而我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人数吓了一跳 但这些人一进来就开喷 说什么我是挂逼 还假扮男生搏眼球 私下其实是个抠脚的女汉子吧 我看着这些ID 也意识到这些人都是余神那边过来的 我打开麦克风说了一下 我就是男的没有假扮 听到我的声音其他水友尖叫起来 这声音也太好听了吧 而余神的水友却又质疑我是开了变声器 为了证明自己没有开挂 我决定直接露手操作 此时我的直播间人数已经来到了三万多 在几万人的见证下 我接受了余神发来的好友声器 接着便打开摄像对准手部 这下你们应该没什么话说了吧 但露手后画风直接突变 水友纷纷变身舔狗 这手也太好看了吧 兄弟们把露脸打在宫屏上 而余神看到后也露出了一脸诸葛样 妈爷 这手有点东西 第二局要开始了 你们仔细看我操作 电脑太卡了 我先把弹幕关一下 接着我就和余神开始了第二局solo 正在比赛的我却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一位美女盯上了 仅仅直播一晚就达到了上百万观看人次 如果拿下她 说不定公司今年就可以上市 而看上我的正是这个直播平台的美女总裁 黑社会女大佬只是看了张浩一眼 就死缠烂打地表示要包养她 原来我不仅成了大网红 还直播游戏打出了上百万人气 连职业退役的大神主播余神都被我狂念 打败余神后我就准备下播了 直播间的谁有都纷纷晚了 浩浩再播一会吧 看来见证过我没有开挂后 他们都成了我的铁粉 不过我真的要下播了 太久了被老爸发现不得揍死我呀 预告明天的直播时间后我就匆匆下了播 看了眼时间 发现已经十点了 可以洗洗睡了 明天再问一下龙哥学校的情况 看看还有没有狂热粉刺来围读 第二天 我把放学的龙哥约到奶茶店 向他打听了一下今天的情况 今天比昨天少了很多人 可能是热情退却了 但学校里还是有很多人讨论 听到这里我放心了 看来明天我应该可以上学 到时候戴个帽子就没问题了 龙哥八卦地打听我这两天都在干嘛 我也如实说了自己在做直播 听到我做直播龙哥兴奋地大叫起来 你开直播一定超级火的 是不是赚了很多钱 我连忙让龙哥小声一点 现在只是刚开播 都还没有跟平台签约呢 就在这时 我的手机提示来了短信 我拿起一看 巧了那不是 说曹操曹操就到 直播平台通知我热度达标 可以联系管理员签约了 这可是大好事啊 以浩浩你的帅气 绝对可以成言直屈一格的 到时候就可以赚很多钱 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可我觉得要是成为职业主播 肯定会影响学习被老爸揍死 还会没有隐私 被人在网上从头到尾答应 龙哥给我出主意 你可以戴口罩直播呀 就像这样 你只要在直播间随便唱唱歌跳跳舞 肯定会有很多人刷礼物的 我一脸无语 想什么呢 我做的是游戏直播 算了 这个回去再想吧 说完后我就和龙哥起身回家了 只是我们不知道的是 在我们走后 两个可疑的女人跟在了我们后面 在即将到家时 我才发现有人跟踪我们 为了不让龙哥受伤害 我让龙哥自己回家不用送我了 龙哥也没想那么多 跟我挥手就离开了 带他走后 我转头淡淡说道 几位不用跟了 出来吧 这是一个女混混带着一群手下走了出来 我还真是厌赋不浅啊 没想到网红小美男居然住在我管辖的地盘内 姐姐包养你啊 好不好小帅哥 我冷淡地看了一眼对面 大姐 你谁啊 黑社会女大佬只是看了张浩一眼 就表示要包养她 原来女大佬刘姐从手下那里知道自己的地盘上有一个极品网红小帅哥 兴奋的她立马带一群人堵住了我 看着眼前这些人 我淡淡说道 来将可留姓名 大佬还没说话 一旁的手下怒斥我刘姐都不认识 这方圆几十公里可都是她照了 不好意思 我不认识什么刘姐牛姐的 有话就说有屁块放 我没时间和你们在这里叽叽歪歪 看到我这么嚣张 手下直接破口大骂 臭小子你不想活了 敢这么对刘姐 话还没说完 就被一个拳头直击面本 对待美人不要这么粗鲁 那是你小鸽子 美男果然很有个性 老娘可太喜欢了 这个男人我要定了 刘姐走上前表示刚才有点误会 姐姐是想让你当我男朋友 每个月还可以给你一万块零花钱用 听到这我一脸无语 这不还是包养吗 只是换了一种说法而已 不过要是在前世 那群咸鱼碰到这种漂亮的富婆包养 不得笑掉大牙 但我可是发誓要在这个世界当猛男的 怎么可能被包养 我包养他还差不多 看来没有谈下去的必要了 我迈开脚就要走 刘姐开口这年头包养不是很正常 价格不合适我可以在家吗 说着还掏出了匕首来威胁我 小帅哥这脸蛋要是不小心花了 姐姐可是会很心疼的 但我丝毫不怂 你有种就试试吧 这一下给刘姐整不会了 威逼利诱这一招可是从来没试过手的 出来混这么多年 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刚的男人 就在这时 我趁着刘姐愣神的功夫 一拳打掉了她的匕首 看来这泰拳是没有白血啊 在一击打向刘姐的胸口将她击腿 反应过来的刘姐直接一句国粹冒了出来 你她爸的搞偷袭 没给她说话的机会 我继续一个左边腿向刘姐扫去 眼看就要击中她的太阳穴命丧当场 刘姐反应迅速地挡住了这致命一击 我将地上的匕首捡起来握在手中 警告她别再来烦我 看到这一幕 一群手下就要冲过来群殴 但被刘姐拦下了 我要亲自挥一挥这只小野猫 刚才只是靠偷袭才占了上风 一套连招没把她干倒 接下来就难了 正面对抗我根本打不过她 毕竟女人在这个世界有先天优势 我一歪头躲过刘姐的攻击 这样下去不行 要想点别的办法 我挥出匕首将刘姐击退 迅速拿出手机示意她我已经报警了 你最好安分点 刘姐举起双手一脸储蜜的道 小帅哥不仅伸手好还很聪明啊 好好我不动手了 这时一旁的手下又钻出来 刘姐难道要放过这小子吗 对待美人要有耐心 我平常没教过你们吗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你说是吧 小帅哥 我没有理会 警告他不要再跟着我 电话可还没挂呢 说完就走了 看着我离去的背影 刘姐舔了一下手背 小美男 我记住你了 女总裁只是看了一眼张号的照片 就表示一定要把她拿下 就在不久前 我和大姐头刘姐打架的时候 她的手下拿出手机 偷拍了一张我的照片 而且还发送给了某个人 画面一转 一间豪华的办公室内 一个秘书拿出手机递给女总裁 表示下面的人发现了好苗子 董事长让我们签下她 这个人百分百能活 这不是心探的活吗 难道这些也要我来操心 女秘书被吓得满头大汗 说这是董事长要让你亲自去谈 确保万无一失 女总裁吐槽道 我妈这是嫌自己身边 十几个小鲜肉不够多 还要再给我找个小巴士吧 说着就拿过手机 想看看到底是何方神圣 看了一眼后 立马叫秘书调查我的详细资料 带秘书走后 女总裁走到落地窗前 男男道 小美男 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而此时的我突然打了个喷嚏 龙哥还以为我感冒啊 叫我不要再打篮球 这些都是女生的运动 我们给他们加油就好了呀 什么时候篮球变成女生的运动 我第一个不服 说着直接跳起投了个三分球 篮球空心尽网 把一旁打篮球的女生 变成了我的拉拉粉 让看台上的绿茶男 刘峰恨得牙痒痒 这张浩一天就知道 扎在女人堆里 那些女生就看不出来 她是个不检点的烂货吗 而此时有个女生 正拿着手机躲在后面偷拍我 我有所感应地转头看了一眼 发现没有什么不对劲 难道是我想多了 女生看着手机里的照片 黑黑笑道 刘姐说一张照片两百块钱 这钱赚得也太容易了 很快 到了傍晚学校放学 我摸着敏月华的头 就跟她道别 而龙哥这个死娘泡贴上来 表示我也要这种道别方式 我一脸无语地把龙哥推开 你给我爷们一点 这可把龙哥给委屈的 就在这时 一道咔嚓声响起 我立马转头望去 又没有发现什么 龙哥奇怪地问我 今天为什么时不时地 就往旁边看 我也说不出为什么 总感觉自己 好像时刻被人偷拍 这时我脑海中 回想起情节的手机壁纸 难道偷拍的人 是情情节吗 黑社会女大佬 只是看了张浩一眼 出了一个极品网红小帅哥 便吩咐手下的精神小妹 在我的学校里发了任务 只要能偷拍一张我的照片 就可以换两百块钱 而刚放学的 我就又感觉到 有人在偷拍自己 我缓缓地走进大树 发现一个人影后 直接伸手抓住了她 看到不是情节后 我送了一口气 我就说情节 这样的女神姐姐 怎么会一直干这种事 我伸出手 让眼前这位女同学 把手机拿出来 被抓现行的女同学 也是颤颤巍巍地说 自己只拍了刚刚这一张 我拿过手机 一点开了在篮球场 被偷拍的照片 你确定只拍了一张 说说吧 为什么要偷拍 女同学尴尬地说到 是刘姐的手下 在我们的群里发了任务 只要偷拍 你就能换钱 我听到又是刘姐 这疯婆子竟然还没死心 刘姐叫什么 是不是这一片 都是她的视力范围 女同学点头应试 说刘姐叫刘星 是这片的老大 我将手机里的照片 删掉后就还给了女同学 让她可以走了 这个刘姐还真是个麻烦 得想办法 尽快解决一下 第二天 我又约龙哥去逛商场 期间我跟他说了 自己已经跟直播平台 那边签约了 不过提了一些小要求 他们也答应了 我还把谁有打赏的礼物 提了出来 今天就是让你帮我挑挑礼物 龙哥听到 我要送别人礼物 立马兴奋了起来 浩浩你有喜欢的女生了吗 是谁是谁是谁 你有喜欢的人都没告诉我 人家好伤心啊 我一脸的无语 龙哥你在想什么 是我姐了 听到我是给情姐送礼物 龙哥瞬间没了兴趣 问我给直播平台 提了什么条件 也没什么 就是不露脸 除非我自愿 还有不能强制 我播游戏以外的内容 不能让我出席线下活动 除非我愿意 每天我只会直播两个小时 周末可以多播一回 但最重要的是不卖肉 龙哥听到后双眼放光 这么丧心病狂的要求 他们都答应了 浩浩你也太厉害了吧 这得是头牌主播 才能有的特权吧 我听到后又是一脸无语 什么头牌 那叫头部主播 就在我和龙哥聊的兴奋的时候 浑然不知身后 有几双眼睛正冷冷地盯着我们 原来是绿茶男 刘峰也和他的闺蜜来逛商场 刘峰向闺蜜介绍 这是我们学校的第一美男 仗着好看和一堆女的纠缠不清 特别恶心 特别矫情的一个人 TG男听到刘峰这么说 就提议去教训他一番 帮你出完气 我们再去Mock买口红 刘峰欣然答应 早就想教训张浩那小子了 最近郑总又给了我一笔钱 到时候我送一只Mock口红给你 黄一男听到有这好事 连忙自告奋勇 我们去把他弄哭 然后拍丑照发到网上 刘峰一听这个办法好 张浩 等全网都是你丑照的时候 我看你还能不能 在我面前跳来跳去 我穿越到了一个 女尊男卑的世界 这里的男生打架 都是扯衣服抓头发 甚至吐口水的 就在刚刚 绿茶男刘峰跟他的两个小弟 计划在没人的地方 把我弄哭 然后拍丑照发到网上 我和龙哥浑然不知危险 正在靠近 在罗密欧吉利品牌店里 买了条一千多块的腰带 准备送给琴姐 龙哥感叹道 浩浩你对琴姐好好啊 给他买这么贵的礼物 我微微一笑 做主播以后 每天的礼物都比较可观 这点小钱不算什么 再说琴姐 可是送了真钻耳钉给我 龙哥一听到真钻耳钉 立马表示 浩浩我要看我要看 那发点的声音 真给我整个头皮发麻 我连忙说今天没带出来 下次再给你看 说完就要去厕所 而龙哥也要跟着去 却不知绿茶三人组正尾随在后面 机会终于来了 刘峰让两个小弟进去 他要留下来放风 免得被张浩看见 到学校说我霸凌他什么的 披肩男摸拳擦掌的表示 疯疯你就等我们的好消息吧 另一边 我刚上完厕所出来 就看到龙哥臭美的喷着香水 龙哥你快别喷了 这味道也太充了 我们赶紧出去吃饭吧 在我们准备出去时 刘峰的两个小弟迎面走了进来 为了找茬 披肩男闭着眼睛 横冲直撞的朝着我冲了过来 却不料我直接闪身躲开 把披肩男吓得眼睛都瞪大了 人怎么不见了呢 在他即将摔个狗吃屎时 我一把拽住了他的衣领 问道你小子干啥呢 走路不要这么莽撞 没想到黄一南却倒打一耙 你走路不长眼睛啊 差点把我朋友撞到了 龙哥一听就来气了 你才瞎了吧 明明是你朋友自己撞过来的 眼睛不要可以拿去捐了 披肩男听到龙哥骂人 直接挣脱了自己后衣领的手 一把抓住了龙哥的前衣领 你他们要的骂谁呢 有种再说一遍 看到龙哥被欺负 我抓住了披肩男的手 谁撞过来的自己心里有数 这些我都可以不计较 但你要是再敢欺负我朋友的话 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看到我凶神恶煞的样子 披肩男有点慌了 谁撞人了 你不要血口喷人 而黄一南更是被吓得瑟瑟发动 这人好像有点不好对付啊 我不再理会他们 一把将他们推到一边 滚开 好狗不挡到 可没想到披肩男 直接一口蒙谈吐了过来 幸好我反应够快 又给闪开了 这下可把我给惹火了 说出了那句经典名言 不要以为你是男人 我就不敢揍你 说完直接一拳 正中披肩男的面目 把他打得满地找牙 黄一南看到同伴被揍 怒斥你这个贱人竟然敢打人 这一下可把龙哥的热血给激起来了 抖了一下二头鸡 明明是你们先找茬的 不服就来干一假 下一秒 两人就你抓我头发 我扯你衣服的厮杀起来 简直是势均力敌 男分伯众 看得我又是一脸无语 还得是要我出马 今天我就替35亿男人 教训教训你们两个碰瓷的软弹 接着厕所里就回荡着 他们撕心便飞的惨叫声 以及龙哥的耐喊助威声 看着被揍得鼻青脸肿的两人 我警告他们下次再敢碰瓷 腿都被你们打断 说完就招呼龙哥走人 披肩男怨恨地看着我的背影 这个贱人竟然敢打我的脸 你等着 我现在就叫我女朋友 带人过来收拾你 美女总裁只是看到 别的女人搭讪张浩 就疯狂吃醋 老娘的男人你也敢动 活得不耐烦了 就在刚刚解决完 刘峰的两个小弟后 我和龙哥吃完饭 就走出了商场 没想到刚出来 就被披肩男许奇 带着他的女朋友堵住了 许奇委屈地 向他那强壮的女朋友 控诉我怎么怎么气负他 黄一南也在一旁帮腔 而刘峰这个绿茶男 则表示你们先过去干净 我去个厕所先 黄一南没想那么多 叫他等会快点过来 很快就能拍到张浩的丑照了 但绿茶却有自己的想法 等下偷偷拍下张浩 和许奇他们对峙的画面 然后发到学校论坛 说张浩是小三什么的 这下就看你臭不臭吧 另一边 许奇和他女朋友 已经来到了我们面前 我一脸冷淡地看着他们 就你们几个弱鸡还敢再来 而龙哥似乎有点怕 说是许奇故意找茬 还吵我们吐口水 看到龙哥害怕我有点生气了 冷声说到你们几个要动手 就赶紧上 不要逼逼赖赖的 我赶时间 但此时许奇的女朋友 却有点不对劲 直到许奇怒吼了一句 老婆你在发什么蛋 赶紧教训张浩啊 他的女朋友才回过神来 战术性咳嗽了一下说道 不管怎么说 这些动手打人就是你的不对了 这样吧 你跟我男朋友道个歉之事 就这么算了 这可把许奇气死了 我被揍成这样一个道歉 就把我打发了 你是不是看上这个小白脸了 刚才你就色咪咪的看着他半天回不过神来 你要知道我才是你的男朋友 可这大马路上的 你要让我对一个男孩子动手吗 许奇女朋友也很无奈 这要是上个热搜什么的 那逃到唐山怕是也要被抓回来 我看到他们那边自己吵了起来 你们要吵就上一边去吵 别挡路 说着就招呼龙哥走人 许奇跑过来又拦住了我们 你们不许走 此时的我已经极度不耐烦了 阴沉着脸警告他们 再不滚开 我会把你们打得连你爸都不认识 许奇的女朋友也让他不要惹是生非 不然那个爱驴式的包包就别想要 说完就拿着手机对我说 小帅哥刚刚都是误会 要不我们家的好友 我给你发个红包道歉好不好 而躲在一边的刘峰 也把我们刚才的荧幕录了下来 到时候剪辑一下 当作小三纠纷的视频 发到网上和某巴去 这下我就问张浩你死不死 就在这时 一辆豪车停在了马路边上 一位秘书打开了后座车门 一条大长腿卖了出来 原来是为男总裁要来这晴天广场 视察今年的营收情报 可突然他视线被什么吸引住 原来是看到了我和许奇他们对峙的画面 黑社会大佬刘姐又来了 就在绿茶男刘峰看着偷拍的视频得意忘形时 刘姐带着他的手下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伸出手拍了一下刘峰的肩膀问道 你在拍什么 给老娘看看 刘峰转头看到是大名鼎鼎的刘姐瞬间慌了身 捂着手机开口表示自己没在干嘛 而刘姐不愧是大佬 直接一把掐住了刘峰的脖子后就抢过了手机 看清楚里面的视频内容后脸色阴沉了下来 掐着脖子的手往背里用尽 不知死活的东西 你竟敢让老娘的男人和别的女人痛过 而刘峰却被掐的眼睛都差点翻了白 帮忙认错求他别打自己 可刘姐却嘿嘿一笑 走 跟我去见你姐夫 来到我跟前后直接打招呼 浩浩我们又见面了 你知道这两天我有多想你吗 直到现在我才体会到一日不见如隔三丘的海 听到这土味情话我一脸无语 而龙哥却被刘姐的气场吓得瑟瑟发抖躲在我身后 于是我拉着龙哥转身准备离开这里 可刘姐哪会轻易地让我离开 浩浩别急着走啊 刚才有人偷拍你被我抓到了 说着就一脚踹向了刘峰的后腰 现在这个人你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 我看着他依依不饶的样子 问他到底想干什么 难道你又想打架吗 刘姐听到后却神秘一笑 吩咐手下的精神小妹把东西拿过来 很快 穿着巴黎世家的刘姐就从手下那里 接过了一大束玫瑰花 然后露出迷人的微笑 一脸真诚地向我告白 浩浩 请和我交往吧 我是真心喜欢你的 看着这突如其来的告白 我满脸问号 这女人在玩什么花样 接着刘姐又说 只要你能当我男朋友 不管你要什么我都给你弄来 哪怕是天上的星星我也给你摘下来 听到这赤裸裸的告白我老脸一红 你看喵得怎么不按套路出牌 哪怕再干一架也行啊 跟我来这套事吧 接着我直接拒绝了刘姐的告白 我对你没什么兴趣 不可能跟你交往的 要没什么事的话就让开 我们要回去了 身经百战的刘姐听到后微微一笑 是我太着急了 拒绝没关系 但这花可以先收下吗 这怎么还开始死缠烂打了 上一次见面都直接动刀了 你现在隔着装什么温柔 我再次表示不可能当你的男朋友 如果再来骚扰我 就别怪我又报警了 刘姐看到我一而再而三地拒绝她 便直接把花扔了 吩咐手下将这几个人请下去喝茶 不要打扰她和男神谈话 被拖下去的众人也是大喊冤枉 这都是误会 而龙哥看到这一幕脸都白了 你不会是要杀人灭口吧 刘姐听到后表示怎么会呢 我们可是很有好的人 想必你就是浩浩的朋友朱一龙吧 你竟然调查我朋友 我一脸怒意地看着他 可刘姐却浑然不在意 反而凑到我跟前说道 关心男神的闺蜜朋友不是很正常吗 而且我的手下们有不少都喜欢这一款 他们要是疯狂起来想对你朋友做什么 那可是连我都拦不住啊 此时我的脸色完全阴沉了下来 这女人竟然敢用龙哥来威胁我 女总裁只是看了张浩一眼 就要冲上来打她 幸好最近我有练防狼术 直接一拳打在了欧派上 就在刚刚 我还在被黑社会大姐头威胁 要是不做她男朋友就要对龙哥出手 可当男朋友是不可能的 不如我们个退一步 你就说你想要什么 还真是实事物质为俊杰啊 既然浩浩你都这么说了 那我就退一步 今晚跟我去酒吧喝一杯怎么样 我冷着脸拍掉她的闲猪手 没问题啊 时间地点 刘杰舔了舔嘴角的口水 晚上七点灯火酒吧 男神 我们不见不散啊 带刘杰走后 龙哥问我真的要去赴约吗 他们看起来好可怕呀 那闻声闻的到处都是 要不我们还是报警吧 我直接拒绝了龙哥的体 他们现在只是骚扰并没有犯罪 要是因此惹怒了他 以后有的是办法读我们 龙哥你就放心吧 我最近练了泰拳 他们不能拿我怎么样 可下一秒龙哥直接抱着我大哭起来 浩浩你可不能死啊 你死了我怎么办 这给我整得一脸无语 只是去酒吧而已 又不是上刑场 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出现在我们身前 原来是女总裁的秘书 他说魏总想见我 要我走一趟 今天出门真是没看皇帝 这逛个商场都被人堵三回了 而且这个魏总是谁啊 我根本就不认识 便一口回绝了 可下一刻 一伙保镖围了上来直勾勾地盯着我 仿佛我再说一个不字 就要动手请我去见魏总了 看着这阵仗我只能乖乖认怂 你们带路吧 我从来你们还不行吗 我转头让龙哥先回去 有事电话联系 接着我就跟女秘书来到了 一座富丽堂皇的大厦面前 在她的带领下走进了魏总的办公室 可我刚进去就被吓了一条 眼前这个女人的气场好强 看起来是个不好对付的女人 而她正是凤红传媒集团的总裁魏南 很快 魏总起身来到我面前 自顾自地说道 卖相果然不错 市场上暂时还没有这一款呢 接着他指了指秘书手中的合同 把这份合同签了 我可以把你捧成顶牛 堪比 那种 我拿过合同随意翻了翻 就把合同递回去 不好意思魏总 我没有当明星的打算 你还是别白费力气了 那个我妈喊我回家吃饭就先告辞了 听到我拒绝 魏总还没说话 女秘书先忍不住了 伸手就抓向我 你一个高中生不要不识抬举 而我则直接抓住了她的手 冷声说道我不需要也不想成为明星 你听不懂人话吗 然后手用力 把女秘书甩了个狗吃屎 魏总看到这一幕 原来是个恋家子 说着便直接冲上来要和我比试 我反应迅速地歪头躲过这一拳 接着就准备还他一拳 不料却被他一把扣住手 一个高中生还会两下功夫 这可是加分项 我更有信心把你捧成顶牛了 我又是一口回绝 谢谢魏总的好意 不过这种好事还是让给别人吧 这事魏总松开了我的拳头 先别急着拒绝 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我做不到的事 我给你点时间考虑考虑 接着就让女秘书送我回去 我看着眼前极度自信的女总裁 这果然是个不好对付的女人 我穿越到了一个女尊男卑的世界 竟然被黑社会大姐投威胁 要是不做他男朋友 就对我身边的人下手 为了保护龙哥 我决定晚上去酒吧和他说清楚 而这次单刀附会 我也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录音笔小刀防狼喷雾都带上了 为了更稳妥一点 我给龙哥发了条短信 要是我八点半没有给你打电话 就赶紧报警 说不定还能捉个现行的 这一次我要彻底跟刘姐 这个狗屁高要划清界限 接着我就出门了 天空也下起了萌萌小雨 很快我就来到了灯火酒吧 进去后 刘姐手下的一个精神小妹接待我 表示老大已经在里面等候多时了 我冷着脸让她带路 她把我带到一个包厢后 看到了黑社会刘姐 我没有浪费时间直接开口说道 今天过来这里就是要和你划清界限的 我不想和你这个人有一毛钱关系 就像最初一样 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 这样对大家都好 刘姐听后表示这可有点难办了 谁叫你长得霍国殃民 让人喜欢得紧了 既然浩浩男神你开口了 那要不这样 接着刘姐拿起一杯红酒 递到我面前 只要你满足我一次 以后你想干嘛就干嘛 我都不会再纠缠你如何 看着眼前的红酒 也不知道里面加了什么调料 我直接冷声拒绝 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再这样别怪我又报警了 刘姐听到后却浑然不在意 我只是在认真地追求你 可什么都没有做 看到我如此难缠 刚才带我进来的精神小妹跟刘姐建议 老大别和她废话了 让姐妹们来抓着她 老大你直接把王硬上弓 到时候拍个视频什么的 保证她以后服服帖帖 而此时我却一脸无语的看着她 本来以为还要费点力气 才能录到证据 没想到这位大姐你可太配合了呀 真是得来全部费功夫 而刘姐摸了摸下巴黑黑一笑 我小妹说的有点道理 浩浩男神你是想只喝我一个人呢 还是想让我的手下也喝口汤 你选一个吧 这时身后的精神小妹 也掏出小刀发出猥琐的笑声 现在我也不想和她们玩下去了 该录的也都录上了 便掏出事先准备好的房廊喷雾 对着精神小妹一顿喷 在她眼睛拉得真不开时 我也拿出小刀来到了她的身后 抵在了她的脖子上 别动 把你的刀扔了 接着我对刘姐说 让我离开这 不然要是我正当防卫 闹出人命什么的 你也不想看到这种情况发生对吧 刘姐死死盯着我 你小子胆子够大呀 果然是头小野猫 我缓缓地往后退准备离开这里 警告刘姐别派人跟过来 要是见血了把警察引过来 对你可没什么好处 接着我推开包厢的门 拉着精神小妹就走 而刘姐也没有追出去 反而冷笑了一声 张浩 跟我玩之处是吧 老娘有的是时间陪你玩 可就在这时 刚才被我抓走的精神小妹 给她发了条短信 里面的内容 是我拿着录音笔的照片 还说在招惹她和身边的人 就把里面的内容 发给警察 跟你来个鱼死网络 看到这里刘姐被气得半死 难怪这个小剑人 刚刚敢这么好 原来是有恃无恐 而此时的我正在冒着雨赶回家 可我不知道的是 一个女人正拿着手机 在我身后默默的注视中 只听她开口说道 魏总 张浩没事 美女姐姐怕我晚上睡觉害怕 就把我按在O派上当枕头休息 就在刚刚 琴姐听到我说我们是家人的时候 顿时哭得泪流满面 原来她脑海里浮现了一段回忆 但是浩浩还小的时候 也说过要做你家人的话 而此时的我却一脸不知所措 连忙安慰琴姐女人流血不流泪 再哭就不帅气 听到这话琴姐也破体微笑 姐姐是太开心了才哭的 能和浩浩做家人真的太好了 我这才知道琴姐是为了我才哭的 其实能和琴姐做家人我也挺幸福的 在前世自己的家庭是不完整的 老爸也没能给我找个后妈 不过在这个世界倒是圆满了 老爸也有人要了 我握紧琴姐的手 只要我还在意识 就一定会好好守护这个来之不易的家 琴姐 我们以后都会一直这么幸福下去的 听到我动情的话语 琴姐也感动得泪水蓄满眼眶 随即就转过头去 自己怎么说也是个有泪不清谈的女人 在弟弟面前哭了这么多下真的太丢人 很快到了睡觉时间 我原以为琴姐会回去 没想到琴姐担心我害怕 非要留下来陪我 而且还要和我谈谈心 我瞄了一眼旁边的琴姐 这也太考验老干部了吧 问琴姐想要谈什么心 自己一定把心掏出来谈 琴姐往我这边挤了一下 比如浩浩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啊 我有点慌张地说自己比较喜欢温柔善良 还有黏人的女孩 听到我的择偶标准 琴姐微微一笑 原来浩浩喜欢这种啊 那你学校有这种女生吗 我脑海中出现了月华的身影 不过随即摇了摇头 你月华也不是黏人的 她那个算是呆萌吧 琴姐看到我摇头表示没有尾巴 现在读书早恋也不好 接着就把我头按在欧派上 姐姐是担心浩浩长得这么好看 不小心被猪给拱了 而此时的我已经越来越捆 眼睛都要睁不开了还喃喃道 琴姐不用担心 我是猛男很强的 到了第二天我猛然起身 发现琴姐已经不在旁边了 走了一圈客厅也没看见琴姐 来到她房间也不在 今天是周末 没想到琴姐也要去实验室加班啊 我看见琴姐的书柜上有很多小说 这个世界的女评应该很火吧 我准备挑一本来看看 突然我眼角撇到一本书 引起了我的注意 书名叫《美艳表弟的秘密》 我打开看了一下立马就合上了 这她喵的竟然是一本小 慢 难道琴姐真的有什么想法 随即我就否定了这个想法 把书放了回去 可就在这时 我的脑袋一阵剧痛 接着脑海中就出现了一段回忆 自己小时候被人欺负 一个小女孩出手帮了我 而这个小女孩正是小时候的琴姐 原来我和琴姐从小就已经认识了 美女超管只是看了一眼张浩的直播 就死缠烂打的要和她线下见面 就在不久前 正在直播的我准备提前下播 因为今天的状态真的不太好 脑子里一团乱 想的全是琴姐那本书的场景 她不会真有那啥想法吧 而且我感觉直播也到了瓶颈期 粉丝数和热度都像是在原地踏步 还真是苦逼的一天啊 这直播的钱好像也不是那么容易赚的 就在这时 直播平台发来系统消息 点开发现是平台给我定制了几套提高人气的方案 要我联系超管一号获取 这不会是要割韭菜了吧 我感觉不是啥好方案 就没有去理会 可到了第二天直播时 平台又发来了这条私信 我依然没有理会 但平台不死心 到了第三天还是发了私信给我 而此时的我正在厕所里方便 这还不是最造型的 平台竟然在凌晨两点还在给我发私信 这时我脾气也上来了 我倒要看看你能发到什么时候 终于超管一号忍不住了 发消息问我为什么不联系他 我一脸气愤地盯着屏幕 表示自己不需要什么提高人气的方案 还说当初签约时就定好了不直播其他的内容 但超管一号还是把三份方案发了过来 让我看看再说 后天他会来我这里出差 到时见面谈 我一脸心累的捂住额头 他不会是想让我做这种直播吧 一想到这画面我就起一身鸡皮疙瘩 老子可是猛呆 让我这么不还不如杀了我 我倒要看看你们到底给我弄了什么方案 点开后方案一就是头戴拖耳朵身穿小短裤跳进爆肉 而方案二就是二次元cosplay在线宅女男神 方案三还正常一点 只是直播健身练马甲线 看完后我就知道不该对他们有什么期待 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时间很快来到三天后 超管一号约我来这家咖啡馆见面 我带着龙哥一起过来 想看看他到底要搞什么鬼 坐下后超管做了自我介绍 我这才知道自己的专属超管原来叫宋青 我给宋姐介绍了一下龙哥 便开口说自己看过了那三套方案 说实话我都没什么兴趣 而宋姐却显得很淡定 我知道你是什么性格 其实前两套方案就是用来凑数的 不过最后一个方案你可以试试 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听到这话我让宋姐展开详细说说 不过宋姐没说话直接站起来就伸手碰我胸肌 把龙哥吓得压麻带住了 宋姐开口说你这身材平常应该也有做一些锻炼吧 既然如此你不如戴着口罩直播健身 这样你就不用露脸也可以边健身边提高人气 一举多得岂不是更好 而龙哥也觉得这个方案非常好 我仔细想了下 直播健身也不算过分卖肉还能接受 而且还能起到表率作用 让广大男同胞跟风健身恢复雄风也是一件好事 想清楚的我便决定试一试 以后我每周会直播两三次健身 看看效果怎么样 回家后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老爸 老爸听后顿时就愤怒了 拿起锅铲大喊老子不同意 晴晴姐看到张浩直播健身后越来越多的人喜欢 竟然嫉妒了 就在刚刚老爸得知我要直播健身 便伸出麒麟臂一把夹住了我的脖子 小兔崽子翅膀硬了是吧 我连忙开口求饶 你不是担心男孩子家家的容易被占便宜吗 我努力健身这问题不就解决了 这时晴姐也出来帮我说话 觉得我说的有道理 不如就让浩浩试一试吧 而且他还会在旁边监督 要是有什么太过分的地方 就强行把直播关掉 老爸无奈地叹了口气 小晴你就惯着他吧 这孩子真是一点都不让人省心 这次就算了下不为例 看到老爸同意了我连忙感谢情景 幸好有你 不然又要被老爸揍得屁股开花了 老爸怎么一揍我的时候就慢得不行 以后谁再说我老爸是娘炮我就跟谁紧 到了晚上 我摆好直播设备 戴好口罩就直接开播了 站在跑步机上我跟观众们打了招呼 然后讲了一下跑步的要诀就跑了起来 而直播间的热度也随着我出境蹭蹭地往上涨 那礼物就没停过 网友们也在疯狂口嗨 看着直播间的人数越来越多 没想到大家对健身还是挺有兴趣的嘛 但我可能不知道的是 网友们更感兴趣的是主播本人 甚至还有夫妻因此而闹离婚的 而我也成为了无数已婚男士的眼中钉 看着后台的数据 超管宋姐微微一笑 我就知道 像张浩这款的主播在整个直播界都找不出第二个 这时直播间的网友又打起了赌 要是主播能坚持15分钟 我直接两个火箭送上 我看到弹幕后表示就这 下面就让你们看看另一个世界的猛男是怎样的 接着时间就来到了30分钟后 而我也跑了20多分钟 要不是直播间的网友们劝 我高低再跑个一小时 而一旁的秦姐看到直播间这么多人喜欢浩浩 感到非常嫉妒 浩浩只能是我 你们谁都别想碰她 可下一刻她就顿住了 我要克制自己 不能再像小时候那样了 不然浩浩只会又一次地离我而去 而此时的我已经下播了 根本没注意到秦姐的脸色 她走过来关心地问我累不累 这样的直播以后还是少播吧 都出了这么多汉姐姐怪心疼的 我拉下口罩让秦姐不要担心 这点运动量对我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秦姐听到后也就不说了 拍了我一下让我赶紧去洗澡 不要着凉了 而我却瞬间实话了 刚刚秦姐是在吃豆腐吗 随即我就摇了摇头 幻觉肯定是幻觉 到了深夜 大家都已经睡下了 而我的房门被轻轻推开 一只脚踏了进来 原来是秦姐 她来到我的床头 静静地看着熟睡中的我 接下来的剧情我知道大家都不喜欢看 就不给大家一一描述了 张浩刚从床上醒来 发现身旁静躺的一个美女 仔细一看发现是秦姐 我连忙问秦姐怎么会睡在我房间里 秦姐伸了伸懒腰说道 昨晚过来看看浩浩有没有剃被子 但是太累了一不小心就睡着了呢 我甘大的咳嗽了一下 秦姐你要是累了就多睡一会吧 我就先去洗漱了 不然等会上学要迟到 秦姐答应了一声让我不要着急 等以后姐姐买车了 一定也要浩浩多睡一会 很快 我就来到了学校门口 一边看着手机一边朝教室走去 仔细一看发现是在看跆拳道的招生广告 原来是我最近想多学点格斗技术 自己太招风影蝶了 虽然前不久学了跆拳 但还是得多学点功夫防身 就在这时 敏月华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张浩 你看的跆拳道我也会 我指着手机一脸惊讶地问敏月华 你真的会这个 什么时候学的 从小就开始学了 而且我还会格斗 看来作为附加千金 格斗拳击什么的都是他们必学的技能 而且敏月华好像也很喜欢枪斜 家里还挂得满屋子都是 这个世界还真是跟我原来的世界完全相反呀 敏月华表示自己奶奶是一个军人 耳濡目染之下 她也想当一个军人绑家卫国 因此相关的技能 她从小就开始练习了 到时就可以考上军校以后做军人 看到敏月华这么厉害 我灵光一神 对了月华同学 你可以教我一点格斗技巧吗 毕竟有免费教练还花钱干嘛 我接着说到现在离上课还早 我们去操场后面那个没人用的仓库 先练一会吧 敏月华问是只有我们两个人吗 那我愿意 听到这话我怎么感觉有点奇怪 还挺有奇异的 我们只是去练格斗而已 接着我们就来到了操场后面的仓库 敏月华开口说先打一局 让我看看你的格斗水平怎么样 她看到我准备好了以后 练屈膝踏步冲了过来 一瞬间就来到了我的身前 而此时的我完全没反应过来 就被敏月华一把抱住 我正奇怪这是什么格斗技术的时候 敏月华就将我抱了起来 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然后压在上面开口呢 张浩 你输了 眼前这个拥有完美马甲线的美少女 一言不合就咬住了我的耳朵 原来是我拜托敏月华叫我练习格斗 没想到仅一个回合 她就把我摔在了地上 我连忙摆手认输 这个世界的女生真的太可怕了 而敏月华看到我认输后 娇羞地表示 既然这样那我是不是可以得到奖励了 文言我一愣 奖励 什么奖励 我们没有打赌啊 可没等我反应过来 敏月华直接咬住了我的耳朵 瞬间我急得满头大汗 赶紧叫她松开 敏月华松开后 还一脸害羞地问我喜不喜欢 看着娇羞的敏月华 我直呼这谁顶得住啊 这跟平常木讷的样子也差太多了吧 但不得不说这样的敏月华 还是挺有魅力 我连忙坐起身来问她 为什么做这种奇怪的事 是不是别人教你的 敏月华说没有别人教 自己是看视频学会的 黄元元她发了很多视频给我 我一听是黄元元发的视频 就有种不好的预感 赶紧让敏月华把视频给我看看 敏月华把手机递给了我 黄元元说这些都是好东西 可以好好地交流学习借鉴 我拿过手机一看 黄元元你是真该死啊 把我们月华同学都给交换了 敏月华看着我阴沉的表情 小心翼翼地问我自己 是不是做得不对 我摸了摸她的头 叫她以后别听黄元元的 有什么奇怪的事可以先问我 在生活中我们也不能这样交流学习 可敏月华好像只听到了这句话 问我什么时候可以这样交流 我尴尬地笑了一下 普通的同学或朋友关系不能这么做 只有男女朋友才可以这样 我再次叮嘱她以后不能这样 也不能随便咬别人耳朵 说完就要拉着她回教室 可敏月华又开口 既然这样 那我们做男女朋友好了 我瞪大眼睛看着她 你知道男女朋友是什么意思吗 敏月华摇了摇头 我一脸无语 那就等你懂了再说吧 很快第一节课下课了 我准备和龙哥一起去排队排 可不料敏月华突然出现 问我现在可以交流了吗 把我和龙哥吓了一跳 不行 咋的你知道男女朋友是什么意思了吗 我原以为事情就这样过了 没想到体育课敏月华又问了我同样的问题 被我拒绝后到了值日时 又突然冒了出来问我 这可把我吓死了 外面可是三楼 你是怎么跑到外面去的 打扫完回家时 龙哥问我敏月华要交流什么 今天怎么一直神出鬼没的 我一脸无语道 别问 问就是哥太有魅力了 而敏月华的举动也被绿茶男刘峰看见了 这可把他极度的发狂 敏月华这么有钱 怎么就看上了张浩那个贱人 可突然他好像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事 原来是有一个职业装的女性叫住了我 而且经过一番交流后 我和那个女人一起讽了 留下了龙哥一个人 看到这刘峰笑了 又拿出手机把这一幕拍了下来 原来是这样 张浩你个贱人果然是被人给包养了 这下终于让我抓到把柄了 女总裁只是想跟张浩见一面 就派秘书来学校赌她 就在刚刚 一个职业装的女性找到了我 刚开始我还没认出来她就是魏南的秘书 毕竟上次她对我的态度可不是很好 秘书为上次的事跟我道了歉 并说明此次的来意 原来是魏总想要再跟我见一面 聊一聊签约的事情 没有这想法的我直接拒绝了 不管见几次我都不会答应 毕竟自己不想当明星 还是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了 可秘书表示自己也是奉命行事 不如大家可退一步 就打个电话聊聊也行 我心累的叹了口气 说实话还真不想跟这个魏总有什么交集 这个女人太厉害了 上次交手自己都没有站到什么上风 我答应了秘书的请求 就在这里打电话跟魏总说清楚 接通后我跟他说了自己的想法跟上次一样 不会跟你签约的 魏总就不要在我这样的小人物身上浪费时间了 可魏南听后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淡淡地说道 张浩你应该很渴望变得跟女人一样厉害吧 从上次的交手我就看出来了 你是个很坚强的人 讨厌被别人当成软弱的男人 你的那种眼神我在以前见过很多 我可以再给你时间考虑考虑 记住 我不只是培养明星 还能帮你做想做的事 说完没等我回答就直接挂了电话 不得不说这个女人真的太厉害了 戳到了我的痛点 看来还是要抽时间见一面了 而另一边的魏南挂断电话 后望着窗外正正出神 他觉得张浩和自己的父亲很像 都是那种讨厌被人小看的男人 次里 一辆豪华跑车停在了学校门口 引得同学们议论纷纷 紧接着一只脚从车门踏了出来 我挡了一下眼睛 这阳光真是刺眼啊 还是车里舒服 突然有人叫了我一声 我走近问琴姐有什么事 没错 琴姐她买车了 而且还是豪车 她看到我的头发乱了 帮我整理了下发型 接着就让我去教室 姐姐要看着你进校门 我跟琴姐挥了挥手就进学校了 琴姐最近好像对我越来越亲近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很快就到了午休时间 我路过走廊时 几个同学看到我过来都有点惊慌失措 好像背后说坏话被发现了一般 原来他们是在学校的论坛看到了这帖子 说我被别人包养了 毕竟我在学校很受欢迎 很多女同学都感觉自己塌房了 看来这件事跟绿茶男流风逃脱不了关系 琴姐听到浩浩在学校被人污蔑 连工作服都没换就马不停蹄地赶来学校 原来是学校论坛有个帖子造谣 我和好几个女人有关系 同学们都对我议论纷纷 但我和龙哥因为没有看学校论坛 所以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觉得有些奇怪 感觉大家好像都在躲着我们 不明所以的我只能和龙哥回教室待着 这是一个绿毛拿着一堆作业过来问 还有谁没有交作业 哎呀我们的校草是不是还没交啊 不会是晚上很忙没时间醒了 毕竟长这么帅好像也不用担心学业的问题 有的是女人愿意啊 下一秒我直接把作业交到她手上 羡慕老子的帅脸就直说 在阴阳怪气狗叫什么 我阴阳怪气 你自己做了什么不知道吗 被那么多女人包养还跟没事人一样 真是让人佩服啊 听到绿毛的话我抓住了重点 难道这两天被人议论就是因为这个 我还没有说话 一旁的龙哥就先忍不住了 指着绿毛大哄 你在乱说什么 你这是污蔑知道吗 绿毛转头看着龙哥 你没有看学校论坛吗 张浩的名声都臭了 跟好几个女人在校门口纠缠不休 都被人拍下了 文言龙哥掏出手机 老子现在就看 很快他就找到了那个帖子 照片是秦姐送我来上学被偷拍的 看着帖子上的评论龙哥气得头都大了 浩浩 他们竟然骂你水性羊花 听到这词我一脸无语 神他妈的水性羊花 这词是这么用的吗 就在这时 老师敲门走了进来 让我跟他去一趟办公室 我没想到这件事竟然闹得这么大 连老师都出马了 我刚来到办公室 希望你不要再陷下去 不然你的前途就没了 我连忙摆手让老师打住 看来老师也认为帖子的事是真的 我跟老师发誓自己没有被包养 那个送我上学的只是我姐姐而已 而另一个阿姨也只是因为有事见过一年 如果老师不信 我打电话把姐姐叫来就知道了 很快 秦姐就来到了学校 跟老师在办公室谈了起来 而门外这事有好几个同学在偷听 讨论刚才进去的美女怎么这么好看之类的 那美女好像就是送张浩来上学的那边 突然 趴在门上的同学听到了里面的谈话 那个美女说是张浩的姐姐面 听到这话的同学一脸失望 真没劲 不能吃瓜了 跟老师解释完之后 秦姐问我需不需要跟同学们也解释一下 不要让他们都误会了 我笑着说没事 剩下的就交给我吧 秦姐你赶紧回去工作别耽误了 回到教室后 黄元元兴奋的大喊 浩浩男神我就知道你是个正直的人 说着就拿出手机表示龙龙已经去帮你打听到了 铁子是刘峰那伙人搞的鬼 我问龙哥人呢 还一个人去打听了吗 看着龙哥空荡荡的桌子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人见人爱的龙哥竟然被罢了 还把他关在了厕所里 就在刚刚 我看到龙哥的桌子空荡荡的 就有种不好的预感 于是我们出去到处寻找龙哥 我去其他楼层问同学 敏月华到楼下问 而黄元元则去小树林找找 会和后我问他们有没有线索 黄元元摇了摇头 但敏月华举手表示问道 有个同学说在学校厕所看到过他 当时刘峰和几个人也在 听到又是刘峰搞的鬼 我恨得牙痒痒 这货就是跟我过不去世吧 害怕龙哥出事 我当即招呼他们一起去厕所看看 此时在厕所里 龙哥楚楚可怜的大骂刘峰是个混蛋 等出去了一定要告诉老师 他疯狂地打电话给浩浩 却发现这里竟然没有信号 龙哥只能继续拍门向外面的人求救 这时我的声音传了进来 龙哥是你被关在里面了吗 听到我的声音龙哥瞬间破防 吴浩浩你终于来了 我还以为永远都出不去了 我连忙让他闪开 岳华同学准备要踹门了 当说完敏岳华就一脚踢了出去 厕所的门瞬间阴声而立 把一旁的我吓得压麻带住了 连龙哥也有种劫后余声的感觉 差点就死在自己人的脚下 我问龙哥他们是怎么把你关在这里的 说到这个龙哥又哭了 刘峰他们太过分了 不仅把我关起来 还泼了我一身牛奶 浩浩我们告诉老师去 我安慰了一下龙哥 暂时先不找老师 放学后我去帮你报仇 很快到了傍晚 我们把刘峰拉到了没人的角落 害怕的刘峰大喊 张浩你不仅道德败坏还要霸凌同学 老师知道你就完了 我冷冷开口 你还是先担心自己吧 论坛帖子的谣言 我姐姐已经帮我澄清了 倒是你霸凌同学还关在厕所里 你可能不知道操场后面有监控吧 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自己主动承认发帖污蔑我 以及给你龙道歉 要么我明天就找老师调监控 你自己选吧 刘峰气得直咬牙 这要是被调查出来的话 肯定会被退学 如果主动承认错误 态度好一点的话 说不定老师会放我一马 接着刘峰妥协了 表示愿意录视频道歉 我阴沉着脸靠近他 别耍花样 以后再敢跟我过不去 老子灭了你 没过多久 我们就录好了刘峰的道歉视频 龙哥还担心问我刘峰 会不会不甘心再找麻烦 我淡定地表示 他要是想记大过就尽管来 我让龙哥不要担心 时间不早了该回家了 接着我和敏月华 走在回家的路上 突然我想起了什么 问敏月华 你认不认识魏南这个人 认识啊 他很厉害的 现在还是魏家的家主吗 那要是跟你们家 比起来谁更厉害 敏月华摇了摇头 不知道 应该差不多吧 我愣住了 差不多已经很强好吧 看来这个魏总确实不简单 明天就去找他做个了段吧 女总裁 只是跟张浩通了个电话 就对他念念不忘 此时的魏南家里 刚忙完工作的 他看了一眼桌上的手机 距离上次通话 已经过去了三天 张浩居然还没联系我 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几天总会想到那个小子 就在魏南响入飞飞之时 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原来是秘书告知复达的 王总想约魏南去闲楼剧 谈一谈城市内快递的事情 听到市内快递的事情 魏南二话不说 就叫秘书背车 而此时的我正被秦姐 带出来吃夜宵 看着眼前这富丽堂皇的大厅 秦姐我们确定 要在这里吃夜宵吗 那当然了 今天浩浩在学校受委屈了 姐姐要好好安慰安慰你 秦姐真的太好了 真是个完美的女人 秦姐看我还待在原地 浩浩还愣着干什么 我们进去吧 进到里面后 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 我突然瞥到一个 有点熟悉的背影 怎么感觉有点像魏南的身影 是我看错了吗 很快 丰盛的夜宵就上齐了 浩浩还想吃什么就随便点哦 那秦姐我可以喝一点酒吗 来到这个世界后 还没有沾过酒呢 真是有点馋了 秦姐微微笑了一下 浩浩已经成年了 当然可以喝了 而且今晚爸妈不在家 浩浩可以多喝点哦 姐姐来帮你倒酒吧 我举起酒杯就一口灌了下去 真的好久没喝酒了 还是那个胃啊 想当年在前世时 我也是海量 连龙哥那样的猛男 都喝不过我 秦姐让我不要光喝酒 多吃点菜 不然对胃不好 接着我就开始狼吞虎咽起来 秦姐笑眉眉的 只是看着我没有吃夜宵 难道是在减肥吗 很快我打了个宝格 吃的真的太饱了 突然我的眼前模糊了起来 怎么感觉有点晕了 秦姐关心的问我是不是醉了 我让秦姐不要担心 可能是喝得太紧了 我先去个厕所 我摇摇晃晃的走出了包厢 真奇怪 以我的酒量 不应该这么快就倒了呀 迷迷糊糊的 我看见厕所就走了进去 也没注意上边的厕所标识牌 我捧起水冲了一下眼 瞬间感觉清醒了点 我抬起头发现自己旁边有个人 就想开口问她有没有纸巾 可突然我就愣住了 这不是魏南总裁吗 卧槽你怎么会在这里 这可是男厕所 魏南一脸淡定的看着我 这里是女厕所 是你走错了 听到这我猛然一惊 酒一瞬间没有了 接着就看到两个美女走了进来 这里竟然真的是女厕 我怎么感觉自己好像被包围了 前有狼后有虎呢 真是喝酒无事啊 我穿越到了一个女尊男卑的世界 这里的女人真的太可怕了 一言不合就要把我按在她的欧派上 还会趁机偷亲我 就在刚刚 喝酒无事的我不小心走进了女厕 还在这里碰到了魏南总裁 看着好几个女人即将走进厕所 惊慌失措的我拉着魏南打开厕所门 就躲了进去 魏南也有点猛力 你躲我能理解 但拉着我一起是怎么回事 喝酒太多脑子一下子短路了 看着我的样子 魏南不怀好意的笑了出来 下一刻就抓住我的手 按在了墙上 来了个霸道总裁壁咚的戏码 吓得我大喊你呀有病了 里面的动静也被外面洗手的女人听到 这么明目张胆的在厕所不为吗 今天真是开眼了 魏南气势逼人的眼睛 本来准备明天联系你的 没想到在这里能碰上 听到这话魏南拖起我的下巴 是吗 不过我改变主意了 你可以不用签约凤红集团 但我要你做我的男人 我抓住他捏我下巴的手 你是不是有那个霸总综合针啊 我们也才第二次见面 不瞒你说 上次那个敢这么对我说话的 已经消失不见了 你说的是留心留姐吗 他因为做事不干净 已经被我的人囚禁起来了 所以说你应该谢谢我 替你解决了骚扰者 原来那个留姐是被魏南搞没的 我冷声说道 随便你怎么说 现在外面没人了 你赶紧松开我要出去 你这个小男人太狡猾了 今天我就要知道答案 到底要不要做我的男人 我假装思考的样子 然后突然伸手给魏南挠痒了 被袭击的魏南也是瞬间松开了我报警自己 趁他分神之际 我立马打开厕所门跑了出去 没想到鼎鼎大名的魏南总裁竟然派他 哈哈赌对了 真是机智如我呀 小样还想跟我斗 走出卫生间的我又开始酒精上头摇摇晃晃 幸好碰上了秦姐 浩浩去了那么久是不是不舒服啊 我让秦姐不要担心 可能是有点醉了 接着秦姐就把我抱在了怀里 既然这样呢我们就回家休息吧 而我也迷迷糊糊的醉晕了过去 很快秦姐就把我带回了家里 端来了点东西让我醒醒酒 可此时的我却已经醉成了烂 秦姐靠近后静静地看着我 没想到喝醉了的浩浩也这么可爱 就一下 就小小地拨一下 反正以后迟早是要在一起的 张浩一觉醒来 发现脖子上被种满了草莓 原来昨天晚上秦姐将烂醉如泥的我带回家后 本想拿点醒酒汤过来给我醒醒酒 可没想到秦姐看着我熟睡的爵士帅脸竟然上头了 抓着我的手就给我来了的嘴咚 甚至还疯狂地种起了草莓 画面实在残暴 不宜展示 而我也被这动静弄得迷迷糊地睁开眼 这难道是梦吗 没想到竟然会做这种梦 秦姐真的好诱人啊 不过既然是做梦 咱怎么说也要掌握主动权 想着便直接猛男翻身坐到了上面 这才是猛男该做的事 接着我抓住秦姐的手来了个反壁动 看着如此美艳的秦姐 我脑海中出现了两个小人在不断地争辩 小恶魔表示这种机会不好好把握还是个男人吗 小天使则反对 达咩 秦姐对我这么好 我这么做和畜生有什么区别 那难道你要连畜生都不如吗 反正是个梦没关系的 小天使疯狂摇头 总之就是不行 可此时的我却越来越靠近秦姐 接着我便亲了一下秦姐的额头 最终还是小天使战胜了小恶魔 毕竟真男人从不会趁人之危 哪怕是在梦里 亲完后我就又沉沉地睡了过去 秦姐还一脸遗憾地抱着我 不过想想也不用那么紧 反正以后迟早是要在一起了 再说喝醉了又有什么意思呢 想通了的秦姐便帮我盖好被子 免得着凉发烧就不好了 可就在这时 校兰球队队长赵颖打来了电话 秦姐一脸阴沉地拿起手机接听了 赵颖的声音传了出来 张浩你终于肯接我电话了 我感觉你最近在学校对我疏远了好多 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够好 我是真心喜欢你的 没等赵颖把话说完 秦姐开口了 赵颖是吧 我是浩浩的姐姐 我知道你追了浩浩两年 但是在这里我就把话给你说白了 我不会同意这件事 浩浩也不会在高中谈恋爱 希望你死了这条心 以后不要再骚扰她了 再见 说完秦姐就直接挂断了电话 她看着熟睡中的我喃喃道 浩浩你什么时候才能只属于我一个人呢 时间来到第二天早上 我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 怎么浑身都这么难受啊 我好像是宿醉了 这该死的身体竟然这么弱季 喝那么点酒就断片了 昨晚还发生了什么来着 大多都不记得了 不过好像还做了个奇怪的梦 可突然我眼神一鸣 这她瞄的是什么东西 自己脖子上怎么一块青一块子的 这时秦姐走了进来 浩浩醒了呀 我看着秦姐愣住了 不会吧不会吧 难道昨晚的梦是真实发生的 张浩一觉醒来 发现脖子上被种满了草莓 可秦姐却说这是酒精过敏 我梦圈地回过图问秦姐 这真的是酒精过敏吗 我读书少 秦姐你可不要骗我 这玩意难道不是草莓吗 秦姐凑近到我跟前仔细看了下脖子 你姐姐我可是医生 要相信姐姐的专业 看着秦姐靠得那么近 我有点不好意思 秦姐看了一会后 笃定这就是酒精过敏 只是看起来很夸张而已 没什么大碍的 我捂着脖子满脸问号 这难道真的是酒精过敏 是我自己想多了 当然了 姐姐可是医学博士 不会看错的 只是去学校的时候住一点就行了 虽然我感觉还是有点奇怪 但还是先吃早饭要紧 不然待会上学要迟到了 很快 我就和龙哥来到了学校 龙哥奇怪地问我穿高领毛衣 难道不热吗 我强装淡定 男子汉这点热怕什么 但内心却在吐槽 还不是为了遮住这该死的伤口 不然我会受这罪 正在我吐槽之际 我的衣领突然被人抓住提了起来 你就是张浩是吧 警告你以后离赵迎远点 他是我们林孝草看上的人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眼前的狗腿子 把你的狗爪子给老子松开 听到这话狗腿子怒了 我刚没听清你再说一遍 可我却不想再跟他废话 一把抓住了他的手 用力往旁边一甩 狗腿子瞬间被我摔在了地上 狼狈的他对着刚过来的男生大喊林少救我 这个张浩的戾气比一般女人都大 我们几个打不过他 林孝草微微一笑 不愧是赵影看中的男人 果然有点东西 你好 我是林中中 幸会 龙哥凑到我耳边说这个林中中 就是赵影他们班的 学校的人都知道他非常喜欢赵影 我对你的事不感兴趣 管好你的手下就行 还有你喜欢赵影就去追 别自己没本事就赖别人 林孝草听到这话冷冷一笑 受教了张大孝草 我们还会见面的 没有理会他我和龙哥接着走去教室 半路上碰到了等在那里的明月花 张浩 要不要我去帮你教训一下那帮人 我连忙让他打住 我怎么敢让你出手 你咯一脚就能踹断门板的人了 就不劳烦岳华教练出手了 还是继续教我格斗好了 龙哥听到这话凑过来 问浩浩你要练拳吗 我摸了一下龙哥的头 要不你放学也一起来练拳吧 毕竟男子汉怎么能手无腹肌之力呢 龙哥憨笑了一下 我不是男子汉 我是小手男啊 练拳这种运动就算了 要是游泳之类的我倒是还行 此时另一边的卫男家呢 他正在游泳池里肆意地遨游 很快锻炼完的为男爬上了游泳边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现在自己一闭上眼睛想的 就是张浩这个小年 真是够烦人的 不行 昨晚的是不能就这么算了 等到那个张浩放学了 你去把他给我带到别墅里来 就算是绑也要给我绑来 张浩只是调戏了一下女总裁 就被他派人抓了起来 五花大绑地绑在了床上 就在刚刚 放学后我们来到了学校仓库 今天就不练格斗技巧了 把核心力量先练一下吧 我的体质还是太弱了 感觉风一吹就要倒势了 我要把八块腹肌练出来 成为地表最强的男人 到时在通过直播 让这个意识的娘炮重振雄风 明月华听到我要练腹肌 便掀开衣角 张浩你说的是这种腹肌吗 看到这一幕 我瞬间遮住双眼露出一条缝隙 月华同学我什么都没看到 你的腹肌也太好看了吧 明明这么瘦 可腹肌却这么明显 爱了爱了 这十名侦探龙哥走了出来 你们两个不太对劲 浩浩你碰月华同学的腹肌 他竟然不会反抗 这事我才感觉有点奇怪 问明月华你怎么不拒绝我 可明月华却回答 你想看腹肌我就给你看了 龙哥又趴到我耳边 浩浩我怎么感觉 月华同学好像什么都听你的 你要不要试试让他做点别的 我仔细地想了下 到目前为止 明月华好像确实没有拒绝过我 再是他一次看看怎么样 想着便直接对明月华伸出手 你身上还有多少钱 全部都给我 白衣旁的龙哥下个压麻带住 直接要钱可还行 而更让龙哥没想到的是 明月华真的翻起了口袋 他掏出来兜里的所有码内 就只有这么多了 其他的都在手机里 我的支付密码是 可没等明月华说完 龙哥就捂住了他的嘴 这可不幸说呀 被人看到会误会的 要是告我们勒索同学就不好了 我笑着问小月华 你怎么这么听话 我说什么你就做什么呀 明月华回答我们是朋友啊 朋友是不能拒绝的 听到这话我愣住了 看来明月华是因为家庭的原因 导致社交行为都扭曲了 我严肃地对明月华说 朋友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 你要有自己的主见 以后不想做的事 就坚决不做知道吗 看着明月华点头答应的样子 也不知道有没有听进去 真是伤脑筋啊 很快我们就训练完毕 我独自一个人慢悠悠地走回家 突然我停住了脚步 看着眼前空荡荡的街道 我怎么感觉有种不好的预感 这也太安静了 就在我准备换一条街道走的时候 被一个小女孩叫住了 她双手捧着一颗糖 问我要不要来一颗 看着突然出现的小妹妹 我蹲下问她这么晚了 怎么还不回家 小女孩表示自己 在做送温暖的社会实践活动 要把这一包糖果都送出去 才能回家 不然老师就不想离我小红花了 真没想到现在的小学生 都这么卷了 那么晚了还要做活动 既然如此 那哥哥就收下糖果了 你也赶紧回家 不要让家里人担心知道吗 我拿过糖果拆开糖衣后 就放进了嘴 嚼了一会发现 这糖果怎么有一股烟雾 就在我感到奇怪的时候 我突然就晕了过去 当我再次睁开眼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被人五花大绑的 绑在了床上 女总裁只是看了我一眼 就发现了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还命令手下把我给绑架了 就在刚刚 被五花大绑在床上的我醒了过来 啥情况啊这是 不会这么倒霉吧 怎么这么多凶神恶煞的蒙女 今天不会要交代在这里了吗 看到我醒过来 叼着烟的小女孩 向为难打了报告 我这才发现自己是被为难绑架的 顿时就被气得面红而视 你知不知道绑架是犯法 你最好赶紧放我 还有你这个叼烟的小屁孩 就是你骗我吃了有料的糖果吧 小女孩作了一口烟 别看老娘长得小 老娘今年都三十了 这真是离谱他们要给离谱开门 离谱到家了 你觉得我会信吗 这是为难开口让手下人都出去 看到他们音声退下后 为难对我开口 小男人安分一点 我工作的时候不要打扰我 你这是霸道总裁看多了吧 不想让我打扰还把我绑来 脑子有病就赶紧去治 别来呼呼我了 听到这位男签字的手停住了 起身就来到我的旁边 上次你捉弄了我竟敢就这么跑了 而这次又对我出言不许 小男人 你是不是以为我不敢拿你怎么样啊 你侠饶命下手轻点啊 你把我绑来不会就因为这事吧 还有你上次说什么做你的男人 其实你根本就对我没有那方面的兴趣吧 看着为难沉默的样子 我继续说道 对于你 我其实做了相当多的功课 因为我觉得你不是一个好对付的女人 为难 二十六岁 洪宋集团总裁 这个世界的国民女神 还是为家的当家家主 为家以前是从事地下灰色产业的 自从你上位后就开始洗白 把所有资源整合起来 成就了今天的洪宋集团 企业业务遍布各行各业 在每个领域都是数一数二的存在 像你这样的大人物 应该不会随便看上我吧 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 还说什么要拉我来做明星 你们这么大的集团 难道还缺明星吗 虽然不知道你到底在盘散些什么 但我只想平平静静的生活 所以麻烦你把我放了 谢谢 为难听完我说的这番话 瞇了一下眼睛 果然 你根本就不是张浩对吗 准确的说 这怎么可能 女总裁只是看了张浩一眼 就发现了他穿越着的身份 原因竟是以前的张浩 是为难总裁的脑残粉 就在刚刚被解开绳索的 我问为难这句话是啥意思 我不是张浩还能是谁 难道还有第二个张浩 我之所以说你不是张浩 是因为你的前后变化太大了 你对我做了很多功课 其实我也对你做了很多调查 你想知道你以前是什么样子的吗 张浩 今年17岁 单亲家庭 从小由你父亲代大 接受的是你父亲最正统的难得教育 也一直是你父亲的乖宝宝和骄傲 由于颜值过高还是个学霸 被冠以校草之手 因此成为众多女生的理想对象 大家对你的评价都是温柔 可爱善解人意的萌汉子 听到这些词出现在自己身上 我也是一口老血喷了出来 这萌汉子是什么鬼 为难接着说道 至于现在的你 我想叫你萌汉子应该更为合适吧 和之前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完全是长着张浩的脸 却截然不同的两个人 听到这我也是直呼大意了呀 没想到竟然被人翻了牢底 之前因为突然穿越过来慌了神 自己也一直在努力地适应这个世界 哪里有时间去了解这颗身体的过去啊 可如果紧停这点资料 他又是怎么得出 我不是张浩这个结论呢 这未免太牵强了 仿佛知道我在想什么 为难说出了决定性的证据 那就是我出现在你面前时 你表现得不够激动 听到这话我一副看字恋狂的表情 虽然你是个名人 但我不激动也有错吗 可为难接下来的话 却让我冷汗直吗 因为你是我的脑残粉 你之前曾在社交软件上公开说过喜欢我 如果不信的话你可以去看看 我脸色阴沉地拿出了手机 不断地往下翻看着记录 直到翻到一年前才看到这条朋友圈 为什么世界上会有为难这么完美的女人啊 听着语气就知道是个老天狗了 给我看的当场裂开 之前我也看过朋友圈 但以前的账号就跟卖货的一样 基本上每天发一条 看都看不过来 为难看着呆滞的我 你好像完全没有那段日子的印象了 不要跟我说什么人格分裂失忆症之类的 虽然这确实也说得过去 但你别忘了人类是一种需要学习的生物 它不会突然就掌握自己本该没有的技能 比如你作为游戏主播 短短一个月就打上了全国百强 还有从没打过架的你 却能和混混头子大战还能全身而退 这可是很多女生都做不到的 所以我敢断定 你根本不是什么人格分裂 而是真正的换了灵魂 听到这我笑了 真是个疯狂的想法呀 这么荒谬的事情 正常人应该不会这么想了吧 除非这个女人和我一样 都是穿越者 张浩一回家就被情情解抱住 还问他身上的香水味从哪来的 原来是我被魏南绑架到他家里 还被他看穿了我穿越者的身份 我问魏南准备怎么做 是要把我切片了研究吗 魏南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表示自己团队目前正在研究一种 百年难得一见的血色月亮现象 听到血色月亮我呆住了 自己正是被血月女神带到这个世界了 没想到这里竟然都有人研究这个现象了 魏南继续开口 根据调查 你的性格突变就发生在血月出现的几天后 因此我觉得你和这次的血月现象有关 你说我换了灵魂还有理有据 但你仅凭这点应该不足以断定 我和血月现象有关吧 你如果想知道原因的话 就协助我们调查 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 此时我还有点犹豫 这个调查是怎么个调查法 不会到世人没了吧 魏南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 放心吧 绝对保证你的人身安全 不会拿你去做切片研究的 旁边有一份合同 合作的内容和待遇都写在里面了 你先拿回去好好考虑 有其他条件随便提 这时我问出了心中的疑虑 这个血月研究 除了你还有谁在研究吗 据我所知除了我没有其他人 得到答案的我就拿起了合同 也不知道这样贸然合作是好是坏 事到如今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我跟魏南到了别 没其他事我就先走了 太乱我家人该找我了 可魏南却黑黑一笑 冲上来一把就将我按住了 你这疯女人到底想干嘛 难道要反悔不成 别紧张 这只是对你上次偷袭我的回忆 说完就扬起手打了下去 这该死的霸道女总裁 你这一下我记住了 别给我找到反击的机会 不然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很快我就回到了家里 进家门后发现秦姐在穿鞋子 我问她是准备要出门了吗 可没等我说完 秦姐就扑了过来 一把抱住了我 浩浩你总算回来了 姐姐都担心死你了 原来秦姐是打算出门找我呀 幸好回来得及时 秦姐对不起啊 让你担心了 我爸和阿姨呢 秦姐松开了我 爸妈都睡了 浩浩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到底去哪里了 我只能尬笑地说 自己去逛街忘记时间了 总不能说被绑架了吧 那个秦姐我就先去洗个澡了 这逛街都出了一身的汗 怪臭的 可秦姐却一把拉住了我的手 浩浩等一下 你刚才是跟女生去逛街了吗 秦姐眼神悠悠地看着我 我在你身上闻到了别人的香水味 秦姐闻到张浩身上 有女人的香水味 电话声封批一把火 将衣服给烧了 就在刚刚 秦姐问我是不是跟女孩子逛街 才沾上了香水味 为了不让秦姐担心 我撒谎是自己一个人逛得紧 还装模作样地 绣了绣自己的衣服 可不闻不知道 一闻吓一跳啊 这位男的香味这么重的吗 我只能打着哈哈 可能是刚才排队 买冰淇淋被蹭了一点吧 秦姐摸着我的脸床 那浩浩以后要注意一点 不要被别人占了便宜 说完就叫我快去洗澡 还有把衣服换下来 姐姐给你拿去洗 我谢过秦姐之后 就进了卫生间 在我洗澡期间 秦姐拿着我的上衣 来到院子中的火堆 随后一把扔了进去 一脸病胶咬牙切齿道 浩浩不需要沾上 其他女人气味的东西 而此时的卫男家里 他叫来了秘书 将一个文件档案推给了他 去把这个人 给我深入地调查一下 秘书拿起档案 看到照片是张千秦 卫总 这是张浩的那个季姐吗 没错 你把它仔仔细细地查一遍 更早时期的经历也查一查 我总觉得 他成为张浩的季姐 太过于巧合了 画面来到我家 此时我已经洗完了澡 刚走出来的 我突然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只见秦姐打开冰箱 在找了什么 那曼妙的身材简直完美 听到我出来 秦姐转头问我想要喝点什么吗 我说了句随便就行 脑海中还在想着 秦姐的身材真好啊 秦姐给我递了一瓶牛奶 浩浩进房间 姐姐给你擦头发吧 我满口答应 可没想到是进秦姐的房间 吹头发 不是应该去我的吗 没有办法 只能寄来至子安知 可突然我发现了 有人给秦姐发消息 一个非主流名字的家伙 发来了自己的照片 还大胆地跟秦姐施爱 看着露出相间的照片 我惊呆了 这哥们太烧了吧 我回头跟秦姐说对不起 自己不小心看到了消息 秦姐无所谓地 让我帮她回消息 就说有男朋友了 我也气愤地开口 让秦姐少搭理这种人 看她发的这些 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人 秦姐开心地抱住了我 没想到浩浩这么关心姐姐啊 那姐姐听你的就舍了 现在姐姐就去洗澡了 浩浩你帮我 把那个人拉黑了吧 听到秦姐的话 我马上就行动了起来 可突然我又看到了什么东西 原来是秦姐 把我放到了一个单独的分组 分组的名字还叫天使 瞬间我脑海里 就又出现了一些不好的画面 这可不行了 老瓜子在想什么呢 这可是秦秦姐啊 张浩你真龌龊 此时两个小人又跑了出来 小恶魔表示 你们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可小天使却觉得 秦姐又不是清姐姐 这么完美的女神谁不喜欢 这下真的完了 我不会是要上演 什么姐弟恋了吧 时间来到第二天上午的课间 我独自一个人坐在长椅上 思考着人生 现在想想秦姐 对我的爱护都有点过头了 不像单纯的姐弟那样 突然旁边有人走过来 跟我打了声招呼 我冷眼望着她 怎么又是你 女总裁只是看了一眼 张浩的直播 就给她刷了一千艘游艇 原来早上笑草临终中找到了我 要和我打赌谁的直播人气更高 看看谁收到的游艇更多 我歪头看了她一眼 老子没兴趣 跟你玩这么幼稚的游戏 眯眯眼朝弄倒 怎么 难道你不敢吗 我丝毫不在意她的激将反 是不是你们班作业太少了 导致你这么无聊啊 说句实话 真是严都没你嫌 这一下可把林中中气的当场破坊 淡雅的气质瞬间烟消云散 咬牙切齿道 张浩你别嚣张 不管你说什么 今晚你是输定了 可没等我说话 龙哥突然冒了出来 比就比 浩浩才不会怕你呢 他直播间的人气甩你八条街 很好 记住你说的话 今晚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此时的我仿佛有一万头草 你马奔腾而过 龙哥你就这样把我卖了 很快时间就来到了晚上 今天还是老样子 直播打王者局排位 至于和林中中比什么游艇过 我早就放在了脑后 很快一局游戏就过去了 MVP理所当然 今天的对手不行啊 都有点不好意思捏菜了 而直播间的水友们也纷纷刷起了弹幕 男神好厉害请收下我的膝盖 可突然我就被接下来的一目睛的亚麻带着 一个名叫卫的土豪给我刷了999家的游艇 要知道一艘游艇可是价值一千码内 这一下就刷了一百万啊 我倒要看看是哪个大冤主 不对 这个名字该不会是卫男吧 这女人到底要干嘛 不会是在提醒我尽快签下那个协议吧 可那个协议的内容有点坑了 参加研究的人需要停止入学活动 还要搬到指定的地点入住 而且需要解除外面一切的合作合同 这他喵的不就是卖生气吗 这血液任务自己现在都没搞清楚 就这样跟卫男绑在一条船上感觉有点不明智 还是找个机会拒绝掉吧 至于这刷游艇的一百万 到时也一并退还给他了 而此时另一边的林中中家 头戴猫耳朵的他也正在直播 不过看到和我差距过大胜负一分后 就找了个借口匆匆下播了 这该死的张浩 明明榜上的金主还装什么白莲花 你给我等着 我一定要撕碎你的嘴脸 女总裁只是看了张浩一眼 就开着劳斯莱斯车队去他家楼下见他 原来昨晚卫男给我刷了一千艘游艇后 让输了赌约的林中中怀恨在心 便打电话给他认识的女混混莫姐 请他帮自己办一件事 只要事情办好了 钱绝对不会少你的 哈哈张浩你完蛋了 这次一定要让你身败名裂 时间来到第二天 因为家里的装束花谢了 我出门找到了一家花店 情情姐说要买百合花来着 也不知道里面有没有 而就在这时 我身后走过来两个女人 从他们的言语中得知 这个就是莫姐和她的精神小妹 这张浩长得还不赖吗 都不忍心找她了 可看着这个背影 莫姐感觉自己好像在哪见过这个人 下一刻她就想起来这个人是谁了 原来是她 接着她就惊慌失措地转头 吩咐手下打电话给魏总办公室 此时另一边的洪凤集团 魏南的秘书近来 向他汇报关于张浩的事 刚刚手底下有人报告 有个叫林中中的主播和张浩有获姐 请他帮忙拍张浩的不雅照 不过他知道了张浩是魏总的人就没有动 了解了 你给直播平台打个电话 让他们把林中中解约了 剩下的是你自己酌情办法 此时的我已经回到了家里 根本不知道魏南帮自己解决了一个麻烦 还想的那一千艘游艇直播平台 就要拿一半 魏南的这钱自己怎么还得起啊 就在这时兜里的手机响了起来 接听后发现是魏南打来的电话 我正准备问他有什么事实 秦姐突然出现在我背后 问是谁的电话呀 这可把我吓得一击零 连忙挂断了电话 没事的秦姐 就是卖保险的骚扰电话 可挂断后我又有点不安心 这魏南不会生气吧 而我也猜得没错 此时的魏南简直气疯了 他都不知道多久没有被人挂过电话 张浩你完了 来人给老娘备车 而我回到房间后 仔细想想刚才挂电话好像有点不礼貌 要不要打电话回去 顺便商量怎么把刷礼物的钱还给他呢 就在我纠结之际 魏南的电话又打了进来 刚一接通就听见魏南霸道的声音 我在你家楼下 你是自己出来 还是我让十几个人去抓你出来 听到这话我当场就怒了 你以为你是霸总就可以私闯明札了吗 突然窗外传来的汽车轰鸣的声音 我来到窗前想看看怎么回事 可下一秒我就被金的亚麻带着了 只见一排的劳斯莱斯停在楼下 队伍长的看不见镜头 我拿着手机怒斥魏南 你压是不是有病 你这样我要报警了呀 魏南淡淡回了一句 在路边停车不犯法吧 看他这油盐不尽的样子 我也是没辙 行 我出来行了吧 接着我跟秦姐撒谎去便利店买点东西 很快我就来到了楼下 可这事魏南却问我 除了他 我还惹过谁 原来魏南的手下在这附近 发现有个人一直在监视着我 张浩刚走到外面 就被戴着面具的女人袭击 原来魏南为了见张浩一眼 就开着劳斯莱斯车队去他家楼下捕他 没有办法的 我只能听从魏南的话下楼去见他 可刚下楼魏南就告诉了我 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在我家附近一直有个人在监视我 为了了解清楚那个人要做什么 魏南给我支招主动去救他出来 他把歹徒的位置告诉我 在车后方三十米处的四脚里 很可能还有武器 听到这话我有点发愁 大姐你这方法靠谱吗 我怎么有点送菜的感觉 要不我还是先回去吧 这太危险了 有我在你怕什么 把他引诱出来我的人帮你解决掉他 再说你不怕这人以后继续盯着你 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麻烦 我只能同意下来 接着魏南便吩咐秘书 让手下把这附近包围了 别让这歹徒跑了 我去帮张浩 秘书慌忙问魏总林要亲自去吗 怎么 难道有什么问题吗 清除歹徒后发现他戴着一个面具 似乎不想让人知道他的真面目 开口第一句话就是你这件人该死 这家伙的精神是不是不正常 有点风魔的味道 我忙问他是谁 为什么要监视我 可面具人没有回答 直接向我冲了过来 迎面就是一拳 幸好我反应快躲了过去 可没等我喘口气 他就又攻了过来 而我只能不断地躲闪 接着我便一个后腿 和面具人拉开了距离 看到我灵活的身法 面具人气得牙痒痒 真是像老鼠一样 我也判断出了 他虽然攻势很猛 但速度却不快 既然这样的话 那就好对付 这时面具人又我全攻了上来 我淡定地往侧边一面 接着身腿扮了一下 面具人的脚 瞬间他就凌空往前扑了下去 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我连忙跑过去控制住了他 老实点别动 现在可以告诉我 你是什么人了吧 还有为什么要袭击我 面具人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只是疯狂地嘶吼 都是因为你 否则我怎么会落到这般田地 听到他这话 我感觉有点莫名其妙 我好像没有惹过谁吧 先把你的面具摘了再说 我倒要看看你是谁 就在我伸手摘掉他面具的时候 他本然一个肘击向后攻了过来 幸好我用手挡住了 不然这个力道打在脑袋上 后果不堪设想 此时的面具人已经彻底封膜 从背后掏出了匕首 大吼着我要杀了你 看到他有刀我慌了 差点忘了魏南说他是有武器的 接着面具人就提刀刺了过来 我惊慌失措地看着他 这人竟然敢真的下死手 女总裁一看见张浩的绝世率领 就忍不住地给他来了个么么哒 就在刚刚 我被手握匕首的面具人袭击 千军一发之际 一只拳头挥了过来 原来是魏南及时赶到了 他的拳头也重重地砸在了面具人的脸上 这也导致他的面具脱落了下来 魏南看清眼前的人后冷声道 还以为你会逃到外省去 我当时小瞧你了 竟然赶回来找张浩的麻烦 而我看到他的脸后也震惊不已 没错 面具人正是大姐头刘姐 我生气地质问他 老子只是拒绝了当你男朋友 你不至于下死手吧 如果不是你去勾引魏南 我怎么会被他囚禁 都是你这个贱人害的 听到这话我怒了 你他喵的才是贱人呢 就在我准备和他掰扯掰扯时 魏南开口了 我囚禁你和张浩没关系 纯粹是因为你坏了规矩 做得太过了 你和你的手下仗着凤红集团的名号 不仅是强凌弱四处收取保护费 还强迫男同学陪势 我的凤红集团容不下你这种人渣 因此你必定会被我清算 这怪不得别人 只能怪你自己 刘姐听后咬牙切齿 你这种一出声就在终点的人又懂什么 说完便冲上去准备和魏南一对一单条 魏南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我或许是不懂你的处境 边说话还边伸出手轻描淡写地挡下了刘姐的这一拳 不管你过得再不好 这些都不能成为你霸凌别人的借口 说完魏南那砂锅大的拳头就挥了上去 正中刘姐的下巴 一下将他打得晕厥过去 这一幕直接惊掉了我的下巴 一拳就把刘姐给干掉了 那魏南之前跟我打的时候是放了多少水啊 很快 刘姐就因为蓄意谋杀被警察带走了 直到这时我才松了一口气 总算是解决了 那个魏总我就先回去了哈 管了我姐会担心的 魏南无语地看了我一眼 你是不是忘了我找你是干嘛来的 对啊 你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 难道是因为上次的那个合同 魏南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合同只是其一 主要是我想告诉你 有人要偷拍你的不雅照 不会吧 谁这么无聊啊 再说这也不用你亲自来告诉我吧 让你的秘书通知一声不就行了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为什么挂我电话 你就这么不想跟我说话吗 听到这话我沉默了 上次挂断他的电话虽然是意外 但这样确实不好 想到着我直接弯腰鞠躬跟魏南说了声对不起 挂你电话是我不对 这次我向你道歉 魏南有些意外 没想到我竟然这么诚恳地道歉了 既然你做错了 那你愿意接受惩罚吗 我一脸迷惑地抬起头 问到什么惩罚 魏南用手缓缓地摸着我的脸 就是这种惩罚 说完就给我狠狠地来了个么么哒 月华同学第一次穿黑丝去上学 就被张浩盯着猛看 还感叹果然和月华小妹妹相处 才是最轻松的 原来昨天我被魏南抢吻了 此时我的内心慌的一批 这女人不会是霸总综合针又发作了 我要不要把她推开 但是魏南怎么说也是超级大美女 这三番五次地接近我 是真不把我当男人看 是不是老虎不发为你当我Hello Kitty呢 既然是你自己送上门的 那就别怪我了 可就在我即将伸出魔爪之时 脑海中突然浮现了情节的身影 而我也瞬间清醒过来 一把便将魏南推开了 抹着嘴唇说道 魏总你是不是有什么特殊喜好 几次三番地对我一个高中生出手 你知道这是我的初吻吗 这竟然是他的初吻 魏南摸了一下嘴唇笑道 你的行为举止可跟高中生没有一点关系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我们现在扯平了 那个昨天一千艘邮轮是你刷的吧 你给个账户我把钱退给你 魏南冷哼一声 一点小钱而已 你当我魏南是什么人 现在就想和我撇清关系了 所以那个合同你也不打算签了吗 没错 你那合同我暂时还不能签 理由呢 现在和你解释不清 以后再说吧 说完就和他打个招呼转身走了 魏南没有说话 就这样静静地看着我的背影 张浩 我魏南这辈子还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回到家后我躺在床上 脑海中想着刚才的一幕 自己和魏南一起的时候 竟然想的是情节 难道我对情节有想法 想到这里我连忙拍了拍自己的脸 张浩你在想提吃 给我清醒一点 还是早点睡觉吧 明天还要上学呢 很快时间来到第二天早上 路上碰到了月华同学 我叫住了他 小月华早上好啊 敏月华也很淑女地跟我打了招呼 这才是正常女孩子吗 跟那霸道总裁相处一天 简直太累了 还是小月华相处得最轻松啊 可突然我好像发现了 什么不得了的事 原来是小月华穿了黑丝来上学 这还是我第一次看他穿黑丝 之前好像一直是白丝来着 就在我看的愣神之际 小月华奇怪地叫了我一声 我连忙尴尬地表示自己有礼物给你 说完便从书包里掏出一个钥匙扣 最近很感谢你教我格斗术 之前看你很喜欢枪 就给你买了这个当礼物 敏月华将钥匙扣拿了过来 表示自己很喜欢 会好好珍惜这份礼物的 我挠了挠头 那个你喜欢就好 可说着就又露出了猥琐的表情 没想到小月华只是换了个颜色的丝袜 可这感觉一下就变得不一样了 月华同学也发现了 我一直盯着他的大腿 便开口问我 张浩 我的腿怎么了吗 是不是哪里有问题 月华同学第一次穿黑丝去上学 就被张浩盯着门看 可月华却表示 张浩你还可以按摩一笑 最后更是直接坐到了我的膝盖上 就在刚刚的午休时间 我和敏月华来到钢琴室吃午饭 期间敏月华一直看着自己的腿 我奇怪地问他为什么盯着自己的腿看 可敏月华却说 因为张浩你今天看了很多眼 我想看看有什么特别的 张浩你是喜欢我的腿吗 听到这话我一下头皮发麻 差点被呛死 那对有这么明显吗 既然被发现了我也不藏着跌着 夸到月华同学你的腿确实很好看 敏月华沉默了一会儿 突然就往我这边移了过来 张浩你要是喜欢的话 可以按摩一下 听到这话我吓了一跳 这不好吧 可敏月华却奇怪地问他 难道你不想吗 面对这灵魂拷问我沉默了 这么乖巧的女孩让我帮他按腿 好像没有理由拒绝吧 不过这光按腿怎么看都有点猥琐呀 还有小月华对我是真的一点防备都没有 为了试一下他 我让敏月华坐到我膝盖上来 而敏月华二话不说丢下饭团就起身 在我震惊的目光中坐到了我膝盖上 竟然这么听话 月华同学真的是这个女尊男卑世界的大宝藏啊 要是能有你这么听话的妹妹就好了 还有我叫你这样做你一点都不反感吗 敏月华想了一会 好像有一点 不过这样也挺舒适的 长这么大还没有人像这样抱过我呢 看来月华同学是真的很缺爱呀 突然我看到月华手上的钥匙口 这不是我早上送你的吗 你怎么把他当手链带了 敏月华解释这是自己第一次收到朋友的礼物 所以他想一直贴身带着 我问他难道你以前的朋友没有送过你礼物吗 敏月华有点沮丧地低下头 我以前的朋友都没有送过礼物 他们只会让我送钱 我安慰地摸了摸小月华的头 那些人都不是真的朋友 以后不要理他们 对了 黄元元没有找你要钱吧 黄元元倒没有 不过他给了我很多奇怪的书和电影 但是我听你的话没有乱看 黄元元还真是人设不到 不愧是你啊 接着我让敏月华把钥匙扣挂书包上 以后再给你买一个挂手上的 很快我们就吃完了饭回到教室 我从书桌里掏出课本准备上课 可我拿出书本时 里面掉出来的一个不明物体 这是什么鬼东西 为什么会在我书桌里 就在我准备捡起它时 一只手比我更快地捡起了不明物体 原来是小绿毛 他捡起后立马举过头顶大喊道 张浩你怎么能带这种东西来学校 真是不知捡点 这一番操作直接把我给整个压麻带住了 只因是第一校草在学校太受欢迎 张浩便遭人嫉妒 被人每天往他书桌里塞不明物体 原来在我和小月华优王会后 回教室却发现自己书桌里掉落出了不明物体 因此被绿毛班长指责坏了学校的风气 还有之前诱导女生为你争风吃醋 张浩你简直恶心透了 就连其他看我不惯的男同学也开口嘲讽 他竟然敢带这种东西来上学 真是表面清纯的白莲花呀 没想到暗地里却是个烧鸡 听到他们的言语 同班女同学看不下去了 说什么呢 我浩浩不是这种人 什么都不清楚 班长就这么武端不好吧 而我也被他们搞得非常无语 真没想到自己会被一群男的围着骂烧鸡 我猛然从书桌里掏出几封情书 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了 我抽屉里的东西都是别人塞进来的 你手上那个也一样 别什么屎盆子都往我头上口 不然我就把这东西塞进你的嘴里 看到我凶声恶煞的样子 周围的男同学都被吓得瑟瑟发抖 二话不说直接溜了 这时月华同学走过来关心我 龙哥也愤愤不平 是哪个变态这么恶心陷害浩浩 另外两个小迷妹也表示浩浩我相信你 就在众人安慰我的时候 门外一个鬼鬼祟祟的人影棱眼 看着被围在中间的我 就在我以为这件事结束了 没想到第二天书桌里又出现了不明物体 这到底是哪个恶心的变态 没完没了了是吧 没办法的我只能将这东西丢进垃圾桶 可不想第三天我书桌里又出现了这不明物体 更可恶的是第四天还有 气得我直接一脚踢飞了垃圾桶 天天放这玩意 你家是搞批发的吗 在课间操时间 龙哥告诉我这两天有很多人议论这件事 浩浩到底是谁要害你啊 我哪里知道是谁 都三四天了 这人为了污蔑我也是下了血管 那怎么办呢 总不能一直这样吧 龙哥别慌 我已经想到办法了 待会去找小月华帮个忙 课间操结束后 我找到小月华说了自己想到的办法 月华听完后答应了 表示立马让管家把东西送过来 到了放学后就可以装了 很快到了晚上 学校空无一人 在一间教室里 有三个鬼鬼祟祟的人影在倒露着什么 仔细一看正是我和龙哥还有月华 有了这玩意肯定能把那个变态抓出来 时间来到第二天早上 这时还没有多少人来上学 一个人影飞开了教室的门 来到我的课桌前停了下来 就在他伸出手时 碰到了红外线 顿时周围发出了刺耳的警告声 而旁边还出现了一只手 拿着手机把这一切都给拍了下来 仔细一看发现了 他头上的那一小撮红毛 此人正是同为校草的林钟钟 这么多天了你真是挺勤快啊 这玩意花了不少钱吧 那就别浪费了 自己留着用吧 说完我就一把将不明物体 扔在了林钟钟的脸上 月华同学看到张浩被女婚婚欺负 瞬间化身护肤膀膜 直接一个飞踹 便将精神小妹踩在地上不知死活 原来在我发现是林钟钟污蔑我后 就直接将不明物体砸在他脸上 被砸得林钟钟气得咬牙切齿 问我是怎么发现他的 我耸了耸肩 不过就是一个高科技防盗系统罢了 谁让你没完没了地给我塞过你目体 我们办公事件 想想怎么跟老师解释吧 听到这话林钟钟慌了 连忙对着门外大喊别让他走 瞬间我背后就出现几个穿着时尚的精神小妹 还叫了外援是吧 这可不太妙啊 他们看起来都挺能打的 不会要栽在这里吧 林钟钟走出来后指着我对女婚婚吩咐 先把她给我拖去厕所 接着四个女婚婚便一拥而上 准备速战速决 可我却猛地往前踏出一步先下手围墙 一拳便将冲在最前面的黄毛 打得满地找牙 接着一个下蹲躲过成一女的挥拳 反手给了她一个大嘴巴子 就在我抵住两人进攻的时候 第三个婚婚冲了上来 一个鞭腿将我踢得倒飞出去 倒退四五米才勉强杀住车 力量悬殊相差太大了 对付一两个还好说 再多就只能等死了 就在这时 敏月华来到学校看到了我被欺负 瞬间变得面目猙獰 我的男人你们也敢欺负 真是找死 看着眼前气势恐怖的敏月华 两个女混混被吓住了 我连忙让月华别冲动 可这短短的一瞬间 月华便解决了那两个混混 还一个飞跃来到了黄毛的头顶 膝盖狠狠地撞上了她的鼻梁 接着又一脚将她踩在地上 顿时鲜血似箭而出 黄毛也躺在地上不知死活 敏月华面无表情地缓缓转过头 白衣旁的成衣女看得瑟瑟发抖 而月华没打算放过她 直接上前掐住了她的脖子 一把提了起来 成衣女艰难地发出认输的声音 但此时的敏月华已经疯魔 欺负张浩的都得死 我连忙跑过去让月华助手 要是再打下去事情就严重了 可就在这时两位老师来到了现场 你们在干什么 还不赶紧助手 看到老师来了我也是很无奈 看来这件事瞒不住了 很快学校就做了通报处理 高二四班的临终中意图污蔑三班的张浩同学 现处以通报批评 高二三班的敏月华同学在校打家斗殴 同样处以通报批评 听到这广播 我和龙哥也是一脸沉重的看向窗外 原来是敏月华要被家里人接回去 龙哥担心地问我月华不会有事吧 听说有两个人都已经送去医院了 我也觉得事情有点棘手 感觉要出事的样子 月华的家教这么严 现在把她接回去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情节看到张浩发烧浑身无力 竟然要用嘴亲自为她吃药 就在昨天晚上 我冒雨从学校赶回家 因为雨势过大 回到家后浑身都湿透了 被老爸一阵唠叨 我连忙接过老爸递来的毛巾 急匆匆地就上楼回自己的卧室 回到卧室后我拿出手机 月华被接回家后也没个消息 还是先打个电话问一下吧 于是我拨打了月华的手机号码 此时的月华坐在一个漆黑的地方 接听了我打来的电话 开口第一句话我就听出了不对劲 月华的声音竟然带着一丝哭腔 我问她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会哭 月华泪流满面地说这里太飞了 自己很害怕 我忙问她在哪里 你不是被接回家了吗 月华委屈地说自己被妈妈关进了禁闭室 听到这里我惊呆了 这有钱人都这么玩的吗 月华可怜兮兮地说 每次犯了错误都会被妈妈关到禁闭室反省 要关够两天才能出去 这里真的好黑 张浩我好害怕呀 那我陪你说说话吧 有没有想聊的东西 聊什么都可以 张浩你今晚不要挂电话可以吗 这时我突然打了个喷嚏 好吧 反正明天是周末 今晚我就给你说说我正在写的小说吧 要是一会没声了 就是我睡着了 那我开始说了呀 我现在写的小说名叫真男人的世界 这个世界的男人都是猛男 六块腹肌什么的是标配 每个人都有 工地搬砖赚钱养家之类的都是男人做 书里的男主是一个重生的修仙者 肩负着血海深仇 他一路上打怪升级 认识了很多漂亮可爱的小姐姐 他们都被男主的能力所折服 当然长得帅也是原因之一 反正跟我们这个世界完全相反 月华听到这里破涕微笑 张浩你的小说好不现实啊 男人力气这么小斑不了端的 而且女人能力强 应该是女人拯救世界才对 我微微一笑 是啊 这个世界变了 就在我感慨之际 月华问我这个小说能送礼物吗 我觉得你的这个设定很好 我想去看看 那些小说好像可以免费送小红花什么的 我也可以给你送 只要你开心就好 你要是看完多留几个评论就行 这我就挺开心的了 你现在还害怕吗 要不你也说说你平时喜欢做的事吧 月华表示自己没那么害怕 接着就继续跟我包电话周 渐渐的雨停了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 很快就到了第二天 我迷离乎乎的醒来后 发现自己的头好痛 还有自己的额头为什么有一条毛巾 接着就看到了坐在一旁的情情景 我奇怪的问情姐为什么会在这里 情姐微微一笑 本来想叫你吃早饭的 没想到你发烧了 既然醒了就快把药吃了吧 可我现在有点浑身无力啊 没想到自己的身体这么弱机 才零点雨就成这样 听到这话情姐露出了魅惑的笑容 既然这样的话 那姐姐为你怎么样 情姐看到张浩生病浑身无力 竟然要用嘴亲自为她吃药 吓得我连忙闭上了眼睛 这怎么行 我们可是姐弟啊 可当我再次睁开眼后 却发现情姐一脸猛逼 嘴里也没掉着药 浩浩怎么了 不是身体没力了吗 姐姐扶你起来吃药 此时的我也猛逼了 自己刚刚是在梦游吗 居然当着人家面歪歪 这她喵得也太尴尬了吧 在情姐扶我起来后 我也不敢看她的眼睛 默默地把药吃了 这一幕让情姐产生了误会 以为我在抗拒她 此时的情姐有点心虚 浩浩是不是看出什么了 等我吃完药后 情姐让我趁热把粥也一起喝了 看着情姐贴心地把粥吹凉 难道别人家的姐姐 也是这么照顾弟弟的吗 而且还不是亲弟弟 这也太体贴了 我开口问情姐 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感觉比别人对亲弟弟都好 听到这话情姐顿住了 难道浩浩真的察觉到什么了吗 情姐心虚地表示 当然是因为浩浩值得呀 如果浩浩愿意 姐姐还可以照顾你一辈子的 来 张嘴 先把粥喝了 听到这话我呆住了 这是什么虎狼之词 怎么好像求婚一样 我有点慌张地接过粥 情姐还是我自己来吧 会不会是我想多了 感觉情姐好像也很坦然 可能顶多就是有点地苦 吃完粥后 我让情姐去忙不用管我 自己睡一觉就没事了 可情姐却要在这里陪着我休息 浩浩生病了 姐姐也没心情做其他事 重新躺下来后 我虽然感觉这样有点奇怪 但情姐这样陪在我身边 总让我有种莫名的安心 就是有一点不好 这么漂亮性感的情姐 在身边谁睡得这样 可不到五分钟 我就呼呼大睡起来 情姐也发现我熟睡了 要是在以前浩浩是不可能睡着的 看来你对姐姐越来越放松了 姐姐真的好想让你知道 我们在小时候就认识了 但又害怕你会再次讨厌姐姐 浩浩 姐姐应该怎么做呢 画面一转 此时的为难家里 她正端坐在沙发上 满脑子想的都是张浩 想到几天前对她的强吻 自己竟然因为她服软的样子 很可爱而强吻了她 真的太荒唐了 不过她从骨子里 透出来的傲起和自信 真的跟外面的妖艳 见惑不一样 等等 自己为什么老是想着她 为难你不会真的 看上这个小男人了吧 女总裁只是看了张浩一眼 就想她想得睡不着 还凌晨两点钟 打电话去骚扰她 就在刚刚 因为生病正在休息的 我突然被一阵银声吵起 我不耐烦地接听了电话 却发现对面没有声音 这谁呀大晚上打电话不回话呢 再不说话我挂了呀 可能是这句话起了作用 为难开口表明了身份 原来是卫总啊 怎么了 难道又有人想要对付我吗 为难面无表情地 端坐在沙发上 没有 我只是睡不着 才给你打电话 听到这话我无语了 你睡不着就要骚扰我呀 咱们好像没这么说吧 我看了一眼 手机发现 现在是凌晨两点就更无语 当即愤怒地起身道 大姐你能看看时间吗 这时候打电话 骚扰一个男高中生 咋地 是要我给你讲的童话故事 扶你睡觉啊 听到我肆无忌惮的话 为难让我说话注意 我什么身份你什么地位 不愧是霸道总裁呀 半夜三更骚扰别人 还要别人客气 不知你有何贵干吗 为难没有理会我的嘲讽 问我这一身格斗技巧 是跟那个敏月华学的吧 我眼神一明 你又在调查我 为难不以为然地作了一口烟 不懈地开口道 敏月华他的水平很一般 你的基础其实不错 不如来我这里 我有更专业的教练团队 以你的能力接受这些训练 很轻松就能成为 世界顶级的保镖 听到这话我又无语了 之前还让我当明星来着 现在又想要让我当什么保镖 这待遇是不是降得太厉害了 我没兴趣当什么保镖 现在只想跟你保持距离 我和月华也只是随便练练而已 以后别再给我打电话 不然我要换号码了 说完我就直接挂了电话 为难看了一眼手机 这是你第二次挂我的电话 还真是可爱的小男人啊 我对你越来越有兴趣了 时间很快来到第二天 我起床穿好衣服 不小心看到了一旁的纸条 如果上厕所记得穿外套 这应该是秦姐怕我验尿 给我准备的吧 她这是把我当孩子在关心呢 就在这时 门外传来敲门声 秦姐开门探了进来 浩浩起床了 正好来帮姐姐挑选个衣服吧 接着秦姐就举起两件衣服 问我喜欢哪一件 可我看到秦姐的着装 当场就不淡定 姐你就穿成这样出来不好吗 也就是我定力够强 换别人早就失血而亡了 我咳嗽了两声也是尴尬 指着红色的衣服 表示就这件了 秦姐穿上一定很好看 那就听浩浩的吧 秦姐说完就转身要去换衣服 可秦姐转身的瞬间 我发现了她身上的纹身 没想到秦姐还有纹身啊 只不过这个纹身 为什么看起来那么眼熟啊 美女白领只是看了张浩一眼 就无法自拔地爱上了她 在电梯里直接壁咚向她告白 把魏南看得醋意大发 当场就要开除女白领 就在刚刚 秦姐因为要去研究所的她 叮嘱我在家好好休息 带秦姐走后 我坐在椅子上陷入了思考 虽然这个世界非常好 但对于原来的世界 还有亲朋好友 我也是很挂念的 本来想赚钱之后 再找办法回去 但现在直播和写小说 都是过了 不知道还有没有 其他来钱快的路子 突然我眼前一亮 自己怎么把这茶给忘了呢 之前举报那个大姐头刘欣 好像有建议用为奖 可以领五万奖金吗 今天正好有空就去看看吧 很快我就来到了局 进去后我向美女警察 说明了情况 美女看了我一眼 原来是你这个小帅哥呀 我记得你 奖金当然还可以领 不过你还是高中生吧 今天可能就领不走了 你得办几道手续 快的话一个月就能办下来 我给他递上了自己的证件 可我已经成年了 不能直接给我现金吗 美女警察摇了摇手指 不行哦 这是奖金提供者的要求 我们得按规定办事 提供者 那就是说这个奖金不是你们出 那你可以跟我说是谁出的吗 我打电话去跟他单独沟通 那好吧 为了保护隐私 我们不能把魏总的身份告诉你 要不你直接去凤红集团找他吧 听到这话我无语了 你管这叫保护隐私 你就差把魏南的身份证告诉我了 接着魏南就接到了美女警察的电话 表示他已经让张浩去凤红集团找魏总你了 挂断电话后 魏南心情愉悦了起来 昨天挂了我电话 今天还不是要主动来找我 呵呵小男人 而此时的我也来到了凤红集团楼下 这昨晚刚放完狠话 要和魏南保持距离 今天就来要钱了 真是够尴尬的呀 走进大楼后来到电梯前 我问一个美女白领怎么上顶红 撒谎自己是来找亲戚的 美女看到我后眼睛都亮了 该死 这心动的感觉 小弟弟你是来找爸爸的吗 他叫什么 说不定还是我主管吧 你坐这个电梯就行 进电梯后我表示不是来找爸爸的 你应该也不认识我亲戚 那确实 公司里姐姐也不是全部都认识 可接着美女白领就把我逼踪在墙上 小弟弟你还是个学生吧 在哪个学校读书啊 长这么帅一定是校草吧 就在我不知所措时 电梯终于到了顶红 我连忙推开她的手 我已经到了 谢谢你帮我带路 可美女白领立马拉住我的手 又给我来了个壁动 小弟弟姐姐真的很喜欢你 我本来不相信一见钟情的 直到刚刚见到了你 我信了 姐姐觉得自己再也不会爱上其他的男人了 你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吗 就在美女白领深情告白之际 一只拳头击打在了电梯按钮上 把两人吓得一机灵 接着魏南高大的身影就出现在了美女白领面前 把她吓得满头大汗 魏南眼睛一盪 你可以滚了 以后不用来公司了 这一句话就让女白领跪在了地上 为什么魏总 难道我做错了什么吗 我也开口替她说话 人家也没做什么吧 你凭什么莫名其妙地开除她 魏南冷冷一笑 你要替她求情吗 美女白领大哭着向魏总认错 表示自己以后一定不会乱搭上 她也看出了一点东西 看她这样我连忙拉她起来 你们不都说膝下有黄金吗 大不了换份工作就好了 何必这样吗 美女白领惊恐地说道 如果外界知道我是被魏总开除的 去哪都不会有人敢收留我的 我愣住了 这魏南的能量这么大吗 就在我震惊之际 魏南直接拉着我吼道 给我过来 我愤怒地开喷 你吼什么 是不是霸总中二病又犯了 来到魏南办公室后 他也给我来了个壁东 今天真是被壁东麻了 魏南愤怒地开口 你竟然还敢当着我的面 和其他女人拉拉扯扯 小男人 你找死吗 女总裁一见面就把张浩扑倒 还要和他玩霸总小游戏 输的人还有小惩罚 就在刚刚 魏南一个壁东质问我 为什么和其他女人拉拉扯扯的 这问题都给我整无语了 大姐 你是哪只眼睛看到我那啥了 是牵了眼吗 我只是在拉她起来而已 说完便推开了魏南的手 还有人家好心给我带路 只是多说了两句话 你就开出人家 是不是有点莫名其妙 那你给我说说 他说什么了 我坐下沙发后不耐烦地表示 大姐你有点多管闲事了吧 我们就是聊天聊地 跟你也没关系啊 这可把魏南气得半死 走到桌子前靠在上面 你还真是会惹我生气啊 而我看到眼前的大长腿 被丝瞬间有点不淡定了 这魏南虽然性格不怎么样 还有霸总综合征 但身材确实不错 看来是有一直在锻炼的 难怪那么能打 只不过穿成这样不怕走光吗 此时魏南也发现了我在看他 被抓现行的我也是有点肝大 而魏南不以为然地笑领下 甚至还翘起了小腿 接着开口 你要是想到那个小白领的话 就跟我来玩个小游戏 我把这根烟往上扔 谁先抓住谁就赢 你要是赢了 我就让他继续留在公司 听到这里也没等魏南 说出了有什么惩罚 我便一脸自信地答应了 直接撸起了自己的衣袖 要说力量我肯定不如他 可要说反应能力 还有技巧什么的 我还是非常有自信 而魏南看到我撸起袖子后 却瞪大了双眼 手中的烟也不自觉地掉了下来 看到这里我还以为魏南耍赖 他瞄得连一二三开始 都不说一下吗 不过瞬间我就反应过来 直接伸手冲过去 而魏南也回过神来 也连忙伸手过去抢那根烟 可终究是比我慢了一步 便被我握在了手中 哈哈我赢了 可下一秒就被魏南扑倒了 大姐我真怀疑你是故意的 魏南用手撑了一下沙发 不错你赢了 小男人还挺厉害的嘛 这女人跟我一起的时候 是不是除了占便宜 就不会做别的了 不过算了 反正我也没吃亏 不也碰了她的腿吗 魏南也发现了 我鬼鬼祟祟的手 你这小色胚也不知道 矜持一点 男孩子撩起袖子还碰头 这成何体统 听到魏南的话我才想起来 这个世界男生撩袖子 就好比勾引一样 不太雅观 好吧 这是我的错 但因为我是拿到了 这次你不能开除那个白领了 还有你能不能掀起来 每次见面都这样 我真以为你是不是喜欢我了 而魏南也没反驳 你确实是最吸引我的意义 跟外面的妖艳见惑不一样 你自强勇敢有担当 而且能力也不错 听到这些话 我也是有点不好意思 倒也不用这么夸 还不如把那五万块钱 给我更实在 而这时魏南却急匆匆地转身 表示要去一下卫生间 我疑惑地看了一下他 大姐你这样容易让人想歪啊 而就在这是我兜里的手机响了起来 原来是琴姐给家里打电话 发现了我不在家 我撒谎自己在龙哥家里 教他写作业 很快就回去 琴姐你就别担心了 好吧 你还在生病 就早点回家休息 姐姐今天有同学聚会 要晚点回去 说完琴姐才挂了电话 迎面就碰到了同学 接着两人就结伴进去 参加同学聚会 同学在后面刚好看到了温身 便问千秦你这腰上纹的什么呀 还挺好看的 琴姐顿了一下才开口 是一个名字 对我很重要很重要的名字 李总裁一见面就把张号扑倒 还要和他玩吧总小游戏 输的人还有小惩罚 就在刚刚 魏南一个壁东质问 我为什么和其他女人拉拉扯扯的 这问题都被我整无语了 大姐 你是哪只眼睛看到我那啥了 是牵了眼吗 我只是在拉他起来而已 说完便推开了魏南的手 还有人家好心给我带 只是多说了两句话 你就开出人家是不是有点莫名其妙 那你给我说说 他说什么了 我坐下沙发后不耐烦地表示 大姐你有点多管闲事了吧 我们就是聊天聊地跟你也没关系啊 这可把魏南气得半死 走到桌子前靠在上面 你还真是会惹我生气啊 而我看到眼前的大长腿 被丝瞬间有点不淡定了 这魏南虽然性格不怎么样 还有霸总综合症 但身材确实不错 看来是有一直在锻炼的 难怪那么能打 只不过穿成这样不怕走光吗 此时魏南也发现了我在看他 被抓现行的我也是有点尴尬 而魏南不以为然地笑了一下 甚至还翘起了小腿 接着开口 你要是想到那个小白领的话 就跟我来玩个小游戏 我把这根烟往上扔 谁先抓住谁就赢 你要是赢了我就让他继续留在公司 听到这里也没等魏南说出了有什么惩罚 我便一脸自信地答应了 直接撸起了自己的衣袖 要说力量我肯定不如他 可要说反应能力还有技巧什么的 我还是非常有自信 而魏南看到我撸起袖子后 却瞪大了双眼 手中的烟也不自觉地掉了下来 看到这里我还以为魏南爽来 他瞄得连一二三开始都不说一下吗 不过瞬间我就反应过来 直接伸手冲过去 而魏南也回过神来 也连忙伸手过去抢那根烟 可终究是比我慢了一步 便被我握在了手中 哈哈我赢了 可下一秒就被魏南扑倒了 大姐我真怀疑你是故意的 魏南用手撑了一下沙发 不错你赢了 小男人还挺厉害的嘛 这女人跟我一起的时候 是不是除了占便宜就不会做别的了 不过算了 反正我也没吃亏 不也碰了她的腿吗 魏南也发现了我鬼鬼祟祟的手 你这小色胚也不知道矜持一点 男孩子撩起袖子还碰到 这成河体统 听到魏南的话我才想起来 这个世界男生撩袖子就好比勾引一样 不太雅观 好吧 这是我的错 但因为我是拿到了 这次你不能开除那个白领吗 还有你能不能掀起来 每次见面都这样 我真以为你是不是喜欢我了 而魏南也没反驳 你确实是最吸引我的意义 跟外面的妖艳见惑不一样 你自强勇敢有担当 而且能力也不错 听到这些话我也是有点不好意思 倒也不用这么夸 还不如把那五万块钱给我更实在 而这世为男却急匆匆地转身 表示要去一下卫生间 我疑惑地看了一下她 大姐你这样容易让人想歪啊 而就在这世我兜里的手机响了起来 原来是秦姐给家里打电话 发现了我不在家 我撒谎自己在龙哥家里教她写作业 很快就回去 秦姐你就别担心了 好吧 你还在生病 就早点回家休息 姐姐今天有同学聚会要晚点回去 说完秦姐才挂了电话 迎面就碰到了同学 接着两人就结伴进去参加同学聚会 同学在后面刚好看到了温身 便问秦琴你这腰上纹的什么呀 还挺好看的 秦姐顿了一下才开口 是一个名字 对我很重要很重要的名字 张浩只是和卫南玩了个霸总小游戏 就让他面红耳赤地跑去卫生间洗冷水澡 在卫南离开后 我给秦姐报了个平安 接着转头就看到了刚才玩小游戏的道具 便拿起打火机试了下卫脑 真不愧是霸总啊 抽的烟就是高大 就在我感叹至今 旁边传来的脚步声 我抬头一看发现是卫南回来 还换了身衣服 浑身湿漉漉的 这沐浴之后的卫南还真有女人味啊 不霸总的时候也是一个不输情节的美女 卫南看到我手里拿着烟吃了一惊 便开口训道 小孩子抽什么烟 这该死的霸总控制欲又来了 沐浴后的女人味瞬间烟消云散 放心 没抽烟 只是点燃闻闻味道 不过你去个洗手间怎么还换了套衣服啊 不会在里面做了啥见不得人的事吧 可没想到卫南没有否认我的调侃 表示自己也是个正常的女人 以后不要随随便便诱惑我 我可经不起你的诱惑 听到卫南这么直白的话 我有点尴尬 算了不说这个 我今天是来拿那五万块钱奖金的 你赶紧给了我好走人 免得又发生什么其他的事 可卫南却冷笑一声 我觉得你那五万块钱可以不用给了 你刚刚点的那个是特供烟 市场价一支六万 现在你还反过来欠我一万呢 听到这我怒了 我读书少你可不要骗我 就这一支烟你跟我说要六万 你怎么不去抢呢 卫南手一摊 不信的话你可以去查呀 看他不像说假话的样子 我拟摸住了 不是吧 这一支烟真要六万啊 我死皮赖脸的跑这一趟被占便宜不说 最后竟然还要倒贴一万块 坑颠的这事 看到我惊慌的样子 卫南扑斥一下笑了 我双手插腰愤怒的开口 你这什么意思 不会是在逗我吧 卫南从抽屉里拿出了一个袋子 烟的价格是真的 但让你赔是假的 我怎么舍的呢 这五万块钱都在里面了 你看看吧 我接过袋子后打开看了下 发现没有问题 虽然你有霸总综合征提气还臭 但还是挺讲信用的 谢谢了 我觉得我们之前的事情都可以一笔勾效了 以后能少见面就别见面 你还是当你的总裁 我做我的学生 这样对大家都好 那我就先走了 不用送 对了记得把你头发擦一下 我感冒才刚好 小心传染给你了 接着我又来到了电梯前 想到之前女白领的事 这霸总的病态占有欲真不是开玩笑的 我以后的日子就没法过来 幸好跟他断了 画面来到魏南镇 他点燃了一支价值六万的特工烟 小男人还想跟我一笔勾销 这怎么可能呢 我会得到你 以后休想逃出我的手掌心 时间很快来到傍晚 秦姐带着女同学来家里做客 同学看着秦姐手里的相册 难怪千秦你一下班就回家 原来是家里有美男正太阳 快说这是谁 秦姐看着照片宠密地笑了一下 这是我的基地 不过我们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了 同学看着厚厚的一个相册 你竟然有你弟弟这么多照片 还是从小到大的 这简直是一个成长记录啊 秦姐脸色飞红 这可是我珍藏的浩浩 以后还会有更多 而且不再需要拓拍了 因为我们成了家人 就在这时 我开门走了进来 秦姐你不是要晚点回来吗 哦原来是有客人了 你好 你是秦姐的朋友吗 你们在看什么呀 听到我的话秦姐慌了 糟糕 绝对不能让浩浩看到这个相册 张浩发现秦姐半夜 被暴露狂发照片骚扰 还尾随到自己家楼下 鬼鬼祟祟的像个痴汗 就在刚刚 我从魏南那里回来 发现秦姐和他的同学在看什么 便好奇地问了一下 听到我的话秦姐慌了 糟糕 绝对不能让浩浩看到这个相册 不知道情况的同学就要开口为大 可话还没说完 就被秦姐掐了一下腰 疼得他汗毛直立 我奇怪地问他怎么了 完全没注意到秦姐的死亡凝视 用眼神制止了同学后 秦姐甘大地咳嗽了两声 浩浩 姐姐只是和研究院的同学在看文献 你说是不是啊嘉慧 接着便疯狂打手势 让自己的同学嘉慧赶紧把相册藏起来 而嘉慧也很默契将相册藏到了背后 表示两人刚才是在看文献 这是我的好奇心起来了 那是什么文献啊 怎么这么厚一本 秦姐为了不让我刨根问底 故意绊脚假装摔倒 我连忙扶住了他问秦姐你没事吧 见成功转移话题的秦姐表示没事 倒是浩浩你不在家休息怎么又出去了 现在是不听姐姐的话了吗 哪有秦姐 我只是在家无聊出去散散心而已 我尴尬地摸了下鼻子 总不能说去跟爸总对线去了吧 秦姐娇称地捏了一下我的脸 浩浩你是不知道自己长了张霍国阳明的脸蛋吗 出去外面要是碰到女流氓怎么办 我揉了揉被捏的脸 放心吧秦姐 我会保护好自己的 那个我就先回房休息了 不打扰你和嘉慧姐做研究了 待我回房后 嘉慧奇怪地问秦秦你在干嘛 遮遮掩掩的 这相册你弟弟不能看吗 面对这个问题秦姐脸色冷了下来 这个闲事你别管 还有 我弟弟的主意你可不要打 不然我们朋友都没得做 看到自己的好朋友这么严肃 嘉慧也只能顺着他 知道了知道了 我不问就是了 另一边 我回到房间后准备打开窗户通风 却突然看到外面有个鬼鬼祟祟的人 这是谁 自己不会又被什么人缠上了吧 可这家伙是个男的呀 难道我已经帅到男女通吃的地步了 算了 还是先跟秦姐说一下吧 这段时间老爸和张阿姨还在出差不在家 来到一楼客厅后发现秦姐正准备送客 秦姐 嘉慧姐这么快就走了吗 是啊 她在头上看到吃汗的事情说给了秦姐听 让秦姐这几天出门上班也小心一点 听到我的话 秦姐开心摸了摸我的脑袋 浩浩竟然担心姐姐了 姐姐好开心啊 不过浩浩不用怕 外面那个其实是姐姐的追求者 浩浩你也见过她的 就是那天晚上给我聊天发图的人 听到这我才想起来 不就是那个辣眼睛的暴露狂吗 秦姐 这人不会是个变态跟踪狂吗 感觉有点危险啊 秦姐叹了一口气 她这样也没办法呀 姐现在也是烦死了 那秦姐我能为你做什么吗 秦姐听到我的话音笑了一下 既然浩浩这么说的话 那就让姐姐靠一回吧 姐姐累了 这时我脸红了起来 姐姐对我真是一点都不防备啊 就在我胡思乱想之际 秦姐摸了下我的脸 浩浩怎么了 脸怎么这么红啊 我连忙往旁边拉开距离 没怎么 就是在想我明天应该不用请假 可以去上学了 秦姐眯了下眼睛 浩浩不多休息一会 就这么着急去学校吗 难道是在学校有女朋友了 月华同学为了不被班里的女同学嘲笑 竟然要求张浩和她亲亲 就在昨天晚上 秦姐问我这么着急去学校 是不是交女朋友了 看秦姐严肃的样子 我连忙白手否认 怎么可能 我不会早恋她 秦姐放心吧 听到我的保证 秦姐开心的一把搂住我 那浩浩不许骗姐姐 有你这么好看的弟 真是不让人放心啊 好想一直把你留在我身边 看着难难自语的情景 我问她在说什么 没什么 浩浩既然想去上学了 那姐姐明天开车送你吧 第二天一早 秦姐就开车把我送到了校门口 并叮嘱我感冒 还没好多在室内待着 不要出去吹风 跟秦姐白白后 我就向教室走去 在走廊碰到了好几天没见的龙哥 龙哥跟我打了个小报告 他感觉这几天 月华同学好像被其他人排挤 因为之前临终中的事情 他那几个同学被月华打进了医院 大家觉得他很危险 现在都离他远远的 听到这话我有点担心月华同学 说来这也是因为自己引起来的事 待会还是去看看他吧 很快我就来到了教室 跟月华同学打了声招呼 接着就向他道起了歉 抱歉月华同学 之前的事连累你了 要是再有下次 我们还是吸取教训吧 争取下手清点 月华听到我的话低下了头 别人都怕我 张浩你会怕我吗 我没有说话直接伸手摸了他的头 你这么听话乖巧 我怎么会怕你呢 月华开心地笑了起来 那就好 只要张浩你在我身边 其他的都无所谓 很快上课灵就响了 月华同学我先回座位了 中午我们在一起吃饭 其他同学看到我的行为 都议论纷纷 李月华虽然是暴力女 但赢得了张浩笑草的方形 他这不真是血传啊 要是能得到男神的青睐 我也不介意被孤立的呀 时间来到中午12点 我和月华又一次 到钢琴室里吃午饭 看我吃的包子 月华同学打开了自己的便当 这丰富的菜系 比我那包子不知强了多少 月华把自己的便当递了过来 张浩你要吃我的吗 当即我就流下了口水 月华你家阿姨真不错呀 每天都给你做这么好的午饭 接着就毫不客气 用手拿起食物 月华看了一下 说张浩你的手 我嚼着美食奇怪的 问手怎么了 然后月华同学就害羞的 表示我可以摸你的手了 听到这话 我差点吓得yes 好像这个世界里 男人的手就相当于 女人的大肚 月华这要求 不就是在耍流氓吗 我尴尬的问他 这话是谁教你的 没有人教我 我就是看着看着就想摸了 我沉默了一会 接着就伸出了自己的手 反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幸好你没对林一龙说这话 要不他肯定会尖叫一声 然后骂你是色狼 月华握住了我的手 感受了一下 他说自己也不太懂 都是班里的女生 说我没亲过男孩子 也没牵过手 浪费了一张好脸 还说我太笨 这辈子都没机会做这种事了 张浩 你说是不是没亲过男孩子 就会被他们嘲笑 有些人可能经验丰富 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是个真正的大人啊 然后看不起身边的人 你其实不用在意他们的话 他们只是在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而已 可我奶奶说过 做女人要顶天立地 一定不能被人看不起 张浩我可以和你亲一下吗 听到这话我直接被吓了一条 我没有听错吧 这是月华说出来的话吗 看着小月华单纯的眼神 我又说不出来拒绝的词语 如果亲一下能让你 不那么耿耿于怀的话 我是不介意了 毕竟月华这么乖 我怎么能忍心拒绝呢 听到我同意了 月华害羞地表示 那我要开始多 可看他扭扭捏捏的样子 我直接伸手把他拦了过来 还是让我主动吧 说完就给了月华同学 一个难忘的初闻体验 谁能想到单纯可爱的月华同学 竟然邀请张浩连卖洗澡 就在前不久 我和月华同学还在钢琴室 玩轻轻小游戏 就在小月华沉迷其中 感叹原来这就是接吻的感觉时 琴房的门把锁突然响了起来 这突如其来的动静 把我吓了一条 这是要被捉的节奏吗 就在我有点慌张的时候 月华开口说 他已经把门给锁了 还是月华你有先见之明啊 门外的长发女同学 正奇怪这门怎么锁了 明明昨天还是开着的 短发同学表示 很多人都喜欢在这琴房里玩游戏 我们还是去别的地方吧 感觉有被内涵到的 我尴尬地笑了两声 好了月华同学 现在你也是有经验的人了 以后不用担心被他们看不起了 乖巧的小月华闻了一声 可下一刻他就拉着我手 张浩我是不是生病了 刚才玩游戏 使我的心脏跳得好快啊 月华同学这个动作 直接把我吓得压麻带住 这月华怎么这么单纯 总感觉自己好像怪叔叔似的 我连忙把手抽了出来 跟他解释 这是多巴胺分泌产生的情绪 就像黄元元看大片 也会有这种心跳的感觉 看着月华迷糊的样子 也不知道他信不信 既然是这样 那张浩我们以后 可以经常亲亲吗 我好喜欢这种心跳的感觉啊 听到他这不经大脑的话 我差点摔倒在地 这可不行啊 亲亲是男女朋友才可以做的 你这么问我是不介意的 但绝对不可以问 其他的男生知道吗 看着月华答应下来 我松了口气 以后我会慢慢教你这些的 现在就快吃饭吧 时间很快来到了晚上 月华同学坐在自己的房间 拿着平板在捣布着什么 原来他在纠结 要看黄元元给他发的哪一大片 选好之后 敏月华就开始看了起来 可过了一会 他发现自己没有心跳加速的感觉 张浩不是说黄元元看着大片 会兴奋的心跳加速吗 为什么我没有 只有在跟张浩轻轻视察会有 难道张浩是骗我的吗 想着想着月华便拿起了手机 张浩说有问题就请教他 那现在打电话应该可以吧 另一边正准备去洗澡的 我就想到白天的事情 这感觉还真是有点微妙了 月华开口说了自己 刚才看黄元元的大片 没有心跳的感觉 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 一听到黄元元又给月华发大片 我瞬间就无语了起来 黄元元这家伙怎么这样 自己是个老司机 还要把小白羊变成灰太郎 怎么能让月华看这种东西呢 不过话说 月华直接就这么直白地问了 是真的没有一点这方面的常识吧 月华同学也好像察觉到 这个问题有点奇怪 张浩如果你不喜欢 那我以后不会问了 你知道奇怪就好 不过没事 我不介意 只要你别问其他男的这种问题就行 你的问题先等等再说吧 我要洗澡了 听到我要洗澡 月华站起来表示自己也想洗澡 张浩 洗澡的时候我们可以不挂电话吗 我们一直说话聊聊天好不好 情节半夜偷摸进张浩的被窝 不仅如此还要和他一起看恐怖电影 就在刚刚 月华同学要和我连麦洗澡 我奇怪地问他是想洗澡的时候聊天吗 说着还把衣服聊起来 这个世界男人的腹肌也太难练了 这么久了还是不太明显 手机另一边的月华回答似的 我们就不挂电话一直聊天 既然月华同学要聊天我答应了 叮嘱他要把手机放好 免得弄湿了 听到我同意后月华开心地笑了起来 点起脚把手机放在高处的架子上 接着就一边开始洗澡的步骤 一边时时地和我汇报 那个月华同学 这个你可以不用和我说了 但月华好像没听见事的 依然在时时汇报 张浩我现在正在洗头发了 你呢 没办法 我只能和月华天南地北地聊了起来 话说洗澡打电话 怎么有种奇奇怪怪的感觉 就在我们聊的热火朝天时 秦姐穿着拖鞋来到了浴室门外 浩浩难道交女朋友了 怎么在洗澡的时候都要聊天 想着就把衣物放进了洗衣机 自己是不是要做些什么 不然浩浩就被抢走了 接着秦姐就来到卧室拿出了手机 原来她是向龙哥询问 我是不是在学校交女朋友了 得知我没有交女朋友后 秦姐的神情并没有放松 浩浩现在还是单身 我要抓紧机会了 接着秦姐就脱下了鞋子 爬进了被窝里 用被子把整个人都盖住了 而此时的我已经洗完了澡 跟月华说他会给他找些两性知识 让他学习就挂了电话 让月华同学看点正经的两性知识 总比黄元元好 想着便打开自己的卧室门 可进卧室后却发现 自己床上的被子好像鼓了起来 此时我满脸问好 怎么回事 家里进贼了吗 我走到床边一把拉开了被子 却发现秦姐睡在里面 看到这一幕 我惊慌失措地问秦姐 你怎么会在这里 是不是进错房间了 秦姐迷里呼呼呼地坐了起来 没有进错房间啊 姐姐是想来叫你一起看电影的 没想到等着等着就睡着了 我尴尬地挠了挠头 那秦姐你再等我一会 我查的东西很快就好 说着就拿出手机 在网上查起了两性知识 这秦姐就坐在面前 我还拿手机查这个 真是要命啊 要被看到可就出大巧了 算了 还是先随便找几条给月华学着吧 其他的再慢慢找 解决了这个问题后 我松了一口气 秦姐我事情弄好了 一会我们要看什么电影啊 秦姐笑眯眯地说还没想好呢 要不浩浩来选吧 不过姐姐想看恐怖类型的电影 我笑着点了点头 好啊 那我来选吧 姐姐刚才身上出汗了 想再去洗个澡 浩浩先去客厅等姐姐好吧 我只好自己下楼来到客厅 在原来的世界 要是男女看恐怖电影 女生害怕就会躲进男生的怀里 这个世界会不会连这个也是相反的 那我岂不是要躲进姐姐的怀里 一想到这个我就浑身起鸡皮疙瘩 还是别了吧 不过我是穿越的 本身就不怕这些 就是不知道世界规则在这方面 是不是强制性的 就像男人天生力气小一样 就在我胡思乱想之际 秦姐洗完澡换完衣服下来了 浩浩电影选好了吗 我看到秦姐的装断后 结结巴巴的说选好了 秦姐在家穿的也太随便了 这谁顶得住啊 看到我的样子秦姐妹笑了一下 浩浩怎么脸红了 是家里太热了吗 秦姐深夜与张浩看恐怖电影 害怕到不敢自己一个人睡 竟然要和张浩同床共枕 就在刚刚 秦姐穿着性感的衬衣来到客厅 问我决定好看哪部电影了吗 我面红耳赤的说选好了 秦姐笑眯眯的看着我 浩浩的脸怎么这么红啊 是家里太热了吗 我连忙转移话题 秦姐我们还是快点看电影吧 这时要是不被恐怖电影吓一吓 我可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秦姐真的太女神了 秦姐看我僵硬的转移话题笑了笑 还是先慢慢来吧 别把浩浩给吓到了 反正待会看恐怖电影 浩浩要是害怕会主动投入我怀里的 很快电影就开始了 我俩正津津有味的看着电视上的男鬼 可我却发现自己一点都不害怕 这女鬼换成男鬼 真的让我感觉不到丝毫的恐怖氛围 可这时我旁边却传来一声尖叫 接着秦姐就猛地扑到我身边 紧紧地抱住了我的胳膊 我笑着问秦姐是不是害怕了 秦姐楚楚可怜地问浩浩 会不会觉得姐姐很没用 姐姐一个女人的胆量 都比不上你一个男孩子 真的太干大了 早知道这样就不和浩浩看恐怖电影了 自己这么耸的一面 竟然被浩浩看到了 我连忙揽住秦姐的肩膀安慰到 秦姐怎么会没用呢 女孩子害怕也是很正常的啊 秦姐别有心理负担 我不会在意的 秦姐这才放松下来 浩浩没有嫌弃姐姐就放心了 接着秦姐的眼睛就眯了起来 没想到自己害怕了会让浩浩主动起来 还真是因祸得福转到了 感受到秦姐靠在我肩膀上脸又红了 不知为什么秦姐一靠近我这心跳就加速 我不会对秦姐有什么非分之想了吧 可我脑海中突然又想到了老爸 瞬间就吓得瑟瑟发抖 这要是被老爸知道了还不被他打死了 秦姐看我一惊一乍的问我怎么了 我尴尬的挠了挠头表示没什么 这可不能让秦姐知道了 很快电影就放完了 我站起身 秦姐时间不早了 看完了电影我们回去休息了 可突然秦姐就捉住了我的手 好啊那我们上楼吧 看秦姐的样子我以为她是被吓到了 这还是秦姐第一次这样 可算是让我有了点当男子汉的感觉了 接着我就牵着秦姐的手上楼来到了我卧室 打开门后就准备进去好好休息 可转头却发现秦姐一动不动 秦姐怎么了 你不回房睡觉吗 秦姐扭扭捏捏的说 浩浩姐姐今晚可以跟你一起睡吗 秦姐应该被吓得不轻吧 都不敢一个人回房睡了 可看着秦姐身上的衬衣 这要是秦姐睡我房间 那今天晚上我怕是不用睡了呀 秦姐柔柔弱弱楚楚可怜的问浩浩不愿意吗 既然秦姐不介意的话 那我也没关系的 毕竟姐姐这样的女神 哪个男人拒绝得了 很快我们就进房睡下了 秦姐还不好意思地解释 浩浩 其实姐姐的胆子还是很大的 只不过是看到窗外有黑影才被吓到的 我笑着安慰秦姐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 我都不会嫌弃你的 毕竟我们是一家人了 被感动的秦姐一把抱住了我 浩浩你真的太好了 可此时我却一动也不敢动 这感觉还真是要命啊 秦姐搂着张浩睡觉 导致她一夜未眠 憔悴的差点当场猝死 原来昨晚我和秦姐看恐怖电影 被吓到的秦姐不敢自己一个人睡 非要搂着我才敢入睡 这也导致第二天起来 秦姐是元气满满的 直呼这是最近睡得最舒服的一次 可反之我却憔悴的面无血色 秦姐惊慌地问浩浩你怎么了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快给姐姐看看 我一脸生无可恋地坐起身 秦姐我没事的 只是没睡好而已 被你这么搂着睡 我想没有哪个人能睡得着觉啊 秦姐还以为我是被恐怖电影下的没睡好 摸着我的小脸表示以后我们再也不看了 姐姐去给你做鸡蛋汤补一补 是得好好补一下了 明明什么都没做 却感觉身体被掏空 才知道自己现在这么若即 等秦姐走后 我起床洗漱时发现手机来的信息 原来是龙哥发来了用我照片做的表情包 什么宝宝生气了快来哄我之类的 浩哥你看 我给你做的表情包在网上诱惑了 看到龙哥的消息我气得肺都快炸了 还宝宝 恶不恶心啊 老子可是纯爷们 不行 龙哥这家伙又搞幺蛾子了 看来要好好教育他一下 帮他恢复一下男性雄风了 吃完早餐后我来到客厅 看到换了一身职业装的秦姐坐在沙发上 秦姐不愧是女神姐姐啊 穿什么衣服都好看 秦姐看到我下来后 浩浩要去上学吗 记得注意安全哦 我笑着应了一声 发现秦姐拿着平板在玩 我有点奇怪 问秦姐你在看什么 秦姐不好意思的把平板递给我看 姐姐在跟朋友聊天啊 没想到收到了你的表情包 我尴尬的挠了挠脸 这都是一龙那家伙闲着没事乱做的 秦姐你可别用啊 秦姐笑着答应了我不用表情包 你是姐姐的 浩浩的美好只能属于姐姐一个人 看着秦姐嘀嘀咕咕的样子 没听清的我问秦姐在说什么 秦姐笑着说没什么 浩浩你快去上学吧 要是迟到了 看你怎么跟老爸交差 很快我就来到了校园 却发现路上的女同学都对我议论纷纷 这不是那个表情包里的男神吗 他爸的不会是遇到真人了吧 都怪这个林一龙 把这表情包一发我又成红人了 接着我又碰到了认识的同学 浩浩那个表情包是你吗 真的好可爱啊 我们浩浩这么好看以后 肯定能做大明星 不如现在就给我签个名吧 吓得我直接落荒而逃 快要迟到了我就先走了 来到教室后 我推开门大喊林一龙 指着一脸猛逼的龙哥 你给我过来 而龙哥好像会错了你 浩浩你是不是还想我帮你做表情包啊 没问题 我还有很多照片呢 听得我怒气是蹭蹭往上涨 搂着龙哥愤怒的表示 都给我删了听到没有 我堂堂一个猛男士 绝不允许再出现这样的表情包呢 不然我就把你的口红都给掰了 就在我准备继续教训龙哥时 旁边传来一道声音 我抬头望去 发现是月华小可爱 张浩你怎么了 是不开心吗 没有 就是小事而已 月华同学你真把头发剪了呀 月华捏了捏头发 对啊 你说我刘海太长我就剪了 果然是月华小可爱啊 太乖巧了 瞬间感觉心情都好多了 月华突然凑到我耳边 张浩 我发现了一个秘密基地 中午带你过去吧 心情不好的话去那里就好了 很快时间就来到了中午 月华带我来到了旧校舍楼 此时我和月华同学 面红耳吃的躲在讲台下面 原来在这里 我们碰到了来优惠的小情路 本来只是想跟月华同学 来这里亲近亲近的 没想到会碰上这种事 就在这时 月华突然开口 吓得我连忙捂住了他的嘴 别说话 小心被听见 可接着我就发现不对劲了 这怎么回事 月华同学竟然在填我的手掌心 女总裁只是看了一眼张浩的照片 就想把他占为己有 看到网上那些 基于张浩的妖艳见火 为男简直气得牙痒痒 我的男人岂是你们这些垃圾 能够妄想的 原来龙哥用我的照片 做成表情包发到了网上 没想到一夜爆火 就连走在学校的路上 都会被人认出来 心情不好的 我只能跟着月华同学 去他的秘密基地 不料却碰到了小情侣正在忧会 更恐怖的是 月华好像受到了气氛的感染 竟然也想和我来的 情侣忧会套餐 听到这话我不可置信地看着他 月华同学你开玩笑的吧 话刚说完月华就猛地扑了过来 抱着我就吻了上去 话说我跟月华年龄相仿 而且他也很乖巧可爱 对我也真的很亲近 那我们两个要不就试着交往一下看看 这样情节也不会对我再有什么想法的 在我胡思乱想之际 也不知道亲了多久 月华又猛地推开了我 接着便大口地呼吸新鲜空气 看着他的样子我笑了笑 接吻也是有技巧的 不控制好呼吸 小心把自己憋死了 月华摸了摸嘴 知道了 以后我会注意的 听到月华这么直白的话 我不知该怎么回 只能提议要回教室上课了 回去的路上我牵着月华的小手 边走边想着要不要和月华同学交往 脑海中不断地出现情节 以及小月华的身影 真的选不出啊 这道题也太难了 看我抽风的样子 跟在后面的月华是满脸问号 画面一转来到凤红集团 魏南正在这里质问 秘书是不是给张浩推波助澜 让他的表情刀一夜爆红网络 秘书斩钉截铁的表示没有 他又不是我们的签约对象 怎么可能会去捧他 不过他的绝世率脸只要出现在网上 实在很难不走红 以前他不也因为买东西 被路人偷拍而上了热送了 听完秘书的说法 魏南傲娇了起来 真不愧是我看上的男人 优秀地让其他男人自卑 不过我不想看到他的照片 在网络上传播 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很可能会影响他的正常生活 你去想办法把热度给我撤下来 听到这吩咐秘书大吃一惊 魏总已经来不及了呀 照片已经传开了 很多人都保存了他的表情报 甚至连初中的照片都被翻了出来 虽然帖子能删 但他们保存的照片就没 秘书话还没说完 魏南就给了他一个犀利的眼神 被吓一跳的秘书连忙表示 我这就去办 一定完成魏总交代的任务 带秘书走后 魏南拿出手机打开软件 赫然是张浩的帅哥图鉴 看着底下龌龊的评论 魏南气得浑身发抖 真是一群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不过还好网上流传的都是以前的照片 如果那个红月事件是真的话 那以前那个就不是张浩 我喜欢的张浩是现在独特的他 这才是最吸引我的 也是真正的他 魏南转头看了一眼办公桌上 堆积如山的文件 都怪这个张浩 害老娘一整天满脑子都是他 现在连一份文件都没出 你真是我命中注定的克星啊 为什么就不能乖乖就反 败倒在我的十六群下呢 再这么反抗我的话 我可能会更忍不住对你的迷恋 魏南突然想到前不久 强吻张浩的情景 又想到自己好像有很多的情敌 冷横一声转身走出了办公室 张浩你只能是我的男人 其他人想不别想 女总裁看到张浩在网上 被其他扶女文字骚扰 一下子醋意大发 便直接开车来到张浩家堵他 刚放学走回家的 我看到门口停了辆豪车有些惊讶 难道琴姐又买车了 可车窗降下后 发现是那个霸道女总裁 我直接炸了 怎么又是你了 不是说好了我们之间一笔勾销 以后能不见面就不见面的吗 而且你也没反对 现在来我家是什么意思 说反悔就反悔的吗 听到我的质问魏南有些脸热 我也想一笔勾销 可是控制不住能怎么办 我信你的鬼 你一个大集团的总裁 而且还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 跟我说这点小事你控制不住 魏南转眼看向我 还不是因为你的照片现在全网飞 想不看到都难 而且那些女人还在网上说些乱七八糟等 说着就一把拉住了我的领带 霸气地表示我的男人 以为是他们可以染指的吗 看着眼前的魏南我皱了皱眉 转头看了眼门口 这女人一言不合就发疯 动不动就霸总综合挣扎作 要是闹出什么动静 让秦姐看到就更麻烦了 那个魏总你先松手 这样吧 我们有话还是上车谈吧 坐到车上后 我将自己的择偶标准说了出来 我喜欢那种软萌偶尔会撒娇 而且很听话的女孩子 不是你这种一言不合就来抢的 回忆了一下自己和这魏南的相中 好像世事都要听她的一样 这感觉就跟被包养了似的 魏南听到我的择偶标准 后扑斥一下笑出了声 没想到你居然喜欢跌跌枪的女人 说完便点了一根滑子 眼神犀利的看向我 是不是在你原来的世界里 女人就是这种跌跌枪的 听到魏南的猜测我沉默了 不愧是大集团的总裁 这智商就是高啊 我直接否认了魏南的话 你不用试探我 什么一世界只是你的异想而已 我可从来没承认过 你只要知道你不是我喜欢的那一款就行了 魏南不屑的开口 那些跌跌枪的女人怎么跟我 金钱地位在我这里都不是问题 你只要在家好好当我的男人 想要什么都能搓手可搁 这样不好吗 直接躺平什么都不用做 这么一想还真是有点诱人 起码少分都五十年了 差点被诱惑到的我尴尬地咳嗽了两声 那个魏总你先冷静一下 我不知道自己哪里吸引到你了 这人嘛 在第一次喜欢一个人时 都会觉得非对方不可 我觉得你还是不要那么草率 建议你多看看周围的风景 多见识一下其他的男人 你就会觉得我也就那样 刚说完话魏南就捏住了我的脸 你竟然这么了解这些 你果然是有喜欢的人了 是那个敏天雄的孙女敏月华吗 可据我所知 那个敏月华也不是跌跌呛的女人 我生气地掰开魏南的手 你别什么都扯到月华身上去 没等我说完话 魏南就瞪大了双眼 月华 你们居然叫得这么亲密 看到他抽风的样子 我简直气炸了 你他爸的有完没完 一个称呼而已也能计较成这样 那我以后叫你男男 或者小小男行了吧 听到我叫他这些称呼 魏南突然羞涩了起来 脸红地把头转向了车窗外 不会吧 这霸道总裁竟然因为一个称呼就害羞了 真是稀奇啊 这就是朋友间的一个正常称呼而已 你要是不纠缠我 那我们做个朋友也行 看到魏南还在害羞中 谈话到这也差不多了 那我就先走了 你也赶紧回去吃饭吧 下车后我看了一眼魏南 这人也不知道听不听得进去我 以后不会真的天天缠上我吧 算了 还是回家再说吧 可就在我走到家门口时 突然迎面走过来一个男人 直接就跟我打起了招呼 你好小弟弟 我是张千琴的朋友 能麻烦你帮我把这个礼物送给你姐姐吗 我愣神的看着她 这人怎么有点眼熟啊 突然我记起了那天 有人给秦姐发了路肩照 原来是你这个暴露狂啊 秦姐为了追求账号 总是有意无意的撩她 还疯狂展示自己的优秀 表示自己一天的工资就有三千块钱 就在刚刚 我回家的时候碰到了骚扰秦姐的暴露狂 她拜托我帮她把礼物拿给秦秦姐 我二话没说就直接拒绝了 我知道你 总是给秦姐发些乱七八糟的普遍 我就去报警告你 现在你就从哪来滚回哪去吧 这嚣张的态度可把紫毛气的半死 你一个乳秀未干的高中生 竟然敢这么跟我说话 你等着 我一定会让你秦姐喜欢上我的 没有理会她 很快我就回到了家 刚进门就看到了坐在客厅的秦姐 秦姐举起手中的肯德基表示 今天爸妈不回家了 姐姐也懒得做饭 晚饭我们就吃快餐吧 我当然是没问题啊 接着就和秦姐坐下来吃起了晚餐 毕竟偶尔吃一次垃圾食品也是不错的 就是这个氛围实在是有点难顶啊 秦姐穿的衣服是越来越好看 越来越性感啊 看着秦姐左手的动作 我连忙闭上了眼睛 秦姐也太撩人了 我真的很难顶啊 突然我听到秦姐叹了一口气 忙转头问秦姐怎么了 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啊 秦姐撅起小嘴 还不是浩浩你太受欢迎了 现在都是小网红啊 今天去买肯德基的时候 还看到很多人在看你的照片呢 姐姐现在都有些吃醋了 听到秦姐的话我惊了一下 秦姐我可不想做什么网红 你就别取笑我了 秦姐很支持我的想法 网红确实有些不好 现在很多人为了红都在搞低俗 动不动就露胳膊露腿了 我们浩浩可不能这样 就算要看也只能姐姐看 听到秦姐的话我差点噎死 你这是什么虎狼之词啊 看到我噎住了秦姐给我递了饮料 看把你吓得 姐姐逗你呢 秦姐静静地看着我 浩浩本来在学校就很受欢迎 现在又成网红啊 肯定有更多人为她的容颜着迷 以后的追求者也会不断增加 再不采取行动就晚了 时间很快来到夜晚 秦姐来到我房间敲了敲门 浩浩姐姐可以进来吗 我点头答应了 进来后秦姐拿出笔记本 浩浩在马自马 姐姐想进来跟你一起工作 这样会不会影响到你 刚想说话的 我突然被秦姐的着装吸引了 秦姐每天都是不一样的风格呀 现在的衣服 真的有种邻家大姐姐的感觉 可温柔可性感 秦姐真是百变了 我连忙表示 秦姐不会影响我马自的 秦姐开心地笑了 那就好 姐姐就喜欢和浩浩一起工作 就算处理麻烦的工作也很开心 对了 姐姐想让浩浩保管个东西 接着便掏出一个信封 这是姐姐一天赚的工资 三千块钱 姐姐花钱太大手大脚了 浩浩你就帮姐姐保管下吧 听到秦姐一天赚三千块 我很惊讶 这太不公平了呀 自己上辈子努力打工007 就连秦姐的一个零头都没有 那个秦姐你在医院帮忙 就可以赚这么多吗 秦姐无嘴笑了笑 姐姐虽然还是学生 但已经可以辅助主刀医生了 一天赚三千也不算太多 那你 日薪三千竟然还不算太多 惊呆了我的乖乖 看我惊讶的样子 秦姐很满意 自己有必要让浩浩了解一下 我的优秀才行 而且我可不是普通的博士医学生 一般的学生是没本事帮忙的 不过姐姐算是有点天赋吧 当年姐姐是以全国第一的成绩 考进大学 所以很早就跟着导师做研究项目 也就能提前到医院开始临床学习 姐姐虽然不是主刀医生 但在心脏外科方面的表现 已经算是天赋一柄 奇迹了 姐姐现在可是个大知名医院 都抢着要的知名医学鬼才 哇 秦姐也太厉害了 要是以后我也能赚这么多钱就好了 这样老爸他们的压力也能小点 不用经常加班了 看到我这么懂是秦姐开心地抱住了我 浩浩真乖 不过爸妈最近不是加班 而是接了一个新项目 所以最近要出差一段时间 我惊讶地抬起头 老爸和张阿姨都要出差吗 那家里不就只剩下我和秦姐了 这孤男短女的岂不是变相同居了吗 为男深夜打电话给张浩 只要跟他在一起 就可以满足任何愿望 甚至天上的星星都可以拿给张浩 就在刚刚 秦姐告诉我爸妈要出差一段时间 家里很长一段时间就剩我们两个人了 那我和秦姐岂不是变相同居 想到这种情况我连忙跑到卫生间里 爸妈你们快点回来吧 我一个血气方刚的唇爷们 跟秦姐这样的女神朝夕相处 这让我怎么顶得住啊 不知道脑海中又想到了什么 鼻血突然又喷了出来 这样下去可不得了啊 走出卫生间后 我看到秦姐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换了一件睡衣 刚停的鼻血又控制不住了 秦姐表示换这件衣服比较自在 等会工作完了就可以直接睡觉了 秦姐微微一笑 浩浩怎么了吗 姐姐这件睡衣好看吗 没什么的 秦姐穿什么都很美 那个你先忙吧 我也要马子了 可在电脑前的我总是坐立不安 眼睛老是忍不住往后面偷瞄 没办法 秦姐真是太美了 即使住在一起这么久了 也还是看不腻啊 秦姐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转头就看到了我那充满阳光纯真善良的眼神 秦姐开心的眯了眯眼睛 哎呀浩浩 姐姐一直这样坐着看电脑 肩膀有点酸了 你能过来帮姐姐按摩一下吗 听到这话我吓了一跳 按摩 这样不好吧 秦姐你看这个力度如何 力气小的话告诉我一声 浩浩按的就是舒服 以后要经常帮姐姐按摩放松哦 此时的我已经满头大汗面红而吃 哪个干部能经受得了这种考验啊 按了一会后 秦姐转头问我周末有没有时间 我们出去玩怎么样 得到答复的秦姐开心的眯起了眼睛 那姐姐可要好好计划一下 毕竟这是跟浩浩的第一次约会呢 秦姐我们只是出去玩玩味 又不是什么约会 秦姐这是不是在地空的路上越走越远了 看到墙上的时钟已经到十一点多了 秦姐 这么晚了我们差不多该休息了吧 秦姐看着还有点意犹未尽的样子 没想到这么晚了呀 那姐姐就先回房了 晚安浩浩 秦姐对今晚的情况非常开心 虽然还不能做更亲密的事 但现在已经很好了 至少不会再被浩浩讨厌 自己绝不允许跟浩浩再出现任何问题了 等秦姐走后我呼了一口气 今晚还真是有点狼狈啊 不过对于周末和秦姐出门 我还是挺期待的 就在这时 我的手机响了起来 发现是为男打来的电话 我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这凡人惊又来了 大姐你未免太执着了吗 别这样 你要是找不到男人的话 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 不用了 我讨厌男人 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做我男朋友的 我现在只想要你陪我说说话 你没事吧 既然你讨厌男人还缠着我干什么 听到这话为男自顾自地说了起来 在我成年以后 身边总是围绕着形形色色的花痴男人 还有各种各样的男人为了能力 为了上位 不断地任由我母亲玩耍 所以我从小就非常讨厌这些娇滴滴的男人 但是你张浩跟这些男人不同 我确定你就是我喜欢的那个人 而我从小到大都没有谈过恋爱 因此也不懂怎么追男生 更不懂怎么让你开心 但是你想要的我一定可以满足你 就算是天上的星星都可以 我们凤红集团很早就开始自主研究火箭 只要你想要我就能帮你拿到星星 听到这里我无语了 你还真是家大业大呀 不要这星星干嘛 不过我现在还真有一个愿望 那就是你以后不要天天纠缠我 为男二话不说直接否决了 这个没办法 我已经试过了 你换一个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现在想睡觉了 你也赶紧睡吧 说完就直接挂断了电话 话说为男肯定是那种小时候 天天读书没童年的人 还真挺可怜的 今天说话就客气点吧 想着想着就进入了梦乡 梦里小时候的 我听到有人问自己有没有老婆 我颤颤巍巍地表示没有 然后就看到一个邪恶的脸庞 黑黑笑道 那你现在有了 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的老婆 以后你不许看别人了 张浩刚来到学校 就得知有人把他的照片 做成了视频在网上报复 还被大家称为 七万年一遇的美男子 就在刚刚 我来到学校上学 跟秦姐抱被自己 已经安全到达教室 也不知道最近秦姐怎么回事 每次送我上学后 都要问我到没到教室 甚至恨不得放学都亲自接送 正看着手机 就发现月华来到了我的身后 早啊月华 怎么你今天也这么晚了 因为有点睡不着 昨晚一直都在想和你接吻的事 听到月华光明正大的说 这是差点把我吓死 连忙让他打住 月华呀 这是秘密不能让别人知道的 只有我们私下相处事才能说 可接着月华又不知发了什么疯 用手指头碰了一下我的手指头 然后又握住了我的手指 张浩 我想现在和你接吻 反正这里就我们两个人 没有其他人在 这话直接把我吓得压麻呆住 大姐 这是教室走廊啊 随时都可能有人出来的 你这让我很难办啊 看着月华期待的眼神 我想了想还是睁开了他的手 我们那次是意外 接吻其实是很亲密的事 在学校是不能做的 一脸呆萌的月华 眨着卡兹兰大眼睛 既然这样的话 那放学后我们一起去我家 这样就可以接吻了吧 看着脑筋转不开的月华 我又不忍心说拒绝的话 只好转移话题 我们还是赶紧去教室吧 快要上课了 听到我这话月华肉眼可见的 失落了起来 一步接吻就这么失落呀 你可能不知道 我和这个世界的男人不一样 轻多了万一控制不住 可能就要翻车呀 都怪这个贼老天 我好恨啊 时间很快来到中午 我转头喊上龙哥 一起去小外路 没想到刚出教室门 就被眼前的一幕吓到 只见一个个神情激动的女同学 拿着相册就要找我签名 男神这是我偷拍的写真相册 你给我签个名吧 疯狂的程度 就像看到了顶流明星一样 此时的我还处在猛逼当中 什么情况 不就是龙哥传了几个表情包吗 要不要这么疯狂 昨天不还是好好的吗 而龙哥却兴奋的眼冒惊心 拿出手机搜索了一下 哇塞 浩浩你要成明星了呀 网上有人把你所有能收集到的照片 做成了视频 现在网络上都已经红爆了 很多人都说你是七万年一遇的美男呢 知道真实情况的 我直接重伤流血 这他喵得还让不让人活了 就在我对着龙哥的手机无语的时候 身后一个迷媚露出了猥琐的表情 走近后缓缓伸出手 下一秒我脸色一白 是谁在碰我 转头一看 发现一个女生的手被别人用力捏住 原来是月华抓住了女流氓的手 张浩不喜欢这样 管好你自己的手 其他女生看到女流氓发出的惨叫都被吓住了 这男生身边难道还有保镖吗 见此情景我连忙让月华放开他 这事就算了吧 就在这时一声怒吼地含了过来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还不散开 原来是教导主任来了 不赶紧去吃饭围在这里干什么 不想吃饭就跟我回教务出去 下一刻所有学生一溜烟就走光了 大魔头来了赶紧跑了 而远处的绿毛班长也看到了这名 钟钟 刚才人群里好像有你的迷媚啊 整天都看你直播来着 现在居然都转头去粉张浩了 林钟钟冷哼一声 这些人真是肤浅 他张浩除了那张脸还有什么拿得出手 会唱跳run 恐怕连篮球都打不好吧 就是个花瓶而已 我根本就不在意 突然他们就听到两位女生在谈论学校门外 挺有整整一排的超跑 不会是哪个富家小姐来接对象的吧 我感觉应该是来接张浩的 毕竟他现在那么火 听完两位女生的谈话 绿毛班长担心地看着浑身颤抖的林钟钟 而此时整张脸都扭曲得林钟钟 酸的眼泪都快掉下来 他张浩不就是小白脸被 我才没有酸 我才不是柠檬精 画面一转来到学校门头 一排的豪华轿车正整整齐齐地停在那里 而其中白色的劳斯莱斯里 坐着的正是凤红集团总裁魏南 女总裁为了约张浩吃饭 竟然要把食物端进学校来找他 就在刚刚 魏南对我展开激烈的追求 大中午的就把车队开到学校来读我 而不知情况的我和龙哥月华 也看到了校门口豪华的劳斯莱斯车队 龙哥仿佛没见过世面的大喊大叫 浩浩你看 外面这一排豪车真的好霸气 好有气势 我无奈地看了下双眼放光的龙哥 赶紧走了 再不去小卖部 等会又被人给我围上了 自己这倒霉催的 怎么突然就成网红了呢 前世作为猛男的 我可是看不惯小鲜肉滞留 没想到现在自己成小鲜肉了 就在我感慨之际 兜里的手机响了起来 掏出一看 发现是魏南的来电 大姐 现在是上学的时候 有什么事可以放学再说吗 没必要盯得这么紧了 魏南没有理会我的牢骚 出来 带你去吃饭 听到魏南的话我瞬间懂了 原来外面的车队是你的 那我不会去的 我要和同学一起吃 没空陪你吃饭 听到我拒绝魏南丝毫不慌 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没点准备你以为 我会这么莽撞的来找你吗 说完魏南就打开车门走下来 带着一群保镖 向校门口走过来 接着小想指一打 把东西都给我端上来 魏南邪魅一笑 既然你不想出来吃 那我就带着午餐进来找你 看到这一幕我瞬间人傻了 我去 你不是吧 有必要搞得这么绝吗 月华看着满头大汗的我 张浩 你在跟谁打电话呀 没事吧 我尴尬地转过头 那个月华 我现在突然有点事 就不能跟你去吃饭了 龙哥你陪月华去吃吧 不用等我了 说完就急匆匆地跑向了校门口 月华看着我的背影沉默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此时我来到围观群众的背后 指着手机让魏南听电话 魏南笑着从手下那里接过手机 看来这一套还挺有用 怎么样小男人 喜欢吗 听到手机传来的话 我瞬间破坊 喜欢个屁啊 这么烂的套路你也想得出来 你总裁的位置怕不是走关系上去的吧 我还以为你们男生都喜欢这种大排场呢 行了 不跟你废话 你赶紧让人把车开走 在学校侧门等我出来 记住不要引人瞩目 否则别想我再见你了 说完我就直接挂断了电话 仿佛已经习惯了 魏南没有在意我挂他电话 没想到小男人别扭的时候也挺可爱的 接着往后挥了挥手 吩咐手下把东西放回去 然后把车都开走 随后魏南戴了顶帽子 低调的在学校侧门等待 很快我就走了出来 魏总你今天就非得要跟我吃这个饭不可吗 魏南微微一笑 没错 我想要做的事从来没有失败过 既然是你要跟我吃饭的话 那这一餐就必须听我的安排 魏南一脸无所谓 可以啊 那你跟我来吧 接着我就带魏南来到一间 看起来很破旧的馆子前 魏南愣住了 你要在这苍蝇小馆吃饭 我黑黑笑了起来 没错 我一个穷小子就喜欢在这种地方吃 我想吃惯山珍海味的总裁 吃不惯这些吧 要不还是回去吧 看着魏南沉默的样子 我高兴极了 哈哈快点嫌弃我吧 最好是以后都不再来找我 张浩为了让女总裁嫌弃自己 竟然带他去脏乱差的面馆吃饭 进去后魏南看着乱七八糟的卫生沉默 这就是你选的地方 我双手交叉放在胸前愉快地吹起了口上 这下魏南应该会嫌弃看不起我了吧 不料魏南却直接掏出银行卡 我要把这里都给包下来 听到这豪气十足的话 我也是一口盐气水喷了出来 你给我等一下 要不要这么任性啊大姐 知道你是大总裁 不过我们穷孩子家家的 就是在这些地方吃饭的 在这里你要是动用超能力奥 那我只能转身走了 这饭也没必要吃了 听到这话魏南无奈地叹了口气 男人还真是麻烦了 我走上前开始点单 面馆大妈给我来一份牛杂面 再加个煎蛋 魏南拿起菜单看了又看 小男人 你确定这十几块钱的面真的能吃吗 不愧是有钱人了 这当然能吃了 我吃了这么多年 不还是长得这么帅 看到魏南挑三拣四的样子 面馆大妈一脸的不高兴 还点不点了 不点单就不要耽误我做生意 我连忙帮魏南做决定 就给他来一份跟我一样的吧 听到我帮他做决定 魏南也没有反对 直接对着大妈冷酷地开口 给我戴上手套做干净卫生意 还有食材也必须要新鲜的 这一下面馆大妈不愿意吧 感情是来找茬的吧 我说你是不是欠 没等大妈把话说完 魏南掏出一把马内甩在他面前 直接让面馆大妈化身小绵羊 恭敬的双手抱拳 客观您做好勒 我这就去戴手套 哈哈这下真是赚大发了 一天就赚了几个月的钱 看着活蹦乱跳的大妈 我也是无语 你这也太没骨气了吧 魏南看我一直盯着面馆大妈 捏了捏我的脸蛋 他有什么好看的 你应该看的人是我 我连忙扯开魏南的手 连大妈的醋你都吃 我真不知道说你啥了 魏南摘下帽子 你以前真的一直吃这种东西 没错 这有必要骗你吗 我又不是你们有钱人 平常吃的就是这些 反正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我的生活你都看到了 你是高高在上的总裁 与这里完全格格不入 而我也没有什么灰先生情节 不想嫁入什么豪门 所以啊 我还是建议你以后 不要再来追求我了 魏南听着我掏心窝子的话 沉默了下来 就在这时 一身五星级厨师装扮的大妈 把面端了上来 看着卖相极好的牛肉面 不知道的还以为 是哪个高级餐厅做的呢 魏南看着眼前 热气腾腾的牛肉面 其实这些我也可以吃 以前入伍的时候 在野外什么苦没吃过 我只是心疼你而已 不想你吃这些 不干净又没营养的东西 听到这话我惊讶地转过头 原来他是这样想的 什么时候这爸总 竟然会这么体贴了 还真是有点不习惯了 算了 随便你吧 就在我吃得正香的时候 魏南突然问我 为什么接吻这么熟练 是不是和谁亲过 这猝不及防的话 让我又喷了出来 大姐 你没事吧 吃饭问这个合适吗 我看电视练得不行了 反正你不要让我发现 你和其他女人有关系 不然 我不知道自己 会不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张浩发现龙哥的妹妹 在看自己的同人漫画 当他看到里面的内容 后脸瞬间黑了下来 这都是什么鬼 原来在我和魏南吃完饭后 晚上放学 就被龙哥拉到了他家 拿出新买的口红 就问我颜色好不好看 老子可是猛男 哪里看得出口红的颜色 有什么趣味 龙哥你要是找我来 是为了这事 那我还是回家吧 龙哥连忙拉住了我 浩浩不要走 我还要带你去看 灵灵对你的真面目呢 我疑惑地转头看向龙哥 你妹妹怎么了吗 接着龙哥就带我到 灵灵的房间外 只见灵灵正在 聚精会神地画着什么东西 我不解的问 龙哥到底要干嘛 龙哥让我等着 下一刻他就直接推门进去 大喊 灵灵你又在画什么 把里面的灵灵 吓得面无血死 进去房间后 龙哥把灵灵画的东西 拿给我看 看到这一幕 灵灵又是吓得瑟瑟发动 因为里面的内容 是我和浩浩哥哥 不得不说的故事 看完后我直接无语注了 这是小孩子该看的东西吗 刚想质问一下灵灵 不料他却说这不是他画的 没错 我有一个朋友 是他硬塞给我的 听完灵灵的狡辩 我也是压麻呆着 这么明显的谎话 是想骗傻子吗 灵灵捂着心脏发誓 浩浩哥哥你要相信我呀 那万一我事一夜都没敢看啊 我抓着灵灵的肩膀 没看过你怎么知道 里面是什么内容呢 还有你电脑里面的 这些文件是什么呢 什么学习资料要五百句啊 这空间都被你占满了 灵灵一脸的不可置信 为什么浩浩哥哥你能找到 我都藏得这么好了 你作为男孩子 怎么可能找得出来 我咳嗽了两声也是尴尬 只能说你太嫩了 年纪小小的不学好 这些东西就统统没收了 不要啊 打面 找这些可是很费劲的 看到哭丧着脸的灵灵 我安慰他你现在还小 要好好学习知道吗 浩浩哥哥喜欢又单纯可爱 还学习好的小灵灵 要是你以后能提高学习成绩 那哥哥就答应你一个要求 听到这话 灵灵瞬间开心了起来 这是真的吗 浩浩哥哥 当然是真的了 哥哥还会骗你吗 那真的太好了 虽然单纯可爱什么的 有点跌跌呛 但为了得到浩浩哥哥 我灵灵要拼了 好家伙 怎么感觉又把灵灵给带歪了 就在这时 我兜里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原来是秦姐准备下班了 问要不要过来接我回家 我让秦姐不用麻烦了 待会自己回去就行 秦姐叮嘱了一番后 就挂断了电话 一旁的同学家会问她 又在跟哪个帅哥打电话 还问秦姐周末有没有时间 我们一起去泡巴呀 那里帅哥很多呦 秦姐直接拒绝了 美男我已经有了 周六就在万迪广场见面呢 真的假的 你这也太不够意思了吧 快跟我说说是谁 秦姐淡淡的笑了笑 现在还太早 等有了结果再告诉你吧 听完这话 家会直接递过来一个不明物理 这是送你的宝贝 看清楚是什么东西 后秦姐的脸瞬间红了 家会一副不用谢我的表情 要注意安全呦 不料这一番对话 都被门外骚扰秦姐的暴露狂听到 单独约会 还要注意安全 暴露狂减直气到发狂 为什么 为什么千秦你就是看不见我 万迪广场是吧 我会让你们有个美好的约会的 时间很快来到晚上 回到家的秦姐喊了几声 发现浩浩没有回音 难道浩浩还没有回来吗 还是在房间里直播了 而此时的我确实正在直播 不过却面临了一个难题 原来我爆红网络后 竟然被直播间的谁又给认出来 姐妹们有没有发现 主播和那七万年一遇的美男很像吗 我连忙来了个否认三连 我不是我没有 你们不要乱说 要真长这么帅 我还直播什么游戏啊 可谁我们根本就不信 反而越来越多的人涌入直播间 人气质飙升 直接来到了小视榜第一名 大家都在疯狂的刷屏摘口罩 我们都知道是你了 就在我不知所措时 一只手直接关闭了电脑开关 我转头一看发现是秦姐 而没有无表情的秦姐淡淡的说了句 别播了 张浩第一次走路去上学 刚到校门口就发现 有美女啦啦队为她打牢 还追着要加入她的粉丝后园会 原来昨晚我直播时 被水友们认出了自己 是网上爆裹的七万年一遇美男 秦姐看到这种情况后 直接把我电脑给关了 接着猛然抓住了我的手 我惊讶地问秦姐怎么了 浩浩不要再直播了 他们已经认出了你 再继续直播你会被人肉的 这样大家都知道你是谁了 姐姐不想你变得人尽皆知 就在家里好好的 姐姐养你不行吗 因为姐姐害怕你被抢走 喜欢你的女人那么多 肯定有比姐姐更优秀的 到时候你又会抛弃姐姐的 看着姐姐失态的样子 我有点惊讶 也没注意秦姐说幼兹是什么意思 连忙抓住秦姐的肩膀安慰她 别人是别人 秦姐你可是我的家人 他们怎么能和你比呢 再说直播只是暂时的 秦姐你就不要瞎想了 时间很快来到第二天 我一个人默默地走在上学的路上 想着昨晚秦姐的反应 我又有点脑壳疼 也不知道她是真的地空 还是什么的其他的原因 就在我唉声叹气之时 勾里的手机来了信息 拿出手机一看 发现是昨晚的直播数据出来了 看着提现余额我瞪大了双眼 没想到昨晚一场直播就赚了这么多 这简直震惊我一脸 自己又没带货也没求打赏的 而且直播平台还抽成了 竟然还能赚三万吧 我滴乖乖 那这样下去的话 一个月就是十万 一年就是一百二十万 这就是网红的赚钱速度吗 还真是恐怖 不过这可不是我的初衷啊 带着稍微沉重的心情 我来到了学校 刚到校门口 我就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只见一群美女 举着牌子为我应援 这是什么情况啊 龙哥看到我兴奋的大喊 浩哥你知道吗 你现在有粉丝后援会了 听到这话 我无语地捂住了脸 太丢人了 我说你们是闲得没事做了吗 两名女生也冲了过来 浩浩男生 我们都加入了你的后援会 以后会一直支持你的 看到我如此受欢迎 同班的同学不舒服 这张号真是飘了 我就觉得他啥也不会 只是靠张脸 也不知道那些女生 怎么那么喜欢他呢 绿毛班长看着手里的手机 兴奋地说道 他虽然现在是网红了 但你们要知道 这人呢 红得快 死得也快 画面一转来到男生更衣室 此时我打开衣柜 准备更换衣服 却没看到身后的班长 正拿着手机 藏在衣服后面偷拍 看来这就是他想到的法子 想要靠偷拍 让我身败名裂 就在这时 龙哥突然从外面跑了进来 一下子撞在了班长的身上 哇浩浩 你好像有腹肌了眼 看来跟月华锻炼有效果了呀 班长被撞了一下都要气死了 真是没长眼睛 不过算了 有了这个 我看他账号死不死 嘿嘿 突然我听到旁边 传来掉东西的声音 原来是兴奋过头的班长 把手机弄掉了 他连忙把手机捡起来 慌张地往我这个方向看去 发现我没有什么异常红 就松了一口气 幸好没有被发现 可班长没看到的是 在他收回目光时 我露出了阴险的笑容 另一边班长 看着手机里的照片傲恼极了 竟然没拍到 都怪那个林一龙 就在班长看得入神时 我和龙哥来到了他的身后 我的班长大人 你在看什么呢 这突然出现的声音 差点把班长吓得浑动了 握着手机瑟瑟发抖 没有看什么 你们快让开 我要去操场了 看到他这么不配合 我直接一拳打向了他身后的衣柜 这时间还早了急什么 我们来聊聊吧 聊聊你手机里会不会有什么秘密 说完就一把抢过了班长的手机 张号你干什么 快把手机还给我 没理会他我翻起了手机 班长你这照片拍得真是绝吗 你说拍就拍吗 偷偷摸摸的干嘛 来我给你拍一张吧 想怎么拍就怎么拍 看到这一幕班长惊呆了 张号你神经病了 连你机会拍你也不拍 那把我拍的这张也伤了 伤就伤 留在手机我怕脏了眼 班长拿过手机后就匆匆的跑了 走势还骂骂咧咧的 龙哥看着他的背影 班长怎么这样啊 他偷拍不会是想要去配你吧 我冷笑了一下 这点小伎俩还想跟我弄 被拍什么的我一点都不在乎 正好拿我这缸练出来腹肌去嗅嗅 不然我都想上船的九宫阁去显摆显摆了 不过这班长几次三番的针对我 真是老虎不乏威 拿我当病猫呢 女总裁看到张号被别的男生骚扰 竟然直接派手下把那个男生给倒架了 就在刚刚 放学后的我跟在绿毛班长身后 准备找机会跟他摊牌 问清楚为什么要对付自己 免得以后一直搞小动作 而此时班长看着手机也是咬牙切齿 竟然没拍到张号的照片 真是气死我了 你等着 我不会善罢甘休的 就在我准备上前跟班长说清楚的时候 崴脚处突然伸出一只手 抓在了班长命运的后颈膊上 下一刻 班长整个人就被横着拽走了 原地只留下了一只鞋子 看到这一幕我也是愣住了 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强强明难 这绑架犯也太猖狂了吧 我连忙跑上前去查看 没想到竟然还是熟人 而这两人正是魏南的手下 上次绑架我的也是他们 看来是专门做这种事的 我忙问他们在干什么 难道是魏南支持你们这么做的 小女孩也没狡辩 没错 是魏总的意思 我只是奉命行事 你就当没看到吧 说完就上车走了 留下猛逼的我一脸猛逼 这个魏南抓班长干嘛 不会是学校的事他知道了吧 难道学校里有魏南的眼线 他这么做事想让我报恩吗 想到这我直接打电话给魏南 问他为什么把班长抓走了 魏南疑惑地表示你怎么知道 废话 你手下就在我面前把人抓走了 为什么要抓他 不会是给我出气吧 难道不行吗 他既然做错了事 那就要付出代价 这件事你就不用管了 我保证他以后不敢再惹你 看来学校真的有你的眼线 我不是说过我的事不用你管吗 我会解决的 眼线只是关心你而已 我不管你以前怎么样 但现在你只要乖乖 做我魏南背后的男人就行了 听到这话我直接破防了 老子是猛男 可不想吃什么软饭 你赶紧给我放人 说完就直接挂了 跟这魏南沟通真是费劲 这绑架什么的真的没问题 班长不会出什么事吧 没办法的 我只能等明天去学校再看 很快时间就来到了第二天 我还在想自己有这么可怕吗 下一秒班长就九十度弯腰 伸手恭敬地说了声情 恭敬程度堪比做了几十年的管家 看到这一幕我也是无语 真不知道班长昨天到底经历了什么 才突然变得这么恭敬 到了中午 我和月华同学又来到钢琴室里吃午饭 月华看我一脸闷闷不乐的样子 问我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怎么看起来不开心 我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就是有点让人头疼的烦心事 也不是什么大事 月华看我的样子沉默了下来 也不知道再想些什么 突然就站起了身 来到了我的面前 我奇怪地问她怎么了 没有说话的月华捏住了我的鼻梁 轻轻地揉捏 这样有好一点吗 以前在游乐园的时候 你也这样帮过我 很有效 我笑着抓住了月华的水 没想到你还记得呀 真是谢谢你了 我现在好多了 而月华的脸突然红了起来 下一刻就扑进我的怀 我又奇怪地问她怎么了 没怎么 就是想抱一下 我跟张浩你拥抱的时候会很开心 还有轻轻也会开心 所以我希望你也开心一点 张浩 我想看你开心的样子 你知道男生的思维是什么吗 张浩听到秦姐这个问题也是猛圈 一般不都是腰围胸围围吗 难道还有什么其他围 而就在前不久 月华同学为了让我心情开心起来 竟然主动投怀送抱 还要求轻轻 看着如此乖巧的小月华 我直呼犯规 接着伸手拥抱月华 我现在心情好多了 谢谢你月华 虽然我也抱过秦姐和未南 但月华给我的压力是最小的 也是最轻松的 秦姐虽然很女神 但我反而不敢胡思乱想 因为她现在是我家人 可接着我就发现不对劲了 月华竟然开始动手动脚起来 这里可是学校啊 我连忙按住月华 让她念三字经或金刚经冷静一下 可月华却表示不会 于是我双手捏住她的脸 那你先这样冷静吧 我跟你说 黄圆圆的那些学习资料你要少看 而且也只有情侣才可以轻轻的 现在你什么都不懂 还是先等你多看点偶像剧 明白了什么是爱情 我们再说交往的事吧 月华懵懵懂懂的应了一句 那张浩你知道什么是爱情吗 嗯 大概就是你会为了她做任何事 心情也会随她而变化 还想跟她在一起天长到底久吧 看对月华发呆的样子 我就知道对牛弹琴了 这对单纯的月华来说 是不是有点难以理解了呢 总之就是在你心爱的人面前 你能彻底放松 愿意跟她敞开心扉的聊天 就算暴露任何缺点和丑态 也不会担心被她轻视和嘲笑 那张浩你会对我有这种感觉吗 我一本正经的表示 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交往了 我希望是因为爱情 而不是其他什么的 看着一脸猛逼的月华 我尴尬的笑了笑 现在不懂就算了 以后多看点青春偶像剧可能就懂了 现在我们还是赶紧回去上课吧 就在出钢琴室的时候 我兜里的手机响了起来 接听后龙哥的声音传了过来 浩浩你又和月华去吃午饭了吗 你们最近老是在一起 你都把人家给忘了 还有黄圆圆最近给月华 看了很多不健康的东西 你要防着点啊 男孩子出门在外要保护好自己 毕竟男孩子是很吃亏的 听到龙哥越说越过分 我连忙让他放心就挂了手机 听完龙哥的话 我突然想起来 魏南那个醋坛子在学校里也有影线 看来还是要跟月华保持距离 在学校不能太过亲密了 不然被魏南知道 又不知会发生什么不可控的事 出门后我就借口要去买瓶水 让月华自己先走 月华有点惊讶 不知发生了什么 看着我走远的背影 月华难过得喃喃自语 以前我们明明都是一起去的呀 时间很快来到晚上 我正在直播间里狡辩自己 不是那个什么七万年美男 不料琴姐来到我身边 出现在直播间的镜头里 抱歉各位 我家宝贝累了要休息 今天就先到这里吧 看到突然冒出来的 琴姐直播间炸了 男神你竟然有女朋友 R&M退钱 给我退钱 关掉直播后 我奇怪的看向琴姐 现在还不是很晚了 琴姐 而且也不累啊 姐姐可是医学博士 你打游戏时精神会高度专注 所以要适当休息才行 来 整到姐姐的腿上 我来给你按摩一下 不愧是琴姐啊 真的太体贴了 琴姐低头看着我 姐姐知道直播间 很多人都不怀好命 浩浩还是要注意一点 最好是少直播为好 最重要的是 不要跟他们 抱自己的思维知道 我惊讶的问思维是什么 一般不都是问三为什么的吗 听到我的话 琴姐笑了 我们浩浩还真是单纯呢 连思维都不知道 你叫姐姐怎么能放心呢 今天正好有时间 要不姐姐帮浩浩量一下好了 琴姐为了让追求者死心 竟然让张浩假装成她的男朋友 就在昨天晚上 琴姐正和我讨论 男人的思维有哪些 说着还要拿出尾齿 亲自帮我量一量 看着为我量胸围 而近在咫尺的琴姐 我羞红了脸 这靠得也太近了吧 这样看起来 琴姐真的太好看了 接着在梁腰围的时候 琴姐碰到了我的腹肌 便红着脸惊呼 没想到浩浩竟然有腹肌了呀 我尴尬地笑了笑 因为我最近一直都有在锻炼 浩浩的腹肌真好看 姐姐都有点羡慕了呢 说着还用手戳了戳腹肌 这一下可把我吓了一跳 还真怪不好意思的 琴姐仿佛也意识到 自己太放肆了 红着脸道歉 就让我早点休息 姐姐也先回房了 说完就走出了我的房间 刚走出去的琴姐 脸色瞬间就绷不住了 刚才浩浩的腹肌 真的太有魅力了 差点就控制不住自己 看着匆匆关上的房门 我在想琴姐 这是不是害羞了 不过有一说一 这样的琴姐也挺可爱的 时间很快来到第二天 而今天刚好是周末 一大早我就打着哈欠来到了客厅 琴姐看到后 招呼我赶紧过来吃早饭 今天可是跟浩浩 第一次出去约会的日子 姐姐先回房间准备一下 浩浩就先吃早餐吧 听到琴姐的话 我有点不好意思 这约会什么的 是不是容易引起别人的误会啊 等等 不要乱想 就是一起出去玩而已 要是有什么奇怪的想法 那关系就真的会变味了 等了大概半小时后 琴姐终于准备好了 我转过头后惊呆了 只见琴姐一身少女风的着装 犹如漫画走出来的人物一般 一双修长的眉腿 更是性感诱人 浩浩 姐姐这身衣服好看吗 我瞪大双眼肯定的回答 当然好看了 琴姐简直比那些明星网红 都漂亮百倍 听到我的话 琴姐开心的笑了 浩浩喜欢就好 接着我让琴姐等一下 因为我也要去换衣服了 很快我就和琴姐出门 来到了万迪广场 我四处看了下 不愧是周末的万迪广场了 这人是真的多 突然 我好像发现了什么 不远处坐在遮阳伞下的身影 怎么那么熟悉 这家伙不就是琴姐的那个追求者吗 他怎么会在这里 琴姐也发现了他 浩浩 看来我的行踪又被发现了 今天恐怕要被他跟一天了 我有点生气的问琴姐 那个变态老是跟踪你吗 是啊 被发现了也还在跟 一心想着要当我男朋友呢 因为这是姐姐还挺偷偷的 我指了指那个追求者 琴姐 要不我去帮你警告一下他吧 他这种行为已经对你造成困扰了 不能放任不管了 琴姐连忙慌张的摆手 浩浩算了吧 毕竟我们是同一个研究所的同事 关系闹得太僵了不好 可是难道就这么算了吗 我还是不能理解 琴姐看着我问浩浩能不能帮姐姐一个忙 看琴姐认真的模样 我连忙应下来 琴姐你说吧 只要能帮得上忙的我都答应 今天 姐姐想让那个追求者彻底死心 所以 浩浩今天能不能假装成姐姐的男朋友呢 琴姐为了让追求者彻底死心 竟然夺走了张浩的初吻 不料这一切都是他精心设计的 原来我和琴姐周末去万迪广场约会 没想到被琴姐的追求者跟踪了 为了甩开他 琴姐请求我假装他的男朋友 这样应该会让那个男的死心吧 拜托了浩浩 如果不这样做的话 姐姐不知道还会被他纠缠多久 此时琴姐一脸的悲伤无助 还以为是什么事呢 不就是一日情侣吗 我可以的琴姐 只要你不介意 听到我的话琴姐愣了一下 估计没想到我会答应得这么爽快 真的太好了浩浩 谢谢你 那我们走吧 姐姐带你去好玩的地方 不一会儿 琴姐就带我来到了抓娃娃机的地方 听说你们小男生都很爱玩这些东西 今天姐姐就给浩浩加几个娃娃吧 听到琴姐的话我也是一脸无语 老子可是猛男 怎么会喜欢抓娃娃机这种东西 不过也不能辜述了琴姐的好 只能无奈地答应了 接着琴姐就不亦乐乎地抓起了玩具 正式开启了我们甜蜜的情侣之旅 玩过娃娃机后 我们又亲密地喂起了冰淇淋甜筒 我还给琴姐带了兔耳朵 一般情侣会玩的项目我们都玩了个遍 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的大半天 逛了这么久浩浩累了吗 要不我们去那边休息一下吧 看到我同意后琴姐转身就要走去休息 我突然叫住了琴姐 然后牵起她的手 琴姐被我的行为弄得有点不知所措 浩浩怎么了 我转头示意了一下旁边的角落 那个家伙还没走呢 看来她还没有死心 接下来我们要表现得更亲密一点了 该说不说这变态还挺有毅力的 都跟大半天了 琴姐告诉我她和这人当同事好几年了 因此对琴姐的人际关系很失了解 那就是说这变态根本不相信我们是情侣 所以才一直跟到了现在 琴姐也无奈地表示可能是这样的 突然琴姐脸色慌张了起来 糟了 那个人好像过来了 听到这话我也被吓了一条 可接下来琴姐的操作才更让我惊讶 只见她猛地突然亲了过来 把我搞得一脸猛逼 这她瞄得到底是什么情况 而那个追求者看到这一幕也惊讶地捂起了嘴 眼角泛起了泪花 这两人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亲在了一起 真是不要脸 接着便大哭着逃离了这里 看着她逃离的背影 琴姐的眼神突然伸碎了起来 做得不错 你还真是没让我失望啊 原来这一切都是她精心设计的 在研究所 琴姐早就知道了那个追求者在门外偷听 于是便把她和张浩约会的具体时间都透露给了追求者 周六上午十点半 你一定要准时到那里 可不能忘了呀 过了没一会 琴姐和我分开了 浩浩真是对不起 没有经过你同意就夺走了你的初吻 姐姐有没有吓到 我尴尬地笑了下表示没事 看到我这个反应 琴姐的脸色突然病交起来 我没有做梦吧 浩浩看起来好像并不在意 既不生气刚才也没有推开我 现在也没有责备我 甚至还有点害羞 这岂不是说明 浩浩根本不讨厌和我的亲密接触 两个女单身狗看到琴姐和张浩在大庭广众之下轻轻握握 心灵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便上前索要精神损失费 不料却被我一拳打飞 原来琴姐为了让追求者死心 竟然和我接吻了 等到追求者受伤逃离后 琴姐立马跟我道歉 浩浩对不起 姐姐没想到会这样的 原本是想演戏 只不过姐姐一紧张就太过投入了 浩浩你怎么打骂姐姐都行 只要你不要不理姐姐就行 看着琴姐激动的模样 我连忙摆手 琴姐没事的 我没有生气 虽然刚才确实有点过节了 毕竟我们现在是家人 尽管不是亲姐弟 算了 这事就过了吧 反正已经解决了那个跟踪狂 太好了 浩浩不介意就好 其实你不用太在意姐弟的事情 你知道吗 在国外有一个很红的王 她就经常和自己的妹妹亲亲 这是感情好的表现 更何况我们本身还没有血缘关系 感情又这么好 就算是亲亲也没什么的 琴姐的这套说辞 把我听的是一愣一愣的 接着琴姐眼神变了 其实浩浩你也不反感 和姐姐亲亲的事吧 听到琴姐的话我吓了一跳 她怎么问我这个问题啊 这要怎么回答 毕竟前世作为猛男的 我当然是不可能反感的 而琴姐又是女神 但看琴姐刚刚的表情 要是我回答是的话 那跟琴姐的关系 肯定能更好一点 但不行啊 我不能破坏了 现在一家四口的幸福生活 真要亲上加亲的话 不得被老爸打死啊 我听了亲嗓子 回答琴姐的问题 首先呢 我是不反感和琴姐亲亲的 但我们毕竟是一家人 总是不能随随便便的 可接着我就发现了不对劲 感情我说了这么多 琴姐好像就只听到了不反感 其他的都选择性忽略掉了 然后琴姐又露出了 一副病胶的表情 既然不反感就说明 对我是有好感的 不然男孩子家家 怎么可能不反感和女人接吻 一脸疯狂的琴姐 一把握住了我的手 我们今天不是要做一天的情侣吗 虽然跟踪狂跑了 但谁知道有没有放弃呢 我们继续吧 我带浩浩你去吃好吃的 就在两人轻轻握我时 一旁的两个女混混看不下去 这男的长得不错 那女人应该很有钱 要不上去盘点 两人一开集合 走 上去搂她 接着便走到了我和琴姐生前 我看你们两个在这里 秀了半天恩爱 严重伤害了我们脆弱的心灵 这是必须得赔钱 不料琴姐眼神一浪 直接喊他们滚 接着把手伸进口袋里 女混混听到这话怒了 知道我是谁骂就敢叫我滚 我把花料折了 今天要是不赔偿精神损失费 就别想走 此时琴姐握紧了兜里的小刀 仔细地衡量了一下现在的情况 如果动手 我应该在能不伤害性命的情况下 让他们失去战斗力 可浩浩怎么办呢 要是这些混混不小心伤到她了怎么办 琴姐咬了咬牙 算了 还是小心为妙 接着掏出一把钱 甩在了女混混的脸上 拿着钱赶紧滚 可没想到他们竟然嫌少 你打发叫花子吗 今天没有两万你们别想走 真没想到这女的这么有钱 这不多额点就真对不起我这个职业了 这一下可把琴姐气得二佛升天 刚想上去和他们斗一场 不料女混混直接威胁 要是不小心打坏了你这小男友的角色帅女 可别说我们没有警告过牛 这时我突然走上前 你们两个废话真多 要打就赶紧 别吹那么多牛掰 这番操作直接把两人看待了 这人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呢 接着我又给他们下明亮 你们两个是不是不行啊 听到这话琴姐都惊呆了 这话是能对女人随便说的吗 果然 此时两个女混混的脸是黑的不能再黑了 然后直接冲了上来 臭小子 你家大人没教过你不能对女人说不行吗 而我也直接握拳迎了上去 一拳轰在了女混混的肚子上 将她打飞了四五米远 把一旁的同伙看着亚麻呆住了 这是什么怪力少男 她真的是男人吗 两个女混混放下狠话后立马逃离了现场 琴姐看到没 我都说我可以对付的 此时琴姐一脸惊讶 浩浩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 我记得你以前不是这样的性格脾气 听到她的话我吓得汗都冒出来了 难道琴姐发现了什么 琴姐趁着张浩去洗澡时 偷溜进她房间 在电脑上看到了令她震惊的东西 原来琴姐白天看到我一拳就干飞了一个女混混 感觉我跟以前的变化太大 很不可思议 就起了疑心 毕竟琴姐从童年开始就一直在张浩身边 从未离开过 即使发生了那件事以后 被张浩绝交说不想再看见她 琴姐也只是没有出现在她眼前 但却一直默默地关注着张浩的一举一动 在她开始用扣扣时 琴姐也立马开了小浩加上张浩 从此以后 张浩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会跟她分享 就连被人追求也要找琴姐制招 经历了这么久 琴姐早已经成为了张浩在网上无话不谈的知心大姐姐 可非常奇怪的是 最近这段时间浩浩在聊扣扣事没有那么年人 也不发那些萌谱了 而且也不再阴阴阴了 什么事情都没再跟我这个网上的知心大姐姐聊过 哪怕是父母再婚 以及去学了泰拳这些大事 难道是因为长大便成熟了吗 还是发生了什么 琴姐不自觉地说出了声 让一旁在喝水的我一脸猛递 琴姐刚才是在自言自语 还是在跟我说话呀 接着我跟琴姐打了个招呼后就去洗澡了 不料在我去洗澡时 琴姐偷偷溜进了我的房间 快不得来到我的电脑前 发现了电脑桌面上的一个文档 男权世界的真女人 难道浩浩说的小说就是这个吗 此时的浴室里 我正在开心地洗刷刷 这累了一天洗个热水澡真是爽呆了 突然我想起来了一件事 自己写的那个小说好像断更两三天了 幸好没看评论 闭着眼睛都知道他们在花式催更 不过今晚怎么说也得更新了 而房间里的琴姐正快速地浏览小说内容 鼠标都差点干冒烟了 她越看越觉得惊讶 为什么 以前动不动就阴阴阴地好好 怎么会写出这样的故事 而另一边的我已经洗完澡 来到了房门口 可打开门后却空无一人 琴姐早已经溜之大吉了 我活动了一下双手准备开始码字 打开文档后发现浏览记录有点不对 我上次是停留在这吗 不过算了 这都不重要 就在这时 琴姐敲响了我的房门 端着一杯牛奶走进来 浩浩 把牛奶喝了再写吧 然后突然趴到我身前 浩浩你写的是什么小说呢 能不能给姐姐看看吧 没什么好看的情景 就随便写写而已 我尴尬地挠了挠头 看来白天揍你混混的是让琴姐起一心了 不过这小说就是按照我前世的世界背景来写的 还是不要让琴姐知道为好 不然又要乱想 听到我的话 琴姐又往前逼近了一步 难道浩浩写的东西姐姐不能看吗 这样可不行哦 随即眼神诡异地伸出了手 摸着我的脸颊 浩浩最近怎么变得有些奇怪了呀 不仅敢站到姐姐身前保护姐姐 还去练了泰拳 感觉和以前的浩浩变得很不一样 姐姐有点担心你呢 琴姐的眼神突然变得有些争鸣 此时我眉头一皱 琴姐果然对我起了疑心啊 毕竟一个男人一拳打飞 一个女人确实有些夸张 等等 我突然发现了琴姐的话有问题 什么叫我和以前不一样啊 琴姐难道和以前的我认识吗 我尴尬地问琴姐 我们好像才刚成为家人不久吧 和以前不一样是什么意思啊 难道我和琴姐很早就认识了吗 琴姐听到我的话有些惊讶还有点悲伤 可能是因为我忘记了她吧 接下来琴姐说出了一个 让我感到很惊讶的事情 浩浩你说的没错 我们其实从小就认识了 琴姐怕张浩晚上睡觉害怕 便想着一起休息 不料老爸和张阿姨突然回来了 就在刚刚 琴姐告诉我 其实我们从小就认识 可我却一脸猛逼 为什么园主的记忆中完全没有琴姐的记忆 浩浩你忘了吗 在小的时候我们曾经一起待过同一个托儿所 这些事你真的忘了吗 就连姐姐也不记得了吗 看着琴姐认真的表情 我尴尬地挠了挠头 可能是时间太久远了 确实是有点没印象 此时我突然想起跟琴姐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那时她直接抱住我问有没有想她 当时还不知道什么情况 原来是从小就认识啊 看琴姐这么热情 那我们小时候的关系应该挺好的吧 所以琴姐怀疑我变了是因为这事吗 可我总不能告诉她自己是穿越者吧 这么扯的是估计琴姐也不会相信的 毕竟不是谁都像魏南那货一样 我心虚地看了一眼琴姐 还是先想办法糊弄过去吧 总不能含了琴姐的心 想了一下还是决定半真半假地说出来 琴姐 其实我有的时候会做噩梦 梦到小时候有个打架很凶的小女孩 她的眼神非常吓人 尽管是做梦我都会有点恐慌 琴姐听到我的话后瞪大了双眼 没想到自己给浩浩的阴影这么大 接着我继续跟琴姐坦白 因为最近在学校老是有人找我麻烦 觉得自己应该要有点自保努力 所以才会经常锻炼身体和学泰拳 今天之所以赶上前奏那些女混混 也是因为有琴姐在身边 我牵起琴姐的手 放在自己的脸上 我知道琴姐是不会让我出事的对吗 这一句话仿佛戳中了琴姐的小心感 顿时猛地抱住了我 这是当然的 姐姐绝对不会让浩浩出事的 果然是琴姐啊 一言不合就要抱抱 不过对琴姐示弱这招还真好用 应该能把琴姐糊弄过去了吧 看来浩浩是真的忘记了小时候的事 没想到她这么害怕小时候的我 甚至到了封闭的程度 不过没关系 一切都还有机会 我会好好弥补浩浩的 琴姐抬起我的头 今天浩浩还是吓到姐姐了 所以必须有点惩罚才行 说着就伸手挠我痒痒 毕竟这是我最害怕的地方 闹腾一番后 我俩都累倒了 满身大汗的琴姐 让我以后不要再像今天一样吓她了 看琴姐严肃的样子 我只能先答应下来 突然琴姐用手撑起了上半身 浩浩 我们不是说好了要当一天情侣的吗 现在一天的时间还没有过去 所以我们现在的身份还是情侣 而不是姐弟 琴姐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我怎么没有听懂 我们不是把那个跟踪狂给气跑了吗 现在已经不用装情侣了 可就在这时 楼下突然传来老爸和张阿姨的声音 千情浩浩 我们回来了 你们在楼上吗 这突如其来的声音把我俩吓得一激灵 老妈不是跟我说后天才回来的吗 怎么现在就回来了 看着琴姐就要下楼我连忙叫住了她 琴姐你现在的脸太红了 还是先回房间吧 我下去就行了 也行 那浩浩你跟老妈说姐姐头晕要休息 看着琴姐慌张的样子我确定吗 刚才琴姐肯定是对我有不同的想法 这该怎么办 以后要怎么相处啊 在小的时候我妈就离开了我和老爸 老爸为了赚钱养家只能疯狂工作 没有时间管我只能把我寄在托儿所 在这里我记得有个印象很深的女孩 到底是谁来着 总是想不起来她的样子了 月华同学第一次穿白丝去张浩家 要接她去自己家的大庄园玩耍 就在昨天晚上 我发现琴姐对我有不止于亲情的感情 竟然想要强行的玩亲亲游戏 幸好老爸他们回来的及时 才把琴姐给打发走了 回到自己房间的琴姐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没想到计划这么顺利 幸好那个同事给力 给个助攻真的太好了 让我知道了浩浩既不反感和我抱抱 也不讨厌和我亲亲 那这岂不是说明浩浩也喜欢我 想到这里琴姐的脸又红了起来 好开心啊 浩浩姐姐也爱你 另一边的我躺在床上也睡不着 满脑子在想着琴姐对我有意思的事情 绝对不会错的 琴姐那表情我现在都还记得 要不是老爸和张阿姨回来 绝对会被吃得渣都不少 不过仔细想想琴姐真的挺好的 不仅是女神 对我体贴入微 还上得厅堂下的厨房 这种女人很难不让人产生好感 每次近距离面对琴姐 我都很容易脸红心跳 还是情投意合 就是不知道老爸他们怎么想的 会不会同意亲上加亲 还是找个机会探探老爸的口风再说吧 免得到时候挨打 时间来到第二天早上 我们一家四口坐在饭桌上吃早餐 自从张阿姨出差后 我们很久没有一起吃过饭了 张阿姨问琴姐这段时间 有没有好好照顾弟弟 琴姐看向我开心地应了一声 浩浩已经长大了 其实更多时候是浩浩照顾我 我谦虚地推脱了一下 毕竟在母妇面前我是个乖宝宝 吃完早餐后 我跟老爸他们说要去同学家玩 中午就不回来吃饭了 浩浩出去玩要姐姐开车送你吗 琴姐不用了 拒绝琴姐送我后 跟老爸他们打个招呼我就出门了 出门后我在想 琴姐怎么这么轻易的就让我走了 以前盯得可紧了 恨不得24小时监控我 真是奇怪啊 就在这时 我突然停了下来 因为月华出现在了我眼前 第一次看月华这种装扮 和琴姐还真是不一样的类型了 我惊讶地问月华你怎么来这里了 不是月华在你家见面吗 因为想你了 想早点见到你 所以就来接你了 听到这话我愣住了 月华也这么直接了吗 看来这小妮子最近学到了很多东西啊 我摸了摸月华的脑袋 既然这样 那我们就走吧 很快我们就来到了月华家的大庄园里 看着富丽堂皇的内饰装扮 月华家还真是好横啊 不管看多少次都是会让人感到震撼的城 月华转头看着我 张浩 今天我妈爸都不在家 就只有我们两个人 今天想怎么玩都可以哦 听到这话我尴尬了 月华同学说话 还是一如既往的容易让人误会啊 月华同学第一次穿泳衣去游泳 就被张浩盯着猛看 原来前不久 我受到月华的邀请去他家做客 顺便带我参观一下大庄园别墅 我们首先来到了游泳池 看着眼前比游泳馆还大的泳池 没想到月华你家竟然还有泳池啊 月华理所当然地应了一声 也是 这么大的别墅要是连泳池都没有踩起馆 这时月华开口说道 其实我是想带张浩你去参观我的军械库的 可管家阿姨说男孩子都不喜欢这些 所以就先来到这里 听到这话我吓了一跳 你这个军械库应该和我上次看到的是一样的吧 都是模型军械库 不得不说这个世界的女生还真是彪悍了 我也觉得还是游泳比较适合我 不过月华 游泳的话我没带泳衣啊 月华让我放心 管家阿姨早就替我们准备好了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们来个游泳比是怎么样 月华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可以啊 你说怎么比 就用自由泳比单程吧 看谁更快 我们先把泳衣换了吧 可来到更衣室后 我遇到了一个男体 按照我前世那个世界的习惯 我们男生一般都是只穿泳裤就行的 可这个世界应该不行吧 男生这么穿不得让女生喷鼻血啊 所以我只能穿这个世界专属男生的泳衣 可这他喵的是什么鬼啊 这是能穿出去的泳衣吗 我一个猛男打死都不会穿成这样出去的 我捂了捂了头 真是无力吐槽 现在好想快点回到原来的世界啊 就在我浴库无泪时 突然看到衣柜里有一套看起来还不错的泳衣 我拿下来看了一下 发现没有什么让人接受不了的地方 就在我检查时 突然一个不明物体掉了出来 我拿起来仔细地瞧了瞧 这什么东西啊 怎么有点像眼罩 我不怪地看着手中的两个物件 为什么眼罩会从泳衣里掉出来 怎么感觉有点可疑啊 可接着我就叹了一口气 可疑又能怎么样 没其他能穿的泳衣了呀 算了 不管那么多了 就这件吧 很快我就穿好了泳衣来到外面 这泳衣好事好 就是有点紧 不久月华也走了出来 看到我穿的泳衣经验了 哇张浩 你穿这件泳衣好好看啊 还好啦 你穿的泳衣也很好看啊 不得不说第一次看月华穿泳衣也是被经验到 这身材是真的好 既然已经换好衣服了 那我们就开始比试吧 看看我们谁的游泳技术更厉害 规则就刚才说的 谁先游到对岸就获胜 输的人要请对方吃一个月的饭怎么样 月华表示没问题 很快我们就站在了跳板上 由管家阿姨当裁判 随着管家阿姨的一声令下 我和月华同时跳下水 一头扎进了水里 在水下潜游了一段后 就迅速钻出水面摆动双臂往前游 突然 管家阿姨发出了惊恐的叫声 我连忙停下来转头问她发生了什么事 不好拉张浩先生 小姐她逆水了 张浩第一次穿衣世界的泳衣 因为太透 露出了八块腹肌 把月华两人看的鼻血都喷了出来 就在刚刚 我和月华比试游泳 看看我们谁的游泳技术更厉害 不料月华扎进水里后就没出来 这可把我吓了一跳 连忙和管家阿姨联手把月华捞了上来 看到月华睁开了眼睛 我关心地问月华你没事吧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月华咳嗽了几声表示没事 真是离了个大步 你敢信 家里有个这么大的泳池 月华她竟然不会游泳 更离谱的是你不会游泳 还要和我比试谁有的快 你不知道这很危险的吗 月华小心翼翼地开口 我看过别人游泳 以为很简单 不是多难的事 听到这话我直接戳了戳她的脑袋瓜 你是不是傻 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你 这应该不是单纯的事了 这是一点常识都没有啊 她是怎么活这么大的 看到我生气了 月华连忙跟我道歉 对不起张浩 我没想到 话还没说完 月华的眼睛突然瞪大了起来 管家阿姨也擦着嘴里的口水 天哪张浩先生 您的衣服 原来是我穿的这件泳衣 因为下过水了变得透明起来 腹肌人余线都清晰可见 月华两人看着看着鼻血就喷了出来 我也连忙跑去换了一件衣服 看着在擦鼻血的月华 我问她没事吧 看来这个世界的男生穿泳衣 都是要穿上衣的 不然游泳池里全是鼻血啊 这时月华站起身来 张浩 要不我们去其他地方玩吧 我家还有几个好玩的地方 比如放映听游戏听花房之类的 还可以去我的秘密基地参观 我白手让月华打住 不着急 你当溺水又流鼻血 还是先好好休息一下 月华露出沮丧的表情 难得请你来家里玩 我想你开心一点 我疑惑地看着她 月华你老实说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其实我总感觉 你今天好像有点不对劲 听到我的话 月华拽紧了小拳拳 我感觉张浩 你最近对我疏远了 中午也不一起去秦房吃午饭 放学也不一起走 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够好 让你不高兴了 我连忙摆了白手 月华你想多了 真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还不是因为魏南 在学校有眼线 那风厅女人蛮横无礼 要是她发现我跟月华走得近 也不知道会对月华 做出什么极端的事情来 小月华呀 不是你的问题 是我最近有一些麻烦事 等事情处理好了 我们就可以像以前一样了 张浩又有人找你麻烦了吗 我可以帮忙的 像以前一样我们一起 话还没说完 就给我延伸制止 不用 这些麻烦事 我不想把你和龙哥牵扯进来 趁这段时间 你正好跟龙哥黄元元 他们多相处一下 月华难过了起来 张浩 是不是麻烦很棘手 我帮不到你 没关系的 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 总能帮到你的忙 不要把我排除在外好不好 抱歉了月华 这次我不能再牵连你们了 总之很谢谢你的关心 最近可能会少一些陪伴 但你相信我 等解决完麻烦后 我们又能像以前一样相处 听我说完 月华握紧的拳头颤抖了起来 可是 我真的不想和你分开 想一直跟你在一起 看着月华的眼泪不满眼眶 我愣住了 不过没有办法 跟未难划清界线 这是月华也帮不上忙 反而会把事情搞复杂了 我只能对月华说对不起 月华听到我的拒绝 整个人搭拉了下来 仿佛精气神都没了 那我先回房间换衣服了 说完就转身离开了这里 谁能想到软猛可爱 武力之爆表的月华小可爱 曾经也有被同学霸凌勒索 当成大冤状的经历 就在刚刚 我因为未难在学校 有眼线的事情 要跟月华保持一点距离 免得她被未难忌恳 直到我和未难切割后 在跟月华恢复到 以前的相处模式 月华也因此伤心地 离开了游泳池 就在我坐在一旁 暗暗自责时 会有点韧性 我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其实不是她的问题 是我的原因 因为一些事情 我不得不拉远 和月华的距离 不过月华的性格 本就有些自闭社会 我又是她最好的朋友 这也难怪她会感到不安 确实是我考虑不周了 没有顾虑到她的感受 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上次打架嗨的月华 被关小黑屋 我已经很自责了 这次绝不能再让她 牵扯到未难的麻烦中 管家笑眯力地告诉我 张浩先生你知道吗 小姐她真的很看重很看重你 每次回家她都会跟我提醒你 和你吃饭锻炼 以及和你一起经历的点点滴滴 从小到大 我还是第一次 在小姐的脸上 看到这么多笑容 因此你突然和她保持距离 我想小姐再怎么单纯 也是能感受到的 被好朋友疏远这种事 可能是小姐最不愿意看到的 看到突然激动的管家叔叔 我沉默不语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管家叔叔突然问我 张浩先生 我家小姐有跟你说过 她以前被同学勒索的事吗 听到这话 我突然想起月华曾经说过 以前的朋友只会找她要钱 确实提到过一点 不过没有细说 这是和勒索有关吗 是的 因为小姐的家世很不错 又非常单纯孤僻 所以会被班上的某些同学利用 以交朋友为由问小姐要钱 而缺少常识的小姐 以为这就是交朋友的正常方式 所以从来没有拒绝过 每次都是有问必给 因此随着事情的发展 小姐成了大部分同学的欺凌对象 直到某一天 小姐浑身狼狈地回到家中 看到这一幕我都快被吓死了 小姐 你这是怎么了 可不关我怎么问 小姐就是闭口不语 直到夫人开口问她 只用了一个说字 就让小姐乖乖配合 委屈地说出了 自己是被班上的同学 弄成这样的 听完小姐的话 夫人脸色冷冽 竟然还有这种事 于是震怒的夫人 亲自下场找到了学校 让所有欺凌过小姐的人 都屈膝道歉 不过因为这件事 大家都知道了 小姐是市长千金 因此变成了全校都敬畏的人 更是被完完全全地孤立了 现在小姐 她好不容易有了 你们这些新朋友 可能是太在乎你们了 所以小姐的情绪 才会有点激动 真是给你添麻烦了 我替小姐给你说声抱歉 看到管家叔叔弯腰 我连忙摆了白手 不用不用 我真没有怪月华的意思 不过您这么一说 我反而有点担心月华了 还是要找她说清楚才行 这小妮子也太没有安全感了 想到这我跟管家叔叔 提出要去找月华坦的 管家便让女仆带我 去月华的房间 很快我就来到了月华这里 看到了月华 一个人默默地看着窗外发呆 那瘦小的背影 显得格外的孤独 软蒙可爱的小月华 终于跟张浩告白了 就在刚刚 我担心月华想不开 就让管家叔叔 带我去找月华谈谈 很快我就来到了月华的身后 月华仿佛知道了我的到来 张浩你知道吗 从小到大 我总是喜欢站在落地窗前 看着前面的天空 因为爸爸出差乘坐的 私人飞机一定会经过这里 只要爸爸一离开家 我就会在这里等 等私人飞机再次经过的时候 那样我就知道爸爸回来了 我默默地听完月华的倾诉 小月华 管家叔叔刚才和我说了一下 你以前上学的事 以及被同学如何孤立的 我知道你是个 很缺少安全感的人 但你不用担心 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不会从你身边离开的 我知道的张浩 你这么做 是不是因为陷入了什么危险了 我告诉月华 差不多是这样的 毕竟魏南确实是个危险的人物 听到这话月华转头看着我 如果是这样 那我想帮你 我不怕被你拖累 月华的神情很坚定 因为他不想再什么 都不做而后悔了 原来小时候上学那回 月华也有一个 真心交往的朋友 所以他会常常 送小礼物给他 这是月华自己主动的送礼物 而不像班上的其他同学 都是开口直接要 不给就会打他 可接着月华的市长妈妈 来学校讨功道士 把这个朋友 和其他的同学一样对待 认为他也是霸凌月华的一员 当时的小月华 想要开口为他的朋友解释 可看到妈妈 一个眼神甩过来 小月华直接怂了 没有开口为同学解释 这也是他做的最后悔的事情 所以这次 他不想再做 让自己后悔的事了 张浩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你不用担心我被关进你 为了你 我被关多少次都无所谓的 看到月华这样子 我有点惊讶 还是第一次看到月华态度 这么坚决的时候 于是我拍着月华的肩膀 伸出大拇指 不愧是月华 真是够意气 看着发神经的我月华有点猛逼 可接着我叹了一口气 月华呀 虽然你很有意气 但这件事你很难帮到我 在学校我不光要和你保持距离 和黄圆圆 以及其他女生 都要尽量避开 月华听到我拒绝后 又露出了伤心的表情 看着什么都写在脸上的月华 我无奈地笑 好吧 作为补偿 如果你愿意的话 可以经常邀请我来你家玩 月华有点不敢相信 张浩你说的是真的吗 如果我经常叫你来 会不会觉得我烦了 月华担心地问道 怎么会呢 我们是好朋友 去朋友家玩不是很正常吗 而且你家这么大 我都还没有参观玩呢 那么多玩的地方也没玩过 还有那个游泳池 你不会游泳真的太浪费了 到时我来教你游泳 然后你教我格斗术 还有游戏听放映听那些 也可以叫龙哥他们一起过来玩 就在我夸夸其谈的时候 月华迈步走了过来 然后一把就抱住了我 张浩谢谢你 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你知道吗 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 你伸出手说要跟我做朋友 那时候我就感觉 有一束光照进了我的生活 让我不再感到孤单 那段时间真是我这辈子 最快乐的日子 一直以来真的谢谢你了 张浩 我最喜欢你了 魏南打电话威胁张浩 要是不来他家玩 就给他父母送小礼物 原来最近魏南的睡眠质量 非常不好 老师做着同一个噩梦 梦到这个世界 变成废墟沦为末世 自己也在战斗中身受重伤 他满脸绝望地 看着眼前的遗弃 最后不甘地死去 每当这时 魏南就会从噩梦中惊醒 坐起身的魏南 问站在一旁的秘书 现在是什么时间 已经上午11点多了 魏总 凌最近这段时间 老师做噩梦 需不需要找私人医生 来诊断一下 不必了我没事 最近的血液研究怎么样了 听到魏总问起这个 秘书表示 自从上次后血液 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因此没什么进展 我知道了 你先出去吧 说完魏南就下床穿戴整齐 穿完衣服后 他看了一眼桌上的手机 不知道小男人 现在在干什么呢 与此同时 我正在月华家玩得不易乐乎 月华抱着我就疯狂表白 张浩最喜欢你了 和你在一起 实施我最开心的日子 我们一辈子都当好朋友好不好 永远不分开 我满脸笑意地看着月华 这小妮子什么时候 会说这么肉麻的话 眼睛开口 张浩我想要轻轻 听到这话 我满脸通红地推开月华 等一下 你这些东西 都是从哪里学来的 一脸懵懂的月华 表示没有学过 就是想轻轻了 我挠了挠脸 这不太好吧 毕竟在你家呢 要是被其他人看到就不好了 就在这时 我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把我吓得一击零 我慌乱地转身接听电话 也没看是谁打来的 接听后魏南的声音 就传了过去 听到魏南的声音 刚才还有点躁动的身体 突然像是被一盆冷水浇下来一样 感觉凉凉的 我问他这时候打电话有什么事吗 魏南面无表情地开口 你现在在哪里 在朋友家里呀 怎么了 有什么事就赶紧说 我想邀请你来我家玩 听到魏南的邀请 我想也不想就拒绝了 不行了 我没时间 听到我拒绝魏南也不生气 既然你没空 那我这次就先去拜访一下你父母 正好我有点礼物要送给他们 你就先忙吧 听到魏南的话我怒了 这疯批女人竟然威胁我 魏南 我警告你别太过分 魏南没有理会我的生气 如果不想我拜访你父母的话 那就从那个别墅里出来 我在门口等你 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就在这时 管家叔叔突然慌张地走了进来 张浩先生 外面来了很多人 说要接你回家 听到这话我懵了 魏南他是怎么知道我在月华这里的 乖巧可爱的月华同学 为了张浩和魏南动手了 不仅如此 还把魏南彻底搞黑话了 就在刚刚 月华跟我要亲亲时 魏南的电话突然打了进来 要邀请我去他家玩 让我赶紧从那个别墅里出来 不同意他就去拜访我的父母 没办法 我只能让月华送我出去 可没想到刚出来 两伙人就对峙了起来 看到这种情况 我满头大汗 一向柔弱的月华 怎么变得这么名汉子了 两人可千万别打起来啊 月华上前一步挡在我身前 张浩 你不用怕他 现在我来保护你 我不会让那个女人伤害你的 听到月华的话我愣住了 一边的魏南脸也彻底黑了下来 冷笑着开口 保护他 你凭什么保护他 你家的小鬼 别以为有点背景就胡说八道 对我说话客气 你就是个坏女人而已 对你不必客气 听到两人针锋相对的话 我有点慌了 这事情好像不受控制了呀 我连忙伸手打断了两人 再这样下去非打起来不可 魏南你有话好好说行不行 你不是来接我的吗 我要魏南不能不要这么重 我转头安慰月华 那个魏南只是找我有点事 我刚好也有话跟他说 没什么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 送我到门口就行了 你就先回去吧 不用担心我 可月华却坚定地说不行 这个女人看上去很不友好 我不能把你交给她 看到月华这么坚持 我也一时不知怎么开口 便想着让管家试试 大叔 你快劝劝月 话还没说完 就看见管家叔叔满脸怒容 这帮不知死活的家伙 竟然敢堵在我门家大门口 还要跟小姐抢男人 简直不可饶恕 有路色乃 看到这种情况我一脸无语 管家大叔更加难搞啊 一旁的魏南听到月华的话 已经处在了爆发的边缘 我的男人还轮不到你来管 张浩给我上车 饭可以乱吃话 不能乱说呀 我什么时候是你男人了 还有 不要命令 没等我说完 月华一把把我拦在了身后 怒视着魏南 张浩既不是你男人 也不是你手下 不准你用命令的语气 对他说话 魏南的耐心似乎用尽了 咬着牙开口 我再最后说一遍 上车 否则后果自负 我还没开口 不料月华忍不了了 冲上去对准 魏南就是一拳 不许你欺负张浩 看到就要打起来 我连忙让月华快住手 而魏南却冷冷地看着 没有丝毫的慌张 伸手便挡住了月华的拳头 连退都没有退一步 仿佛游刃有余一般 月华看到魏南这么强 也是有点惊讶 这时魏南的腿抬了起来 高高举过头顶 就要对月华致命一击 先军一发之际 月华闪身后退 躲过了魏南的攻击 可下面的水泥地 却被这一脚踏碎了 我连忙按住月华的肩膀 够了月华 你们不要再打了 可魏南却不愿意了 既然你动手了 那我就替明天词 好好教训一下 让你知道什么才是礼貌 魏南从身后抱住账号 大总综合征发作表示 要去他家上门提醒 原来魏南看到我 从月华家里回来 打翻了醋坛子 脸色变得极其难看 就准备教训一下月华 幸好围观群众差点报警 才让魏南收手 接着我便告别月华 坐上了魏南的车 刚上车我就开口嘲讽 不愧是上市集团的大总裁 一言不合就要在我朋友家门口打架 听到我的话魏南有点不差 明明是他先动的手 你都带手下堵人家门口 态度还这么不好 你就不能把你那臭脾气改一下 这么莽撞都不知道 是怎么当上总裁的 怕不是走的后门吧 听到我喋喋不休的话 魏南怒了 我这样还不是因为你 如果你不跟其他女人私混 我也不会气晕了头 你知道我很在意你 只要是涉及你的事情 我总是会容易失去理智 魏南咬着牙 说出了自己的心理话 但我却根本不信 你少来这一套 我又不是你以前的那些男人 这招对我没用 魏南转头看着我 你说什么以前的男人 我从小到大可从来没有过男人 听到这话我一愣 难道你从没有谈过恋爱 是个纯情小女生 魏南丝毫不觉得尴尬 不行吗 难道你有意见 我有点不可置信 没想到魏南这种白富美 竟然是母胎单身 我还以为她是个玩家吗 追我也是一时兴起的 难道她是认真的 这可不行啊 得早点跟魏南切割 她越认真我就越害怕 很快我们就来到了魏南的家 刚坐下来 魏南便开始心事问罪 你跟敏家那个小鬼是什么关系 我和魏南保持着距离 跟月华只是朋友而已 现在说吧 威胁我来你家要干什么 魏南往我这边移了移 我什么时候有威胁你了 你找我父母不是威胁是什么 魏南越靠越近 我找你父母是上门提亲 这对你来说难道是威胁吗 听到这话我吓了一跳 提亲 别开玩笑了 我同意了吗 你就上门 魏南却一脸的自信 你不同意吗 这世界除了我 还有谁能配拥有你 再说了 我要是真想威胁你 早就拿你亲人威胁 让你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了 对魏南的话我无话可说 如果他真这么做了 我好像确实没有办法 我说魏总你干嘛盯着我不放呢 这世界有那么多好男人 你就没看上吗 而且我们根本就不合适 再说我也不喜欢你这种强势的女人 人生只有一次 喜欢的 那我就一定要想办法得到 哦对了 好像有的人是有第二次人生的 但却不是我 听到魏南的话我一正 这女人又在暗里套我话了 还是先离开这里吧 想着便起身说道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要走了 可魏南却一把拉住了我 然后顺势将我抱住 谁允许你走了 难道红月你不感兴趣了吗 我可是研究了很久呢 而反应过来的我连忙转身后退 你研究什么红月绿月的跟我没关系 咋的 现在是想要应来是吧 可我后退过吗 撞到了身后的柜子 接着展示在上面的盘子就掉了下 摔了个稀巴烂 魏南看了一眼地上的碎片 真可惜啊 我还挺喜欢这盘子的 听魏南这话盘子应该不便宜吧 我问他这玩意值多少钱 魏南缓缓比了个一 难道是两百万吗 不是 是两个亿 听到这话我瞬间猛逼了 是什么古董啊 这么贵 那把我卖了也赔不起啊 张浩直播被大姐要求唱十八摸 原来刚才在魏南家 我不小心把价值两个亿的古董摔碎了 魏南看到厚淡淡的说了两个字 赔吧 听到这话我瞬间感觉晴天霹雳 这怎么赔得起 就算把我腰子打了也赔不起啊 魏南没有理会崩溃的我 你摔坏了别人的东西当然要赔 有问题吗 如果赔不起的话那就当我的白 不过这是我也有责任 你只要赔一亿就行 也不让你一次性还清 给你十个月 每个月还一千万就行 很简单吧 你管这叫简单 一个月一千万 我也赔不起啊 要实在不行就从了魏南吧 毕竟魏南这条件也不错 我刚有这想法 脑海中就出现血月之神的声音 你确定要吃软饭吗 会被这个世界同发抖 此时我瞬间清醒过来 自己的内心还是不够坚定的 差点就回不去原来的世界了 好险 不就是一个小目标吗 我会按时还债的 不愧是我看上的男人 就是有魏南 魏南好像很难以我的回答 我抬手指着魏南 那当然了 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 岂能郁郁九居人下 我是不可能吃软饭的 这钱只能找其他的办法了 很快我就回到了自己家里 看到秦姐在家门口 我奇怪地问秦姐是在等人吗 秦姐微微一笑 我是在等你啊傻瓜 我害羞地挠了挠头 也不用到外面等啊 在里面等也行 姐姐这不是不放心的吗 晚上男孩子一个人 走夜路不安全 咦 浩浩手上拿的是什么呀 说起这个我就一脸无奈 秦姐没什么的 就是朋友给的摔碎的古董 浩浩这是喜欢上古玩了吗 那姐姐下次买个给你 我忙制止秦姐 现在听到古董两个字 我就腿脚发软 我咳嗽了两声 问秦姐现在咱了多少存款 秦姐表示记不清了 大概有三四百万吧 然后有点奇怪地转头看向我 浩浩怎么突然好奇姐姐的存款了 你是不是急需用钱 或者也想管姐姐的银行卡 那浩浩等一下 姐姐回房拿电影 我连忙拉住秦姐 我就随便问问 就是叮嘱你不要随便乱花钱 毕竟秦姐的存款 对一个亿来说也是杯水车薪 还是不要麻烦秦姐了 而秦姐却误以为我在关心她 开心极了 接着我就跟秦姐打招呼 要回房去直播了 我现在好像最赚钱的路子 就是开直播 不过每天的收益很稳定 大差不差的 但根本还不起账了 是不是要换点其他的直播内容 来刺激一下 把直播打开后 我私信了管理员宋青 问他这个专业的有什么建议 刚上线水友们就纷纷涌入直播间 看到弹幕上问今天播什么内容 我也是一阵头疼 还没想好呢 突然直播间出现一条贵宾至尊弹幕 主播要是摘口罩 我十个游艇送上 看到这条弹幕我心动了 如果只是摘口罩的话 应该不算什么 反正迟早都是要摘的 这是私信突然传来的消息 原来是宋青让我不要摘口罩 现在不是时候 等到更火的时候 再配合公司的运营会更好 我想了下也对 就跟直播间的大姐表示 现在还不能摘口罩 等到什么时候人气冲上首页了 我会露脸的哦 今天就想播点其他内容 不想玩游戏和健身了 你们有什么想看的吗 直播间的水友瞬间刷起屏来 男生可以跳极乐净土啊 或者唱歌什么的也行 看到其他的建议我也是无奈 那是能播的吗 不过唱歌这个好 猫叫这种歌我都OK 虽然自己的水准达不到专业歌手级别 但也是能称霸KTV的 接下来我就开始唱起歌来 该说不说这效果果然不错 礼物还有弹幕就没停过 人气也是蹭蹭往上涨 突然一个价值上万的礼物 豪华游艇刷在了直播间 原来是刚才那位至尊VVIP的大姐 并且还表示主播要是唱十八摸这首歌 她可以直接送十个游艇 看到这个我一脸猛逼 那十八摸是什么玩意 有这首歌吗 还有她正进步 为难半夜打电话给张浩 开口便要她发张自拍过来看一下 就在刚刚 直播间的大姐要刷价值十万元的礼物 让我给她唱十八摸 听到十八摸我一脸猛逼 那是什么玩意 有这首歌吗 于是我打开万度搜索了一下十八摸 可看到搜索出来的内容 我瞪大了双眼 这她喵的是什么东西 家人们 这歌唱不了啊 绝对过不了审 别一会把超管招来了 大姐们别搞啊 我眨了眨卡自然大眼睛 虽然十八摸唱不了 但可以给这位大姐单独唱一首宝贝 以此感谢大姐送的游艇 只是唱歌而已 又不是出卖色相 为了赚钱还债 不寒碜 接着我就给大姐唱了宝贝这首歌 我的宝贝宝贝 给你一点甜甜 爱你哟 听到我的专属歌声 大姐开心的脸都红了 男神真的太温柔了呀 我哭死 我要再送五个游艇 看到大姐的礼物后五金了 这是真有钱啊 我连忙再次感谢大姐的五个游艇 而直播间的其他大姐也表示要送礼物点歌 甚至还有开最高爵位的 这种情况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没想到就随便唱歌而已 竟然有这么多礼物 我当即满足他们的要求 只要送够三个游艇的大姐 有什么要求尽管说 只要不违规 很快就到了直播结束的时间 那今天的点歌节目就到此为止了 感谢大姐们的支持 明天大家还想点歌的话 我尽量早点开播 今天就先下了 大家晚安 关播后我摘下了口罩 要不是怕老爸揍我 今天真想通宵直播呀 我拿出手机看了下今天的礼物收入 发现竟然有五万 还是分成后的 今晚的收入 比以前打游戏健身都要高呢 可接着我就叹了一口气 完全是杯水车薪呢 一个月要还给魏南一千万呢 突然我手机响了起来 发现是魏南打来的电话 我接听后不耐烦地开口 怎么 这就开始催我还钱了 可魏南表示 突然想看看你这个小狐狸 赶紧拍张自拍过来 听到魏南的话我怒了 你他喵的才是小狐狸啊 魏南没有理会我的愤怒 乖一点哦 还是说你又想激怒我 别忘了我可是让你少还了一个亿 我扣了扣鼻孔 想要照片是吧 一张五百万 同意就给你 魏南也眨了扎卡自然大眼睛 你不卖身 倒是会卖照呢 我当即回怼 爱买不买不买拉倒 我要挂了 魏南也讨价还价 一张一百万 要现在拍的 我立马答应了下来 成交 你等着 说完就挂了电话 怎么说也是一百万啊 能少一点是一点 我打开摄像头 比了个友好手势 拍完后就给魏南发了过去 不过这钱还远远不够啊 要不问问月华 先把第一个月的钱筹够了 然后就用这段时间 把名气炒起来 再露脸直播 到那时应该就能轻松一点了 想到就做 我立马问了月华 有没有几百万 先借来应应急 到时一定会还你的 另一边月华也打开抽屉 看了下自己的想金额 发现远远不够 便立即找到管家 问他自己的卡在哪里 我要用几百万 管家听到几百万有点惊讶 不过抱歉了小姐 夫人贯彻穷养女妇养男的原则 所以限定你一次性 最多提取十万 如果一定要取的话 我可以打电话给夫人 那你快打吧 账号还等着用呢 管家一听到这话 眼睛就眯了起来 原来是小姐的同学 要借几百万吗 要是夫人知道这个 一定会生气责骂小姐的 看来只能装装样子 骗一下小姐 管家假装出去了一回 回来就表示 夫人不同意借这么多钱 给一个刚认识的朋友 最多只能借几万 听到这话 月华嘟囔起了小嘴 妈妈真是小气 没办法月华 只能把自己的五万现金 小金库借给了我 看来月华这里也行不通了 我顿时唉声叹气起来 这一千万也太难凑了呀 情境姐看到 张浩直播绝地 吃鸭后人气越来越高 竟然吃错了 最后更是对着直播肩膀 一大姐的面宣示主权 原来为了还卫男的钱 我不仅直播唱歌赚钱 还开口向月华同学借 然而距离一个月 还一千万的目标 还是太远了 也就是卖了一张照片 给卫男减掉了一百万 要不还是多卖几张照片算了 不然每天醒来 看到自己负一亿的资产就闹心 不过想想还是算了 男子汉卖一不卖身 昨天直播唱歌的效果不错 看看管理员 还有没有其他的直播建议 我拿起手机 就给宋杰打了过去 没想到我们男神大大 竟然主动给杰打电话了 而我也没有废话 直接问他 有没有好的直播内容建议 当然了 卖萌卖什么的那套就算了 你上次直播唱歌人气就不错呀 如果你还想创新的话 我建议玩一下 最近新出的一款游戏 听到这话 我连忙叫宋杰把游戏发过来看看 打开电脑后 就看到了他发过来的这款绝地吃鸭 因为是刚出的大热游戏 所以自带流量 就是对男生来说比较难上手 你行吗 我直接表示没问题 白天找时间先练一练 对了 宋杰你再给我接点广告什么的 或者给点首页推荐也行 现在急需赚钱了 宋杰笑嘻嘻地满口答应 你昨天唱歌人气上升了一大截 如果今晚播吃鸭的话 我给你来个首页推荐 那就拜托了 感谢完宋杰后我就挂断了电话 看着桌面上的游戏 这他喵的不就是前世的绝地求生吗 我可太熟了呀 时间很快来到了晚上八点 我准时打开了直播 家人们 今天就不直播唱歌了 给大家玩个新游戏吧 直播间个别时有看到我玩的是吃鸭吼 就发出了质疑 男生也敢玩这个游戏 别直接落地成河呀 一看就是蹭游戏热度的 溜了溜了 看到这条弹幕我吃笑了一声 是不是蹭 待会你就知道了 死忠粉看到自己喜欢的男神被质疑怒了 狗东西你在计较什么 男神不管玩的怎么样我都送礼物 很快我就进入到了游戏 看到很多谁有说我跳到空档是不敢对枪 现在我就让你们看到我敢不敢 接着我就用M416疯狂击杀敌人 瞬息间就淘汰了17人 仅剩13人生存 看到这一幕 直播间疯狂刷起屏来 小哥哥太牛叉了 是第一次玩吗 怎么这么厉害 我淡定的笑了笑 小意思 看我今天不吃个 不对 是吃个鸭给你们看看 随着一阵突突突 最后一个敌人也被我击杀 顺利吃鸭 真是一点难度都没有了 再来 随着一局一局游戏的胜利 我直播间的人气也越来越高 加上宋姐的首页推荐 我直接来到了游戏榜人气第一 很多从首页来的谁有开始质疑 主播开了变声器 男生怎么可能打游戏这么厉害 看到这些弹幕我气得只要牙 怎么每次玩新游戏都有人质疑性别 上次玩联盟也是 随后我戴上口罩打开了摄像头 本来是准备专心玩游戏的 既然有人质疑了 那我便开摄像头吧 今天就多玩几把游戏 看能吃到多少鸭 下面我会少看弹幕专心玩游戏 在这里先谢谢大姐们的礼物了 而在我直播游戏时 另一边的秦姐也在看我的直播 浩浩的人气怎么这么高了 这样下去可不行啊 接着秦姐就来到我房间外敲起了门 进来后直接问我问梅乐 姐姐煮了面条 要不要下去吃点 不带我回答又直接上手摸我的头发 吃完了就乖乖去睡觉哦 时间已经不早了 没办法我只能答应 看来不能多玩游戏了 看到这一幕水友们暴躁了起来 主播你姐姐好烦啊 怎么地空这么严重 是不是在搞什么姐弟恋啊 看到这些弹幕我一脸无语 什么姐弟恋啊 大姐别乱 话还没说完秦姐就打断了我 原来大家也觉得我和浩浩很般配吗 秦秦姐看到张浩直播打游戏非常累 竟然要帮她按摩一下 就在刚刚 秦姐因为乱入直播间导致水友爆炸 因此不断地发弹幕骂秦姐 甚至还有说秦姐是地空想搞姐弟恋什么的 秦姐看到这条弹幕后一把搂住我的肩膀 然后轻易地捏了捏我的耳朵 你们在说姐弟恋吗 怎么会呢 虽然嘴上否认 但眼神却肆无忌惮 傻子都能看出来她有那个意思 就在我红着脸不知所措时 秦姐后退拉开的距离 好了浩浩 准备下播吧 时间不早了 我们要早点休息 姐姐等你哦 说完还眨了一下眼睛 听到这话直播间又爆炸了 那女人在说什么虎狼之词 这两人不会是真的吧 我就知道这个女人有问题 看到直播间的弹幕越来越放飞自我 我赶紧让管理封一下 别待会直播间都没了 接着便宣布今天的直播结束 明天还是老时间开播 大家不见不散 说完就下了播 整整直播了三个多小时 共收了22万的礼物 这首页推荐的流量果然厉害 但这还是不够啊 离一个月赚一千万差太多了 就在我感叹赚钱不容易时 突然听到秦姐在身后叫我 只见秦姐穿着性感的睡衣坐在被单上 浩浩打了这么久游戏累了吧 快过来 姐姐给你好好按摩一下 而看到秦姐的装扮后 我当场就震惊了 刚打游戏没注意看 原来秦姐穿得这么性感 可穿这样按摩有点不太好吧 秦姐要不还是算了 老是麻烦你多不好意思 秦姐擦了擦嘴角 没关系的浩浩 姐姐不怕麻烦 快点过来 我也没有再推迟 毕竟秦姐都这么说了 还犹豫什么呢 于是一个箭步就冲了过去 来到她身前缓缓开口 那就麻烦秦姐了 接着秦姐就帮我按起膜来 还问我力度合不合适 而此时我却满脸黑线 竟然是震惊的 看到我的表情 秦姐眉眼笑了起来 浩浩是不是在想 什么不健康的事情 我连忙否认 秦姐你想哪去了 只是现在天气凉了 秦姐穿这样不冷吗 秦姐便按摩便回答 浩浩都会关心姐姐了 真是长大了 不过姐姐习惯在家这样穿了 难道浩浩你会介意吗 我当然是不会介意的呀 不介意就好 姐姐害怕我们太过亲近 你心里会变扭吗 其实姐姐和浩浩这么亲近 都是有原因的 我转头奇怪的问秦姐 是什么原因 不过听到我的问话 秦姐正着 张千秦 自己做错了就是错了 还能逃避一辈子吗 难道你以后不想 和浩浩在一起了吗 不过浩浩还没有喜欢上我 关系如果不能更进一步 这话我还不能说出口 浩浩 姐姐其实内心有道歹 只是现在还不知道 怎么跟你说 等以后想通了姐姐再和你说 只要到时候 新的计划顺利进行 和浩浩的关系 肯定就能更进一步了 到时再把所有事情坦白出来 很快时间就来到了第二天 我被手机的信息提示声吵醒 谁啊 大早上的这么不到的 我拿起手机就查看了起来 仔细一看发现是为难的短信 小男人要是撑不住了就投降 乖乖当我男人就好 看到这信息我瞬间抓狂 你不要再催了 这欠债一个意真是要命啊 月华为了帮张浩筹钱 竟然把家里的珠宝都洗劫了一点 就在刚刚 来到学校的我因为负债一个小目标 整个人都散发着低气压 让那些仰慕的妹子纷纷担心不已 男神这是肿了 这是一个声音叫醒了我 抬头发现是月华来了 早上好啊小月华 你今天怎么背这么大个的书包啊 看到比月华整个人还大的双肩包 我疑惑地问他 月华二话不说 直接把背包往我书桌一方 打开后露出了里面黄灿灿的珠宝首饰 张浩 这些东西都给你 听到这话我眼珠子都动了出来 接着月华拿起一个大钻戒 我不知道那些珠宝首饰值不值几百万 但我奶奶说这个戒指很值钱 这是我终于反应过来 连忙把背包拉上 用手捂住月华的大钻戒 我的姑奶奶啊 你是生怕别人不抢劫你是吧 还有你肯定是背着家人 把这些珠宝拿出来的吧 这样做是不对的 赶紧让管家叔叔来 把这些东西带回去 以后不能这么做了知道吗 看到我严肃的样子 月华弱弱地开口 张浩你生气了吗 我只是想帮你 我宠溺地摸了摸月华的头 胡说什么呢 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 突然我好像想到了什么 对了月华 你家里有没有认识古董鉴定的人了 真想帮我的话 就介绍这方面的人给我吧 月华眼神瞬间犀利 我知道了张浩 等我消息吧 画面一转来到杨氏古董店 两名女子正在店里聊天打屁 突然一声招呼吸引了两人的注意 原来是我根据月华的推荐 来到这里找杨帆阿姨 而红衣旗袍的女子 看到我后张大了嘴巴 这是先男下凡了吗 蓝色旗袍的女人 表明自己就是杨帆 我连忙跟她表明来意 杨阿姨你好 我是月华的同学 这次来是想请您帮我鉴定一个古董碗 既然是月华的同学 那当然没问题了 拿出来我帮你看看吧 我有点不好意思的问她有没有担间 杨阿姨还以为我介意有外人在场 便介绍起了红衣女子 这位是我的半个徒弟 叫沐红 也是个富二代了 而沐红笑了笑 看来帅哥的古董很贵重 我们就去担间看看吧 于是杨阿姨就带我们来到了担间 经过鉴定后 怎么可能 这不是前段时间 以两亿天价卖出的乾隆御用碗吗 这可是妥妥的真体呢 怎么成这样了 听到杨阿姨都发我胡了 果然是真的呀 还想抱着侥幸的心理呢 也是 为难那财大气粗的样子 怎么会有假的东西 这时沐红开口 那场拍卖会我刚好在现场 没想到那个神秘买家 是个又美又有钱的小弟弟 我尴尬的表示 这是自己一个爆发户朋友买的 接着问杨阿姨能不能修复 可以是可以 只不过要花点时间 但就算修复了价钱 也是大不如之前的 这时沐红帝过来一张名片 这是我的名片 我可以给你做担保 小弟弟放心好了 不知道弟弟可不可以赏脸吃个饭呢 我们可以慢慢聊一些细节 我接过他的名片 那就麻烦沐姐了 多认识个人也好 倒是修复好了 卖古董指不定也需要找他帮忙 画面一转来到一家酒店 我根据导航到这里后等了一会 身后就响起一道声音 原来是沐红到了 小弟弟不好意思啊 路上有点堵车 让你久等了 没想到他还回去打扮了一番 没有 我也是刚到 我尴尬的客套了一番 这样啊 那我们就上去吧 在我们走向前台时 一位工作人员迎向了我们 就两位吗 我们这里今天情侣消费半价 说完还眨了一下卡兹兰大眼睛 沐红尴尬的咳嗽了两声 我有点无语的看了他一下 这女人原来在打这种算盘吗 张浩又被大姐头看上了 还没有他大打出手 就在刚刚 沐红邀请我去酒店吃饭 却发现今天酒店有优惠 凡是情侣消费均享有五折优惠折扣 于是沐红让我假扮他的男朋友 没办法 以后还要找他办事 只能答应他的要求了 其他人看到沐红带着我来吃情侣套餐 一阵羡慕嫉妒恨 这姐妹也太有福气了吧 找了这么个小奶狗 好他爸帅啊 而此时我却羞耻到不行 老子一个纯爷们 竟然要像女生一样挽着别人的胳膊 这感觉真的太奇怪了 但没办法 谁叫自己有求愉人家呢 在我和沐红上去包厢时 一个身影来到我们身后 默默地注视着我们的背影没有说话 另一边 刚来到包厢 沐红就双手合十向我道歉 小弟弟真是不好意思 委屈你了 为了这个折扣优惠 让你假扮我的男朋友 我连忙摆了白手 没关系的 小事一桩 不必放在心上 接着落座后 我开口问沐红这修好的古董碗拿去拍卖能卖多少钱 修复过的碗价格会大打折扣 不过也能卖上百万吧 上次能拍卖两个一主要是有人争抢 现在这时 包厢的房门突然被人一脚踹开 来人正是楼下大堂里的黄毛 也是沐红同母义父的姐姐沐青云 老妹啊 姐听说你这里有绝世大帅 怎么不告诉姐啊 真是不讲义气 而沐红看到来人却显得有点惊慌 沐青云 你来这里干嘛 当然是来看小帅哥的 真是不错呀 独乐乐不如种乐乐 小宝贝 这女人给你多少钱 我出十倍 以后天天跟姐玩 你看行 话还没说完 就被沐红一个大逼都扇飞了 你他爸的刚吃大蒜吗 嘴巴这么丑 跟我朋友说什么变派话呢 而我此时也是满脸黑鞋 自己这是不是打击转世啊 怎么这群女人看见我就发情 被打的沐青云用手捂住侧脸 你个野种真是活得不耐反了 竟敢打劳资 你们都给我上 打死这个野种 听到吩咐的手下松的拳头就走上前来 没问题青云姐 我们会好好陪他玩的 接着旁边就传来了打架的声响 而我却一脸猛逼 我就想吃个饭 怎么就打起来了呢 双拳终究难敌四手 沐红很快就被两个手下架住了胳膊 被沐青云一拳狠狠地打在了肚子上 然后瞬间跪倒在地上 你个狗也种 在我家花我家的用我家的 还敢动手打我 真是活得不耐烦了是吧 说着又要上前去揍沐红 而听到现在我才发现这两人是亲姐妹 这亲姐妹没必要往死里揍吧 我还指望沐红帮我卖那个破碗呢 想着便直接上前抓住了沐青云的手臂 给我住手 沐青云有点惊讶我的力气 那我就动手吧 于是我瞬间栖身上前 狠狠一拳打在了沐青云的肚子上 算是帮沐红报了仇 两个手下看到这一幕都有点被惊到了 趁此机会我又一拳直击一个手下的面板 然后一脚踢向另一个手下的裆部 把他痛得眼珠子都动了出来 仅仅一瞬间我就将三人都给解决了 看来这饭也吃不下去了 别愣着了 我们赶紧跑吧 可沐红却让我先走 这沐青云和黑帮有点关系 让我来善后吧 听到这话我也没想那么多 反正是他们的家事 我就不掺和了 那行吧 要是那个女人叫人找我麻烦 你记得帮我报警 出门后我就坐上了滴室 总算是离开那个是非之地了 这一天经历的事还真是多呀 然而在我没有注意的方向 一个女人正盯着我坐的滴室 随后掏出手机 老张 刚才有个帅哥上了你的车是吧 老大要你把他带过来 张浩又被绑架了 就在前不久 从酒店刚出来的我坐上滴室 没想到却被人给盯上了 等我再次睁眼后 才发现自己被人绑架 眼前的刀疤脸正是这里的老大 只见他邪笑两声 有钱是真的好啊 这么极品的帅哥 那位大小姐马上就可以随便玩了 这是把我绑来的口罩你开口 老大 要不我们还是抬一抬价吧 这么亮的笑草 那个色鬼大小姐肯定会加钱的 刀疤脸没有理会他 来到我的跟前 小帅哥 姐帮你撕开胶带 你可不要骄傲 说完便一把将我嘴上的胶带撕开 我当即问他为什么绑架自己 我一个学生 应该没有招惹到你们吧 刀疤脸笑着白白手 这都是工作吗 男人钱财替人消灾了 真是可惜了 这么亮的学生仔 待会就要便宜那个靠妈的沐清云了 听到这话我顿时明白了 原来是沐清云那个狗东西绑架的我 这沐红也太不靠谱了 不是说好你来解决的吗 刀疤脸摸了摸下巴 不过你如果愿意当我陈青刀的男人 我倒是可以不把你交给沐清云 怎么样 我对你好吧 我冷笑一声 想让我当你男人 可我喜欢强壮的女人 要不你松开我 咱俩练练 面对我的激将法 众人毫不在意 优客 没想到还是皮猎马 老大上啊 直接给他来个生米煮成熟饭 刀疤脸笑得更放肆了 我就喜欢猎马 既然你想练练 那就成全你 来人给他松绑 没了束缚后 我站起身 跟刀疤脸对峙了起来 他们人这么多 如果赤手空拳 肯定逃不了好 要是能拿到旁边的钢管的话 再利用他们对我的亲笔 打他们个出气不易 说不定可以把他们 所有人都打倒 小乖乖 你准备好了没有 放心 姐姐一定会好好疼爱你的 说完便一跃而起 朝我这边冲了过来 小宝贝来了来了 小飞来了 我猛然往下一蹲 躲过了刀疤脸的一抱 接着便直接往放 钢管的木箱飞奔而去 口罩女反应了过来 老大小心 她想要拿武器 而此时我来到木箱前 拿起一根钢管 就朝着刀疤脸甩了过去 没想到刀疤脸 也不是什么软脚下 一个下腰就躲过了这一击 小宝贝 花招还真是不少 但是对我不管用 话刚说完 就看见我拿着一根钢管 冲到了她面前 接着我便挥起钢管 狠狠地朝她咋去 仓促之下刀疤脸 只能用手臂挡住这一击 下一秒 她便发出了 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你她爸的真是找死 说着就抬起腿朝我攻来 幸好我反应够快 一个下腰躲了过去 我连忙后退 离开她的攻击范围 真可惜 竟然没直接干趴她 刀疤脸垂着颤抖的手 没想到是个练家子 还以为你是花瓶吗 现在给我乖乖过来 我可以不跟你计较 毕竟货物要是弄坏了 买家该不高兴了 我冷冷地看着她 放我走 不然没商量 这是一群手下 朝着刀疤脸聚了过来 怎么着 你该不会以为 你能单挑我们整个青帮吧 我没有跟他们废话 直接举起一个友好手势 你爷爷的要来就来 哪那么多的废话 刀疤脸迎笑一声 果然够胆 都他喵的给我上 画面一转来到 卫南的凤红集团 卫总 人员都已经到位了 行动也准备就绪 秘书站在卫南的办公桌前 汇报着进展 很好 记住 不到最后一步 什么都不要管 开始行动吧 另一边 被揍得鼻青脸肿的 沐红跪坐在地上 沐青云我警告你 别动账号 能随便摔碎 两个亿的孤独 你不要以为 他什么背景都没有 沐青云不以为然 对着旁边的手下 仿佛看到了 什么可怕的东西一样 张浩一句 跟你不熟 把卫南气的火冒三丈 差点当场黑话 要把他抓回去暖床 就在刚刚 沐青云来到 绑架我的刀疤脸这里 刚推开仓库门 就被惊掉了下来 只见我一棍 敲飞一个小卡拉米 一拳打倒一个路人甲 揍得他们毫无还手之力 纷纷倒在了地上 把沐青云看得是 目瞪口呆 这他罢的是怎么回事 一群黑帮的人 竟然被一个小男生 给解决了你感性 看到门口的来人 我丝毫不意外 郑主终于来了呀 下一刻 沐青云的手下 就被连人带门 踹飞了进来 沐青云连忙回头望去 接着开始满头大汉 原来来人 正是大名鼎鼎的魏南 沐青云 你连我的男人都敢吧 胆子真是不小啊 听到这话 沐青云更是惊出一身冷汗 张浩竟然是你魏南的男人 原来那个价值 两个亿的古董就是 没等他说完 魏南冷笑着开口 没错 那是我的 你知道动我的人 都是什么下场吗 听着魏南森然的语气 沐青云吓得扑通一下 跪在了地上 连忙开口求饶 魏总我错了 我不知道那个张浩是您的人 要不然的话 您就是给我一百个胆子 我也不敢了 魏南转头淡淡地看了一眼 跪在地上的沐青云 绑架了我魏家未来的老爷 一个小小的道歉可不管用 你们青帮地盘上管辖的店面 将会由魏家全部接手 还有你们沐家 好像有两个继承人吧 我们魏家会向沐家施压 除去你的继承人资格 并且把你逐出沐家 是牺牲你一个人 平息魏家的怒骨 还是让家族覆灭 我想沐家人还是拎得轻的 听到这话 沐青云整张脸变得扭曲起来 你不能这么做 怎么能让沐红那个野种继承沐家 这样你还不如杀了我 在他们交流的时候 我突然看到 已经被我打倒的混混站了起来 我有点奇怪 这人怎么回事 这种时候不是应该躺地上装死吗 另一边 受不了打击的沐青云 恶向胆边生 从怀里掏出匕首 既然都是死 那为什么不拉你坐垫背了 说着就举起匕首狠狠地朝魏南刺去 可匕首却突然停在了半空 距离魏南二十厘米的地方 再也前进不了一点 魏南面无表情地转过头 仿佛在看一个小丑一般 原来是刚才那个 从地上爬起来的混混 抓住了沐青云的手腕 接着一把打掉了他的匕首 并反手把沐青云按在了地上 没有丝毫反抗的能力 最后更是双手捧住他的脸颊 用力一扭 彻底结束了沐青云罪恶的一生 看着倒在地上的沐青云 我和沐红有点惊讶 这人下手太果断了 绝对经常干这种事 而魏南仿佛什么事 也没发生缓步走进仓库 没想到啊 你一个男人竟然能把一群女人打倒 真是小看你了 看到魏南的到来 我面无表情地开口 我收回之前说的话 还以为你是走后门当上的总裁吗 看走眼了 魏总真是好手段了 这一切都是你安排的吧 借我来打压沐家 以此来吞并他们的势力 我没说错吧 听到我的话魏南差点气死 你觉得我魏南会做这种事 我一阵无语 有点不敢确定 主要是我们认识的时间也不长 跟你不太熟 还真不知道你会不会这么做 这下魏南彻底破防 真是好啊 跟我不熟是吧 既然这样 那我们得要好好深入了解一下了 张浩又被魏南抢吻了 还要把他扛回家 来个生米煮成熟饭 原来就在刚刚 我因为对魏南说跟他不熟 把他气得差点当场黑话 既然不熟 那我们就好好深入了解一下 看着有点发狂的魏南我怂了 那个你别乱来啊 我手里可是有钢管的 上头的魏南不以为然 那又怎样 这东西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威胁 说完就直接朝我冲了过来 这女人怎么说动手就动手啊 既然这样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我挥起手中的钢管砸向魏南 本以为他会躲开 却没成想魏南直接用拳头 跟我的钢管硬碰硬 还把钢管都给打废了 看到这一幕我眼珠子都瞪了出来 这他瞄的还是人类吗 魏南握着他那毫发无损的拳头开口 跟我走 这下我彻底怂了 我又没有说不跟你走 怎么还上火了你说 十十物者为俊杰 这女人我打不过 十个自己也打不过 那个我这刚打完架有点累了 也有点走不动 要不今天我还是先回家 等哪天有空了再约好吧 魏南一脸冷笑地凑了过来 没得商量就现在 你走不动了我可以帮你走 我正奇怪他怎么帮我走路时 魏南直接把我扛在了肩上 乖一点别乱动 说完就往外面走去 此时一架直升机也飞到了外面的屋里上 魏南扛着我走向直升机 吩咐秘书把这里打扫干净 而坐上直升机的我却泪流满面 太羞耻了 老子可是24K唇爷们 竟然被女人扛着走 可突然我就透过窗户 看到了站在下面的木红 那楚楚可怜的模样就好像失恋了一半 我转头问魏南 你刚才把那个穆青云杀了 应该不好处理吧 有什么不好处理 我可是正当防卫 是他先动的手 听到这话我一阵无语 默默竖起一根大拇指 那个穆青云必须死 不然什么阿猫阿狗都来招惹你 我处理起来也很麻烦 现在杀鸡竟猴就不会有那种 顽固姊妹来骚扰你了 况且他也是个人渣 不是第一次绑架高中生了 都不知道糟蹋过多少男孩子 他死有余辜 你这话说的那么正义领人 不也是经常绑架我吗 还好意思说别人 魏南又差点被气得破防 这还不是因为你 打电话又不接发短信也不会 我只能用这种特殊手段了呀 听到魏南的狡辩我一脸无语 可以的 双雕这个词真是被你诠释得淋漓尽致啊 魏南被气得差点说不出话来 既然这样那我倒想问问你 你觉得穆青云在你眼里算不算坏人 那还用说 当然算了 我回答的理所当然 那我呢 对你来说我算不算坏人 听到这问题我有点惊讶 这让人怎么回答呢 我要是说算 会不会被你从飞机上扔下去啊 不过看到魏南那严肃的眼神 青云都是绑架过你的人 为什么他是坏人我却不算呢 看来你也很双标呢 说完不给我反应的机会 就直接抢稳了过来 我也被这一幕搞得有点猛逼 这女人霸总综合针又发作了 很快直升飞机就回到了魏南的别墅楼底 把我扛回房间后 魏南就准备直接来个生米煮成熟饭 乖巧可人的月华同学又要和魏南动手了 就在刚刚 魏南像个小男人一样依偎在我的怀里 被突然推门进来的秘书看见了 魏南瞬间恼羞成怒 谁让你不敲门就进来的 秘书被吓得满头大汗 自己不会被灭口吧 抱歉魏总 因为您说过事态很紧急的话 可以直接进来汇报 不用敲门 看来魏南之前是没有太多的私生活呀 还是个工作狂人呢 话说前世的时候 我们总经理也和魏南一样是个工作狂 公司每天加班996都是总经理起的头啊 而此时的魏南也头疼的揉了揉眉头 算了 什么是这么紧急说来听听 是那个敏家的小姐来了 在门口吵着要见张浩先生 我们两人听了都有点惊讶 什么 竟然是月华来了 魏南的表情瞬间冷了下来 这种事还需要汇报吗 都闹上门来了 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可他好歹是敏将军的孙女 我们毕竟曾经也是敏将军的兵 秘书将自己的顾虑说了出来 可魏南却直接让秘书停止一段时间 现在你不适合做我的秘书 也不知道魏南是公报私仇还是怎么的 还有 我们现在已经退役 不再是他的兵了 魏南说完就转头叫我跟他一起出去 既然敏家的小鬼要见你 那就如他所愿 此时我皱起了眉头 情况好像有点糟糕啊 这魏南看起来这么生气 该会怕是和月华又要起冲突了 真是头疼 两人怎么都跟小学生一样了 刚来到门口就看到月华和魏南的手下对峙起来 你们最好快点把账号放了 不然我就报警了 我和魏南走上前 月华 你怎么来这里了 那个我听杨阿姨说你被魏南掳走了 所以我来救你 听到这我直接捂住了嘴巴 果然还是小月华最关心我 太感动了 而魏南却差点被气死 敏家的小鬼 要不是你推荐张浩去那里 也不至于会被黑帮绑架 现在他的事不用你管了 你也管不了 接着又露出圣人的表情 之后张浩想学拳击也好 想看大别墅也罢 都会在我这 而你要做的就是和他保持距离 看到月华的脸色黑下来后 我连忙让月华别理他 又转头让魏南收起你那杀人的眼神 月华没有说话直接把外套脱了下来 摆出格斗的姿势 魏南如果是女人的话 就来和我单挑 听到这话魏南握紧了拳头 既然你想单挑的话 那就如你所愿 把我们上次没有打完的架打完 看到两人果然又针锋相对起来 我心累的叹了一口气 算了 感觉越劝你们就闹得越起劲 你们自己打吧 我就先打车回家 不陪你们闹了 说完转身就走 这操作把魏南月华都看愣了 你人走了我们还怎么争风吃醋啊 月华当即就捡起外套追了上去 那张浩我送你回去 而魏南也跑了过来 用不着你送 我送就行了 我转头无语的看着魏南 大姐不用你送 我已经叫好车了 你那个劳斯莱斯太扎眼 要是回去被家人看到我怎么说呀 还有 你可是大总裁 分分钟几百万上下 就不劳烦你了 我还要赶紧回去赚你那个股东碗钱呢 看到这种情况 月华也挑衅的朝魏南扑了土舌头 魏南被气得是浑身发抖 你个臭小鬼 来人 给我把那个车拦下 接着魏南手下 直接把一箱子钱拿到司机面前 已经坐在驾驶座的魏南开口 你这辆车我两百万买了 刚才那个是定金 剩下的我保镖带你去 说完就转头 看向一脸猛逼的我和月华 小男人 我这车都低调吧 说了要送你回家 我说到做到 花两百万就买个破滴式 有钱人果然是任性啊 秦姐背着张浩去相亲 不料南方狮子大开口 要求彩礼一百万 还得要有180平的大房子 原来在我决定和龙哥月华 他们去买泳衣时 给秦姐发了消息 表示要晚点回家 而我没想到的是 秦姐此时正坐在咖啡厅里 等待相亲对象 这时一道身影走了过来 你好 我是你的相亲对象梁姐 他一坐下就直接开门见山 我们老家这边的财礼一般 都是一百万左右的 对了你月薪多少 如果没有五万的话 可能生活有点困难 毕竟生孩子后 要请管家保姆 我是不怎么做家务的 还有那个房子 也不能少于180平 因为我们要来这边读书 会一起住段时间 秦姐看着喋喋不休的 你有在听吗 梁贤打断了秦姐的思绪 我想要了解的就是这些 你有什么想了解我的吗 那这位少爷 你的优势是什么呢 又或者你有什么 男方直接摆出了个可爱的表情 我不需要有什么 只需要负责貌美如花就行了呀 秦姐文言扑斥一下笑了出来 她想起自己跟浩浩也聊过这个话题 浩浩 你作为男生 为什么要这么拼命地赚钱呢 我觉得男生也应该独立起来啊 这个家未来不能只靠秦姐你啊 回忆中的秦姐满脸笑容 这人之间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我的浩浩果然是最好的 老妈也是的 逼我相亲就不说了 怎么还是这种货色 秦姐直接开口摊牌 彩礼我给得起 车房也都没问题 而且我的月薪是十万家 这条件听的男方是眼貌猩猩 当场就要同意 不料秦姐三个字回怼了她 你配吗 画面一转来到商场这边 龙哥拿起一件泳衣问我好不好看 看这粉嘟嘟的泳衣 我一脸便秘啊 好看你妹啊 这是黄元元的声音传来 龙龙你选得也太保守了吧 都不能体现出你的好身材啊 看这黄元元一脸猥琐的样子 龙哥满脸羞愤 黄元元你怎么在这里 还有不要用这么下流的眼神看着我 讨厌 黄元元一脸笑眯眯的看向我 当然也是来买泳衣的了 浩浩男神想买什么样的泳衣 要不要我给你推荐推荐 惹得龙哥大喊变态 我也直接拒绝了 你推荐的能穿吗 黄元元擦了擦嘴角的口水 我们怎么变态了 这都是朋友间的欣赏 月华也满脸无语的看着黄元元 不要把我也扯进去啊 龙哥瑟瑟发抖的挽着我的胳膊 浩哥 你不要信黄元元的嘴 他们就是想占便宜 我无语的捂着额头 咱们还是分队各自买吧 别磨叽了 待会买完集合 黄元元一脸遗憾的跟月华去买女士泳衣 真可惜 本来还想给男神拍几组照片做纪念了 而月华则想要黄元元帮他选几套好看的泳衣 黄元元拍着胸口表示没问题 你这是想要穿得好看让男神夸赞你吗 没想到我们的大小肩脑袋也开窍了呀 月华笑眯眯地看向他 主要是你教会了我很多东西 谢谢你了圆圆 黄元元一把搂住月华 那么客气干嘛 以后有什么福利分享给我就行 接着黄元元神情闪过一抹一色 月华你现在能认知到自己的心意了吧 可你知道的 我也喜欢张浩 所以你也不知道黄元元一股脑说了什么 月华神色异常地表示自己知道 而另一边的我突然想起了什么 这让月华跟黄元元去买泳衣真的能穿吗 这时一道声音叫住了我们 龙龙 浩浩男神 快来看我们的泳衣好不好看 我转眼望去 果不其然 我就知道 这黄元元肯定会乱来 你这泳衣选的布料也太少了吧 黄元元打算跟张浩表白 不仅穿性赶泳衣给他看 还要拉着月华穿白丝泳衣 在看到黄元元这大胆奔放的泳衣后 我一阵无言 这学校游泳课怎么能穿这种泳衣呢 随即我想到了什么 那个月华的泳衣不会也是你挑的吧 没错 看到黄元元仿佛妖宫一般 我瞬间感觉不好了 你选的泳衣月华真的能穿吗 现在他人呢 黄元元指了指旁边的试衣间 还在里边呢 我们三人来到试衣间前 月华你在里面没事吧 怎么还不出来 听到我们的话月华露出了个头 一脸的不好意思 我感觉这套泳衣有点怪怪的 明明是泳衣 为什么还有配上个白丝袜啊 黄元元一脸认真的刻骨 本来丝袜只是女人郁寒的衣物 但最近好像有学者研究发现 男人其实是喜欢看女人穿丝袜的 听到这话我仿佛被说中了心事 一时间有点支支吾吾的 而龙哥却一脸疑惑 有这种事吗 我觉得还好吧 黄元元一脸兴奋地继续介绍 正因为有了这种发现 才设计出了现在的泳衣家丝袜套餐 月华同学出来吧 向大家展示新时代的美 月华这才卖腿走了出来 感觉好难为情啊 泳衣大概就是这样的 张浩 这件泳衣好看吗 龙哥眼神清澈地表示好看 而我却红着脸结巴地说还可以 此时黄元元又拿出一件泳衣 我觉得这套也挺适合月华的 既然来了 要不也试一下吧 我一把抢过黄元元手中的泳衣 月华你别听她的 这种泳衣能穿吗 我满脸无语地看着黄元元 真是没节操的家伙 就你们现在穿的这个泳衣 我都不知道把眼睛往哪放 算了 还是赶紧买单撤退吧 黄元元笑嘻嘻地开口 男神就要回去了吗 要不要我送你啊 月华我喜欢张浩 所以我打算跟他表白 虽然我知道张浩可能看不上我 但我还是想要试一下 把自己的心意传给他 不然等以后毕业了出社会了 我肯定会对高中生活感到后悔的 这就是我之后的打算 龙哥被学姐表白 并当众抢吻了他 失去初吻的龙哥 直接给了学姐一巴掌 伤心欲绝地和我去喝酒买醉 就在前不久 我被黄元元单独叫到外面 开口第一句就是张浩我爱你 请跟我交往吧 见到你的第一眼时 我就无法自拔地爱上你 现在的我可能配不上你 但我会努力变得更好 请给我一次机会吧 这一下搞得我差点猛逼 把我叫出来就是要表白啊 于是我毫不留情地拒绝 抱歉我们不合适 我并不喜欢你 黄元元听后当场实话 这么果断的吗 你好歹犹豫一下呀 我尴尬地转过头 长痛不如短痛啊 你是个好人 我觉得我们还是做朋友更合适 发完好人卡后 我走在回教室的路上 真是罪过呀 又伤了一个少女的心 这时龙哥突然迎面走了过来 听到这话我脸色变了 难道是有人要和龙哥约驾 正当我考虑要不要 叫人一起去干驾驶 就听到龙哥满脸娇羞地说 他给我写了很久的情书 要不要去见一面呢 搞半天原来是龙哥也被表白了呀 话说这不是好事吗 龙哥你纠结个锤子啊 而龙哥此时依然沉浸在幻想中 如果我去见面喜欢上了怎么办 我还不想早恋啊 可如果他很丑怎么办 我该怎么拒绝呢 浩哥你说我该怎么办啊 看龙哥这神经的样子 我差点破坊 这不是保险吗 要是那个看起来是学姐的女生使坏 月华可以出手帮忙啊 那好吧 你们先在这里 我过去跟他拒绝后就回来 看着龙哥一脸娇羞地跑过去面积时 月华问我喜欢是什么感觉 我一脸无奈 月华好像问过这个问题吧 反正就是每个人的感觉都不同吧 我个人觉得喜欢就是心里有他 然后怎么也忘不掉 这就是我理解的喜欢 可正当月华想说什么事 龙哥那边传来了动静 看过去后发现龙哥竟然被那个学姐抢吻了 这一幕看得我直呼卧槽 这个世界的女人都这么喜欢抢吻的吗 反应过来的龙哥大喊变态 直接给了学姐一个大逼动 看得我是目瞪口呆 龙哥竟然也有这么勇的时候 而月华却摸了摸自己的脸 好像被删的是自己 我连忙拉着月华跑过去 龙哥你没事吧 看到我后龙哥直接扑了上来 浩哥我的初吻没了 臂旁的学姐直接跪了下来 龙龙我错了 原谅我吧 而龙哥却让她赶紧走 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了 很快到了放学时间 喝醉的龙哥大骂着女人没一个好东西 我连忙劝她不要再喝了 都醉成这样了 龙哥大喊我没醉 接着又拿月华出气 指着她就骂 月华你整天腻着浩哥 也不是什么好人 说完后又扑到我身上大哭 浩哥怎么办呢 我初吻没了 接着就晕了过去 看来是真喝醉了 而月华转头看向我 张浩你也喝醉了吗 脸好像很红啊 我拿出手机照了一下 还真的很红 没道理啊 自己才喝了那么点 这要是回家 不得被老爸还有情姐念叨了 而龙哥这样子也不能回家了 此时月华站起身 既然这样的话 那要不要去我家过夜 月华终于跟张浩表白了 还强行把她拥在怀里 最后更是一起同床共枕过夜 原来因为龙哥喝醉酒 月华邀请我们去他家 我想了想便同意了 来到月华的庄园别墅后 管家叔叔惊呆了 以前木然的小姐 竟然带了两个美男回来过夜 还真是嘀咕了小姐啊 月华对着管家吩咐 多做两个人的饭菜 再多准备一间客房 然后就扶着我和龙哥朝楼上走去 安排好龙哥后 我打了个电话给情姐 告诉他龙哥被抢吻了 我在龙哥家陪他 情姐听后一脸怒容地表示 抢吻都是耍流氓 要是浩浩遇到这种事 一定要一脚踢他要害 让他跪离不起 知道吗 我想想这个画面都有点被吓到 连忙应付情姐 表示明天就回去了 让他不要担心 挂掉电话后 情姐一脸的生无可憐 今天一整天都看不到我的浩浩了 我哈哈一笑 那你不应该说出来啊 等到月华坐下后我问他 这间屋子好像是你的秘密基地啊 怎么让我住在这里 月华红着脸微微一笑 因为我喜欢的宝贝都放在了这里 然后伸手握住了我的手 张浩 你也是我的宝贝 我每天都很想你 想和你说话 想和你在一起 甚至想把你藏在这间屋子 不给别人分享你 张浩 你愿意和我在一起 做我男朋友吗 听到月华的表白我瞳孔一阵 沉默了一会开口 月华 我不想骗你 我承认自己是喜欢你的 但我心中却还装着另外一个女孩 其实我是个三心二意的渣男 月华听到我这话身形一顿 张浩你不是渣男 我觉得你是最好的人 我苦笑着摇了摇头 月华 这种三心二意的男人是很差劲的 我知道这样不对 但就是控制不住 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份感情 所以更不能这么草率地处理我们之间的感情 你理解吗月华 听完我的话 月华猛地抱住了我 张浩我不理解 还有我很不开心 你能不能只喜欢我一个 我默默地叹了一口气 对不起了小月华 对于内心复杂的情感 我暂时没法下定论 时间很快就到了第二天 我朦朦胧胧地睁开眼后 发现自己和月华竟然睡在了一起 而且身上的衣服也变成了睡衣 这是什么时候换的衣服 自己怎么不知道 这时月华也醒了过来 张浩天亮了吗 我不好意思笑了笑 道歉吵醒你了 那个月华 我这衣服是你帮我换的吗 月华揉了揉眼睛 昨晚你睡着后 我叫管家叔叔帮你换的 听到这话我放心了 差点还以为是月华帮我换的呢 很快我们就收拾出门去学校了 来到学校门口的 我们不知道身后 正有一个人在看着我们三人 而这个人正是晴姐 她紧紧盯着月华 浩浩身边的这个女人 到底是谁 月华同学因为晴晴姐吃错了 原来在我去月华家过夜后 来到学校时被一道声音叫住了 转头发现是晴姐 我有点诧异 晴姐你怎么来这里了 当然是担心浩浩了 你不回家姐姐一晚上都睡不着 想到欺骗了晴姐 我刚大的挠了挠头 不用担心了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这是龙哥面无表情的开口 那个浩哥我先回教室吧 看着龙哥的背影 我有点奇怪 龙哥以前看到晴姐 不是挺开心的吗 今天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沮丧 带龙哥走后 晴姐看向一旁的月华 浩浩 这位女同学是谁 怎么没有见过来 她是我同班同学 叫敏月华 晴姐眯着眼睛跟月华打招呼 初次见面 我是张浩的姐姐 看你们一起上学 是经常在一起吗 被突然打招呼的月华 有点猛逼 接着立马反应过来 眼前的女人是张浩的家人 便鞠躬向晴姐回礼 姐姐你好 我们确实经常在一起 听到这话 晴姐露出了危险的笑容 这女人绝对喜欢我的浩浩 为了宣示主权 晴姐走上前 地板搂住我 浩浩 今天晚上我们去你的房间 聊聊天吧 地旁的月华 被眼前的荧幕看待了 晴姐扫了她一眼 看来我猜的没错 这女人是个潜在的威胁 听到晴姐的要求 我答应了下来 不过这话也不用悄悄说吧 因为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啊 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好了 时间快到了 去上学吧 晴姐看着我们离开的背影 脸色凝重了下来 看来计划要加快了 不能再等了 到了中午 我们三人来到食堂吃午饭 看着两人的神情 我也是一阵无语 早上你们不是还好好的吗 怎么一上课就无精打采呢 听到这话龙哥大哭起来 因为看到晴晴姐 我就想起初吻被夺走的难过 心里太难受了 文言我顿住了 龙哥这家伙不会是喜欢晴姐吧 不然为什么这么在乎晴姐的感受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看来得找龙哥聊聊了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我该怎么办 我转头问一旁的乐话 你怎么突然也没精神了呢 我好像吃错了 听到这话我顿时压麻呆住了 你说什么玩意 看到你跟你姐姐这么亲密的样子 虽然知道是家人 但心里还是很不舒服的 真羡慕你姐姐 可以跟你住在一起 一旁的龙哥表示也羡慕好哥 可以跟晴姐住一起 时间很快就来到晚上 回到家后我准备吃完饭就去直播 把昨天没多的时长补回来 再不好好赚钱 什么时候才能还清为难的那个破碗 可刚进门我就听到屋子里传来很大的动静 笔记张阿姨的打骂声 连来不知道晴姐犯了什么错 张阿姨正拿着皮带抽打她 张浩为了把晴姐掰直 竟然牺牲自己的色相去诱惑晴姐 连来在我放学回家后 发现老妈拿着皮带打晴姐 把晴姐打得是伤痕累累 看到这一怒我惊呆了 这也太狠了 我连忙挡在晴姐前面 老妈不要打了 有话好好说呀 气头上的老妈让我不要管 今天非打死这个死鸡老 听到这话我瞪大了双眼 脑子一时之间有点转不过来 什么意思 晴姐是鸡老吗 被教训完后晴姐回到了房间 此时我正红着脸给晴姐上药 没办法 只怪伤口的位置太香烟了 眼睛实在不知道往哪放 不过老妈下手真的很 屁股都快打开花了 我边上药边询问晴姐发生了什么事 说晴姐是鸡老我还是有点不相信 上次明明还亲了我的 沉默两久后晴姐才一脸痛苦地告诉我 其实姐姐真的是鸡老 上次亲了你 也是把你当成了我很喜欢的一个女 对不起浩浩 我知道这样是不对的 但我从小就不喜欢男生 可我又想要变得正常 才逼着自己和你亲密接触的 听完晴姐的话我多少有点难受 还以为晴姐也是喜欢自己的 如果这是真的 那全是我自作多情了 晴姐缓缓起身 浩浩 其实姐姐也想好好地喜欢一个男生 但我真的做不到 我让晴姐不要担心 会有其他办法的 可此时晴姐整个人面如死灰 好好你回去吧 这种事你也帮不了我 让姐姐一个人静一静 还有替姐姐保守这个丢人的秘密 看着晴姐仿佛失去希望一般空洞的眼神 我也是一阵无言 回到自己房间后也不直播了 坐在电脑前查起了资料 看到一条回答我有点喜出望外 这可是最高赞的回答 应该有用吧 就是找个绝世小仙男来诱惑他 每天陪伴他 直到他喜欢男人为止 不过这种强行把人掰直的方法有用吗 怎么感觉有点不靠谱吗 但现在好像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还是先问问晴姐的意见吧 哎 最近真是没有一天顺心的 我有点惆怅的来到晴姐的房间 一进门就看到晴姐目光无神的嘀咕着 我是个废物什么的 看来的抓紧拯救晴姐了 我把手机拿出来 晴姐你看 我找到办法了 晴姐快速拉着信息 谁知一看完就说不行 有哪个黄花大龟男会做出这样的牺牲 而且积老这个事也不能让外人知道 还是算了 我现在也不想去上班了 免得被人发现遭嫌弃 我还是一直待在家里好了 其实我才知道自己考虑的有点不周到 只是被老妈发现是激劳 晴姐就受了这么大的打击 还是不能让外人知道这个事情 那这样说起来不就只有我这爵士帅男可以帮晴姐了 没办法了 晴姐 让我来帮你吧 晴姐忍住笑容装作惊讶的样子 这样怎么行的浩浩 那对你太不友好了 我直接上前摸着晴姐的脸 没事的 反正我们不是都接过吻了吗 接着我又伸手握住了晴姐的手 问晴姐有没有感觉 晴姐目光呆滞的表示没有 看来要出大招了 我抓住晴姐直接来了个壁动 那这样的晴姐 此时晴姐满脸通红 整张脸都是汗水 哆哆嗦嗦表示自己依然没有感觉 月华终于跟张浩表白了 还强行把他拥在怀里 最后更是一起同床共枕过意 原来因为龙哥喝醉酒 月华邀请我们去他家 我想了想便同意了 来到月华的庄园别墅后 管家叔叔惊呆了 以前木然的小姐竟然带了两个美男回来过意 还真是嘀咕了小姐啊 月华对着管家吩咐多做两个人的饭菜 再多准备一间客房 然后就扶着我和龙哥朝楼上走去 安排好龙哥后 我打了个电话给晴姐 告诉他龙哥被抢吻了 我在龙哥家陪他 晴姐听后一脸怒容地表示 抢吻都是耍流氓 要是浩浩遇到这种事 一定要一脚踢他要害 让他跪地不起 知道吗 我想想这个画面都有点被吓到 连忙应付晴姐 表示明天就回去了 让他不要担心 挂掉电话后 晴姐一脸的生无可恋 今天一整天都看不到我的浩浩了 而刚放下手机的 我就听到月华敲门 接着一身白丝睡衣的月华走了进来 张浩 我带了点吃的给你 管家说这样能提高好感度 我哈哈一笑 那你不应该说出来啊 等到月华坐下后我问他 这间屋子好像是你的秘密基地啊 怎么让我住在这里 月华红着脸微微一笑 因为我喜欢的宝贝都放在了这里 然后伸手握住了我的手 张浩 你也是我的宝贝 我每天都很想你 想和你说话 想和你在一起 甚至想把你藏在这间屋子 不给别人分享你 张浩 你愿意和我在一起 做我男朋友吗 听到月华的表白我瞳孔一阵 沉默了一会开口 月华 我不想骗你 我承认自己是喜欢你的 但我心中却还装着另外一个女孩 其实我是个三心二意的渣男 月华听到我这话身形一顿 张浩你不是渣男 我觉得你是最好的人 我苦笑着摇了摇头 月华 这种三心二意的男人是很差劲的 我知道这样不对 但就是控制不住 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份感情 所以更不能这么草率地 处理我们之间的感情 你理解吗月华 听完我的话 月华猛地抱住了我 张浩我不理解 还有我很不开心 你能不能只喜欢我一个 我默默地叹了一口气 对不起了小月华 对于内心复杂的情感 我暂时没法下定论 时间很快就到了第二天 我朦朦胧胧地睁开眼后 发现自己和月华竟然睡在了一起 而且身上的衣服也变成了睡衣 这是什么时候换的衣服 自己怎么不知道 这时月华也醒了过来 张浩 天亮了吗 我不好意思笑了笑 道歉吵醒你了 那个月华 我这衣服是你帮我换的吗 月华揉了揉眼睛 昨晚你睡着后 我叫管家叔叔帮你换的 听到这话我放心了 差点还以为是月华帮我换的呢 很快我们就收拾出门去学校了 来到学校门口的 我们不知道身后 正有一个人在看着我们三人 而这个人正是晴姐 她紧紧盯着月华 浩浩身边的这个女人 到底是谁 月华同学因为晴晴姐吃错了 原来在我去月华家过夜后 来到学校时被一道声音叫住了 转头发现是晴姐 我有点诧异 晴姐你怎么来这里了 当然是担心浩浩了 你不回家姐姐一晚上都睡不着 想到欺骗了晴姐 我尴尬地挠了挠头 不用担心了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这是龙哥面无表情的开口 那个浩哥我先回教室了 看着龙哥的背影我有点奇怪 龙哥以前看到晴姐不是挺开心的吗 今天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沮丧 带龙哥走后 晴姐看向一旁的月华 浩浩 这位女同学是谁 怎么没有见过呀 她是我同班同学 叫敏月华 晴姐眯着眼睛跟月华打招呼 初次见面 我是张浩的姐姐 看你们一起上学 是经常在一起吗 被突然打招呼的月华有点猛逼 接着立马反应过来眼前的女人是张浩的家人 便鞠躬向晴姐回礼 姐姐你好 我们确实经常在一起 听到这话晴姐露出了危险的笑容 这女人绝对喜欢我的浩浩 为了宣示主权 晴姐走上前 必把搂住我 浩浩 今天晚上我们去你的房间聊聊天吧 臂旁的月华被眼前的荧幕看待了 晴姐扫了她一眼 看来我猜的没错 这女人是个潜在的威胁 听到晴姐的要求我答应了下来 不过这话也不用悄悄说吧 因为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啊 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好了 时间快到了 去上学吧 晴姐看着我们离开的背影 脸色凝重了下来 看来计划要加快了 不能再等了 到了中午 我们三人来到食堂吃午饭 看着两人的神情 我也是一阵无语 早上你们不是还好好的吗 怎么一上课就无精打采呢 听到这话龙哥大哭起来 因为看到晴晴姐 我就想起初吻被夺走的难过 心里太难受了 文言我顿住了 龙哥这家伙不会是喜欢晴姐吧 不然为什么这么在乎晴姐的感受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看来得找龙哥聊聊了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我该怎么办 我转头问一旁的月华 你怎么突然也没精神了呢 我好像吃醋了 听到这话我顿时压麻呆住了 你说什么玩意 看到你跟你姐姐这么亲密的样子 虽然知道是家人 但心里还是很不舒服的 真羡慕你姐姐 可以跟你住在一起 一旁的龙哥表示也羡慕好哥 可以跟晴姐住一起 时间很快就来到晚上 回到家后 我准备吃完饭就去直播 把昨天没播的时长补回来 再不好好赚钱 什么时候才能还清为难的那个破碗 可刚进门 我就听到屋子里传来很大的动静 以及张阿姨的打骂声 原来不知道晴姐犯了什么错 张阿姨正拿着皮带抽打她 龙哥被学姐表白 并当众抢吻了她 失去初吻的龙哥 龙哥直接给了学姐一巴掌 伤心欲觉得和我去喝酒买醉 就在前不久 我被黄圆圆单独叫到外面 开口第一句就是张浩我爱你 很多宝子问我意识软饭王在哪看 现在只需要找到这个 没错就是这个 然后在搜索栏里输入意识软饭王 点击那个搜索 即可免费观看 张浩为了把晴姐掰直 竟然穿黑丝手袖去诱惑晴姐 原来在我知道晴姐是鸡老后 便逼宫晴姐试探 她对美男到底有没有感觉 结果发现晴姐好像真的对自己没感觉 没想到晴姐的问题已经这么严重 而晴姐忍住心动一脸忧伤的开口 没用的浩浩 就连你这样的美男子姐姐都没有感觉 我已经没救了 我近距离地看着颓废的晴姐 看来状况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啊 可我不知道的是 此时晴姐的心都差点跳出来了 真的救命 浩浩主动贴过来的样子实在是太诱惑了 这时我松开晴姐的手起身 晴姐你放心 我会把你掰直的 我先回房查查办法 你晚点来我房间吧 回房后我立马上网查了一通 不过还真查到了一点东西 网友建议穿一下性感的衣服 比如手袖或蕾丝内衣什么的 不过这个蕾丝我是打死都不会穿的 那性感的女装衣服也不可能会穿 但短袖短裤还是可以的 那个手袖也没问题 就是套在手上的袖子而已 之前上网查过 女人喜欢手袖就好像男人喜欢丝袜一样 黑色和白色还是他们的最爱 我记得以前的自己好像有买过手袖 但愿这个对晴姐有用吧 换好衣服我便眯着眼睛 等待晴姐的到来 她说过会等母妇睡着后溜进来 所以也就没急 不知过了多久 我耳边传来晴姐的呼唤声 睁眼望去发现晴姐穿着性感的睡衣 来到了我床边 我突然发现晴姐真有点厉害 最近房间完全是一点声响都没 跟个特工一样 我看向晴姐神色有些不自然 这哪是我诱惑晴姐 明明是晴姐诱惑我好吧 那个晴姐你躺下来 我们跟往常一样抱着睡吧 而晴姐此时也有点面红而视 悄悄吞了吞口水 浩浩这装扮真是太棒了 简直让人控制不住的心子 但我一定要忍住 不然前功尽弃了 晴姐双手合十立即进入闲诊模式 那姐姐就睡上来了 晴姐躺下来后我们相互搂着腰 怎么样晴姐 会反感吗 实话实说就行 我们慢慢来 晴姐温柔一笑 只是有一点而已 虽然你是男生 但你也是姐姐最疼爱的弟弟 晴姐表面很平静 但内心却呐喊了起来 反感个屁啊 老娘快要爆炸了好吗 要不浩浩我们再搂景点 这样可能会更加有用吧 说完晴姐就用力把我搂了过来 紧紧贴在一起 就连脸都凑得很近 可能是感觉我身体有点僵硬 浩浩要是觉得这样不好就说一下 不要勉强自己 没事的晴姐 今天主要是为了你 我知道晴姐是担心自己 明明不喜欢男人 现在还这么考虑我的感受 晴姐真是太温柔了 我感动地给了她一个结实又有力的拥抱 把晴姐搂在了怀中 让我们的额头鼻尖都相处在一起 此时晴姐差点无法压抑自己的感情 主动的浩浩真是太有魅力了 我见晴姐不说话便开口问她 要不要摸摸我这个手袖 听说女生好像很喜欢这个 晴姐听后一愣 她当然想摸得要死 但怕自己会控制不住啊 我看晴姐有点迟一抗拒 看来是我想多了 真不愧是鸡老啊 既然不想摸的话 那我先脱下来了 可晴姐见我要脱手袖立马金做起 大喝一声 要不我试试 张浩为了把晴姐掰直 竟然要和她亲亲 不料晴姐却叫出了其他女人的名字 就在刚刚 差点流出了口水 太爷爷的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绝不能错过呀 以后再想让浩浩穿手袖可就难了 想着便一把抓住摸了起来 在经过360度无死脚抚摸后 晴姐发出感叹 跟浩浩说自己是鸡老真是太好了 活着也真是太好了 这丝滑的触觉真是美妙到让人疯狂 而我感觉到晴姐的手指都在颤抖 以为晴姐非常反感这种手袖 便开口劝晴姐不用太勉强 要是不喜欢就算了 没事 浩浩你都做出这么大牺牲了 姐姐怎么可以退缩 我还可以坚持 忽着大气的晴姐一正廉词地回了一句 真的太棒了 黑色的手袖将苗条且没有一丝坠肉的手臂包裹得格外紧致修长 对浩浩来说可能没什么 但对自己却是直接来了一击暴击 糟了 感觉好像要流鼻血了 晴姐连忙用手捂住鼻子 再口是心非地开口 算了浩浩 姐姐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 果然我还是有点无法接受男孩子的手啊 看来掰直晴姐只靠手袖是不行了 得要上点强度了 我起身抓住不知道在干嘛的晴姐 我们要不要试试接吻看看 毕竟上次接吻好像不是那么抗拒 我红着脸提出这个建议 保证没有自己的小心思 接吻 晴姐听到我的话眼睛瞪大了起来 自己当然不会拒绝 不过不能马上答应 晴姐假装纠结了一会 努力忍住上扬的嘴角 浩浩 姐姐真是太感动了 竟然愿意为姐姐做出这么大的牺牲 姐姐保证以后会对你好的 我伸手把晴姐的脸掰过来 其实不算什么牺牲 都是我自愿的 而且我并没有晴姐想的那么单纯 接着我露出一丝邪笑 晴姐这么漂亮 其实我也想和晴姐接吻 晴姐听到这发瞬间爆炸起飞 什么理智什么鸡老的都滚一边去吧 直接凑上嘴就稳住了我 喜欢的人说想要和她接吻 她怎么可能忍得住 可晴姐这动情一吻却吻歪了 我有点奇怪 晴姐不会是又把我幻想成女人了吧 而晴姐也反映了过来 自己可还要装成鸡老呢 想着便立即一开子 那个直接亲好像有点怪怪的 姐姐先做一下心理准备 我就说嘛 刚才晴姐居然直接就亲了过来 鸡老会这样 不过我还是提醒晴姐 让她不要把我幻想成女人 好的浩浩 我们继续吧 这次我尽量主动一点 晴姐深呼吸了一下 然后就再次吻了上来 此时晴姐感觉自己心脏跳得出奇的快 感觉到自己身体的变化 她不禁有些紧张 再这样下去就要前功尽弃了 对了 可以装出不自觉的样子 把浩浩当成女生 想到这晴姐嘴稍微停了一下 低声喊了一句小燕 听到这声音我眉头一重 晴姐这是又把我当成她喜欢的女人了 张浩怀疑晴姐不是真的困扰 可晴姐却表示 如果骗你就做你的奴隶 原来在我和晴姐亲亲时 发现晴姐特别主动 不过在这过程中 听到晴姐叫了其他女人的名字 转移了我的注意力 我问晴姐那个小燕是谁 现在是不是还是很反感跟男生亲亲呢 晴姐喘着粗重的大气 虽然确实有点不舒服 但姐姐可以坚持住 听到这话我有点哭笑不得 晴姐你刚刚不是还叫了其他女生的名字吗 是不是又把我当成女人了 晴姐擦了擦嘴角的口水 就只有那么一瞬间把浩浩当成女人了 不这样的话感觉怪怪的 听到这话我想起了 晴姐情不自禁叫出的那个 那个小燕是晴姐你喜欢的女人了 算是吧 晴姐没有否认 这搞得我内心有点难受 想我堂堂大帅臂竟然也有这一天 而晴姐好像不想多说这事情 把我的头抱在怀中 轻轻抚摸着我的头发 以后我会更加更加对你好 以此来弥补 对你造成的伤害 时间慢慢流逝 很快就来到了下午的游泳课 此时我大大的打了个哈欠 昨天晚上情绪起伏太大 搞得今天很没有精神 换好泳衣后就站在一边发呆 这让周围的女同学一顿大饱眼福 口水都流了出来 这时龙哥抱着胳膊一脸 不好意思的走了过来 浩哥 我有点想请假了 好害羞啊 听到这话我一脸无语 一个大佬爷们有什么好害羞的 又不是没穿衣服 不过看到周围沸腾的场面 以及时不时传来的口哨声 我发现自己也是有点天真了 这些女生好像就不是冲着游泳来的 搞得我突然也有点不想上这颗游泳课 龙哥提议那我们装作肚子疼了 说说而已 衣服都换好了 我指了指月华 我先过去教他游泳了 龙哥你随便活动吧 我来到换好泳衣的月华这里 看到我过来月华 请教我游泳 是不是跳下去用力滑就行 我笑着摸了摸他的头 当然不是这么简单了 还是要有一些技巧的 待会我会教你的 不过在此之前 我们要先做好热身动作 这样下水后才更安全 在做热身动作时 我瞄了一眼月华身上的泳衣 脸突然就红了起来 小月华 你这件泳衣好像不是上次买的那件了 天真无邪的月华小可爱 要张浩帮他按摩 不仅要按腿 还要按摩其他地方 就在刚刚 我问月华怎么不穿上次买的那件泳衣 月华转头看向我 张浩 难道你想看我穿那件泳衣吗 被这么直白地问我老脸一红 尴尬地挠了挠了头 我这是想看还是不想看呢 最后还是老实地说了自己想看 文言月华凑到我耳边 其实后面我又买了几套新泳衣 还都是黄圆圆推荐的 如果你想看 下次来我家单独穿给你看 好啊 没问题 我主要不是想看泳衣 因为答应了要教你游泳 不把你教会心里实在过意不去 下次就去你家教牛吧 今天我们就先下水适应适应 浅游一下 我转眼看向月华 你准备好了吗 月华眼神坚定地表示准备好了 说完就做了个深呼吸 摆好起跳的姿势 下一秒月华就一个信仰之月扎进了水里 把我吓了一跳 你不是新手吗 怎么这么用 我说的下水不是这么吓的呀 看着沉浸水里的月华 我是一脸无语 把月华捞起来后他就自病 裹个毯子哆哆嗦嗦地表示张浩我不要学游泳了 我握住月华明显在发抖的手 没事的月华 你放轻松 先深呼吸冷静一下 看着他面贪脸难地浮现出一些恐慌的神色 我心里不免有些难受 应该早点带月华客服水的恐惧 这是月华用楚楚可怜的眼神看着我 张浩我要抱抱你 我立即伸出另一只手阻止他 你这么怕水吗 而且现在是上课时间 有点不太好抱啊 月华表示自己小时候因为掉进过自家的游泳池里 还差点溺水 从那以后就开始怕水了 看月华这么可怜 我伸手擦了擦他眼角的位置 那好吧 就抱一下 听到我的话 月华一把扑上来就狠狠抱住了 好像只有这么抱着 他才感觉没有那么害怕 而我就惨了 身体都快要散架掉 不愧是有六块腹肌的月华 这力气不是一般的大 我拍了拍月华 现在大家可都在看着呢 快放开吧 看来月华今天是游不了了 我立马跟老师说月华腿抽筋了 要去外面休息一下 来到更衣室我问月华现在好一点了吗 月华乖乖地坐在椅子上 对不起张浩 刘永迟真的太可怕了 他知道张浩希望他犹豫 但结果他却让张浩失望了 文言我不在意地摇了摇头 傻瓜 你倒什么歉 是我的问题 知道你害怕还让你下水 作为补偿我给你好好按摩下 月华本来想说没事的 但听到按摩两个字就不说话了 看月华不出声我就开始了 先给你按个腿 接着再帮你按按肩膀 按了一会月华红着脸开口 张浩你不要一直按腿 我喜欢你按摩其他地方 听到这话我有点疑惑 其他地方 你说的是哪里 突然我好像想到了什么 你该不会是想说 果不其然 月华拍了拍自己 这可把我吓了一大条 答咪 答咪呦 不可以 卫南在偷偷看和张浩的亲密照片 被老妈发现了 竟要卫南介绍给她认识 就在刚刚的游泳课上 月华表示自己想要那样的按摩 发现她是认真的我吓了一跳 不知道该说什么 一天到晚少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 我就只是普通的按摩 就是捏捏脚捏捏肩膀这样 没有你想要的那种 月华一听只有这种普通按摩顿事迹了 直接把脚从我手中抽了出来 像是闹脾气般 我就要那样的按摩 我没想到月华还闹别扭了 皱眉洋装成生气的样子 月华你怎么能乱提这种要求 这大白天的也不看场合 别闹了 把腿给我 见我好像生气了月华耸了下来 慢吞吞把腿放回我手上 楚楚可怜的开口 为什么不能提这种要求啊 因为这样很变态 我无语地解释了一句 这种事情一般只有情侣才可以做 并且不能光明正大的进行 现在是上课时间 老师同学都在 你也不想被当成变态吧 所以这件事情不可以 听到这话月华有些难过 整个人好像抑郁了一半 带着跟明景男一样迷人的破碎美 郁郁寡欢地靠在一边 歪着头也不看我 看着画面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是失恋了呢 可接着月华一句 我想当变态 差点把我搞破防了 这还是那个天真无邪的小月华吗 真是什么都敢说呀 我知道月华是因为不懂才这样说的 也没有无脑地跟他发脾气 月华你现在还小 根本不明白变态有多么可 不等我多说月华又耍起了来 我不管 我就要那样的按摩 还有我不想学游泳了 没办法的 我只能给他一个承诺 只要你能学会游泳 我以后就答应你一件事情 只要不过分的都行 月华听到这话 眼睛瞬间亮起了星星 立马乖巧了起来 张浩 我一定会学会游泳的 画面一转来到凤红集团 因为通宵看张浩照片的原因 此时魏南正顶着黑眼圈在工作 过了一会放下签字笔后 魏南心泪揉了揉眉头 都怪那个小妖精 害得我现在无心工作 他瞄了一下桌面上的手机 要不再看一眼吧 就一眼 说服自己后就美滋滋地拿起手机 看起了那张有点东西的照片 这可是唯一一张和小男人的亲密照 看着看着魏南脸就红了起来 而就在这时 手机突然被一个女人抢过去 原来这就是我女儿喜欢的人了 反应过来的魏南瞬间起身 把手机夺了回来 我允许你动我手机了吗 还有你过来这里做什么 女人仰起嘴角笑道 老妈关心一下自己女儿 喜欢什么样的男人不行吗 话说这么亮的仔 你怎么还藏着掖着呢 别介绍介绍给老妈呀 看着眼前的老妈 魏南冷着脸开口 我警告你别靠近他 还有没什么事你可以走了 我要开始工作了 女人看着转身走开 不理会自己的女儿 脸色变了点 还真跟听说的一样 曾经的高冷女神 现在变成了恋爱脑 真好 这弱点不就有了吗 魏南妈妈为了和张浩单独相处 把魏南的秘书打成重伤昏迷 就在刚刚 我在外面闲逛时 碰巧看到魏南秘书坐在咖啡店里发呆 我记得上次魏南坐我大腿时 被他闯进来撞点 最后被魏南责令休假 没想到都这么久了还没复职吗 想了想后我走进店里来到秘书面前 打扰了 你现在有空吗 看到我的出现秘书有点惊讶 坐下后我开口向他打听魏南的事情 上次我听你和魏南的对话 似乎你们以前当过明月华奶奶手下的兵 秘书没有否认 张浩先生打听这个 看来总算是对我们魏总感兴趣 谁叫他这么对我死缠烂打的 我不感兴趣也得感兴趣 话说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看上我 以前他不是挺讨厌男人的吗 魏总讨厌的不是男人 应该是柔弱的人更准确一点 秘书纠正了我的错误 魏总的父亲其实就是个标准的柔弱男子 对夫人言听计从 后来魏总父亲身患绝症住院时 夫人即便在外面花天酒地也没有去看过他一次 因此魏总父亲到死也没能得到夫人的关注 而小时候的魏总就觉得这一切都是父亲太过软弱造成的 但其实现在大部分男人都是这样的 是依附女人而生存 但张浩先生就和别的男人不一样 您非常强 甚至比一般的女人还要强 感情魏南喜欢我就是因为这个呀 那要让他讨厌的话 岂不是要装柔弱了 这时秘书的话打断了我的思绪 我觉得张浩先生还是答应和魏总交往吧 他一定会对您非常好的 因为魏总是个很重情义的人 就以前退役的战友都被魏总招募了 而待遇更是比外面高出几倍不止 你们要是交往的话 魏总一定会把您宠上天的 我刚大的笑了笑 真的无福消受啊 魏南太霸道了 而我也不是那种弱男子 我俩在一起那简直就是火星撞地球 再说我现在 然而没等我把话说完 一道声音传了过来 老板 这里我全包了 我俩往门口方向看去 不料秘书大喊了一声夫人 我有点惊讶 难道这女人就是魏南的妈妈 呵呵小家伙 总算是找到你了 挂上休业的牌子后 魏南妈妈来到我面前 不愧是我女儿交往的对象 这身材颜值确实极品 此时我有点手足无措 那个阿姨你误会了 我和魏南并没有交往 听到这话魏南妈妈笑了起来 原来我女儿还没有把你拿下呀 哎呀呀 秘书连忙上前阻止 那个夫人 魏总已经预约了张浩先生的时间了 我在这里就是为了接他过去的 夫人您看是不是 魏南妈妈听到这话冷冷一笑 朝秘书勾了勾手指 秘书脸色凝重了下来 仿佛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但没办法的 他只能走上前靠近夫人 果不其然 刚一靠近魏南妈妈 就一个肘鸡狠狠地打在了秘书身上 看着昏倒在地的秘书我猛了 这他喵的什么情况 真是好久没有动手了 下手可能有点没轻重 吓到你了吧小家伙 现在没有碍事的人了 我们走吧 此时我也意识到了什么 这魏南妈妈跟魏南好像有点不对劲了 我是不是又被卷入到了什么更大的麻烦中了 魏南妈妈为了夺回家主之位 竟然要挟张浩一起设计陷害魏南 就在刚刚 魏母为了和我去包间单独相处 急把秘书打晕了过去 来到包间后 魏母看着面不改色坐在对面的我 小家伙很淡定啊 按理说高中生多少都会被刚刚那一幕吓到 你想多了 自从和你女儿扯上关系后 这种只能算是小场面 虽说表面很淡定 但内心却凝重了下来 魏南的妈妈 如果没猜错的话 那她以前就是黑帮老大 这可是难缠的人物啊 听到我的话魏母笑了笑 确实 我女儿不喜欢那些太过柔弱的男人 不过看你的样子好像不是很喜欢我女儿 难道你不想做魏家的女婿吗 那个阿姨 我就是个普通平民 配不上魏总 我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 如果没什么实话 我就先回去了 魏母看我不耐烦后 这才说出了此次的来意 既然你这么着急 那我就直说了 我想和你做笔交易 听到这话我一愣 你个黑帮大佬和我一个高中生做交易 恐怕我没有什么能力能帮到 你不需要妄自菲薄 这件事还真只有你能做到 只要你找机会邀请我女儿去M国 届时我会给你个地址 你只需把她引诱到那里即可 我的人就会把她控制住 然后我会给你一笔钱 这样你可以带着家人移民到其他国家 安安稳稳一世无忧地过一辈子 听到这我反应了过来 你这是想让我对魏南下手了 她不是你女儿吗 你竟然要对付她 魏母冷笑一声 脸色彻底阴沉了下来 我这样做的目的很简单 那就是我要夺回家主之位 自从被她挑战拉下家主之位后 我跟她就没有母女之情了 可魏南做家主不是挺好的吗 这位家在她手里做大做强了 也洗白了 而你也吃穿不愁 没必要再剁下去了吧 魏母不屑地仰起嘴角 你说的没错 可我现在除了钱之外一无所有 我想要的可不只是钱这种俗物 怎么样 反正你也不喜欢她 要不要一起干票大的 听到魏母的问话我一脸无语 这我怎么可能会答应 就怕倒是有命拿钱没命花了 而此时的包间门口 秘书手脚被绑坐在椅子上 眯着的眼睛瞬间睁开来 还好以前当兵时训练过抗击打 没有彻底晕过去 现在当务之急是把这里的诗汇报给魏祖 秘书摸索了一下手腕 找出了戴在手上的通讯器 轻轻点了一下 这时身在凤红集团的魏南接到了秘书的来面 接听后 秘书的声音传了过来 魏总不好啊 夫人接触上了账号 还把他带到了一个单独包间里 听到这话魏南瞳孔瞬间扩大 我拍了一下桌面 朝外面的保镖大喊一声背车 而此时的包间里 面对魏母的问题我敷衍了起来 那个阿姨 就算你控制住了魏南 也没那么容易当家主吧 毕竟肯定有很多祖老支持魏南的 再怎么说你们也是母女啊 打打杀杀的不好 拜托 这是什么绝世大浑水啊 我可不想烫安慰 我们之间没有和好的可能 说实话养条狗都比他这个白眼蛮好 因为他父亲那点屁事老实跟我作对 就这种出生不如的东西 早知道当初就不该生下他 听到这话我脸色冷了下来 怎么哪里都会有这种自以为是的大人呢 不想再跟他虚与伪移了 我面无表情地开口 那我要是不同意协助你呢 魏母冷笑一声站起身来 何必跟前过不去呢 如果你不同意的话 那你还有你的家人 都会成为我的人质 魏南的爸爸在生下魏南后 竟然得了绝症导致不能生育 魏母也因此自暴自弃 家主之位时 我的脸色彻底冷了下来 威胁我没问题 竟然还要找我家人的麻烦 我缓缓站起身 既然如此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只能怪阿姨你太自大 没有把保镖带进来 魏母有点意外 小家伙你还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你这是准备用武力制服我们 我面无表情地开口 事实就知道了 而就在这时 咖啡厅外面来了一辆劳斯莱斯 看到这辆车魏母的两个保镖慌了 很快魏南从车上走了下来 对着两个保镖眼神一等 给我让开 便畅通无阻地来到了秘书身前 魏总 您总算来了 张浩已经被带进去好久了 现在恐怕已经 后面的话没有说完 但意思很明确 魏南看向旁边的保镖 他们在哪个包间 保镖也非常耸地交代了 在最里面的包间 魏南转头吩咐手下给秘书松绑 然后就在外面守着 他要自己单独进去 魏南推开门走进走廊 看到最里面的那个包间后 他咬了咬牙 这个死老太婆 来到门前后 就在魏南准备推门而入室 却听到了里面传出来的谈话 什么 你刚刚都是在试探 所以刚才的一切都是你在演戏 你说的没错 现在很多接近我女儿的人 都是带有目的的 我女儿又这么喜欢你 所以就想来看看 你是什么样的人 听到这话我一脸无语 感情里非这么大惊就位者 魏南知道你来找我吗 魏母笑了笑 如果知道我就找不了你了 这孩子一直挺讨厌 我插手他的事情 也就是因为他第一次喜欢上别人 所以就忍不住来看看 不过目前看来 他的眼光还是不错的 其实除了试探你之外 我确实有件事想拜托你 再过不久就是我女儿生日了 我想让你帮我送的礼物 如果是我亲自送的话 她是不会收的 你有这觉悟早干嘛去了 阿姨我有点不明白 既然你这么关心家人 那当初为什么还那样 魏母听到我的话握了握拳头 其实在我那个时代 很多事都是由长辈做主 而魏家作为大家族 为了延续辉煌 需要很多的子嗣 但魏南的爸爸在生下魏南后 便患上了绝症不能生育 我母亲也因此要给我寻找新的配偶 可我却感到非常愤怒 我觉得自己的感情受到了背叛 所以我选择了逃避 逃到了灯红酒绿的世界 可等我放下一切回过神的时候 男男都长大了 而现在我想缓和我们之间的关系 所以希望你能帮助我 我沉默了一关 想了想还是拒绝了她 这个忙我可能帮不了 如果你真的想缓和关系 那么这件事只能你亲自去做 而且我觉得 你现在不管怎么弥补 都弥补不了魏南小时候缺失的母爱 听完我的话魏母沉默了下来 没过多久 我就打开包间门走了出来 看到门口的魏南 使我差点吓了一跳 脱口而出问道 你怎么在这里 什么时候来的 情情且发现张浩欺骗自己 瞬间病交正发作 露出了极其可怕的表情 就在刚刚 我从魏母的包间出来碰到了魏南 当场就被拉上了她的劳斯莱斯 坐上车后我开口问她 刚才的事是不是都听到了 没错 不过我要跟你说声抱歉 我警告过那个疯婆子 没想到她还是去找你了 我转头看向魏南 那你准备怎么做 和你母亲和好 还是保持这样的关系不变 魏南眯了眯眼睛 就这样挺好的 别说我了 要是你妈妈突然来找你 你会怎么做 听到这话我一时无语 如果真有这个可能的话 那我希望她不要回来 我现在的生活就很好 看来你对现在重组的家庭很满意 那对你那个季姐是不是也很满意 我瞥了她一眼 是挺满意的 不过你问这个干嘛 没什么 要不你和你的家人都搬来和我住 这样方便保护你们 免得到时候有人通过你来要挟我 我听后直接摆手拒绝 开什么玩笑 我凭什么和你住一起 你是我男人 为什么不能住一起 魏南理所当然道 我用手指了指脑袋 你这没事吧 我不记得什么时候成你男人了 反正迟早的是 看到魏南这么不要连我破坊了 放你爹的狗屁 就你这种侄女挨我们绝无可能 话音刚略 魏南突然猛踩刹车停了下来 把我吓了一跳 问他想干啥 魏南面无表情的开口 我的母妇面对感情时是不同的态度 父亲是迁就 而母亲则是逃避 所以我是不会走他们的老路重蹈覆辙的 魏南伸手捏住我的下巴 张浩 我不会把你让给任何人 会一直追求你 直到你同意为止 我尴尬地笑了笑 你这也有点太极端了 魏南听闻也笑了 接着更是摸上了我的嘴唇 我直接拨开他的手 那个你别得寸进尺啊 不要动手动脚的 这还在马路上呢 魏南露出了暧昧的笑容 那要不去我家 我直接竖起了国际友好手势 可这时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拿出手机后发现是秦姐的来电 接听后秦姐问我现在在哪 怎么还不回家 看了一眼旁边的魏南 我只好撒谎自己在龙哥家待得有点晚 马上就回来了 挂断后我长呼了一口气 罪过呀 又骗了秦姐一次 转头看着悠闲的魏南 刚才都听到了吧 我要赶紧回去了 魏南开口调侃 没想到你这小狐狸都学会骗人了呀 我翻了翻白眼 我这是因为谁才撒谎呢 魏南冷哼一声 话说你这季姐是不是对你太过关心了 听到这话我有点心虚 因为我们是家人啊 关心不是很正常 魏南仔细琢磨这两个字 家人 不可能这么简单的 接着便启动汽车重新出发了 很快我就回到了家里 刚进屋就看到了秦姐 浩浩回来了呀 嗯啊 刚才在龙哥家玩得有点晚 秦姐听到我的回答后面无表情 接着瞬间露出让人惊悚的神情 浩浩 好奇怪呀 为什么要骗我呢 秦姐决定不再当张浩的田狗 可硬气过后转身就想跪求原谅 原来在我回家后 秦姐质问我为何要骗她 我装傻冲愣地问秦姐你在说什么呀 我有点听不懂 刚才挂电话后 我又打电话给了林一龙 她说你早就回去了 听到这话我有点慌了 秦姐是什么时候有龙哥电话的呀 失算了 这时又听秦姐开口 浩浩 姐姐和你一样都是单亲家庭 从小就很孤独 直到和你们组建了新的家庭 我才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姐姐是真心把你当成我最爱的弟弟 看着秦姐满脸受伤的样子 我一时说不出话来 秦姐又楚楚可怜地表示 看来是自己自作多情了 原来浩浩一直都只是 把我当成一个外人 既然浩浩你不想我插手你的势头 没问题 我以后都不会多管闲事的 说完转头就要走 还顺势掉落了几滴眼泪 看到秦姐这样我彻底慌了 连忙伸手拉住秦姐的手臂 姐姐你听我解释 那个我确实是跟一个朋友去吃饭了 不过我怕你担心 所以就没有告诉你 就只是一个普通的女性朋友而已 如果我告诉你 你肯定会担心的不行了 秦姐姐 对不起 我不该骗你的 秦姐伸手拍掉了我的手 浩浩你要知道 姐姐是真的在乎你 说完转身就走 看着秦姐头也不回地走上楼 我一时有点不知所措 整个人内疚地跪了下来 秦姐难道是对我失望了吗 我是真该死啊 秦姐对我这么好 我竟然让她伤心了 而另一边秦姐回到房间后关上门 整个人也是绷不住了 我竟然把浩浩的手拍开了 万一浩浩真生气了怎么办 不对 张千勤你要对自己有信心 不能一直当个甜狗 也需要适当展现一下自己的性格才行 可刚才那样对浩浩真的很过分 如果浩浩真生气了 还是去跪求原谅吧 至于那个让浩浩撒谎也要隐瞒的女人 今晚要好好的去调查一下 很快时间来到凌晨 带到大家睡觉后 秦姐来到了洗衣机旁 伸手拿起了我的衣服 深深地嗅了一下 睁开眼后秦姐发现了什么 这个香水的味道 跟上一次烧掉的那件衣服上的味道一样 难道那个时候他们就已经接触了 会不会是那个叫明月华的 时间很快来到第二天 一大早就被叫起来的 我大大的打了个哈欠 老爸今天可是周末呀 起这么早要去哪呀 当然是去接你大姑啊 你个死孩子一天到晚就知道睡睡睡 看到我被教训了老妈立马开口帮我说话 这时一旁的秦姐表示 如果浩浩很困的话就在车上睡会吧 看秦姐说话我有点没想到 联邦表示好的 看来还是要找时间和秦姐好好聊聊啊 不过这个世界的大姑一家是怎么样的呢 我记得原来的世界表哥是一个很酷的高冷男神 这么久没见了还真是有些怀念啊 这时老爸转头看向后面 这是谁家的孩子啊 怎么一直盯着我们看呢 闻声我转头看去 立马发出了一声感叹词 卧槽 月华你怎么在这 月华同学第一次穿白丝去张浩家 就被秦敬姐这个昆老看上了 原来在我们一家准备去接大姑时 月华来到了我家 老爸悄咪咪地问我这是谁 我一脸无奈地说这是月华 是我同班同学 我走上前问月华为什么会在这 是不是有什么事 月华拿出一个邀请函 张浩 我来你家是想问你要不要去杨帆阿姨内看话证 这时老爸老妈也看出猫腻了 感情这孩子是我们家浩浩的追求者 不过现在的年轻人也太猛了 都直接追到家里来了 而秦姐却一脸冷冽地看着眼前的不速之客 没有回答月华的邀请 我给她介绍了妈妈爸爸还有秦姐 月华文言立马鞠了个躬 阿姨叔叔还有姐姐你们好 真是打扰你们了 我是张浩的同学敏月华 请多指教 看到月华这么正式的鞠躬老爸老妈 还有点不习惯 这孩子还怪有礼貌的呀 而此时月华却感叹管家叔叔 给的恋爱作战手册果然有用 追男生不仅要主动 还要给他的家人留下良好的印象 这时秦姐走上来 直接打起了直球 月华同学 你是不是喜欢我们家浩浩 想和他交往 月华盯着秦姐看了一回 没错 我最喜欢张浩了 看月华在我家人面前 这么直白我吓了一跳 老爸老妈听后也是一惊 而秦姐听到这回答淡淡开口 那我现在告诉你 你和浩浩绝波 话还没说完就被老爸打断了 浩浩 我是不是和你说过不许早恋的 看到老爸生气我连忙解释 情况不是这样的 老爸你听我说 月华同学因为很少和人接触 所以有点不善言辞 他说的喜欢可能是朋友之间的喜欢 而不是男你的喜欢 老爸听后更生气了 我信了你的血 把你爸当傻子吗 老爸转头看向月华 那个敏月华同学对吧 谢谢你喜欢浩浩 但我不希望他早恋 所以你可以喜欢他 但请不要追求他 面对这种修罗场我连忙调整 那个月华 我家今天有亲戚要来 现在不方便 有什么以后再说吧 还有老爸 我们不是要去接大姑吗 快点走吧 要不就晚了 而月华此时还在纠结 不能谈恋爱的事 老妈表示你和别人可以谈 但和我们浩浩肯并不行 听到这些对话我有些抓狂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妈爸你们放心 我们现在不会想这些的 还是赶紧去接大姑吧 秦姐转过头来 你们先去接大姑 这是交给我处理 我会把这位小朋友送回去的 说完就笑眯眯的对月华开口 小妹妹我们走吧 看到这情况老妈表示 那就交给千秦你了 不过转头老妈就发现了不对劲 这时秦姐靠近了月华 正想说些什么的时候 秦姐闻到了月华身上的味道 脸色瞬间就变了 而发现不对劲的老妈 转头看到两人靠得那么紧 瞬间怒火中烧 这昆老果然是看上了人家小妹妹 好你个张千秦 这算盘打得可真下 借着机会勾打小妹妹是吧 你给我死过来 今天是第一次见大姑 非常重要 哪都不许去 我见状就让月华自己回去 今天真的不方便 月华我就不送你了 月华听后又朝老妈他们鞠躬 那姨叔叔还有姐姐我就先回去了 再见 看到月华这么有礼貌 老爸老妈都有点不好意思 这孩子家教不一般啊 而秦姐默默地看着月华离去的背影 昨天浩浩身上的味道不是她的 难道还有其他和浩浩很亲近的女人 看来必须要再找浩浩盘谈了 很快我们一家人就来到了火车站 看到大姑出来后 老爸挥手大喊 姐 震了震了 而我看到表哥后却瞪大了双眼 只见表哥穿着露尖装 一副柔柔弱弱弱的样子 这是什么鬼 怎么这么娘 还我那个高容帅气的表哥呀 张浩的表哥刚来家里做客就看上了秦清姐 不仅整个人茶味十足 还很拜计 就在刚刚 我们从火车站接回了大姑一家 回到家中大家坐在一起闲聊 大姑看着我就是一顿胯 浩浩真是越长越水 肯定很多女孩子喜欢 老妈一脸笑语 可不是吗 女孩都追到家门口了吗 这时表哥张晨对着情节眨了一下眼 千秦表妹也很帅啊 肯定也有不少男生喜欢 老妈一脸尴尬的打了个哈哈 应该有吧 看着满脸冷漠的情节 老妈一阵气急淡坏 你倒是给点反应啊 接着我起身打招呼要去帮老爸做饭 离开后我叹了一口气 感觉还是有点没适应这个世界啊 我大姑一家变化也太大了 突然我听到有人叫我 转头一看发现是表哥 小浩浩现在都这么大了 变成连哥哥都羡慕的小帅哥了 说着就一脸猥琐的碰了碰我 等小浩你再长大点 表哥我带你去泡妞 这话风变化太大搞得我一时反应不过来 那个表哥你怎么不陪大姑他们了 表哥一脸傲娇的哼了一声 这帮大女人只会聊挣钱和男人什么的 真无聊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们一起帮忙做饭吧 表哥一脸被吓到的表情 浩浩啊 你怎么还帮忙做饭呢 倒是变成黄脸公怎么办 表哥跟你说 你条件这么好可不能让刘烟熏到 说着又抓起我的手 我们男人这么好看的时候怎么能做饭呢 我们可是要嫁给有钱人 过上流生活的呀 我一脸无奈的把手抽了出来 没事 我就再爸需要帮忙食材帮一下 表哥听到我的话又劝了一句 总之你尽量远离厨房就行 现在的时代很多都是女人在做饭了的 我们别在这里站着了 带表哥去你房间看看吧 来到房间后表哥四周看了看 浩浩你房间也太朴素了吧 没有一点花迹上男的感觉 这是你姐的房间吧 情姐的房间在隔壁呢 我只是比较喜欢姐姐疯吧 表哥福尔难以置信的看着我 身为男生连化妆品和一点可爱的东西都没有 浩浩啊 你这样是交不到女朋友的 对了浩浩 你有女朋友了吗 我表示还没有 表哥跟你说 以后找女朋友一定要找个愿意为你花钱的 只有这样才说明她是真心喜欢你 看到表哥这一身没有 都是女朋友买的 我一时都不知该说些什么 怎么感觉这表哥好像有点败金啊 这时表哥突然脸红起来 对了浩浩 你姐姐对你好不好 她有没有男朋友啊 很好啊 情姐人很好 把我当亲弟弟一样 她还没男朋友呢 不过应该很多人追她 也是 听张仪说她在医学界是小有名气的鬼胎 身材又那么好 换我 我也喜欢 听到这话我惊呆了 表哥你认真的吗 你刚才还跟我炫耀你有女朋友来着 就在这时 门外传来情姐的声音 浩浩我进来了 情姐走进来后就叫我们下去吃饭 看到情姐表哥立马乖巧起来 谢谢表妹 我们马上就下去 看到这一幕我直呼我操 表哥你可真他喵会装了 带表哥先下去后 情姐叫住了我 浩浩 姐姐之前态度有点不好 我们之后找个时间再聊聊好吗 我满口答应下来 反正我也想和情姐聊聊 既然这样呢 待会吃完午饭可以吗 我表示没问题 约好时间后我们就一起下去吃饭了 很快我就放下了碗筷 我吃好了 你们慢慢吃 情姐看我吃完了 想说自己也吃饱了 可话刚说一半就被我的手机铃声打断了 那个不好意思 我去接个电话 接通后一道声音传了过来 张浩同学 你的那个碗修好了 我脸色一洗 太好了 我什么时候可以去取 还有要多少钱 那个什么时候过来都行 钱就不用了 你女朋友已经付过了 还留了纸条在这 听到这话我懵了 啥玩意 我什么时候有女朋友了 为难为了跟张浩共享晚餐 竟然把价值两个亿的古董摔了 原来不久前我接到古董店的电话 告诉我那个古董碗修复好了 并且女朋友已经把钱给付了 这可把我吓了一跳 到底是谁这么随意冒充我的女朋友 我转头对家人说自己有事要出去一趟 刚说完就被老爸一顿唠叨 情姐也正准备问我要出去干什么 不过下一刻她就顿住 不可以张千勤 要克制自己 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去控制浩浩 于是情姐开口让我早点回来 不然我们会担心的 我有点诧异地看向情姐 还以为又会生气呢 在我离开后表哥看向情姐 表妹这么关心地 真是又温柔又体贴啊 不过表哥也是过来人 浩浩这么着急出去 指不定就是追她的人找她约会去 不过表妹可得看紧了 回头表哥会好好说说她的 让她小心一点外面的那些坏人 听到这话情姐突然站起身 露出一丝和善的笑容 表哥说的是 我会管好浩浩的 就不劳烦表哥费心了 另一边我打车来到了杨氏古董店 一进门店小妹就把修好的碗拿了出来 并表示老板不再去参加画展了 我这才想起来早上月华说 要去参加杨帆阿姨搞的画展 接过店小妹递过来包裹后 我发现上面有张纸条 打开一看是卫南的留言 让我拿到网后就过去找她 果然是这个不要脸的女人冒充我女朋友 我用力把纸条捏个粉碎 对店小妹开口 麻烦你了 这包裹我就拿走了 这彪悍的一幕差点把店小妹看猛逼了 画面一转来到凤红集团 卫南正在办公室里批改文件 突然办公室门被打开 我从外面走了进来 卫南目不斜视地盯着手中的文件 进入别人的房间要先敲门 这是基本礼貌 听到这话我吃笑一声 那我走 卫南摇了摇头 等会留下来吃晚饭 你想吃什么 我让厨师团队安排 我心累地叹了一口气 没空吃什么晚饭 那个碗修好了 你说这能比多少钱 或者我拿去拍卖 再还你现金 够了 修好还给我就行了 说吧 你想吃什么 我满脸无语 我俩就是这样 哥说个的 跟他在一起真是心累 既然这样完我先带走了 拿去拍卖后钱再还你 卫南直接站起身让我等等 然后走到我跟前靠得非常近 我连忙后退一步 惊呼你干嘛 卫南没有说话 伸手拿过了装着古董的包裹 现在这碗你已经还给我了 说完就用力把包裹砸到了墙上 好了 现在是我弄坏的 而不是你 这是就算过了 我呆呆看向地上那一滩 好不容易才修好的碗 这起码还能卖上千万 你居然就这么砸了 劳资为了这个破碗受了多少委屈啊 我直接冲上前去查看 这碗你不要可以给我啊 这可是一笔巨款啊 一栋大房子就这么没了 不过一个破碗而已 吃不了几个钱 别碰地上的垃圾了 很脏啊 说完就上前要把我拉起来 不料下一秒手上就传来骨折的声音 我惊恐地看向自己的左手 我的手竟然被卫南拉断了 一世界的女人力气究竟有多大 卫南只是伸手拉了一下张号 竟然就把她的手弄断了 这荒唐的一幕让两人顿时呆住了 我更是欲哭无泪 自己怎么说也是个大老爷们 怎么就这么脆弱呢 卫南连忙拉过我的手摸了摸骨 还好没有伤到关节 应该只是扭到了手巾 为了以防万一还是叫个医生来看看吧 我愣神地看着眼前的卫南 说实话 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 你作为特种兵退役的 为什么皮肤能保养得那么好 你真的上过战场吗 卫南眯了眯眼睛 不仅上过 还差点你就看不到我了 怎么 对这个很感兴趣吗 那晚上留下来 我慢慢告诉你 我直接抽回了手 还是算了 只是有点好奇而已 我可不想把自己搭进去 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谁说没事了 留下来吃饭 闻言我怒了 我说你是不是太执着了点 卫南无视了我的愤怒 我看过你写的小说 你笔下的那个世界 让我有种很强烈的真实感 待会跟我聊聊这个 我双眼直叮叮地看着卫南 他是不是知道了些什么 难道他和血月有什么联系 就在我思考时 肚子突然传出了咕噜的声音 我尴尬地差点抠出三十一听 摆烂地朝着沙发坐了下去 吃饭就吃饭吧 没想到你还是我小说的粉丝 那当然可以聊聊啊 我这人最宠粉了 真是傲娇的小男人 卫南冷笑着拿出手机 让厨师团队准备两人的晚饭 挂断电话后又看向了我 小男人 今晚要不要留下来 我告诉你别得寸进尺啊 陪你吃饭就行了 我想也不想就是拒绝 情节一个人就够我头大的了 可没闲工夫和卫南纠缠不清 卫南好似早就料到会被拒绝 于是直接坐在了沙发扶手上 完美地展示了那一条大长途 为什么就不肯对自己诚实一点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一直都在偷瞄我的腿和裙子 我尴尬地转过头 这不是您卫总的衣服太好看了 我只是想看看是什么牌子的而已 卫南冷笑一声 来到我面前就是一个壁冬 我被吓了一条 你这该死的霸总综合针 就不能控制一下吗 卫南一双凌厉的眼神低头看着我 你是个聪明人 应该知道自己是绝对无法 逃出我手掌心的 你命中注定就是我的人 文言我心中的怒火 不受控制疯狂生疼 什么狗屁命中注定 你言情小说看多了吧 说完就狠狠地给卫南来了一巴掌 卫南也在一瞬间被激怒 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来呀 谁怕谁 我也愤怒地开口 说完就使劲推开卫南 准备给他点教训 可奈和我用尽了力气 卫南却纹丝不动 这一下给我整猛逼了 好家伙 感觉就是在推一堵墙啊 这世界女男的力气的悬殊 竟然有这么大吗 卫南见我不说话皱了皱眉头 好了 就别逞墙了 别又把你的手给弄上了 感觉被小瞧了的 我突然用力猛地一推 反过来毕动了卫南 现在我告诉你 以后别再缠着我了 我们真的不合适 卫南却是冷冷一笑 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在研究血液吗 要不要我告诉你 月华同学又一次穿白色去张浩家 不料被表哥看上了 想要跟他来一场露水情愿 就在刚刚 卫南告诉了我 为什么执着于研究血液 原来当年卫南在一次执行任务时 受到过一次致命伤 就在他以为自己生命 快走到尽头的时候 却看到了一幅 让他终生难忘的天地奇怪 就是那一轮血红色的月亮 之后他便晕了过去 再次醒来后 他却发现自己竟然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卫南觉得这一定跟血液有关系 我听完后愣了一下 这跟我的经历完全不一样啊 还以为卫南也是穿越者 话说你看到血液 说不定是你自己重伤而导致的幻觉 所以你能活过来 也不一定就是血液的原因 卫南闻言笑了笑 我受的是那种致命伤 就是现代医学都无能为力的那个 因此致那以后 我就一直研究这种天地奇观 直到我观测到第二次血液出现后不久 你就出现在了我眼前 听到这话我惊了一下 原来这就是卫南缠着我不放的原因吗 与此同事我的家里 遇到烦恼的表哥想独自去外面溜达 而让他烦恼的人就是表妹张千情 还想着跟他来一段单纯的朋友关系 没想到表妹却对自己一点兴趣都没有 就在这时表哥眼睛一亮 看到了再一次上门的柳月花 耀眼至极的银色头发 完美无暇雪白容颜 宛如漫画里面走出来的美上 再配上白丝 直接把表哥迷得不要不要 没想到来这里竟然能碰到两位女神 看来我桃花运来了呢 表哥当即就上前搭讪 女朋友什么的早就被他抛到了脑后 小妹妹 你在这里干什么呢 然而他无往不利的一招对柳月花没有一点用处 只见月花抬脚就闪到了一边 表哥瞬间风中凌乱 他在干嘛 难道他是在嫌弃我 我身上有怪味吗 不应该呀 刚喷了香水的 这时听到动静的老爸老妈也走了出来 看到了站在门口的月花 老爸愤怒地指着月花 你怎么又来了 而表哥趁着这个机会捉紧补了个妆 月花看到来人后上前就是一个90度弯腰 老爸老妈都下了一票 这孩子也太有礼貌了 拒完工后月花就递上了盒子 叔叔阿姨 这是送给你们的礼物 第一个是张浩的 第二个是阿姨的 第三个是叔叔的 最后是张浩姐姐的 老爸老妈仅仅是迟一一会便开口拒绝 你还是回去吧 不管怎样我们都不会让浩浩早恋的 你要是还紧追不舍 别怪我们告诉你们老师还有母妇了 而表哥听完对话差点破防 这天使一样的女孩竟然是浩浩的追求者 月花见他们反对自己和张浩在一起 心中一慌 表示自己不是想恋爱 只是想一辈子在一起当好朋友 而老妈他们显然是不会相信的 这种鬼话谁会相信 不是把他们当成傻子了吗 接着月花又是鞠躬 双手奉上礼品和 拜托了 请允许我和张浩做朋友 老妈看着眼前的情况皱起了眉头 看来这个坏人只能我来当吗 同学你走吧 希望你以后尽量和我们浩浩保持距离 我们只想浩浩好好读完书 说完就拉着老爸朝屋里走去 礼物也不接 地旁的表哥露出了奸笑 一会趁机好好安慰一下 说不定就能拿下他 月花听后神色一慌 急忙对着老妈的背影大喊不行 我要和张浩做朋友 一辈子都在一起 拜托了 小月花为了讨好张浩的家人 竟然送出了价值上千万的蓝宝石 就在刚刚 魏南说出了缠着我不放的原因 原来在重伤痊愈后 魏南便开始研究血液 而在关键时刻你出现在了我的视线 经过调查我发现你的行为 跟以前有着极大的出路 再加上你写的小说 和我梦里的那个世界太像了 我有理由怀疑 你和血液肯定有某种连细 魏南说着便占了钱 然后就伸手解开衣服的扣子 这可把我吓得老脸一红 你他喵的说就说脱衣服干嘛 别冲动啊 然而魏南却指着腹部的位置开口 看到这里了吗 当年就是这里被贯穿了 内脏都碎了一地 可现在却一丁点的痕迹都没有 我研究血液就是想知道 明明死了那么多人 为什么偏偏就我活了过来 还有你小说里的那个世界 是不是真的存在 文言我沉默了下来 看来为金之计只能一起合作 不然魏南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好吧 我可以把我知道的全部告诉你 但有一些前提 首先我可以配合你研究 但必须是得在我有空的时候 还有你不能接触我的家人 最后一点就是 你不能拿我去做切片研究 魏南听后一脸荒唐 我哪有这么离谱 而我却完全不相信 毕竟资本家的心都是黑的 把自己的条件说完后 我叹了一口气 还想着要跟魏南切割呢 这下是落空了 以后打交道的次数 只会越来越多的 接着我如实说出了 自己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在另一个世界 看完血液后 一觉醒来就穿越到了这个世界 魏南闻言瞳孔瞬间收缩 与此同事我的家里 而且还死绝死绝的 这样吧 如果你对浩浩没有坏心思 我们也不会阻止你们做朋友 现在时候不早了 你还是先回去吧 月华闻言脸色一松 叔叔放心 我不会有坏心思的 老爸抱以微笑 这样最好了 现在你就先回家去吧 免得你家人担心 月华闻言得寸进尺 那叔叔我可以进去 和张浩玩一回吗 老爸摇了摇头 今天不可以 他没在家 月华有点失落 不过马上又递上了礼物 叔叔 这个礼物请收下 老妈老爸看着离去的月华 一阵无语 他们还是头一次见 这么又呆又倔的孩子 回到客厅后 老妈他们拆开了 写有张浩名字的盒子 看到里面有会发光的项链 和两个戒指 他们都傻住 这些怎么看起来跟真的一样 应该都是纺制品吧 还有这个是钻戒吗 这也太大了吧 而表哥却一脸可惜 没想到这妹子长得这么好看 人却这么的虚弱 老妈看着这些浮夸的首饰 对月华也是越来越不满 亏浩浩之前 还说她是个老实人 没想到会送这些玩具 老爸对这些礼物 倒是挺喜欢的 就算是假的也好看 你看做的多逼真 这钻戒看起来 是不是跟你送我的一样 就在这时 秦琴姐走了过来 大家都在啊 这么热闹 看到桌上的四个礼物盒后 秦姐随口问道这些是什么 听到是那位敏月华送的礼物 秦姐拿起了那枚蓝宝石钻戒 放到眼前仔细看了看 这不是蓝宝石 应该是国理级别的蓝锥石 这东西有价无事 价值起码千万起步 听到这么庞大的数字 老爸他们仿佛见鬼一般惊呼 那你 你说多少 张浩跟魏南说出了自己是穿越者 为了证明还像个男人一样脱掉了商人 原来在我表明自己既是张浩 又不是张浩石 魏南仿佛被冲击了三观一般惊诈 所以你那个世界跟我们这里是相反的 难道那里都是男追女 男人可以路上身 还可以花心大萝卜之类的吗 没错 我就是这类的男人 所以你还是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 别到时候受伤了怪我 然而魏南好像完全没有听进去 关注点根本不在我的话上 既然你也是那个世界来的 那你路上身也是没问题的 听到这话我愣了一下 但还是肯定的 那当然了 作为一个纯爷们 脱了上衣出门都是小事 魏南听到这种颠覆三观的事 瞬间就吵了 男人不穿上衣就出门 这么刺激的吗 我觉得你是在吹牛 除非你现在脱下上衣试试我就信你 受到质疑的我一怒 脱就脱 谁怕谁 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男人 说着就要动手脱衣服 不过下一刻我就顿住 只因为魏南直勾勾的眼神有点可怕 感觉像是要吃人一般 可随之而来的就是一股害羞的感觉 这让我瞬间抓狂 大老爷们脱个上衣 为什么会害羞啊 突然我想到了 血月之神说的任务失败会被世界同化 难道说我现在已经被影响到了吗 而一旁的魏南还在疯狂的催促 你脱不脱呀 难道你说的都是假的吗 受到刺激的我把心一横 直接就撸起衣服 脱就脱 我从来不骗人 魏南看到后脸色瞬间通红 这画面也太顶了吧 难道那个世界遍地都是这样的场景吗 接着一开眼神 伸手擦了擦嘴角的口水 把衣服放下来吧 再这样不知道会出什么事 而此时我却总感觉自己吃亏了 只是脱个上衣而已 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啊 我肯定是哪里不正常了 经过这一插曲 魏南终于相信我是个穿越者 以后我们就是同一条战线上的人了 祝我们合作愉快 以后没事就尽量少找我 我很忙的 说完就站起身 谢谢你请的晚饭 下次有机会我请你 现在我就先回去了 魏南嘴角微微勾起 今晚不能留下来吗 只要留下来 你想要什么我都会满足你 我二话不说就拒绝了 不管什么条件都不会答应 而此时我的家里 请姐看着手里的蓝锥石正正出神 这东西代表着忠诚兼真 那个敏月华愿意把这种价值的东西送给浩浩 简直司马昭之心人尽皆知 既然这样的话 那这个凡人又拜金的表哥倒是可以利用一下 表哥为了翘张浩的墙角 竟然对月华用出了玉女三世 就在刚刚 我从魏南那里回来 这些珠宝都是真的 价值几千万吗 看到这一堆珠宝 我眼珠子都瞪了出来 这时请姐暗戳戳说了一句 小姑娘真的很优秀呢 人长得好看家世又好 老爸听后一惊 生怕我被小姑娘的外貌和富有给迷住 告诫我不要被金钱蒙蔽了双眼 就算对方再优秀 你也不能和他走得太紧 只能做普通朋友 而我却一脸无语 老爸你也太小看我了 我这就叫月华回来把礼物收回去 地旁的表哥却十分不差 这些珠宝钥匙给我该多好 凭什么呀 我这表弟到底哪一点比我强了 我不信凭我混迹情场这些年的经验 还拿捏不住这小姑娘了 只要让这个富家千金对我死心塌地 那以后我不就发达了 到时有钱了再把表妹也给拿下 想想都美滋滋啊 所以表弟你就不要怪表哥了 虽然你长得很帅 但男人最重要的是会撩人 没过多久 门外就响起了门铃声 月华你来了 不好意思又让你跑一趟 你送的那些珠宝太贵重了 我们不能收 这样吗 那下次我再送点别的 在我们聊天时 表哥上前施展她的玉女第一事 故作弱势 拉近双方距离 只见她身子前倾 闭脸害羞地跟月华打招呼 真巧啊 又见面了呢 我有点惊讶 原来表哥你们见过呀 对啊 刚才在外面碰到过 我们还聊了一下呢 说着还撩了一下头发 玉女第二事 不经意间的小动作 留下好印象 还真是巧啊 文言我插上一句 接着表哥准备使出玉女第三事 快速制造身体接触 假装自己被绊倒 然后等她英雄救美 优雅地把我抱住 然而就在表哥以为自己得逞时 一只脚抵在了她胸前 不好意思啊 看你突然靠过来 下意识就伸腿了 是腿脚不太好吗 你没事吧 看到这一幕我满脸乌鱼 月华你先放开表哥再关心啊 而狼狈的表哥一脸不可置信 自己的玉女三事 竟然对这个米月华完全无用 我带月华来到客厅 指着桌上的珠宝 表示你以后可不能送什么礼物 一脸呆萌的月华问我 难道不喜欢这些吗 这时老爸开口 孩子这些东西你收回去吧 心意到了就行 况且价值几千万的东西 我们怎么可能感受 月华将在那里忽然有点不知道怎么办 那你们会不会讨厌我 文言老爸他们微微一笑 怎么会呢 我们只是担心你们早恋而已 我们又不是不讲道理的人 这时情节也靠了过来 对啊老妹 你就不要想太多了 我们不会反对你们做普通朋友的 这些礼物你就收起来吧 没想到这个绿茶表哥这么废费 真是屁用没有 看来还得要我亲自出马 接着转头对月华开口 那个月华同学 时间不早了 姐送你回去吧 就在情节起身预送月华回家时 一道声音传了过来 我来送吧 你不用去 我和浩浩去就行 情节看老妈眼神不太对 不会是误会什么了吧 而我也被吓了一条 情情节不会是看上月华了吧 最后情节还是跟了上来 不仅如此 连表哥也厚着脸皮跟来上来 表哥也明白自己时间很紧迫 没过一会就开口问月华 可以加下你的微信 我一眼就看穿了她的目 眉头微微皱了起来 表哥别问了 他家里人禁止 他把家里的事情告诉你 而月华也一脸娇羞地表示听张浩了 这时情节突然回过头来 浩浩 不要和月华同学靠这么紧 车内空间这么大 不要挤着客人了 文言我瞬间鼓励了 情节竟然为了月华让我做原点 所以暗示会消失的吗 当浩为了把情节掰执 趁着两人单独相处时 从背后抱住了他 原来昨天晚上送月华回家时 我发现情节处处维护月华 还让我跟月华做原点 这一定是情节看上了月华才会这样的 真不愧是又萌又可爱的小月华呀 简直是男女通吃 不能这样下去了 得找机会赶紧把情节掰执才行 第二天我就找到了这样的机会 从情节口中我得知 妈把他们出门送表哥一家回去了 因此现在家里面就只有我们两个人了 既然这样的话 那就开始吧 趁着情节在准备早餐时 我从背后抱了上去 开口就跟情节道歉 对不起情节 之前我不该骗你的 情节也被这一情况搞瘫了 不过很快就反应过来 还想着吃完早餐就找浩浩和好的 没想到浩浩先贴过来道歉了 真好 看来浩浩还是非常在乎我这个姐姐的 浩浩姐姐原谅你了 虽然很难过 但事情已经过去了 以后我们再也不要有隐瞒了好不好 我愣了一下 最后还是先答应了情节 对不起情节 等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完后 我会跟你坦白一切的 而情节还在继续跟我约定 希望浩浩以后不要那么累了 要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 再也不要吵架了好吗 而我也统统答应了情节 突然我想起了什么 情节 既然我们不要隐瞒的话 那你告诉我你对月华是不是有其他的心思 听到我的话情节愣了一下 然后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原来浩浩是吃醋了呀 这个表情还真是可爱呢 那浩浩以后不要把敏月华带到我们家就好吗 我怕控制不住自己吗 你可是说过要把我掰直的 我伸手抓住情节抚摸我脸的手 说起来我们好像很久没有特训过了 今天要不要复习一下 文言情节浑身瞬间躁动 既然这样的话就麻烦浩浩了 那去我房间吧 而与此同时 魏南的秘书来到了春天花花托儿所 应该就是这个地方没错了吧 秘书走进去后 表明自己是董事会特派秘书 来这里是有事找你了解一下 秘书给老师递过一袋资料 想找你了解一下这两个人 当年他们应该在这个托儿所待过一段时间 我想知道那个小女孩 是不是有把这个小男孩诱拐出去过 而老师打开资料后瞬间吓得满头大汗 秘书露出自信的笑容 一个小女孩做出这种事 她到底有什么能耐 让你这个值班老师替她打掩护呢 现在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吧 魏南派秘书调查情结 发现情结小时候竟然把张浩当成玩物 原来就在我为了掰执情结而进行特训内容时 秘书来到了我和情结小时候所在的托儿所里 未必当时的值班老师说出当年发生的事情 而老师看着资料上的照片 脸上露出了惊恐的表情 仿佛看到了什么恐怖的东西 老师咬着牙问秘书是怎么查到这些的 秘书冷冷一笑 这你就不用操心了 你把那个张千青右拐张浩出去的经过告诉我就行了 老师沉默了一会 放下了手里的资料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个小女孩 思绪慢慢回到了当年 作为当时的值班老师 她把小时候的秦姐叫了出来 慌张地问她昨天把浩浩带去哪了 究竟对她做了什么事 而秦姐却一脸无所谓 冷冷开口 没干什么呀 就一起玩玩而已 难道不行吗 老师满脸荒唐 当然不行啊 不经过老师同意怎么能私自带同学出去呢 要是到外面碰到坏人出意外了怎么办 不行 我要打电话叫你家长过来 居然敢做出这么危险的事情来 说完就拿出手机准备打电话给她的妈妈 而秦姐却一脸淡定的开口 你这样做真的好吗 把这件事继续闹大真的好吗 看着眼前这个小女孩 老师仿佛受到了什么冲击一般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没有理会惊诧的老师 秦姐继续开口威胁 反正浩浩昨天回来后也没说什么 人也好好的 而且其他老师也都不知道我带浩浩出去 所以老师你就当这件事没发生过不好吗 毕竟这件事老师你也是有责任的 如果大家都知道了这件事 老师你真的没关系吗 怎么说也是在你的眼皮底下有学生被私自带走了 好像老师你的孩子也在这个托儿所吧 真好啊 既能工作赚钱 又能顺便照顾自己的孩子 老师你说要是大家都知道了我对浩浩做过什么 你这个工作不会有影响吧 所以我们就当没有发生过这件事不是更好吗 老师你说呢 所以你妥协了 时间回到现在 秘书一脸不可思议的问老师 当然没有 虽然我没有打电话给张千勤的家长 但之后我联系了浩浩的家 想看看他的情况再说 可没想到他家长表示以后不会再来托儿所 而张千勤后来没多久也不来托儿所了 难道这件事就这么不了了之了吗 没错 毕竟当事人全都不在了 秘书有点不死心 你知道张千勤带张浩出去到底做了什么吗 具体的不清楚 不过 后来我找过他们班的同学了解到一件事 那个张千勤似乎一直都把张浩当成是他的玩物 当浩在和秦姐进行特训内容时 忽然发现自己竟然来了大衣服 整个人瞬间变得有气无力 肚子也剧痛起来 刚开始我还以为得了什么绝症 秦姐看到这种情况后皱了重眉桶 算算时间 月底好像就是浩浩来大衣服的时候 浩浩 你是来大衣服了吗 现在是不是肚子有点痛 腰还很酸 这是我才知道自己来的大衣服 一直听说这个世界有大衣服的设定 现在终于体会到了 没想到居然是这种感觉 简直糟糕透了 而秦姐了解情况后立马就出去给我倒热水喝 不过却一脸可惜 正特训到关键时候呢 也怪自己 竟然忘了月底就是浩浩来大衣服的日子 要是换个时间这事就成了 不过也不是一无所获 起码确定了浩浩也是喜欢我的 要不然也不会这么主动 接下来只要找个合适的机会 就可以和浩浩坦白一切了 不管是我对她的心意 并或者是小时候的事情 我不会再对浩浩隐瞒任何事情了 要让她接受最真实的我 很快秦姐就给我倒了杯热水 顺便煎了两个鸡蛋 吃了点热乎的东西后 我虚弱地躺在床上 秦姐你是医生 有没有什么药物能够克制 或压制这个大衣服的呀 秦姐听后笑了笑 是要三分毒 药物多少都有点副作用 浩浩不用担心 来大衣服是好事啊 它能调节激素 还能排泄压力 等大衣服走后 你的心情就会变得无比愉悦 并且感到精力充沛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好处 现在难受 那姐姐就帮你按摩一下 缓解一点痛苦 说完秦姐就来到身后 用手按摩肚子 没一会我就感觉自己的肚子没那么痛 真不愧是秦姐啊 居然这样也能压制住大衣服 太厉害了 感觉自己现在都有点不想 回到原来的世界了 毕竟这里有情节 还有许多爱我的人 好像在这里一辈子也不错 而以此同时 魏南在看到秘书给他的资料后 怦然大怒 毕全砸在了桌子上 该死 这个张千勤果然不对劲 那魏总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要不直接请张千勤过来吧 郑玉答应的魏南 突然想到了我说过的话 那就是可以合作研究血语 但就是不能接触我的家人 魏南沉默了一会拿起手机 你等一会 我打个电话先 而秘书看着优柔寡断的魏总 仿佛见了鬼一般 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 沙发果断的魏总吗 魏南约秦姐在咖啡馆对质 为了争抢账号撕破裏 还差点打了起来 原来在我来大衣服 躺在床上休息时 秦姐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吓得秦姐立马挂断了电话 看向熟睡中的我 还好 没有把浩浩吵起 真是大意了 以后要是跟浩浩特训时 突然来电话 岂不是很尴尬 下次一定要记得关静音 突然秦姐看到 手机发过来的短信 瞪大了双眼 这竟然是自己 小时候的详细资料 还约在咖啡店见面 看来有人在调查我 而这个人应该就是 刚才打电话的人 秦姐沉默了一会 伸手抚摸了我的脸庞 浩浩 你只能是我呢 我不会让任何人抢走你 画面一转来到咖啡厅 魏南正坐在这里 突然一道声音传了过来 就是你在调查我 原来是秦姐已经来到了 说吧 你到底是谁 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 你只需知道我喜欢张浩 而你就得离开她 秦姐听后笑了 原来是我们浩浩的追求者 我当是什么人吗 不过很可惜 浩浩喜欢的人是我 你们这些追求者 才是应该离开的人 秦姐心想看来 这个女人就是浩浩 之前一直隐瞒的朋友 魏南拿出一叠照片 我想张浩看到这些照片 会很难过吧 但我不希望张浩伤心 可你要还是缠着张浩 我不介意把你从小到大 跟踪偷拍的照片 给张浩看 不料秦姐毫不在意 就这 你觉得这威胁对我有用吗 浩浩只会相信 我从小到大都在守护她 而你们都只是贪恋浩浩的外貌 所以浩浩只能是我的 魏南听后冷冷一笑 真是大开眼界 不要给你跟踪和偷拍的行为美名化 你就是个变态 而且为了接近张浩 还让你的母亲和张浩父亲 偶遇并戳合他们 成为张浩名义上的姐姐 张浩她是不一样的存在 她不是你的玩物 不该被你随意玩弄 秦姐沉默了一回开口 能查到这些东西 说明你应该很有钱 视力也不小吧 你们这些有钱人 就喜欢用这些俗物让人屈服 可惜我们浩浩不是这样的人 我想就是因为这样 你才会对浩浩感兴趣的吧 毕竟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 可惜啊 浩浩只喜欢我 你是永远也得不到浩浩的 魏南听完拍了拍手掌 不愧是年仅七岁 就能震慑托儿所老师的人了 真是厉害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魏南 凤红集团的魏南 秦姐听后一惊 没想到眼前的女人来头这么大 魏南继续开口 我能找你来聊聊 是因为你是张浩的姐姐 毕竟我答应过她 不会随意伤害她家人 但如果你越界了 我便不会把你当成张浩的家人 到时会发生什么 我就不知道了 还有你说张浩喜欢的人是你 那么你呢 是真的喜欢张浩 还是自己的控制欲在作祟 又或者 你喜欢的张浩 真的是那个你从小手铺到大的张浩吗 魏南说完就走了 留下秦姐一个人愣坐在原地 时间来到晚上 睡了一天的我睁开双眼 坐起身就看到秦姐 在自己的电脑前看着什么 秦姐看到我醒后 拿过来一个热水袋 浩浩身体好点了吗 来喝点热水吧 对了 姐姐趁你睡觉失败 读了一下你的小说 真是好小说呀 里面描绘的那个世界 真的很有意思 不过也很真实啊 你觉得呢 浩浩 月华同学第一次穿路肩小红裙 就是为了和张浩约会 两人还手牵手甜蜜地去看电影 就在前不久 秦姐神色怪异地问我 为什么会写这种大男主的小说 我慌张地挠了挠头 都是瞎写的 这题材新颖才能脱颖而出吗 可浩浩构建的小说世界很真实啊 没想到这么了解我们女生呢 感觉书中的主角就像真女生一样 不过小说是小说生活是生活 浩浩不要弄魂哦 不然姐姐就只能陪你去看心理医生了 说完就一把抱住了我 浩浩 姐姐真的很担心你 要是哪里不舒服一定要和姐姐说 看到秦姐这反常的影哭我呆住了 秦琴姐这是怎么了 直到第二天我和月华去钢琴房吃午饭时 我还在想着秦姐奇怪的表现 明明白天时还好好 而到了晚上情绪就不对劲了 难道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就在我思考时 旁边的月华递过来一个玩具 张浩给你 我接过后问月华之前的那些珠宝首饰 都已经收好了 月华微微一笑 放心吧 都已经藏好了 接着又拿出一份豪华午餐给我吃 我无奈的让月华不用这么殷勤 朋友之间没必要这样 可我就是想对张浩你好啊 没办法的我只能摸摸月华的小脑袋 以后送小玩具可以 送吃的也可以 但珠宝这些贵重的就别再拿出来了知道吗 月华沉默了一会开口 我送珠宝是不是让你家人更讨厌我了 可我只是想表达对你的好 听到这话我立马安慰 我家人没有不喜欢你 你不要想太多 我的家庭都很保守 他们只是担心我早恋而已 可是你姐姐很讨厌我 月华睁大眼睛认真看着我 我能感觉到她很想把我赶走 不知道自己要怎么样才能讨好她 这时我感觉出来了 月华她好像真的很缺乏安全感 我缓缓站起身 月华你不用强迫自己去改变 月华当然是举双手同意 时间很快来到周末 提前来到地方的我听到旁边传来一道声音 我抬头一看发现是月华来了 不过这身装扮是怎么回事 这路间小短裙加白丝 直接把我看得压麻呆住 月华今天是盛装出行了 走吧月华 我们现在去玩吧 突然月华让我等等 然后从包里掏出了一本约会攻略 张浩 这个我准备了好久 我无语地看了一眼笔记本 这玩意还要做攻略 当然啊 首先我们要先去看电影 我查了下最近的电影 影片选了好久了 我们就去看这个吧 好啊没问题 还以为你要带我去看恐怖片了 怎么会 这是我们第一次约会 要玩得开心一点 我向月华伸出手 行吧 反正你选什么我都开心 谢谢你这么用心 既然这样 那我们就出发吧 月华同学又跟张浩表白了 还要强行牵手手轻轻 就在刚刚 我和月华周末出去约会 月华拿出她的约会攻略提议去看电影 于是很快我们就买好电影票 以及爆米花饮料 来到电影院坐等电影开始 我看着一旁的月华 你好像很开心啊 月华一脸满足的喝着饮料 当然啦 这电影院好大呀 可以做很多人嘛 这很大嘛 米家的私人影院 应该比这个更大更豪华吧 比如魏某人 不说私人影院 就连私人飞机场都有 简直是毫无人性 有钱真好啊 我看着来电的魏南 还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 这大周末的也不让人亲近 我二话不说 直接就给他挂断了 月华看我拿这个手机 问我是不是很忙 我想着月华期待了今天这么久 就好好陪他玩吧 不忙啊 我们好好看电影吧 话音刚落 电影院的灯就暗了下来 月华健壮一脸开心 张浩 电影要开始了 可电影看着看着我就满脸无语 这女主毕东男主娇羞的设定 我还是有点适应不了啊 可就在这时 月华突然伸手摸了上来 我看着满脸通红的月华有点奇怪 怎么了 饮料喝完了吗 喝完了就喝我的吧 还有这么多爆米花吗 慢慢喝 看到我的举动后 月华脸变得更红了 然后凑到我耳边 那个攻略说 如果看电影时摸手 再一起吃爆米花 喝同一杯饮料 然后就可以轻轻了 听到这话我顿时无语注了 月华你少看点那种不正经的攻略 这不会又是黄元元教你的吧 月华靠了上来 可是我们好久都没有轻轻了 此时我也满脸通红 那个轻轻是和情侣欺负之间做的事 是和喜欢的人做的事 所以我们不能 既然这样 那我们做情侣好不好 张浩 我很喜欢你啊 小月华 我也喜欢你 但不是情侣的那种喜欢 而月华却一脸坚定的表情 我看的攻略就是情侣的攻略 里面说女孩子这时候要霸道一点 说完就直接扑了上来 把我吓了一大跳 哎呦你干嘛 这里可是电影院了 你给我乖乖的看电影 很快电影就结束了 月华头顶着一个大包抱着攻略 张浩 攻略上说 没等他说完 我直接打断了他的话 别看你的那个什么鬼攻略了 接下来我说了算 想看次元软饭王后续的宝子们 可点击左下角下载一个快看漫画 然后搜索次元软饭王 自动跳出来的就是 张浩带月华去网吧玩游戏 不料被他家人发现 直接派管家找上门来要见我 就在刚刚 我和月华约会时 发现他老是看什么攻略 我要过来后 看看到底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攻略 月华表示 这可是网上排名第一的约会攻略 按照上面的步骤来肯定没问题的 我半信半疑的打开看了下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就这样也能排名第一吗 我拿本子拍了一下月华的小脑袋 你是不是傻 不是说好了我陪你 我看着他沉默了一会儿 小月华面对我的时候 总是这么小心翼翼的 无奈的我直接把攻略王口带离一塞 这东西没收了 月华见状瞬间慌了 那这样我就不知道 下一步该去哪玩了 我微微一笑 接下来就由我做主 我带你去玩真正好玩的东西 很快我就带月华来到了一间网吧 我看月华对着电脑 有点不知所措 你从来没来过网吧对吧 那家里不让 听到这话我摸了摸月华的头 那你可别和家里人说呀 不然我怕他们把我宰了 这是我们的秘密哦 说完就让月华选择玩哪款游戏 想玩什么游戏都行 月华看着那么多游戏也都花了 张浩 我不知道玩什么游戏 文言我挤了过来 我来帮你选吧 看到这个没有 这是战地游戏 可以打枪开飞机坦克 我觉得你会喜欢 就教你玩这个游戏吧 很快我就教会月华怎么控制方向 笔记怎么瞄准射击之类的 没多久月华就上手了 还拿下了手杀 我竖起大拇指 不愧是月华 惨服的母纳 这个我们那个世界 不就是妥妥的军宅JK少女吗 没过多久就到了夏季的时间 月华还有点意犹未尽 张浩我们再去充点钱吧 我还想玩 这个不能沉迷哦 今天游戏就玩到这 下次想玩我再陪你来玩 走出网吧后 我感叹果然还是在网吧里玩游戏有氛围啊 比家里好多了 而就在这时 我听到月华的手机响了起来 月华接听后应了两声 说了一句不去就把电话挂了 我问她怎么了 是家里人要你回去了吗 月华摇了摇头 表示现在只想和你去玩耍 我笑眯眯的望着月华 既然这样 今天就带她好好的封一把吧 那还等什么 下一个项目走起 很快我们又来到了电话城 带月华玩了各种游乐设施 还玩了现实版的枪击游戏 就这样时间很快到了傍晚 回家路上月华开心极了 张浩 今天是我最开心的一天 好想把今天的一切都拍下来啊 我回头微微一笑 没关系 下次我们再出来玩就是了 话刚说完一辆车就停在了我们前方 把我俩都吓了一跳 而看着眼前的这辆豪车我惊了 不愧是为难来了吧 接着我就松了口气 车上下来的人是月华家的管家叔叔 管家下来的第一句话 就是对月华说老爷回来 听到这话我又是一惊 这月华的家人不会知道了 我和月华在外面约会吧 果然 管家转头看向我 张浩少爷 我们家老爷想见见你 想看次元软饭王后续的宝子们 可点击左下角下载一个快看漫画 然后搜索次元软饭王 自动跳出来的就是 月华爸爸为了让张浩离开自己女儿 直接拿出一张银行卡甩到桌面上 看到这种狗血剧情 我顿时满脸无语 原来就在前不久 我和月华正在约会 管家叔叔找到我们 并表示月华爸爸回来了 还要见一见我 画面来到月华家里 一个绝美的中年男子 坐在办公桌上看着眼前的平板 原来我们月月就是和这样的男孩 在外面疯了 连电话也不接 一个和月月认识不久就借钱 平时还会打架的小网红 听说月月还把她带回家里来了 真有点意思啊 而此时我和月华也很快回到了大爹 这时我才从月华口中得知 原来月华爸爸在今天给她安排了巨回 结果她却出门跟我约会去了 现在叫我来不会是心事问罪的吧 管家好像看出了我的忧虑 张浩少爷不用担心 我们老爷人很好了 一般不会随便为男人 放心好了 快请进吧 一进去就看到了坐在餐桌前的月华爸爸 你就是张浩吧 随便坐吧 道谢后我心想这就是月华的爸爸了 真的好年轻啊 大家就坐后 月华爸爸问女儿玩得太不开心 接着就让月华去换身衣服 见到这种情况我误了 叔叔这是有话要跟我单独说呀 经常听到我们月月提到 说你一直很关照她 作为她的家长 我要跟你说一声谢谢 我笑着表示作为朋友这都是应该的 叔叔不用客气 不过她好像不太喜欢我呀 这道谢都没正眼瞧我一下 接下来该不会要说什么 就凭你也想接近我女儿 说个数 要多少钱才肯离开我女儿之类的话吧 那我真的会写 这狗血剧情不会发生在我头上吧 而就在这时 上一秒还笑眯眯的月华爸爸 脸色突然就变得冷烈 你说你们是朋友 可月月为了你失约了家族聚会 我差点以为你们是在交往了 看到这情况我懵了 不愧是豪门了 这变脸也太快了 此时我一脸的尴尬 不好意思叔叔 我不知道月华今天和叔叔你有家族聚会 可这时月华爸爸又笑眯眯起来 别误会 我没有怪你的意思 反而还想谢谢你 说完就掏出银行卡放到我面前 这是我的谢礼 这下把我给整不回了 这狗血剧情真落我头上了 不够明显吗 有些话讲太明白就不体面了 文言我瞬间怒了 被有钱人用钱甩脸真不爽啊 要不看你是月华的爸爸就揍你 叔叔 我觉得你真的误会了 我第一次见到月华时 发现他与周围格格不入 就像把自己封闭了一样 可接触下来发现 他其实很温柔 只是不会表达自己而已 而我和他做朋友 也是因为他温柔乖巧待人真诚 跟钱或是其他什么东西无关 所以这张卡麻烦您收回去 我是不会收的 月华爸爸放下咖啡 感叹了一句年轻真好啊 听说月华带你来这里住 我还以为你是一个小白脸了 文言我差点喷了出来 这误会可大了 叔叔没这回事 你要相信月华 看到我的反应 月华爸爸嘴角勾了起来 真是个有意思的小家伙 既然如此 那我只能拜托你 好好当月华的朋友 看着不断变脸的月华爸爸 我一阵心累 没问题 我会一直是月华的好朋友 画面一转来到大别野门口 月月 爸爸有事要先去忙了 家族聚会我会重新安排的 还要你不想啊 要记得多交点朋友 月华一脸呆萌地看着爸爸 张浩就是我的朋友啊 是吗 那你要好好珍惜这个朋友 说完又看向我 张浩 当着月月的面我想问问你 你确定和月月永远都会是朋友 这辈子都不会交往吗 月华爸爸为了让张浩离开自己女儿 竟要他当着月华的面说 这辈子都不会交往 听到这种无理的要求 我沉默了下来 不过最后还是跟月华爸爸 保证会约束好自己的 毕竟是月华的爸爸 面子还是要给他 见此行警管家提醒老爷该出发了 月华爸爸这才不再为难我 对着管家开口 我不在家那月月就麻烦你费心 最后上车时 还小声地吩咐管家 给我好好盯着他 但月华爸爸走后 我长呼了一口气 跟这种人交流真是心累啊 一旁的月华还担忧地问我 是不是我爸让你不开心了 没事 你爸也是关心则乱 我理解 而这时我兜里的手机突然响了情 我拿出来看了一眼后 便整个人吓得脸色大变 这下死定了呀 这位男和情节 打了那么多电话都没接 完蛋了 很快时间来到晚上 总算回到家的 我准备敲咪咪的进门 胡料一开门 就发现情节坐在沙发上喝酒 整个人都喝迷糊了 我关心地问情节 怎么一个人在这喝慢酒啊 情节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反而问我为什么不接电话 最近老是玩到这么晚 应该打个电话保平安不是吗 我顿时明白过来 原来是因为我不接电话 让情节难过了呀 我真该死 于是我走上前道歉 情节对不起 手机我不是故意不接的 只是一直没听到 让你担心了 尴尬得挠了挠脸 还挺开心的 可能玩过头了 所以没听到铃声 真对不起 情节听后沉默了一会 既然浩浩觉得对不起 那明天就陪我出去吧 我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不过上午我要跟直播平台的经纪人聊点工作 可能要下午才能出去了 情节见我答应你非常开心 没事 正好姐姐上午在学校有点工作 下午回来我们就一起去过周末吧 约定好后我就跟情节互到晚安上楼休息了 情节见我走后表情严肃了起来 前面有个为难 现在又来了个敏月华 我和平台经纪人宋姐约在这里见面 刚见面我就问宋姐来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 是这样的 你现在粉丝基础不小 要多维护一下了 我们平台正好要拍一个极乐净土的视频 来为几个主播做宣传 你要是愿意 我给你争取C位 一听到这话我立马拒绝 达咪 我不是这种主播 好像知道我会拒绝 宋姐伸出两根手指 所以我们还有方R拍cosplay照片 知道你不喜欢娘的 所以我准备的角色都是酷帅型的 一看到亚瑟王的形象 我立马就答应了下来 就这个吧 符合我硬汉的形象 不料我刚选完宋姐就让我去拍照 所有东西都准备好就等你了 这一操作把我给弄猛了 怎么感觉自己好像被套路了 画面一转一个摄影师正在指挥着拍照 而模特正式换上了亚瑟王套装的我 拍摄现场的海滩上更是围满了的观众 此时一个公司正在开会 屏幕上的画面对准的正是我所在的海滩上 会议的内容是考虑是否要对这片海滩进行投资开发 而他们也发现了我在海滩上拍照 便让无人机推进看看 看清画面后一个二个都在感叹 这个人好漂亮 而此时我的眉头皱了起来 拿起剑就朝着眼前的无人机扔了过去 这他瞄谁的无人机啊 飞这么近还对脸拍 过分了吧 与此同时会议室的画面瞬间断开连接 项目负责人也慌了 对不起 我马上让人去调查这个人 而坐在主位上的人却打断了他 不用了 你应该感谢这个人 不然你就该管了 画面拉近 这个人正是为难 他微微一笑 不愧是你啊 不过你打坏了我的无人机 这下你该怎么赔偿我呢 想看次元软饭王后续的宝子们 可点击左下角下载一个快看漫画 然后搜索次元软饭王 自动跳出来的就是 为难正在壁动账号 不料这事情姐突然回来 这下喜闻乐见的修罗厂要来了 原来前不久我正在海滩上拍摄Cosplay照片 一时冲动把飞过来的无人机给砸了 而让我没想到的是 这架无人机竟然是为难公司的 不知情的我拍摄完后就回家了 刚进家就累得摊坐在沙发上 现在才知道拍摄之类的活动竟然这么累啊 就在我休息没多久 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难道是情节回来 不会是忘记带钥匙了吧 可当我打开门之后 却发现门外站着的是我最不想看见的人 这位男为什么会来我家里 一定是我打开的方式不对 说着就要关上门重开 可未难直接抵住了大门就开始心事问罪 小男人不接我电话 现在竟然还想让我吃闭门羹 难道你想让我一拳砸开这扇门吗 我可以满足你哦 闻言我瞬间重新 别砸门 请卫总高抬贵手放过我的门 快快请进吧 而卫男坐下来后又开始心事问罪 我们俩现在是合作关系 可你竟然两天都不接电话 还跑出去玩 是我的错 是我贪婪 我不应该不接您电话 应该努力配合卫总您为科学进步做贡献 茶都快凉了 大佬请喝茶 卫男盯着我看了一会儿 竟然还穿成这样 没想到你还喜欢这种幼稚的小孩子游戏 这种抛头露面的直播工作有什么好的 我一脸怒容 依然没有停下碎嘴 都说了给你开工资 比你直播高多了 你难道很喜欢这些工作吗 闻言我握拳站了起来 我们那个世界可都是铁骨铮铮的真男人 怎么能吃暖饭呢 内心却吐槽要不是那该死的血月之神 我也不想工作了 卫男听到我的话后冷冷一笑 非常好 真有骨气啊 说完就一把抓住我的衣领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来算算你打坏我公司无人机的账吧 这一下就把我给搞懵了 那个原来是你公司的无人机啊 你要多少钱我可以赔给你 是关于红月的 因为红月出现是没有规律的 但在你穿越过来的那次红月之前 还出现了一次月拳时 我皱了皱眉头 这算什么线索 月拳时一般14个月左右会出现一次 只不过不一定能看到而已 为难露出睿智的表情 我难道想不到这一点吗 但我说的月拳时不一样 一般的月拳时是出现在望人 也就是农历15、16 那你那一次是出现在硕人 也就是农历1号 而且还是出现在后半夜非常独特的月拳 还出现了全国性的磁场混乱 而根据我的调查 我遇到红月的那次 也出现了朔月月拳时 听完后我陷入了沉思 望月和朔月的月拳时 这两者难道是有什么联系 才导致我浑穿到这个世界上的吗 而就在这时 秦秦姐突然开门进来了 浩浩 我回来了 听到秦姐的声音我瞬间慌了 完蛋 秦姐怎么这么快回来了 但为难却冷哼一声 闭双冷眼无所畏惧地紧盯着刚进门的秦姐 想看次元软饭王后续的宝子们 可点击左下角下载一个快看漫画 然后搜索次元软饭王 自动跳出来的就是 为难躲进张浩家的浴室里 差点被门外的秦姐给发现 就在刚刚 为难来我家谈事情 不料这时秦姐突然回来看到了这一幕 下一秒秦姐手中的带子便掉了下来 目瞪口呆地看着前方 脑海中瞬间出现一个画面 只见穿着亚色王装扮的我开口 你就是我的Matha吗 听到这话秦姐脸色通红 猛地摇了摇头 我最近是不是幻想太多 现在都出现幻觉了 浩浩 你怎么穿成这样了 我尴尬地挠了挠头 是宋姐的想法 她说我要维护一下粉丝 所以拍个cosplay 当作粉丝福利送给大家 秦姐此时还一脸花痴的表情 绝了 金发的浩浩简直帅呆了 对了秦姐 我先去洗个澡了 这破衣服穿衣上午热死了 秦姐蹲下身 把地上的袋子捡起来 好啊 等你洗好了 姐姐给你按按肩膀 就在我转身上楼时 突然想起了什么 那个秦姐 我这衣服好像自己一个人 有点难过 能去房间帮我一下吗 秦姐闻眼眼睛都亮了 还有这种好事 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回到房间后 我感叹着衣服换起来 怎么这么麻烦啊 不过内心却在呐喊 魏总啊 我把秦姐支开了 你可要抓住机会赶紧溜啊 艰难地把衣服换下后 这大热天穿这玩意 差点都给我咽臭了 而秦姐看着被汗水 侵蚀到透明的衣服 脸色瞬间通红 浩浩现在的样子好有魅力啊 直接从背后抱住了我 哪里臭啊 浩浩最香了 而且姐姐觉得你cosplay好漂亮 连我这个昆佬都有心动的感觉 我想浩浩要是再多出几次cosplay 姐姐就会正常了呢 我一脸开心 如果真能帮到姐姐的话 我当然没问题 那我就去多买几件靠服吧 正好直播的时候也可以穿 文言秦姐眼睛瞬间亮了起来 好啊 那姐姐陪你一起去买 不过直播的不能太露 那当然 我可是技术直播 不说了 我先去洗澡了 而秦姐还想着到时候 要把之前偷偷买的男铺装 还有JK装给浩浩穿 那一定超级超级好看 此时我已经来到浴室 看样子秦姐好像很喜欢克服啊 如果真能帮到秦姐就好了 这时旁边突然传来一道声音 他竟然说自己是昆老 呵呵 真会装啊 而这突如其来的声音 也把我吓了一大瘤 转头发现是魏南 不知什么时候躲在了浴缸里 这把我搞得差点崩溃 大声问他怎么还没走啊 这声响好像引起了秦姐的注意 撞到脚拇指了 那太不小心了 要不要姐姐给你看看 我连忙拒绝了 在秦姐离开后 我质问魏南你怎么还没走啊 我都把我姐带上楼了 魏南一脸无辜 我什么时候答应你要走啊 文言我炸了 你不走难道还想留在这吃午饭吗 我家可没有山珍海味招待您未走呢 而魏南好像都没注意我在说什么 你们那个世界的男人 都能不穿上衣走来走去的吗 那也没你躲别人浴室更像个变态 魏南没有接话直接换了的话题 你这姐姐有点东西啊 竟然还要给你挑口服 文言我一惊 你刚才不会是在偷听吗 只是想确认一点事情而已 我跟你说过 你这个姐姐不简单 要是她发现你不是她的弟 你说她会怎么做 我眼神一禀 这就不劳魏总费心了 这时秦姐突然出现在门外 浩浩 姐姐给你倒好牛奶了 洗碗早记得喝 这一幕差点把魏南搞破坊了 真是个好姐姐啊 我立马制止魏南 大姐你就别管我的家设了 赶紧想办法走吧 算我求你了行故 而魏南此时也已经确定了 这个张千情就是图谋不轨 不过我硬来的话 张浩估计也不同意 还是想想其他的办法 想着就抓住浴室的窗户 直接用力一扯把窗户给拆了下来 踏上窗户边就要往下跳 明天中午记得来见我 还有你的家事我也管定了 张千情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我会当着张浩的面 撕下你虚伪的面具 想看次元软饭王后续的宝子们 可点击左下角下载一个快看漫画 然后搜索次元软饭王 就在刚刚 我答应魏南中午要来他这里吃午饭 但我没想到是魏南亲自做饭 看着他手脚麻利的切着肉 想不到魏总还会这一手呢 魏南头也不回 来了就先做一下 马上快要好了 我擄起袖子跃跃欲试 没有让女人做饭我混吃的道理 我来帮你吧 走到砧板前看到魏南切的肉 我感慨了一声 魏总的刀工很不错呀 练出来的 我可不是身外就是魏总的 而且 为自己喜欢的男生下厨 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听到魏南这么直白的话 我一脸尴尬 别别别 我可受不起魏总的爱 魏南看我拿着锅要炒菜 看着这么娇滴滴的男生下厨 还真是很有视剧冲击啊 我直接反驳 谁说我是娇滴滴的男生了 那原来的世界 我可是独自生活了好多年的社群了 可下一秒就被打脸了 只见灶台上的火苗瞬间窜了上来 把我吓了一条 魏南见状直接给了我一个摸头沙 顺便关了开关 你做饭还真是不错呢 我后退一步躲开魏南的摸头沙 很久没做饭了 有点手伤 都怪以前经常加班光点外卖了 魏南只能让我去外面坐着 别在这里捣乱了 没想到这个霸道总裁 竟然还有这么贤惠的意念 很快 魏南就做好了一大桌美味佳肴 都做好了 快尝尝怎么样 我缓缓拿起筷子 这卖像倒是挺好看的 就是不知道霸总做的菜是什么味道 尝了一口后我眼睛一亮 味道不错呀 真的吗 那和你秦秦姐比起来呢 文言我一愣 这当然是没有可比性的呀 毕竟秦姐是我的家人 魏南露出看傻子的表情 你不会真当张千秦是你姐姐吧 当然啦 秦姐是我人生当中对我最好的女生 能成为她的弟弟 我觉得很幸福 好姐姐可不会用昆老的身份接近你 我撇铁嘴 你可别乱说呀 这个世界的女人这么要面子 怎么会用这种方式自黑呢 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夺淑女之父 她是我的家人 我很喜欢秦秦姐的 魏南听完我的话脸彻底黑了下来 很喜欢是吧 我眼神坚定 当然喜欢 这下魏南彻底清清报起了 该死 这个张千秦很有手段啊 接着魏南长呼了一口气 我冷静一下先 你好好吃饭 魏南的眉头紧锁 张浩啊张浩 你把他当家人 他可不把你当人了 罢了 现在说什么你都不会信的 可能你还不知道 你所谓的家 不过就是张千秦的一场骗剧 画面回到几天前 秘书拿着一张资料来向魏南汇报 魏总 经过我们的调查 发现张浩先生父母结婚这件事好像也不简单 里面似乎有张千秦在暗中撮合 也就是说张千秦是故意用这种方式去接近张浩的 真是好手段 秘书也有点惊讶 这张千秦还真够执着的 从托儿所追张浩一直到现在 闻言魏南冷哼一声 人渣而已 要不是做了对不起张浩的事 何必绕这么大的弯子 这种垃圾没有资格待在张浩身边 画面回到现在 魏南静静地看着楼下正准备回家的我 接着拿出手机拨打了一个号码 张千秦撮合他母妇的资料准备得怎么样了 得到准确答案后 魏南的眼神犀利了几百 张千秦 现在我是不能动 但如果你没有了姐姐这层身份又该如何 我会让你知道越界的后果 而此时秦姐也满脸元素站在窗前 湿湿地看着外面 好好 是时候了 想看次元软饭王后续的宝子们 可点击左下角下载一个快看漫画 然后搜索次元软饭王 自动跳出来的就是 月华同学拿着张浩的裤子 不料这时秦姐突然走了进来 就在刚刚 我带着月华去家里做客 一进门月华就非常礼貌地鞠躬问好 我见状让她不要客气 随意一点把这里当自己家就好 而秦姐一副皮笑肉不笑的表情 浩浩 带同学回来怎么不提前告诉姐姐一声 我尴尬地挠挠头 嘿嘿 下次一定注意 接着我凑到秦姐耳旁 那个月华她有社交障碍 放学回家也是自己发呆什么的 我肯定不能让她这样一直呆着 换好鞋后月华像乖宝宝一样打报告 张浩我换好鞋子了 把秦姐看得一脸无语 怎么感觉像三岁小孩 那秦姐我们就先上楼了 快去吧 姐姐给你们准备点好吃的 但我们上楼后秦姐的脸沉了下来 这个敏月华还真是阴魂不散 又来爱我好事 而此时我和月华已经来到了楼上 我问她是想看书还是想玩游戏 可月华却一个劲地夸我房间好看又香 就很普通的房间了 不过月华你房间的确是有点空了 可以学我一样摆点东西 月华听后眼睛一亮 那我可以摆张浩你的东西吗 没问题啊 你想要什么我可以送你 看我答应月华立马跑到衣柜前 拿出了一条裤子 张浩我想要这个 这炸裂的一幕没等我反应过来 秦姐又突然打开门进来了 看到眼前的情况 秦姐瞬间轻轻爆起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呢 我顿时慌的一批 秦姐你看到的都是假的 不要误会 秦姐坐下来后问 那我误会什么了 是女生刚来家里就上手吗 文言我窘迫的恼恼脸 是这样的 月华因为家庭的原因 所以有些没有常识 不是什么变态 听到我的解释 秦姐沉默了下来 看着老妹确实没啥心机 感觉不像是装的 不过还是要减少 她和浩浩独处的时间 想着便一把 搂住月华的肩膀 小老妹还真是没有常识啊 要不去老解我房间 给你好好聊聊 月华一脸猛逼 谢谢张浩姐姐 那我们聊什么呀 看到秦姐这种举动 我吓了一大跳 连忙把月华搂了过来 秦姐你不要教坏月华了 这下秦姐吃醋了 浩浩你想哪去了 姐姐只是想聊一些 女生之间的话题而已 说着手又搭上了月华的肩膀 来吧 姐姐多教你一些常识的东西 这时我看秦姐的眼神有点奇怪了 你今天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啊 秦姐 该不会你看上月华了吧 听到这话秦姐沉默了一回 下一秒直接上前抱住了我 才不是浩浩 有句话我很早就想对你说了 对不起 姐姐一直骗了你 想看次元软饭王后续的宝子们 可点击左下角下载一个快看漫画 然后搜索次元软饭王 自动跳出来的就是 秦琴姐终于跟张浩坦白 自己不是昆老了 只是因为太喜欢才假装成昆老的 就在刚刚 外面吓起了粒粒细雨 我出门给月华叫了辆出租车 要送她回去 并叮嘱她回去的路上注意安全 对了 我姐没有让你感到不舒服吧 月华揉了一下脸 这倒没有 就是有点太热情了 我刚大一笑 哈哈 那是秦姐在和你表示亲近吧 到家后继的给我报个平安了 待月华坐车离开后 我正准备回屋 却发现秦姐站在门口 看着秦姐我一时无言 脑海中突然想起为难的告解 看来她说的没错 我一脸正色的朝秦姐开口 其实秦姐你不是昆老对吧 听到我的质问秦姐没有说话 现场只有细雨在哗哗的下 过了一会秦姐才说自己不是昆老 对不起 浩浩 是我欺骗了你 我之所以假装昆老 是因为我太喜欢你了 如果不这么做 老妈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我只能假装昆老拉低老妈的期待下限 我被秦姐的想法吓得差得语无伦次 可喜欢归喜欢 但这操作不觉得太奇怪了吗 秦姐迈不上前走进雨中 我知道很奇怪 但这是能让老妈同意我们最快的方法 我真的不想再一次失去你 说完这些话 秦姐脸上一片湿润 也不知道是雨水还是泪水 我连忙拿雨伞帮秦姐挡你 别激动秦姐 小心感冒啊 你说的失去 难道是指我们在托儿所分开之后吗 是的浩浩 看来你真的有点不太记得小时候的事了 秦姐深情地看着我 其实姐姐一直都在你身边陪着你长大 不管是小学还是初中 你或者现在 我一直都在你身边 这都是因为我喜欢你 喜欢到控制不住 喜欢到一直在做傻事 可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从外面藏了进来 看样子我来得刚刚好啊 转头才发现原来是魏南来了 正是他打断了秦姐的深情告白 只见魏南一脸严肃 张浩 我之前说的没错吧 你把他当家人 他却不这么想 文言秦姐瞳孔瞬间扩大 难道魏南以前对浩浩说过什么吗 没有理会秦姐 魏南继续输出 你所爱的家人 他其实从头到尾都在欺骗 你还是跟我走吧 要知道现在的你和以前的你是不同的 你不要忘了这点 这时秦姐突然爆发 够了 我们家不欢迎你这个外人 请你离开 我面无表情地叫了声秦姐 文言秦姐转过身来 浩浩你先回屋里去 一切交给姐姐来处理 我没有说话 把雨伞塞给了秦姐 秦姐被我的举动搞得有点猛 不知道我是什么意思 我一脸冷漠地开口 秦姐你先回去吧 我有点适合魏南说 等会 我会给你一个答复的 想看次元软饭王后续的宝子们 可点击左下角 下载一个快看漫画 然后搜索次元软饭王 自动跳出来的就是 张浩终于得知 小时候秦姐对自己做过什么事了 就在刚刚 我和魏南来到凤红集团 由于下雨淋湿了 魏南换了身衣服 拿着一条毛巾 让我擦干雨水 别感冒了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魏南 你刚才有必要那么做吗 非要在秦姐面前点我的身份 而且还要诬陷她 做得有点过了吧 没有理会我的质问 魏南一把将毛巾盖在我的头上 竟然还相信你那个秦姐是无辜的 真是死性不改 想知道真相是吧 我满足你 说完就走到一旁拿起一打资料 看完这些你就知道 我为什么会阻止你落入到她的圈套中啊 感情你还专门派人调查了我们家是吧 接过资料后仅仅看了一眼 我就瞪大了双眼 只见资料显示 张千勤在小时候有过霸凌其他同学的行为 原因竟是为了独占张浩 而且还将那些跟张浩告白的女同学打到转校 不仅如此 为了和张浩离得更紧 还专门报名和张浩一样的兴趣版 最让人震惊的是 作为省状元的张千勤 竟然拒绝了外省名校的邀请 只选择了离家最近的大学 最后张千勤还推动张燕相亲 说和张燕和陈国恒他们结婚 看完这些 我震惊的目瞪口呆 这怎么可能 一定是搞错了吧 为难贪了贪手 当案照片视频都在这 还有什么不相信的 说实话 我挺佩服他那对你近乎病态的爱 为了你做到这种地步 而且最后就快成功了 不过张浩 你可能会以为这是一种意爱 确实 作为被迫害者 无法理清是正常的 那我给你打个更具象的比喻吧 如果这件事 放在你自己原来的那个世界 一个男生去追求女生 用尽所有手段 去跟踪你 偷拍你 干涉你的生活和学习 为了得到你 甚至影响你的社交和家庭 试问一下你 这难道不是变态吗 而且退一步讲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你情节喜欢的根本就不是你 现在认清现实了吗 如果你想回原来的世界 那就跟我合作研究血液 远离你的那个姐姐 此时我的脑袋依然一片空白 道歉魏总 我现在很乱 我要先回去了 魏南看着我沉默了一会 既然这样 那我开车送你吧 外面还在下雨 我摇了摇手 不用了 我想一个人静静 魏总留步 看着我离去的背影 魏南握紧了拳头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走在回家的路上 我回想着刚才的一切 看样子魏南查的资料 应该不是假的 这样看来情节 确实有点可怕 为了得到一个人 静坐到了这种地步 可我记忆深处的那些片段 却本能地告诉我 秦姐不是那样的人 除了有些压迫感外 竟还有些温暖的感觉 也不知道秦姐她喜欢的 到底是哪个我呢 而我自己的心 又是怎么样的呢 可就在这时 我发现秦姐 他坐在前面的地上 一脸生无可恋 不断地重复着为什么 见此情景 我把伞递了过去 一脸笑意地开口 秦姐 我回来了 闻言秦姐的脸色 瞬间肉眼可见地晴朗起来 浩浩 欢迎回家 想看次元软饭王 后续的宝子们 可点击左下角 下载一个快看漫画 然后搜索次元软饭王 自动跳出来的就是 张浩和秦姐 终于在一起了 就在刚刚 我和秦姐一起回到家里 刚进家门 秦姐就非常殷勤地关心我 浩浩快坐 姐姐给你倒杯热水 忙活一下 你这大雨天 跑别人那里淋湿了一身 可别感冒了 我让秦姐不用忙活了 神情严肃地表示 有个问题想问你 秦姐闻言有点惊慌 什么问题啊浩浩 难道那个魏南又说什么了吗 秦姐 你以前说小时候 一直都陪伴着我 这个陪伴恐怕 不是简单的陪伴吧 秦姐顿时瞪大了眼睛 颤颤巍巍地转过头 难道浩浩你都知道了 没错 虽然魏南的手段有点无耻 但还是非常靠谷的 那些证据非常齐全 让我不得不信 秦姐听到我的话 眼泪瞬间流了下来 整个人都瘫倒在地 一脸无神地开口 浩浩 姐姐给你讲个故事吧 很久以前 有一个小女孩 她家庭美满生活富足 获着非常开心快乐的生活 可直到有一天 她的妈妈和爸爸结婚 她的生活也因此支离破碎 爸爸没多久就组建了新家庭 而妈妈因为工作繁忙 也没空看管女孩 所以女孩一会跟着爸爸的新家生活 一会又跟着妈妈生活 但在爸爸的新家庭中 继母不喜欢女孩 经常咒骂虐待她 而爸爸因为懦弱 面对这种情况一句话也不敢说 最后 女孩甚至被继母赶出了家门 刚满六岁的 她在外面独自生活了两周 才被她的母亲找回家来 经历了这些事情 女孩把自己封闭了起来 成了别人眼中的怪卡 直到有一天 一个天使般的小男孩 向她伸出了手 你怎么一个人呢 我们一起去玩吧 就算女孩不理会她 她却仍然纠缠着女孩 同班的其他同学 都让男孩远离她 但男孩依然不管不顾 走上前叫了声情情姐 然后微笑着牵起女孩的手 我们当好朋友一起玩吧 然后转头对那些同学开口 我觉得你们都误会她了 她肯定不是你们说的那样 她明明就很酷啊 女孩看着被牵起的手 眼泪控制不住地流下来 就这样 男孩走进了女孩的心中 每当女孩因为打架 便体磷伤时 都是男孩帮她贴的创可贴 还表示女孩要是老受伤的话 她以后就要当医生 专门给她治病 就这样男孩成为了 女孩唯一的朋友 也是她一生最为重视的珍宝 可是某天意外出现了 女孩做错了事 男孩也因此失忆了 被她的母妇转校离开了这里 至此 女孩生活中的那道光又消失了 在这之后 女孩陷入了自责 但她并没有沉沦 她开始暗中监视保护男孩 学习男孩想学的医学 并且学会打扮和社交 让自己变得更完美 成为更能配得上男孩的女人 可一直以来的观望 并不能满足女孩 那强烈的占有欲和保护欲 为了再度产生联系 她甚至利用母妇的婚姻 成为了男孩的姐姐 女孩并不后悔这个决定 哪怕这会让她万劫不复 我看着琴姐没有说话 原来这就是那个张浩 跟琴姐之间的羁绊了 琴姐不敢转过身看我 浩浩对不起 我就是一个战有欲极强的变态 故事中的这个小女孩 就是我自己 浩浩你讨厌姐姐是理所当然的 我不奢求你能原谅姐姐 我做的这一切都只是因为喜欢你 想跟你永远在一起 也不想跟任何人分享 真没想到自己童年经历了这么多 难怪有些小时候的片段 总在我脑海中伤 不过琴姐对我这么好 还处处保护我 我并不怪琴姐干扰我的生活 况且我对琴姐也是 此时琴姐还贪坐在地上忏悔 浩浩如果你觉得我恶心 姐姐可以离开再也不打扰 没等琴姐说完我就打断了她 不用说对不起 我只知道你很真实我就够了 其他都不重要 琴琴 我们在一起吧 其实我也喜欢你 琴姐文言呆愣住了 下一秒就不顾一切地抱住我 哇哇大哭起来 我果然还是超级超级喜欢浩浩的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我都喜欢你 我笑着安慰了一下琴姐 其实受到欺骗 我也骗了琴琴姐你呢 想看次元软饭王后续的宝子们 可点击左下角下载一个快看漫画 然后搜索次元软饭王 自动跳出来的就是 为难得知张浩和她琴姐在一起后 整个人都破防了 准备要用自己的方式夺回张浩 在和琴琴姐告白后已经有几天了 这几天离我们跟正常的情侣一样甜蜜幸福 仿佛是这个世界上最快乐的人 就连琴姐都在感叹 浩浩 我感觉现在的日子就像做梦似的 而我却和琴姐不同 越是这样幸福 我内心的负罪感就越重 虽然我是很喜欢琴姐 但琴姐对我的爱是建立在和童年那个张浩的羁绊上 而不是现在的我 这时琴姐打断了我的思绪 姐姐要去工作了 到晚饭时间再叫牛 宝贝 我看着眼前的琴姐 感觉自己好像有点冲动了 当初不应该抱着侥幸心理答应在一起的 现在想想真是有点趁人之危了 看来要找个时间跟琴姐坦白才行 可如果坦白的话 琴姐还会接受我吗 我忽然开口叫了声琴姐 琴姐疑惑地转过头 浩浩宝贝怎么了 本想坦白的我突然又怂了 没什么琴姐 你先去忙吧 时间来到第二天 我赴约来到凤红集团 这次不错呀 很乖 居然这么准时就赴约了 我没心情跟她啰嗦 叫我来有什么事 说吧 魏南微微一笑 没什么 就是想问问 你和你那个姐姐的事情有处理完了吗 我的事就不劳魏总费心了 我和琴姐好得很 魏南文言眼睛眯了起来 好得很 有必要自欺欺人吗 你应该知道那个张千琴喜欢的是另一个女孩 她对你的疯狂喜欢也是建立在童年的基础上 只终究是包不住火的 她会发现你不是那个她 到时候会发生什么不可控的事 我们就不知道了 况且 我们的合作你是不想推进了吗 不研究血月你怎么回原来的世界 此时我慌乱地满头大汗 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来 魏南看到这种情况叹了一口气 她现在精神状态有点不好 这么逼迫估计也不会有什么效果 张浩 如果你陷入了泥潭 我会用自己的方式不计代价地把你拉出来 游戏区排名第三的主播 也算是头部了 但你知道 如果不改变的话 主播的上限并不高 很多其他的一线网红大多都有自己的实体产业 毕竟粉丝经济不可小觑 根据你的粉丝分析 凤红集团决定辅助你成立自己的服装潮牌 我借过资料查看 你说的都是哪门子跟哪门子 我看这不是集团的想法 而是你自己的想法吧 随便你怎么想 反正我为难从不做亏本的投资 于公 集团跟我对你都有更高的期待 于思 我给你研究血月费时又费钱 你又不肯做我小男人 那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帮我赚钱吗 我干大的咳嗽几声 果然老资本家了 不过做小男人当然是不可能的 可如果你愿意投资 那事实也行 我答应你 这样也算为了报答你之前的帮助 只不过 这服装品牌该怎么搞 我不会啊 为难默默地点根 你不是很有主见吗 自己想 我这不是想听听金主妈妈的意见吗 既然这样我就先回去研究了 告辞魏总 魏南看我关门走后 神情严肃了起来 看来我的策略没错 以我的能力拆散你们非常简单 只要把这些证据报出去 你作为网红就会身败名裂 但我不会这么做 因为这样只会让你远离我 张浩 你是男强人 要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事业上 减少和张千琴的相处 而我会利用自己的底牌 也就是血月 来让你回心转移 从张千琴的手中把你夺回来 喜闻乐见的修罗场来了 月华琴请解和魏南终于首次聚在一起 就在刚刚 我坐在教室里愁眉苦脸 这个潮牌的策划案已经弄好了 但这模特该找谁吗 真愁人啊 而这时 一只手搭在了我的脑袋上 我抬头一看发现是月华 只见他满脸担忧的看着我 张浩你怎么了 看你一直趴着 是哪里不舒服吗 我让小月华不用担心 小事情而已 就是我最近在做服装店 现在到了宣传阶段 却还没有找到专业的模特 刚说完这句话 我看着站在前面的月华 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这不就是现成的模特吗 我激动的站起身来 抓住月华的肩膀 小月华放学后帮我个忙吧 拜托了 月华二话不说也直接同意 放学后我们来到了 公司的摄影棚里面 不断传来摄像师夸赞的声音 听到这些话 我得意的笑了一下 我们月华当然是完美的 少女感爆棚 还清冷高贵 而且身材也是无敌 这也让摄像师 不断的发来橄榄枝 明小姐真是素人吗 要不考虑考虑我们公司 月华当然也是果断的摇头 就在这时 秦姐也来到了我公司 浩浩宝贝 工作辛苦了 我转头问秦姐你怎么来了 秦姐举起手中的袋子 当然是来给我最爱的浩浩 和工作人员送点心啊 没有打扰到你们工作吧 这可把一旁的员工羡慕坏了 没想到她竟然是老板的姐姐啊 真是又漂亮又贴心啊 这时候有一道身影走了过来 这里这么热闹吗 秦姐看到来人瞬间炸毛 你来这里干什么 为难一脸淡漠的开口 我是她老板以及投资方 凭什么不能来这里 倒是你一个季姐 是嫌我家浩浩工作的不够卷了 你家浩浩 为难被气笑了 你配吗 你说的最好是家人 但家人是不会用那些下三滥手段的 文言秦姐也被气到了 呵呵 作为老板随意收集调查别人的信息 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 浩浩的事情就不劳魏总费心了 我关心就好 两人瞬间就吵了起来 看到这一幕我也是头大 连忙开口制止他们 秦姐魏总你们稍微停停 注意一下影响啊 这时月华却走了过来 张浩我饿了 我们去吃饭吧 听到这话正在争吵的两人 又瞬间停了下来 转头望了过去 然后不约而同的开口 等等 你跟我说的模特 不会就是敏月华同学吧 看他们凶神恶煞的样子 我有点怂了 这不是因为刚好 要拍一组少女题材的服装 所以就请月华了 可下一刻我就看到 两人拿出口跟补装 你们该不会连模特都要争吧 那当然了 作为家人老板帮你不是应该的吗 看两人针锋相对的样子 我一阵无语起来 真是太幼稚了 想看次元软饭王后续的宝子们 可点击左下角 下载一个快看漫画 然后搜索次元软饭王 自动跳出来的就是 为了带动张浩个人服装品牌的销量 魏南和秦姐争相成为她的模特 而且还要我亲自来当这个摄影师 我疑惑地问魏南 为啥让自己这么个外行来拍摄 魏南撩了撩头发 真是废话 其他人有资格让我搔手弄姿吗 秦姐文言冷笑一声 魏总这意思别人不行 难道只有我家浩浩可以 请你和浩浩保持距离 于是接着两人又呛了起来 可以又怎样 你在叫我做事吗 夹在中间的我简直心累 行了行了你们两人 我们赶紧拍摄吧 弄完要去吃饭了 月华得知我要当摄影师 也嚷嚷着要再当一次模特 我无奈地让小月华 你就别添又加醋了 想拍就准备好吧 指导了一下秦姐 让秦姐摆好一个拍照姿势后 我顿时惊讶起来 秦姐也太上镜了吧 性感和清纯温柔完美地柔合在一起 真的太棒了 还是算了 挺好的 就是有点僵硬 不过气场是真的强啊 跟前两个完全不同 在大家的配合之下 我们的摄影非常顺利 很快就大功到成了 真是辛苦大家了 之后有时间请你们吃饭 现在就早点回家吧 为难闻言开口 这有什么 需要帮忙就支撑 不过有我一个人就够了 秦姐也不甘示弱 非常感谢为总摆忙之中 抽空帮助我家浩浩 不过下次就不劳烦你了 浩浩有我一个人帮忙就好了 不需要多余的人 为难反呛 你在想屁吃 没我怎么行 要不就看看这一次的销量情况吧 看到两人又吵起来 我叹了一口气 看来以后 还是让这两人互相离远点好 时间很快来到了晚上 我在电脑前操作了一会 把商品页面和链接都弄好了 接下来就是开卖了 第一次自己创业做产品 也不知道结果会怎样 希望不要出什么差错吧 发布之后我就打开了直播 刚开播就涌进来差不多两万人 不愧是头部主播呀 打过招呼后 我介绍起了自己的服装品牌 在我喋喋不休介绍时 有些观众看着手机屏幕撇了撇嘴 这颜值区的顶流 也开始收割韭菜了吗 我男神的形象破碎了 终究是敌不过资本了 我同为主播的同学林忠忠也发出冷笑 张浩啊张浩 竟然开始带火了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吧 真是活该呀 黑子们给我狠狠地冲 弹幕上也是非常热闹 有骂人的 有维护的 也有看热闹的路人 不过这都在我意料之中 而此时也有很多人点进了商品页面 不少人都认出了魏南 毕竟是国民总裁 还是非常火的 他们很惊讶 什么咖位的服装啊 竟然能请魏总当模特 还有琴姐的师妹也认出了琴姐 惊讶的他当场就转发到了群里 在不断发酵下 我直播间的人数蹭蹭往上涨 不一会就到了12万多人 魏南此时也在看着直播 热度看来不错 吩咐秘书继续加大力度推他的直播间 而月华也在吩咐管家下单一批商品 直到把他零花钱用光为止 我在直播间看着销量不断的跳动 最终定格在了12.33万件 看到这个数字我惊呆了 什么情况 这个销量也太夸张了吧 想看次元软饭王后续的宝子们 可点击左下角下载一个快看漫画 然后搜索次元软饭王 自动跳出来的就是 张浩举办庆功宴 不料竟然在这遇见了血月之神 原来就在今天早上 我在家休息时本想刷个短视频 放空下大脑 可没想到网上到处都是和我相关的消息 前几天推出的服装品牌 血月已经火爆了全网 让个录营销号纷纷报道 就连其他主播也开始卖我的同款服装 而且销量也是非常可观 看到这种情况 我不禁感叹互联网造神 却是不 这才几天啊 我的粉丝数就已经成为平台前三了 网店那边也卖爆了 捕获都来不及 想来魏南和月华情姐 他们在暗中肯定帮了不少忙 得要抽空请他们吃饭感谢下了 只不过这三个人聚在一起 气氛就会不对 这倒是个麻烦事 就在这时 秦姐突然来到了我的身边 浩浩宝宝在想什么呢 说来给姐姐听听 于是我起身开口 那个秦姐 我准备今晚搞个庆功宴 筹谢一下大家 你也一起来吧 秦姐满口答应 好啊 姐姐会去的 你先起床吧 我要去浴室了 来到浴室后 秦姐表情严肃了起来 如果是庆功宴的话 那魏南和敏月华一定也会去吧 这两人女人 一个是极度偏激的霸足 一个是社交障碍的富二代 如果告知他们我和浩浩在交往 这倒是可以确保我的地位 让那两人避而远之 但这是个蠢办法 这样做可能会让浩浩难看 还会刺激魏南 做出一些偏激的事情 那就不用点破我和浩浩的关系了 顺其自然吧 反正最后赢的一定会是我 时间很快来到晚上 庆功宴酒店附近停满了豪车 引得众人纷纷为官 魏南和月华捧着鲜花和首付来到现场 张浩 我们来了 看到他们搞得这么隆重 我有点惊讶 你们倒也不用弄得这么正式 而秦姐看到他们后 犹如情敌见面一般 气场都变得极为不对劲 为了防止他们打起来 我赶紧叫他们进去入座 晚宴要开始了 可让我没想到的是 这几个人吃饭都在暗暗较劲 给我家菜都堆满了一大盘 这怕是要撑死我吧 接着我便不理会他们的明争暗动 自顾自的喝起酒来 没一会就醉了过去 虽然魏南和秦姐还在争风相对 但总体上来说还算不错 就是我这酒量也太差劲了 喝一点就上头 我连忙跑到外面吐了 这要是在秦姐他们面前吐的话 那就太尴尬了 就在我吐完时 一只手拿着布地了过来 给你擦擦吧 我下意识地拿过来擦了擦嘴 就在我抬头准备说声谢谢时 眼睛却瞪大了起来 仿佛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一般 原来站在我前面 给我滴抹布的人正是血月之神 哎呀呀 真是好久不见了 小张浩 想看次元软饭王后续的宝子们 可点击左下角下载一个快看漫画 然后搜索次元软饭王 自动跳出来的就是 当好穿越意识后 第一次收到好人卡 还是平时最乖的小月华发的 就在刚刚 庆功宴上我喝醉后来到外面吹风 不料遇到了血月之神 我一时有些惊讶 你你你 血月之神你怎么会在这里 不错吗 还记得我 看来你这段时间 已经适应了这个世界的声务 不仅有自己的事业 还有了自己的办理 也有更多的追求者 成了这个世界的万人迷 接着血月之神眼睛一眠 但有一个问题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那就是你越来越像 这个世界的原住民了吗 和你第一集所说的真汉子 可是越来越远 看来我说的没错 你终究是会被这个世界 所同化的 再跟你说一个秘密吧 人的灵魂波段是会重叠到 听到这话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灵魂重叠是什么意思 难道是两个灵魂融合吗 你告诉我 我到底会怎么样 血月之神微微一笑 这一切的选择权 都在你自己的手中 我就先走了 反正那个时刻很快就到来 我们不用多久 就能够再见面了 听到他要走 我连忙大喊让他等一下 可下一刻血月之神 就消散在了空中 混蛋 我的问题还没问完呢 这老女人 怎么每次都闪得这么快 这一下把我搞得非常抓狂 什么灵魂重叠 还有童话 那个时刻什么的 都解释清楚在走啊 怎么这么喜欢当迷语人呢 就在这时 月华来到了我的身后 张浩 看你很久没有回来 你还好吗 我挠了挠头 没事 就是出来吹吹风醒一下酒 现在好多了 我们回去吧 月华应了一声 看着我的背影表情有点严肃 张浩刚刚好像在说什么血月 还有那个世界什么的 怎么有点听不懂 难道是她喝醉了说胡话吗 从这之后的一段时间 我的生活重归平静 一般都是学校家庭工作室三顶一线 虽然和秦姐的相处时间少了 但关系也趋于稳定 就这样两个月过去了 时间来到了秋天 上学路上 黄元元感叹这大早上的气温真了 大家都开始穿长袖的毛衣校服了 而这时黄元元突然凑了过来 张浩同学 这么专注的玩手机 是在和哪个女生聊天呢 这突然的偷戏把我吓了一跳 黄元元你别瞎看别人手机啊 龙哥也目视着她 浩哥现在是大网红 怎么可能会随便跟女生聊天 你别愿望浩哥 很快我们就来到了教室 班主任临时通知一件事情 我们学校马上就要办50周年校庭了 学校准备让个年级组织一场交际舞作为开场 这次校庭会有领导来参加 希望大家重视 每个人都要参与 女男一队 你们自由搭配 组完队后我们会有两周的时间集中排练 另外张浩同学 你有一些演艺经验 学校推荐你成为领舞 至于舞伴的话 你自己找吧 我不可置信地指了指自己 老师你没开玩笑吧 没有理会我的话 老师直接宣布了下课 而这时周围的女同学开始虎视眈眈的盯着我 果然 下一课教室就炸了起来 张浩男神给个机会吗 我是试武术冠军哦 你他喵得滚开 舞蹈又不是武术 还是我来吧 我练过国标 听说这次会上电视 男神给个机会吧 所有女同学都挤过来抢着让我选他们 实在受不了的我大喊着让他们都期待 我想一个人静静 坐在某一处角落里我长呼了一口气 这万人谜体制有时候也是挺犯的 不过要选舞伴的话 那学校里跟我最合拍的就只能是月华了 可当我找上月华后 月华却拒绝了舞 对不起张浩同学 我拒绝 听到这话我整个人都定格了 不会吧 来到这个世界后还是第一次被人发好人卡了 接着自闭地蹲在地上画小圈圈 月华健壮连忙解释 张浩你误会了 我是因为不会跳舞 而且妈妈也说要低调 不让我出风头 这次有那么多人看 我上台肯定会丢脸的 这可能会影响到张浩你 所以我不想拖累 没等月华把话说完 我就叫住了他 拍了下他的肩膀 如果没事过就打退堂 那肯定就会跳不好 你不用怕 交际舞我也完全不会 不过我有一个逐一 月华你愿意再相信我一次吗 这一次我要让所有人都对你刮目相看 想看次元软饭王后续的宝子们 可点击左下角下载一个快看漫画 然后搜索次元软饭王 自动跳出来的就是 女同学嫉妒月华当张浩的舞伴 竟然从楼顶朝他扔花瓶 不料花瓶却把我砸得头破血流 而仰慕我的女同学 自责的就要从楼顶跳下去 就在刚刚 我和月华为了准备节目 在舞室疯狂练交际舞 不过因为月华有些僵硬 导致进度有些缓慢 让舞蹈老师都有点破防 敏同学搂个腰而已 有什么好害羞的 我也笑着让月华不用紧张 把我当成木头就行 对不起张浩 我不太会 拖累你了 我摸了摸月华的脑袋 没关系 慢慢来就行 这时舞蹈老师看了看手表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明天再给你们开小灶 收拾收拾东西回去吧 带老师走后 月华坐在椅子上唉声叹气 我也有点奇怪 明明月华打架的时候很灵活的 难道这就是反差萌吗 突然我感觉门口有些动力 可转头却什么也没发现 是错觉吗 怎么感觉有人在盯着我们 月华拉着我的手问怎么了 我摇了摇头 没什么 去换衣服吧 来到更衣室后 我揉了揉发酸的胳膊 就听到月华在叫我 张浩 我的柜子好像坏了 我凑近一看 发现要是口被塞了口香糖 这才喵得谁这么缺的呀 竟然做这种事 接着我就把校公叫了过来帮忙开锁 看着一旁的月华 我眉头皱了起来 好像有人在故意针对月华呀 看来要注意一下了 时间来到第二天 刚上完一节体育课 我们来到更衣室换衣物 突然我眼角撇到月华的鞋子里 闪过韩光 我有些疑惑 可反应过来后 连忙上前抢过月华鞋子 倒出来后 发现闪着韩光的东西 竟然是图钉 我生气的大声质问 到底是谁干的 赶紧滚出来 别敢做不敢当 但这时候 根本没人会站出来承认 肯定是因为伴舞的事情 有人想要迫使月华退出演出 这用心简直恶毒 很快到了放学时间 我还在想着 到底是谁这么阴险 问月华最近 有没有得罪什么人 月华想了一下表示没有 不过我还是让月华 最近要注意一下安全 可没想到楼顶上一个花瓶 正快速的砸落下来 等我发现时 花瓶已经到了月华头顶上方 我连忙大喊月华小心 可下一刻还是溅了血 不过这血不是月华的 而是我的 在最后关头我扑倒了月华 花瓶直接砸到了我头上 我捂着脑袋问月华你没事吧 转头就朝楼顶怒吼 CTMD 感人花瓶是吧 你给我等着 月华也猛的反应过来 张浩你受伤了 我起身就朝楼顶走去 没事 等一下再处理 可别让这狗东西逃了 来到楼顶后 我打开门就看到一个女同学在哭 犯人就是你吧 为什么要做这么极端的事 女同学哭得满脸泪水 张浩男神 我不是故意让你受伤的 都是那个敏月华 他凭什么独占你的好处 还装出一副白莲花的模样 他又凭什么当你五伴 富家女就能霸占校草吗 他不配 张浩男神 我让你受伤了 对不起 我只能以死谢罪了 千军一发之际 我立马冲了过去 抓住了她的手臂 我说你这个人 是不是太极端了一点 接着就猛地将她往后一甩 先说清楚 我救你只是出于人道主义 希望你不要自作多情过度理解 还有 月华是我选的舞伴 配不配不是你说的算 而是我说了算 就在这时 月华也来到了楼顶 听到我的话感动的舞柱组 然后就向我跑了过来 可奇怪的是 我的视线越来越模糊 而脑海中却闪过 很多奇怪的陌生的记忆 这些记忆大多都是情节的 难道我恢复小时候的记忆了吗 想看次元软饭王后续的宝子们 可点击左下脚下载一个快看漫画 然后搜索次元软饭王 自动跳出来的就是 张浩为了救月华同学 被楼顶掉落的花瓶当场砸晕过去 昏迷时脑海中 不断闪过小时候和情节的记忆 当我醒来后 发现自己正在医院 而月华守在一旁 见我醒后忙握住我的手 张浩对不起 是我让你受伤了 接着眼神一变 发出耀眼的红光 我会替你报仇的 这就去废了她 见状我连忙阻止她 还是不用了月华 反正学校会处理好的 别到时候你又被关小飞屋了 说完我把被子一嫌 这点小伤不足挂齿 现在距离开场舞只有两周了 时间紧迫 我们要抓紧时间排练了 你受伤了还是休息几天再跳舞吧 而且老师也建议你换个大档 我直接拒绝 不用 我是不是跟月华你说过 我会让别人对你刮目相看的 真男人就该说到做到 两周的时间太过紧迫 为了更好的练习 我们请了专业的舞蹈教练来指导 月华也在接下来的训练中打开心结 整个人都自信了起来 显得越发光彩照人 然而一通来自月华妈妈的电话 让月华的脸色再次暗沉下来 月华 这次的开场舞表演 我帮你请了假 你就别上场了 毕竟你不会跳舞这些 妈不希望你在大家面前出丑 文言月华慌张了起来 妈妈 可是我们已经排练了很久 而且还有张浩同学帮我 现在退出的话 没等月华把话说完 她妈就打断了她 听话月华 这次是里面的领导 还有记者都会来参加 而且妈的同事和竞争对手也在 这么多人看着 你是敏家的继承人 还是不要过度的抛头露面 一切以家族为重 看到月华说不出话来 我一把抢过她的手机 敏阿姨您好 我是月华的同学张浩 不好意思打扰了 我想请求您 让月华继续参加这次演出 可能在您看来月华不适合登台表演 可她为了这次演出耗费了很多心血 而且听说您也要来 她可是拼了命的努力 请相信你的孩子 我们也会证明给您看 月华不比任何人差 也不会给您丢人 倒是您来看就知道了 这时月华突然抓过手机大喊 妈妈 我不会放弃的 我一定会好好完成这次的演出 期待您来看演出 妈妈再见 看着被挂断的电话 月华妈妈有些惊讶 自己的女儿好像和以前有些不一样了 挂断电话后月华看向我 不好意思张浩 能再陪我练一回吗 很快时间就来到表演当天 台上的校领导正在发表讲话 今天是我们爱丽丝顿商学院50周年校庭 欢迎各界名流齐聚一堂 接着就开始长篇大论起来 听了台下的杰出企业家 为难连连皱眉 废话真是多 好不容易等到校领导结束讲话 宣布演出正式开始 随着音乐响起 我和月华隆重登场 小月华 就让大家看看 真正的你到底有多大能量吧 月华妈妈看着舞台上光彩照人的女儿 也是显得非常差异 随着演出的开始 月华也渐入佳境 直到现在没有任何的事物 绚丽的舞步把台下的观众 泥得神魂颠倒 只有为难一个人在声闷起 这小女子现在和张浩的关系也太紧了 可就在这时 场馆内的灯光突然灭了 这什么情况 怎么会断电呢 台下的观众也开始吵闹起来 这突然关灯 音乐也停了 不会是什么特殊表演的环节吧 月华妈妈终于认可张浩了 还邀请她来家里做客 就在刚刚 我和月华在校庆表演开场舞的途中 灯光突然熄灭了 台下的观众都纷纷暴躁起来 这怎么回事 赶紧开灯 我们要看张浩男神 听着周围谩骂的声音 为难默默起身 此时我也是一脸猛逼 这时候出这档子是算是演出事故 真是搞心态啊 而校长也是走上来把我叫到一旁 我忙问校长是怎么回事 校长一脸无奈 已经查清楚了 是电路老话 如果修好的话起码要20分钟 文言我心态差点炸了 让观众干等20分钟吗 这怎么可能 校长也是叹了一口气 看来只能终止活动了 我转头看向月华 关键时刻出这种事 难得月华想在妈妈面前展现一下自己 难道现在只能草草收场了吗 台下的观众席上 月华妈妈的死对头也开始嘲讽 令你好像有点手足无措了 不知道这种情况下她怎么收场 月华妈妈文言没有说话 目光默默地看向舞台 台上的校长正拿着喇叭 准备通知本次表演中段 我连忙抢过校长手中的喇叭 等一下 我们本次表演会照常进行 这小小的停电算什么 我们爱丽丝顿的学生不打没有准备的仗 我们不是还有备用节目吗 你说呢校长 啊对对对 校长也顺着我的话硬了下来 接着我继续尬聊 给龙哥他们争取时间 说起断电了 这现代人停个电那是真痛苦 不过校长您知道 比停电更让人绝望的是什么吗 那是什么 校长顿了一下回答 这小子是把我充当捧的了 那当然是停电后 手机只剩下5%的电量了 简直就是成瞎子了 台下的观众纷纷哈哈大笑起来 这主播当酒了 尬聊也成基本功了呀 此时的后台 黄元元他们也在准备备用节目的道具 而龙哥却焦急万分 这不用接电的光源要去哪里找啊 这时魏南走了进来 你要找光源 需要我帮忙吗 很快他们就准备好了 来到台前通知了我 我转头看到魏南也在 这位总不会是把自己的车灯给卸了吧 不过还好 总算是赶上了 那么观众啊 我们的演出继续 接着临时组建的乐队就登上了舞台 龙哥和黄元元负责弹奏 乐华负责跳舞 而我则是主唱 随着歌声响起 乐华也开始翩翩起舞 那优美的舞姿把观众都给迷得神魂颠倒 仿佛神女一般美艳的不可放舞 孝庆很快就结束了 此时的后台化妆间里 乐华妈妈眼神直勾勾的盯着我 你就是那个抢乐华电话的张浩 我尴尬的挠了挠头 是的没错 阿姨对不起 不愧是市长啊 给人的压力就是大 一旁的乐华低着头开口 妈妈 谢谢您能来看我表演 乐华 你这次做得不错 没点顶家丢脸 下次有空叫上这位张浩同学来家里复课吧 乐华文言感动的一把扑到了妈妈的怀里 张浩再一次拒绝了小乐华的告白 可乐华依旧不离不弃 表示会一直等下去 就在刚刚 送走乐华妈妈后我喝了口水压压惊 虽然这次孝庆有点乱来 但好在是完美解决了 怎么说呢 真不愧是我呀 就在自我陶醉时 乐华拉了我一下 张浩你有时间吗 于是我跟着乐华来到了体育教室馆里 这里不是你教我练习格斗的地方吗 我们来这里做什么 不会是要练习格斗吧 我脑袋上的伤可还没好呢 乐华害羞的说不是的 这里是我们的秘密基地 所以我想在这里跟你讲一些话 张浩 其实跟你认识的这段时间 是我到目前为止最开心的时光 自从转学到这个班 每天我都希望能跟你一起上学 每个课间都想跟你多说几句话 每个周末都希望和你出去玩 你会的东西真的很多 教会了我什么是喜欢 什么是朋友 什么是敢做敢当 怎样去做自己 但就是因为你的出现 我慢慢发现自己变得不像我了 看到你跟其他女生互动 我就会胸口闷闷的 看不见你我就会失眠做噩梦 一开始我以为自己病了 但我问了黄元元才发现这不是病 张浩 我现在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了自己的心理 我真的真的非常喜欢你 张浩 我们能在一起吗 文言我眼睛都瞪大了 看来乐华这次是动真格的 认识这么久 还是第一次看她说这么多话 虽然和乐华在一起非常舒心 而且性格和颜值也很好 但是我已经有了情情节 身为一个男子汉 当断不断不是我的风格 我不能这样做 乐华 谢谢你喜欢我 但是我不能接受 我已经 可没等我把话说完 乐华就一把抱住了我 张浩 我会永远喜欢你 不管怎么样 我都会一直等你的 而让我们不知道的是 魏南就在窗户外面偷听完了整个表白过程 此时的男更衣室里 我愁眉苦脸地换着衣服 自己哪有乐华说得那么好 毕竟连跟情节坦白都不敢面对 算了不想了 换完衣服赶紧回家 可就在这时 更衣室的门被魏南一把推开 这可把我吓了一跳 这里是男更衣室认为 你怎么闯进来的 赶紧给我出去啊 魏南没有理会 直接上前一把抓住我的后颈部 敏月华跟你表白了 文言我一惊 你竟然偷听我们讲话 魏南没有反驳 你对他的回应 我还算是挺满意的 你满意个什么劲 我又不是因为你才拒绝月华的 不过你跟敏月华跳舞让我很不爽 而且我还拆了自己的车帮你 所以你得补偿补偿我 有事说是别动手动脚的 我可以补偿 你说吧 魏南嘴角一勾 你帮我把这条袜子穿上 这事就这么过了 听到这话我惊呆了 玩这么大事吧 我记得这个世界给女人穿袜子 就相当于我们那里给男人打领带 这魏南不会是要跟我玩角色扮演吧 秦姐正在和张浩中草莓 不料这一幕刚好被老爸撞了正着 就在刚刚 魏南让我帮他穿袜子 面对这种情况 我内心陷入挣扎 我这帮的位总算不算精神出轨啊 这时小天使跳了出来 当然算了 你这样对得起情节吗 而小恶魔却反驳 这怎么算呢 助人为乐是良好的品牌 况且人家还帮了忙 回个礼不是应该的吗 小天使一脸恼怒 你这个肮脏的恶魔给我去死 哎呀呀 怎么还急了呢 给你一笔屎 我抓狂驱散脑海中的两人小男 他喵的不管了 欠人情可不是男子汉的作风 想通后我就拿起袜子 帮魏南穿了起来 期间魏南问我之前为什么去了医院 当时太忙了都没来得及去看 就是之前练武的时候 一个同学失手砸的 都已经好了 可魏南听后脸色瞬间变了 是谁 是谁敢动我的男人 告诉我 我瞬间满头大汗 这打死也不能告诉魏南了 不然人绝对给沉浆了 穿好袜子后 我让魏南在外面等着 待会请他吃个饭 报答他的帮助 可魏南刚出去手机就想了起来 拿出来一看 发现是秘书打来的 这种时候打来会有什么事呢 接听后秘书表示抱歉 因为事情太过紧急 我们终于找到了 魏南听后一惊 真的吗 等我 我马上就来 然后敲了敲门 我现在有急事 饭就下次吃吧 记得你欠我一顿饭 我有点奇怪 这是遇到多几个事啊 饭都不吃了 没办法 我只能一个人回家了 回到家刚躺了一会 秦姐就推门进来 浩浩在吗 我们浩浩真的是万人迷啊 多才多艺还会跳舞 我有点奇怪 秦姐怎么会说这个 看到秦姐递过来的手机 我才明白 原来我和月华跳舞的视频 都刷遍了朋友圈 秦姐这是吃醋了呀 浩浩我知道 这些事情 明明我们才是一对 秦姐的三个 为什么把我问住了 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 秦姐泪眼婆娑地看着我 浩浩 有了我还不够吗 我为了你是可以 不在乎其他事情的 看着眼前的秦姐 我沉默了 让自己喜欢的女人哭泣 这不是男子汉所为 可现在我真的 够格去安慰秦姐吗 我需要跟秦姐好好坦白了 不然我的负重感 会越来越重 这时秦姐突然一口 咬在了我的脖子上 我痛呼一声 秦姐 你怎么了 不带秦姐回答 一道玻璃破碎的声音 从门口处响起 只见老爸一脸惊恐地捂住嘴 你们两个到底在做什么呢 见被老爸发现 我和秦姐都呆住了 愣在原地不知所措 秦秦姐差点 就和老妈说出了我们的关系 就在刚刚 老爸撞见了 我和秦姐种草莓 面对这种情况 我俩一脸的不知所措 很快老爸就把老妈叫了过来 说吧 你俩刚刚是怎么回事 秦姐一脸笑咪咪道 妈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和浩浩只是玩玩 不料老妈听后猛的一拍桌子 姐弟之间哪有这么晚的 你这死孩子 你们是姐弟懂不懂 看到老妈发这么大脾气 我和秦姐都低下头来 你给我记住一句话 女男瘦瘦不清 尤其是你们姐弟的身份 更应该注意这点 这时老爸出来劝道 好了 你少说孩子两句吧 可老妈依旧咬牙切齿 这孩子真是气死我 从小就这样 性格孤僻 一遇到点事就什么都不说 当初就不应该让他跟他办那个废物 秦姐听到老妈的话脸色变了 既然这样 那我就有话之说了 我和浩浩 见此情景我连忙打断秦姐的话 阿姨 我跟秦姐这样其实是在排练 我们学校要组织吸血鬼女爵的舞台剧 是我拜托秦姐帮我对系的 老妈听到时这个原因 瞬间不好意思起来 是吗 原来是这样啊 浩浩这么观世不会说谎的 是妈误会你们了 不过你们姐弟以后还是要注意点啊 我应了一声 不过内心却松了一口气 刚才要是不阻止秦姐 这回怕是要发生一起家庭纷争了吧 可是我跟秦姐的关系也是事实啊 真是脑袋疼 接下来的日子我又回归到了三顶一线 凭借前世的记忆 我拿到了期末考试年级第一的成绩 而直播方面也突飞猛进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颜值区一哥 一切都挺美好的 就是经常会做噩梦 梦到秦姐发现我不是她的那个张浩的情景 也梦到了秦姐小时候跟张浩发生的事情 这些记忆在我的脑海里越来越清晰了 自从上次见过血月之神以及头部受伤后 我到医院仔仔细细的检查咨询了一下 可拿到报告后我发现啥是没有 本来还以为是头部外伤导致的问题 原来不是啊 就在这时有人突然给我发来了视频通话 接通后发现是我的运营利姐 一开口就是浩浩男神十万火急了 我忙问她是什么事 是这样的 你知道现在直播平台的流量都快被短视频抢走了 咱们平台现在是岌岌可危啊 所以平台准备做一个大型真人秀节目 需要一个大主播站台支撑起节目的流水 不对是拯救节目拯救平台 而这个人非浩浩男神你不可呀 利姐啊 你看我最近直播状态也挺差的 要不然就算了 达咩 浩浩男神先别急着拒绝 这次活动很简单的 而且我们还会提供一个你无法拒绝的报酬 只要你参加了这次真人秀 我们之后会提供每年八位数的合同给你 而且不用接商务 每年还有三十天的休假 听到这我震惊了 甘大的咳嗽两声 我现在发现自己的状态直接拉满了 你说说是什么真人秀呗 还有去哪做节目 我们的目的地就是穷州 浩浩男神我们在那里等你哦 想看次元软饭王后续的宝子们 可点击左下角下载一个快看漫画 然后搜索次元软饭王 自动跳出来的就是 张浩从魏南口中得知 这个世界除了自己以外 竟然还有另一个穿越者 原来我被直播平台邀请参加一个真人秀 可来到这里后我才发现 这个真人秀竟然是七日荒岛求生站 这不会还要我在这里待几天吧 没关系哦 姐姐会陪你的 秦姐之所以会在这里 是因为担心我一个人出远门 于是强行黏过来当助手 看到秦姐的着装我有点脸红 这穷州真神奇 明明是冬天竟然还能穿泳衣 这时一道声音传了过来 原来是小月华也来着凑热闹了 可让我没想到的是 魏南竟然也来了 秦姐阴阳怪气了一句 这不是魏总裁集团旗下的节目吗 您怎么还亲自来了呢 魏南笑咪咪的回怼 我自己也是一人 我跟张浩组队能更顺利 看着针锋相对的三人 我预感接下来的七天应该会很折腾 这时历节跑过来 叫我跟魏南去开讨论会 很快这次参加节目的主播都围坐在了一起 坐在主位的就是这次节目的主持人李小小 没错没错就在在下 感谢各位老师参加本次海岛绝命生存战 除了各位大咖 我们还邀请了魏总在百忙之中来参加活动 说完还向魏南眨了个眼笔的心 我们这次比赛就是在座的八位老师 将两两组成一队进行对抗竞争 经过两轮的竞赛决出最终胜者 也就是最强主播 第一轮有两个比拼 第一天是排球对抗赛 第二天则是夺气攻防战 届时按照排名第一名四分 第二名三分以此为推 这第一轮的两个比拼 会对这二轮的竞赛起到关键作用 我们第二轮的项目 就是为期五天的穷州岛荒岛球胜 两人一组只要能达到目的地就算完成 我们会给嘉宾提供基础的球生装备和信号棒 但其他的高级装备 就是根据第一轮比赛的排名先后顺序选 以上就是本次节目的大致规则 现在工作人员已经把剧本 不对是台本发给大家了 大家自行观看哦 第一次参加综艺 没想到真的有剧本这个说法呀 这是一旁的卫南伸手把台本拿了过去 然后一把就给撕了 我们不需要台本这种东西 这给我惊得亚麻呆住了 你这时候就别翻爸走岸了吧 李小小也很惊讶 卫总理这 卫南眼神一鸣 怎么 你有意见 李小小擦了擦冷汗 没有没有 那就请大家自行决定队友吧 我们三天后正式开始比赛 出了会议室后 两位游戏区的主播向卫南发出组队请求 其中帅气的小哥是四百多万粉丝的小万 地中海大叔则是一百多万粉丝的刀将 看来这些人都想蹭卫南啊 也是 跟主办方组队 那接下来不就稳了吗 这时有人走上来跟我打招 原来是游戏区的老司和颜值区的蕾莎 以及搞笑区的胡子 他们每个人都想跟我组队 我尴尬的挠了挠头 看来我这边的情况跟卫南差不多呀 可这一幕却把小外极不坏 不就是脸长的好看点吗 真他喵的会勾人 哎呦呦 这不是我们千年一遇的美少年账号吗 怪不得能吸引全场的目光吗 原来是小蛙老师 我看过你的直播 很有节目效果 哎呦 这可不敢 我们这些臭打游戏的 哪有你们买脸赚得多呀 听到这阴阳怪气又酸溜溜的话 我冷笑一声 感情这是来找茬的 对了 我们工会的林中中也是受你关照 好像是你的同学吧 他流量都被你吸得差不多了呀 真是好手段 文言我才知道这狗东西 为什么对我敌意这么大 这是准备给林中中报仇吗 果然 小蛙上前一步 这次比赛挺无聊的 我们加点赌注怎么样 只要谁排名低 那就停播一个月 顺便直播掀起标题 我是某某的手下败将 你敢不敢 小蛙觉得自己要是跟卫总组队 那赢得比赛还不是分分钟 就在两人针锋队卖盲时 卫南走了过来 走吧我的队友 在这里干嘛呢 小蛙一脸羞涩地指着自己 卫总你是说我吗 我没问题的 不料卫南一把搂过我的肩膀 我说的是张浩 说完转身就走 此时的小蛙一脸恼怒 该死的卫 不对 该死的张浩你给我等着 另一边我抬头看向卫南 我说你也要相信相信我呀 我靠自己也能赢的 啊对对 我相信你 不过我有事想问你 还记得我上次接电话走了吗 那段时间我调查了一下 找到了一个自称看过血缘 并且也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 文言我瞬间瞪大了眼睛 你说什么 这个世界除了我还有另一个穿越者 想看次元软饭王后续的宝子们 可点击左下角下载一个快看漫画 然后搜索次元软饭王 自动跳出来的就是 张浩又被抓到把柄了 在情解三女对张浩续航问暖时 不料这一幕被小娃偷拍了下来 就在刚刚 我从卫南口中得知 这个世界除了我竟然还有一个穿越者 卫南沉思片刻开口 就是真的 那人亲口说见过血缘 还在另一个世界生活过 不过他的情况有点特殊 他所说的话是真是假 我会去好好验证的 你就放心吧 文言我沉默了下来 如果卫南说的是真的 那这个人跟我的经历几乎一样 那血缘还有穿越的秘密 应该很快就能搞清楚了 这时卫南上前摸了摸我的头 放心 我对你的事都很伤心的 毕竟你是我卫南的 话还没说完 就被一旁不知什么时候 到来的情解给打断 浩浩 跟你这个临时队友聊完了吗 聊完了咱们就去休息吧 姐姐给你擦擦防晒双防晒 文言我朝卫南挥挥手 那卫总我就先回去休整了 卫南看着情解的背影 恨得牙痒痒 该死的张千琴竟会坏事 时间很快来到首个比赛日 现场李小小举手高呼 欢迎大家来到海岛七天绝命生存战 今天就是我们2v2组队沙滩排球赛 我们的比赛规则就是八名选手两两分组 随机抽签进行淘汰赛 每场比赛15分制 先拿到15分的一方先获胜 第一轮胜出的两队进入决赛 拿到沙牌比赛最终胜利 就能拿到宝贵的四季分哦 那么家人们 我们的比赛正式开始 经过抽签 我和魏南第一轮对战的是刀将和胡子 两人作为蓝方率先放下狠话 浩浩男神我们可是不会手下留情的 待会不要哭了 而魏南没有跟他们废话 把排球往空中一抛 接着跳起来狠狠一个暴力发球 排球就像离闲的剑擦着胡子的脸庞滑过 落在了他身后的沙土上 见到这一幕我也是看待了 魏南你是想要杀了他们吗 而比赛也很快奋出胜负 仅仅依靠魏南的暴力发球 我们就替了他们光头 以15比0的分数进入决赛 而决赛的对手正是小蛙和阿九的蓝队 刚见面小蛙就是一顿嘲讽 你知道这次的比赛为什么是排球吗 因为是我给他们的建议 我可是排球高手哦 你就等着在直播中丢脸吧 很快双方开始就位 先由蓝方开始发球 只见阿九将球往上一抛 接着整个人就腾空而起 这一幕把我看得是亚麻呆住了 魏南转头告诫我 这是跳跃式发球 对面的水平是职业的 如果不行就赶紧避开 在我们对话之际 阿九已经狠狠一击将球发了出来 速度极快的排球 直冲冲的砸在了我的脑门上 场边的李小小健壮有点担忧 张浩被蓝方针对了 不知道他受伤没有 这可是千年难得一遇的脸蛋天才啊 而场中的我捂着鼻子 鲜红的鼻血从指尖流了出来 小歪健壮又是一顿嘲讽 魏总是不是选错搭档了呢 这一个人拖后腿可就难打了呀 我们阿九可是刚退 力气很大的忧 魏南闻言愤怒看向对面 你他爸的臂上 话没说完就被我制止了 看来老子不发威视 被当成软柿子了呀 相信我魏南 我会让对面知道什么叫残忍 比赛继续 在我受伤后 我和魏南也紧咬比分 最后比分来到了14比14 只差最后一个决胜球 决胜球由我们红方法 魏南直接一个暴力跳发 排球直勾勾地冲着小歪的面门而去 本以为一球就能定胜负 没想到小歪竟然用脸接住了球 魏南上前准备扣杀 不料阿九也伸出了长柄 想要进行拦截 就在魏南跳起来要扣杀时 我开口让他相信我 于是魏南用手轻轻拨了一下球 球传到了我这边 我直接一个飞跳起身 重重一击将排球打在小歪的面门上 有惊无险我们获得了最终的胜费 第一日的活动结束 我们也进入了休息时间 休息室里三女对我屈寒问暖 有叫我喝水的 有叫我闭目睡觉的 也有讨论下一场比赛战术的 说着说着几人就又吵了起来 见到这种情景我一脸无奈 就知道肯定会出现这种场面 可让我们没想到的是 小歪竟然偷偷地把这一幕拍了下来 张浩你这个狗东西 终于让我抓到把柄了 这次我就让你出出球 谁让你选择做我的敌人呢 想看次元软饭王后续的宝子们 可点击左下角下载一个快看漫画 然后搜索次元软饭王 自动跳出来的就是 张浩再一次登上热搜 而且还是热搜敌 被人偷拍照片诬陷他玩 原来在完成沙滩排球比赛后 我在休息室被众女环绕的场面被人偷拍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来到化妆间 刚进门就发现自己被众人议论纷纷 我被搞得有点不知所措 今天大家怎么有点奇怪呀 这时化妆师走过来 大主播你玩得挺那啥呀 都上热搜第一了 文言我一惊 什么意思 我上热衣了 我连忙掏出手机 只看一眼我就气得差点吐血 这他喵的都什么跟什么呀 谁跟我这么大仇要这样害我 这不就是昨晚的照片吗 偷拍的人给三个女孩打了吗 只留下了我的脸 这是冲我来的 现在市场对一人主播形象非常看重 对方是想要置我于死地 要是处理不好 可能就凉凉了 这时小娃也来到了化妆间 上来就阴阳怪气 这不是我们张浩南什么 那些新闻肯定都是狗仔炒作的吧 这人真是太歹毒了 竟然这么诬陷我们浩浩 说着还哭了出来 我一脸无语看着他 该不会就是你这孙子干的吧 就在小娃卖力表演时 突然被人从身后撞了一下 转头发现是魏南 小娃的怒火瞬间消失 魏南手里拿着登岛名单 最近一周登岛的人都在这里了 想要查出是谁干的并不难 我知道有人害怕我 所以把我的脸引去了 但无所谓 只要让我查出来是谁干的 我会让他悄无声息地消失 我说到做到 听到这话小娃此时已经汗流加倍了 他知道魏总是有这个能力的 而我却连忙制止魏南 这点小事根本不用魏总出手 我自己来就行 随后伸手捏住魏南的小脸 满脸无语地看着他 我说这里好歹是公共场合呀 魏 我去干掉他 不行的话我可以给家族打电话 我连忙制止了冲动的两女 越来越夸张了 没必要真的没必要 谢谢大家这么关心我 你们就交给我自己处理吧 毕竟我张浩可是顶天立地的真汉 怎么能当小白脸呢 不过是一些跳梁小丑 就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很快我们就到了夺旗站的拍摄现场 这里早已经被密密麻麻的狗仔围了起来 争先恐吼地要采访我 询问我热搜上的新闻是否是真实 我微笑地走上前 其实没有大家想得那么复杂 照片其实是我在休息室的时候被拍的 对于造成的这些影响 占用了这些公共资源 我感到很抱歉 想必大家都很好奇 照片上的三个女生跟我是什么关系吧 其中的两位其实就是我的姐姐 还有同班同学 而最后的这位呢就是我的比赛大当 也是国民女总裁为难 这就不需要我多介绍了吧 我们昨晚就是在休息室里商量夺旗站的问题 然后刚好就被某些有心人士记录了下来 然后进行了污蔑 大家想一下也能明白 一个家人 一个同学 一个国民总裁 这样的关系能发生什么呢 我张浩身正不怕影子鞋 我相信 面对子虚乌有的污蔑 最强而有力的回应就是真诚 那么多谢大家的关注 接下来就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们荒岛求生节目吧 为难满意的看着我 不愧是我看上的男人 不仅击碎了谣言 还顺手提高了节目的热度 请姐闻言愤怒开口 麻烦魏总说话注意点 毕竟我们浩浩才刚闭完闲 魏南满脸不在意 小男人现在撒气晃来 真是脸不红星不跳啊 随后魏南眼神犀利起来 不知道作为他姐姐的女 有没有感觉到现在的张浩和以前完全不同啊 想看次元软饭王后续的宝子们 可点击左下角下载一个快看漫画 然后搜索次元软饭王 自动跳出来的就是 张浩被小外偷拍诬险 上一秒他还得意洋洋阴阳怪气 下一秒却直接跪地求原谅 就在刚刚 有些心虚的小外来到卫生间 没有关系 他们没有查出来是我 只要死不承认就没事的 这是一道声音从身后响起 照片的是没被查出来吧 小外一时口快 脱口而出我早就删了 抬头看向镜子时却傻眼了 等等 你是张浩的姐姐 小外大惊失色 秦姐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她 没错 所以你刚刚是承认了吗 小外听后一阵妆容作哑 什么玩意 承认什么呀 都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可秦姐却微微一笑拿出手机 刚才托你小助理的服 我看了你的手机 虽然你及时删除了 但恢复备份我还是略懂一点的 而且还不小心挖到了 你几年前的猛量 比如为了上位你 话还没说 小外的脸色瞬间苍白如指 够了住口 你到底想要什么 是要我道歉 还是要退赛你才肯放过我 文言秦姐脸色阴冷了起来 没别的 我想让你永远消失 此时小外一阵头皮发麻 这到底是什么疯婆子 还没等她缓过神来 一领就被秦姐一把抓住提了起来 吓得小娃娃娃大叫 现在可是法治社会 你要为了张浩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吗 秦姐冷冷一笑 你说的没错 为了浩浩我什么都做得出来 但对付你还用不了这个手段 毕竟我还要和浩浩白头偕老呢 听到这话小娃呆住了 好像听到了什么大瓜呀 你俩不是姐弟吗 说什么白头偕老 秦姐没有理会她继续说道 其实不用我动手 只要把你为了上位的那些猛料抱出去 有的是人想要你消失对吧 所以接下来该怎么做 你明白了吗 被拎起来的小娃都快喘不过气了 连忙说明白了 接着就被秦姐一把摔到了地上 那么你就好自为之吧 说完秦姐就潇洒离去 留在原地的小娃后悔极了 我为什么要去招惹张浩这个杀心啊 而刚走到外面的秦姐就碰到了月华 月华同学来晚了 现在已经没事了 要是你想继续保护浩浩的话 可以和姐姐聊聊 秦姐一脸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很快就到了比赛时间 这一次的夺气攻防战 我们的对手正是小娃和阿九队 比赛刚开始小娃就发起了空风 朝我们这边冲了过来 把队友阿九都看猛了 可没想到他来到我面前就是一个桂花 然后抱着我的大腿就哭了起来 张浩男神你原谅我吧 我不该和你做对的 你是好人 是我内心阴暗了 我才是臭屌丝 我不配跟你比赛 我直接认输 看到这一幕我也压麻呆着了 这什么情况 你小子又想耍心花招吗 小娃此时还哭得眼泪鼻涕乱飞 浩爷您能放我一马吗 我弃拳我不玩了 只要您能不计较之前的那些 主持人李小小也有些傻眼 小娃老师 比赛已经开始 而且在直播了 你这是要干嘛呢 小娃大喊着我弃拳我不播了 那张照片是我偷拍的 也是我发出去进行宣传的 买水军买热搜都是我干的 对不起我真的做错了 我想回家 也因为这次的突发状况 最终我们对成功禁忌 结束后我回到自己休息的酒店 刚一打开门 就发现秦姐在里面 看到我回来就猛地冲上来抱住了我 我奇怪地问秦姐你怎么进来的 简单啊 我跟他们说是你的亲属就搞定了 还有你今天难得提早结束拍摄 所以姐姐就溜过来了 看着秦姐的穿着我有点脸红 尴尬地问秦姐你过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秦姐沉默了一会没有说话 脑海中想起今天早上为难的问题 作为张浩的姐姐 你难道没有感觉张浩和以前不同了吗 秦姐没有说话 一旁的月华却开口了 不管张浩变成什么样我都喜欢 魏南一脸无语 我又没问你 听到月华的话 秦姐表情坚定了起来 我也是啊 不管怎么样我都喜欢浩浩 因为没有人比我更爱浩浩 酒店里秦姐一脸柔情地看着我 浩浩 我想跟妈爸坦白我们的关系 你觉得怎么样 魏南为了救张浩 竟然被毒蛇咬中了胸口 而张浩二话不说 就要给魏南把蛇毒吸出来 就在前不久 在酒店休息的我被秦姐拉起来谈话 她想要跟家里坦白我们之间的关系 问我是什么看法 我沉默地看了秦姐一会 看来姐姐这是又缺乏安全感了 我走上前抱住秦姐 好的秦姐 我答应你 节目结束后我们就回去跟爸妈坦白 时间很快来到最后一轮比赛 那就是为期五日的荒岛求生 主播们将两两一队横穿整个岛屿 这是一个未被开发的岛屿 在这里食物水源住所都是问题 而且毒虫猛禽随处可见 我和魏南被送到了岛屿的入口处 魏南带头走在前面 你注意一点 跟着我不要走丢了 接着魏南不知从哪里找到了一些波 这里没有花露水 用这东西凑合一下吧 这里的蚊虫可是很毒的 我惊讶地看着魏南 不愧是魏总啊 这生存技能简直拉满 魏南文言满面桃花 放心 跟着我 这个挑战小意思 我直接给大佬点赞 这大腿是抱对了 前面有条小河 我们在这休息一下 我去看看能不能抓点鱼 就拜托张浩你去采摘一些浆果了 在你回来前我会抓好鱼的 我应了一声转身就走了 魏南 等节目结束后 我们就该有个了断了 很快我就抱着一堆浆果回来了 魏南 浆果找回来了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吃 我都摘回来了 说话间我却浑然不知 自己的手即将抓在蛇的尾巴上 魏南见状大惊失色 大喊让我别动 但还是晚了一步 我的手结结实实地握了上去 感觉不对劲的我整个人都呆住了 一动也不敢动 被惊动的蛇也张开血盆大口 朝我扑了管 千钧一发之际魏南冲过来把我推开 自己却被蛇咬中了胸口 魏南伸手一把抓住蛇头 直接往远处一甩 把蛇给丢开 缓过神来的我急忙开口 魏南你没事吧 还好 就是被咬了 文言我慌了 那得赶紧处理伤口啊 对了 被蛇咬了该怎么紧急处理来着 此时的导演组通过直播也发现了魏南被咬 虽然医疗组经过判断是无毒蛇 但还是建议前往救援 可导演却表示先等等 让医疗组等会再去 我想看看他们会怎么处理这突发事故 此时的我暗住魏南让他别动 我帮你把毒吸出来防止扩散 我突如其来的动作让魏南浑身起鸡皮疙瘩 被蛇咬伤不是这么处理的呀 而导演组这边看到这一幕也是骂了 这段赶紧掐了 绝对不能过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帐篷外面的情节把这一幕都看在了眼里 霸道女总裁只是被张浩吸了蛇毒 就要把他就地正法 原来就在前不久 魏南为了救我被蛇咬伤 情急之下我直接帮他把蛇毒吸了出来 吐出一口血后 我擦了擦嘴角 你等一下 我找点东西帮你包砸 没缓过神来的魏南让我等等 是谁告诉你被蛇咬伤是这么处理的 先不说这蛇有没有毒 真有毒也不能用嘴吸啊 你电视剧是不是看太多了 不过幸好那蛇没毒 等会用水清洗下伤口就行了 用不着这么紧张 此时的导演组处 导演正叮嘱医疗队 让他们去查看一下伤势 我显然不认识他 但护士却认出了他 你是张千琴 那个还是医学生就研究出自己专利的天才 看着护士崇拜的眼光 琴姐谦虚了一下 过奖了 都是学校和导师的关照罢了 导演 如果你们去救援的话 能否带上我一起 我本身就是医生 而且还是张浩的姐姐 有必要亲自去了解一下情况 导演同意了 护士小迷妹也欣喜若狂 直呼有您的陪同 简直就是我的荣幸什么的 时间很快来到晚上 在一处山壁下 我和魏南正在这里生活歇息 我斜眼看着直勾勾盯着我的魏南 我说你够了 都盯着我看了一天 你这样怪让人发毛的 而且我们不是在直播吗 你把这些摄像关了是怎么回事 这样没问题吗 魏南一脸淡定 我是老板 我说没问题就没问题 而且接下来的环节也不适合直播了 说完整个人就向我靠了过来 见到这种情况我大惊失色 你他喵的这是要干啥 看魏南这样不会是要给我就地正法的 那蛇果然是有毒的对吧 不容我反抗 整个人就被魏南扑倒控制住 而与此同时 秦姐一行人也来到了这附近 奈何设备都被魏南关了 他们并不知道我们的准确位置 秦姐也有点慌了 显然非常不放心我和魏南待在一起 这时旁边传来沙沙的声音 一个黑影走了出来 此人正是月华 姐姐我大概知道他们在哪边了 前面有他们行动的痕迹 等医疗队发现秦姐不在的时候 秦姐已经跟着月华走了 他问月华怎么会在这里 当然是因为我一直跟在你们的后面 月华理所当然道 闻言秦姐瞪大了双眼 你一个人就敢跟过来 这孩子怎么这么火呢 随即秦姐严肃了起来 我知道你很喜欢浩浩 但你别败费心思了 他不可能和你交往的 不管结果如何 我只要能待在张浩身边就够了 无论他和谁交往 只要他开心我都能接受 可如果那个人让张浩不开心了 我就会打爆他的头 而就在两女聊天的过程中 此时我的双手已经被魏南绑住了 混蛋你给我克制一下呀 可不要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而魏南却怪是我先动的嘴 这次可不会再放过你了 想看次元软饭王后续的宝子们 可点击左下角下载一个快看漫画 然后搜索次元软饭王 自动跳出来的就是